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吧 这白草堂不就是我当初打工的地方吗 谁能想到 我叶红堂堂一带遗仙 竟会被人毒得重伤垂死 若不是拼死打开一条时空通道 逃出升天 只怕现在已经化作一片枯骨了吧 叶红本来只是这白草堂内的一个小学徒 却没想到竟是意外得到了一部名为太古依经的古书 太古依经是一部依书 同时也是一部修炼功法 他从小小的医者境 一步步攀升到了最巅峰的医仙境界 更是离开地球 纵横还宇 无人不敬 无人不服 却没想到 在他研究一片丹方时 被自仙界而来的一位依仙按下毒手 小焕 我将你视为知己 你却眼红我的太古依经 妄图称霸世界 竟是暗地里给我下七彩五兽毒 害我修为他爹 险死于你手 不过 天不绝我夜红 现在我不但活了下来 更是回到了五百年前的地球 你给我等着 终有一日 我这些人非破散 如今虽然没了修为 可是太古依经 依旧印在夜红脑海里 一切不过是重新开始罢了 我以前可以一步步修炼到 一心境界 现在同样可以 还有 当年正在上学的妹妹 为何会死于非妙 和那个一直追求她的男人 到底有没有关系 若是妹妹好好地活着 父亲和母亲又怎么会因为过度悲痛 而正直壮年就死于病床之上 想到父母 想到妹妹 夜红本来平静如水的心中 不由地生起了丝丝伤感 重获一事 一定要让家人过最好的生活 钱财 名望 地位 一样都不能少 绝对不会再让他们如同前世一般 被人欺负 折辱 那么 现在就从积累人脉和资金开始吧 我要为家人打造一个孤弱金汤 大罗金仙都无法攻破的堡垒 夜红 你在看什么呀 快过来帮忙啊 沉浸在回忆中的夜红 骤然惊醒 回头看去 却见一个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女孩 此时正冲着她招手 夜红微微皱眉 这女人 是林薇薇吧 这是白草堂老板的女儿 可是后来为了继承白草堂 竟是被男朋友蛊惑 蓄意谋杀了她亲哥哥 其中到底有什么纠葛 夜红不是很清楚 最后 老板伤心而死 林薇薇被判无期 她那个高大帅气的男朋友 却从林薇薇这里 骗走了一大笔钱跑路了 据说是在国外逍遥快活 夜红不是很喜欢这个愚蠢的女人 可是老板却对她一致不错 一身一束 可以说是毫无保留 清囊而受 而且老板在她最困难 家中遭逢大难的时候 毫无顾忌地伸出援手 这个人情 夜红忘了 若是以前什么都不知道 老板家发生的惨剧 她无法阻止 无力改变 也就罢了 可现在 既然提前知晓结局 就不能再任由这样的货事 遭逢在老板头上 夜红 见夜红直勾勾勾盯着自己 这位老人家需要真酒 很麻烦的 你帮忙看着吧 我有事 要出去一下 夜红微微一皱眉 先和林微微 一起将老人放在床上 而后伸手在老人额头上摸了一下 她沉思片刻 转头对林微微说 你是要去见你的男朋友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别去了 和我一起 为这老人家治病 什么男朋友啊 我才不见他 我是真的有事 林微微扭捏地说了一句 突然一愣 你说什么 你又为老人家治病 不是我 是我们 老人家如今内火攻心 而你爸的真酒之术 同样只能是增补阳气 并不适合这位老人家 不真酒也就罢了 真要是真酒了 只怕这位老人 会当成毕妙 胡说八道 你知道什么是真酒吗 夜红什么水平 林微微自认为 是一清二楚 现在刚来百草堂 没几天 竟然就开始点评 起自己老爸了 他并不是讨厌夜红 只是觉得夜红 说得太过荒唐 夜红却没在乎 他的语气 扭头看了看 这老人家的家属呢 我要马上动手 为他治病 五百年来 夜红什么样的女人 没见过 嘲讽 奉承 应有尽有 不管林微微 对她是什么态度 根本无法让她心中 泛气半点波澜 家属在和我爸 签署治疗协议 毕竟这可是病危病人 谁都不能保证 在治疗过程中 会不会发生意外 家属闹起来怎么办 我们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不必这么麻烦 你去将家属叫过来 我治疗的时候 有些事情需要他们配合 这种病 在以前的夜红眼中 不值一提 可如今他一身修为尽尸 只是一个普通人 无法用真气配合医术 为人治病 只能是依靠 多年的经验和眼力 老者此事紧紧闭着眼睛 面色乌黑 时不时地重重喘息 呼吸困难 看样子 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你能不能别添乱啊 你一个小小的学徒 谁敢让你治病啊 还说我爸真酒有问题 你这辈子 能不能摸到银针 都是个问题吧 赶紧起来 老老实实站一边去 凌微微不耐烦地训斥起来 以前夜红这人还可以 怎么今天这么讨厌啊 太以为他是谁啊 还要马上为病人治病 没看他都要死了吗 我爸都没有把握 他算个什么东西啊 在这白草堂 他有说话的资格吗 正在这时 几个人从内堂走了出来 为首一人是个四五十岁的男人 似乎是听到了凌微微的话 开口说 微微 怎么说话的 爸 你都不知道他刚才说了什么 喂 你刚才不是很厉害很嚣张吗 现在我爸来了 你敢不敢把刚才对我说的话 再对我爸说一遍啊 林天成脚步匆匆上前 手中拿着一个银针盒子 我没功夫听你们吵架 说着话 已经来到老者床前 他扭头看向一个 跟他一起出类的中年妇人 何妇人 我不敢保证一定的质合你先生 您确定 要为他针酒吗 听众朋友 本集一波讲完毕 我是主播沐阳 是剧中旁白 叶红等角色的配音 喜欢本书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二章 中年妇人微微点头 气爱说 令医生 我们从市中心医院出来 特意来到您这里 就是信任您的医术 请 为我先生施针吧 林天成也不再多说什么 抽出一根银针 就准备刺向老者胸口处的一个穴位 慢着 叶红 怎么了 林天成照着眉头问了一句 手中的动作自然也停了下来 不能针灸 老师 若是你施了针 只怕这患者会当场毕命于此 你到底有完没完啊 我们家请你过来 是让你好好工作 而不是让你在这里 脚口舌挑拨是非的 林微微气恼地盯着叶红 右手指着大门的方向 再多说一句 你就给我走 我们家用不起你 大友一言不合 真的把叶红赶出家门的意思 一个小学徒而已 在他眼中和打杂的没什么不同 赶走也就赶走了 大不了换一个就是了 微微 闭嘴 林天成沉声训斥了一句 又转头看向叶红 叶红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林天成刚43岁的年纪 正值中年 可能是因为从小学习中医的缘故 身上自有一股沉稳的气质 短发平头 不斜长袍 是那种很受小姑娘喜欢的 中年大书行 知道 我还可以再说一遍 若是老师你真的对患者失真 他很有可能会在三分钟之内 死于非命 若是不信的话 老师可以试试 在你失真之后三分钟内 我有能力将他从鬼门关拉回来 那中年夫人神情不善 阴沉地开了口 怎么 你们把我家先生当做什么 实验品吗 如果朕出了问题 你们谁来负责 你给我出去 这里不需要你了 林薇薇直接将叶红向外推 没完没了了 老爸的医术在整个天南市 他说第二就没有人敢成第一 手里那副银针 更是不知道救活了多少垂尾的病人 哪里轮得到你一个小学徒 在这里胡说八道 林天成也沉声说 叶红 你先出去 等会儿我和你聊聊 叶红也不在意 转身便走了出去 中年夫人等着叶红离去的背影 抱怨道 林医生 您这里的员工素质好像不怎么样了 年轻气盛嘛 林天成笑了笑 不想再继续讨论这件事 好了 我要开始施针了 中年夫人仍然喋喋不休 反正啊 在我们公司如果有这种人 我早就把他踢出去了 说话不中听 看着也挨眼 干嘛留着他 让自己心里不舒服啊 叶红回到药柜前面 整理着面前的杂物 天气不好 病人不算很多 他现在也很清闲 可他知道 要不了多久 他就会变得忙碌起来 里面那位老者 看起来身份不凡 六十岁上下的年纪 能有个三十岁上下的老婆 一般人哪能有这福气 可他即便再有钱有势 被林天成的银针刺在身上之后 仍然逃不了在鬼门关走一趟的命运 不是林天成医术不好 而是术不对正 再好的医术也是无用 叶红现在是没了修为 可多年的阅历还在 这种病症在他眼中很简单 即便那患者真的是一只脚被阎王拉进大门 他也有能力从阎王手中将人抢回来 一位曾经的医仙 可以拥有的能力和见识 绝对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极限 大概只是过了三分钟 里面的病房中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呼 啊 林医生 这是 这是怎么回事 我家先生他 他怎么会突然这样 紧接着 就是一阵手忙脚乱的声音 林薇薇那气脑至极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叶红那个乌鸦嘴全都怪他 他要是不胡说 哪里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这就去找他 林天成直接从房间内冲了出来 慌慌张张的来到叶红面前 叶红 你快去看看 那病患果然和你预料的一样 我失针之后 他就突然发病 眼看着就不行了 纵然是从医多年 他依然无法淡然面对一个病人 从他手中死亡 而且还是因为医治方法错误 而发生的医疗事故 他神情黯然 一切都和你刚才所说的一模一样 你真的 可以将那患者 抢救回来吗 老师 您放心好了 话音没落 他已经快步向那房间走了过去 刚到门口 就看到老者在床上 不停地抽搐着 中年妇人满眼泪珠 蹲在床边 拉着老人的手 不住地哭诉 老河 你挺住 一定要挺住啊 我们这一大家子 全靠你承认呢 你走了 我们家和公司 就真要乱套了呀 叶红走上前 也不管是中年妇人 伸手在老者胸口 快速拍了三下 严真已经拔了出来 叶红的手掌 结结实实地落在老者胸口上 发出三声沉闷的响声 你 你干什么 老河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要折腾他 若是出了什么事 我让你们整个幼堂的人 都跟着陪葬 叶红 你能不能不要再捣乱了 真的要出人命了 闭嘴 目前这种情况 我没有任何办法 何先生随时可能撑不下去 叶红说有办法 为什么不让他试试 还是说 你想眼睁睁地看着何先生 就这么死在这里 第一句是在呵斥林薇薇 第二句 则是在向中年妇人解释 可是 没有多少时间 你快点做出决定吧 林天成沉声说 中年妇人豁然转头 看向叶红 你最好能护住 我家老河这条命 不然 我饶不了你 再多说一句 我马上转身离开 你 若不是为了林天成 报答以前林天成 对我的照顾之强 我堂堂一心 会管这种闲事 从来都是别人求我治病 哪有我求着给人治病 还要看人脸色的道理 何夫人 你想得了何先生最后的希望吗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精灵小九 是剧中林薇薇的配音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三章 你 中年夫人 硬生生将要脱口而出的讽刺 大骂给吞了回去 看了叶红一眼 重重的哼了一声 不再说话 可是 眼中的威胁 却没有减去分毫 叶红淡淡一笑 手指快速的在老者胸口 点了几下 而后 猛的伸出拳头 重重的砸在了老者脑袋上 何夫人惊叫一声 目自愈烈的看着叶红 你干什么 你致死谋杀 我现在就报警 我真是脑子进水了 竟然相信你的鬼话 他拿出手机 怒气冲冲的 就要拨通报警号码 可一旁的林天成 却是一把拉住了他 何夫人 少安勿躁 这还少安勿躁 林天成 我告诉你 这已经不是一道事故了 是蓄意谋杀 不仅仅是他 你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要为此负责 何山上的情况 稳定下来了 你别跟我说这么多 我一定饶不了 啊 什么 话刚说到一半 何夫人才反应过来 林天成到底说了什么 他急忙低头 看向老者 果然 刚才一张脸都烫得通红 呼吸急促 随时都有可能死去的自家男人 这时候竟然恢复了正常 呼吸平缓 脸色也没那么红了 似乎正在酣睡一般 何夫人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这 这是怎么 怎么回事 他不敢相信 那小子只是在老公身上 拍了几下 砸了几下 刚才那危机的情况 就让一个冰死的冰人转危为安 好了 叶红淡淡地说了一句 转身就向外走去 林薇薇也是瞪圆了眼睛 满脸的不可思议 这就好了 我是在吹牛吗 他赶忙转头看向林天成 眨巴着大眼睛 似乎在期待林天成 能否坚决否定叶红 可是 林天成在老者脉搏上摸了片刻 而后神情复杂地看向中年妇人 何先生 全狱了 什么 病狱 林医生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你看我 像谁在开玩笑吗 林天成是苦笑连连 就连我自己都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明明已经病入膏肓 明明已经重病垂危 怎么被叶红看似杂乱无章地拍打几下 便病症全消 没有道理啊 如果叶红真有这样神奇的医术 还有必要在我们药堂 做个小小学徒 先在这里休息片刻吧 要不了多久 何先生 应该就会醒过来 说完这句话 林天成也没有过多解释 站起身 背着手 一脸苏然地跟着叶红向外走去 在那堂和大厅门口 林天成转过头 力声对着林薇薇说 薇薇 你跟我出来 啊 啊 哦 林薇薇失魂落魄 大脑一片空白 依然不敢相信那患者已经彻底被治好了 而且还是被叶红治好的 他刚刚说的话 不都是在吹牛吗 怎么会 怎么可能真的做到了呢 是不是老爸看错了 不会不会 老爸醒应了一辈子 一个人是不是有病 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更别说还整了脉 这要比医院最先进的现代仪器 都要靠谱啊 可 可叶红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带着一肚子的委屈和疑惑 林薇薇跟在林天成身后 出现在叶红面前 叶红正坐在桌子旁 为自己倒了一杯茶水 小口地喝着 薇薇 向小叶道歉 爸 凭什么 我为什么要向他道歉 你刚刚是怎么说小叶的 现在小叶真的将病人治好了 你说你有没有错 有错就要改 尤其是我们做医生的 若是执迷不悟 以后不知道害多少病人 可是 爸 道歉 林薇薇见老头子态度坚决 不情不愿地转头面向叶红 微微张口道 对不起 小叶 你看这 老师不必如此 我还不至于为了这点小事 就记恨微微 林薇薇这点凶蛮霸道 在叶红眼中着实可笑 就好像一个志同 在成年壮汉面前 张牙舞爪的耀武扬威 难道壮汉还真的能把孩童 吊起来打一顿不成吗 林天成凝视着叶红 微微沉吟着 似乎是有些问题想问 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老师有话 方直言 叶红接着说 我一直都把您当做亲近的长辈 这一点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改变 所以您不必因为任何事情 而对我有所声说 既然如此 那我便直说了 小叶你有如此医术 远超我不知道多少倍 为什么还会在我这个小地方 做学生啊 说好听点 是学生 实际上就是个打杂的 稍微有些中医常识的人都能做 叶红这样的人 随便出手 只怕都可以在中医界扬名 没必要将他自己委屈到这种地步 老师 其中有许多事情 我现在还无法对您解释清楚 但是请您相信 我对您绝无半分恶意 而且之后的一段时间 也会继续留在这里 等他合适的时候 我会给您一个解释 林薇薇撇了撇嘴 很是不屑 哼 不就是治好个病人吗 也许是误打误撞呢 有什么了不起的 薇薇 你闭嘴 林薇薇委屈又不愤地低下脑袋 恨恨地盯了叶红一眼 不敢再开口说话 正在这时 里面的中年妇人 又发出了一声惊叫 老何 老何你醒了 真是谢天谢地 你没事了 真的没事了 林医生 林医生你快过来看看 老何醒了 林天成和叶红 快步向房间中走去 却见那老者已经坐了起来 正在伸手轻轻揉着脑袋 林医生 麻烦你再看看 老何是不是真的全好了 他之前病得那么严重 这说好就好了 我 我这心里 还是不踏实啊 小叶 还是你来吧 叶红只是瞥了那位何先生一眼 就直接开口说道 不必再看 全都好了 如今 身康体健 随时可以离开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狼狼书舍 是剧中林天成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众实力CV 联媚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四章 何夫人此时看上去端庄大方 丝毫没有刚才泼辣不讲理的模样 她款款走到叶红面前 展颜一笑 让人如沐春风 叶医生 刚才我情绪有些激动 说了些不怎么中听的话 您大人有大量 希望您别放在心上 叶红本不欲搭理这样两面三刀表里不一的女人 可突然心中一动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丈夫躺在病床上 徘徊于生死之间 夫人再如何激动 都是有情可原 夫人不必在意 一切都过去了 以后呢 您若是有朋友身体不舒服 大可介绍他们来这白草堂 就在刚刚 他清晰的感觉到 那本来空空荡荡 没有半分真气的丹田 忽然有些蠢蠢欲动起来 竟然有再次凝聚真气的迹象 他这才想起来 当年刚刚接触太古医经的时候 身边没有那么多天才地宝 更没有太多的资金 供他购买那些珍贵宝物 那时候 基本上都是依靠为人治病修炼 治疗病人的时候 他体内太古医经便会自动运转 加快修行速度 如今他又回到了起点 或许依然需要依照这个方法 按部就班 身为一名医者 除了需要高明的医术之外 务必要让每个病人感觉如沐春风 这样才有可能让他们再次生病 或者亲戚朋友生病的时候 想到你 谢谢叶医生 谢谢灵医生 何夫人再三道谢 何先生一直在认真地打量着一红 突然开口说道 我这条命是叶医生救回来的 叶医生就是我何文锋的救命恩人 不知叶医生 可愿意做我这老头子的私人医生啊 我保证 绝对不会亏待叶医生 这越是有钱的人就越是怕死啊 这个叶医生虽然看起来很年轻 可是眨眼间就把他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 其医术之玄奇 毋庸置疑 这样的人若是能够时时刻刻跟在他身边 他哪里还需要担忧因为年纪健大而伴随来的各种病痛呢 这几乎相当于多了无数条命啊 他眼神灼灼的看着叶红 等着叶红给他一个答复 林天成脸色漆黑 并刚好就来挖我的墙角 当我不存在啊 何先生 抱歉 我没兴趣 不等林天成把话说完 一红淡淡开口直接拒绝 不过 若是何先生身体又哪里不舒服 倒是可以随时到我们白草堂来 这样啊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也不好强求 说着话 对何夫人使了个眼色 何夫人马上从随身的包包里掏出了一张名片 啊 老和在南州市还是有些人脉的 以后若是叶医生遇到什么难处 可以随时打这个电话 嗯 好的 另外 何夫人又掏出了一张卡片 救命之恩大过天 我们给您现金作为报酬 未免有些小家子气 这里有一张南河集团的制增VIP卡 是我的名字办的 以后叶先生就先用着吧 只要拿着这张卡 南河集团旗下所有业务 都将免费为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林天成和林薇薇皆都有些诧异 这个南河集团他们听说过 实际上不仅仅是听说过 南河集团在整个南州市是数一数二的大企业 旗下囊括了各个领域的产业 在南州出门吃喝玩乐 总免不了碰到南河集团旗下的店 早就看出这两个人身份不凡 却没想到竟然是南河集团的重要人物 这种东西叶红以前自然是不放在眼里 可如今龙游浅滩虎落平阳 他正是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 当下也没有客气 直接接了过来随口说 多谢了 叶红收下了这两样东西 何文峰才松了口气 要在病床上休息了片刻 便和中年妇人一起离开 林薇薇上下不断打量着叶红 眼神中充满了审视和质疑 林天成倾咳一声 小叶 你可以下班了 等到明天过来之后 我们再好好聊聊 嗯 好的 叶红答应了一声 拿出伞走出门 迈入雷雨之中 一直等到叶红的身影消失 林天成才长长地叹了口气 爸 他就是误打误撞罢了 他要是真的那么厉害 以前怎么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呢 那个何先生和何夫人 也真是瞎了眼了 竟然把南河集团的至尊卡都给了他 以后就等着他去白吃白喝 招摇撞骗吧 薇薇 不管怎么说 小叶都是我们自己人 你对人家客气一些 什么自己人 就是个刚来一个月的小学徒 林薇薇嘟着嘴 不清不愿地说 林天成苦笑一声 对这个女儿 她是真的无可奈何 娇生惯养惯了 从小是不舍得打 也不舍得骂 现在想管教 真是难哪 如果换成儿子林虎 敢和他这么说话 他早就一巴掌呼过去了 你知道 刚才那位何先生 得的是什么病吗 什么病啊 看起来挺严重的 不过估计 也没有什么大事 没什么大事 那是突发性心脏堵塞 在医院都治不好的病 就连我们天门九针 也只敢说暂时维持病情不恶化 想让他脱离危险 比登天还难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天门九针用出之后 病情非但没有得到缓解 反而马上使患者进入病危状态 可夜红能够在这种情况下 将病人抢救回来 并且还顺手治好了他的心脏堵塞之症 就已经说明了夜红的不凡 林薇薇满脸不可思议 竟然这么严重吗 老爸是不会骗我的 可是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那夜红怎么会 怎么会治好的 有能力治好这种病人的 我只听说过 京城的陆帆尘 陆神医 但是我可以保证 哪怕陆神医真的可以做到 也绝对不会像夜红这么轻松 您是说 夜红比陆神医的医术更加高明吗 不好说 可不管如何 夜红绝对不是 他以前所表现的那样简单 这或许是个一道高手啊 或许 他是属于传说中的那类人 林薇薇心中一阵呆若目击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枝梅 是剧中顾欣欣和秦宇墨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重实力CV连魅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章 出身中一世间 哪怕他现在学的还不怎么样 可对于传说中的那类人 却也是耳熟能详 传说中 这个世界上一直有着一群神仙一样的医者 他们可以生死人 肉白骨 不管什么病 哪怕全身上下只剩下一颗脑袋 他们也可以将人恢复得完完整整 这样的人 不是只存在于传说之中的吗 叶红他 会是这样的人 灵魅魅茫然地看着外面的大鱼磅 一时间待在原地 至于和男朋友的约会 他早已经抛到了九霄云外 叶红租住的房子 距离白草堂也就是两三百米 那是一个看起来有些老旧的小区 有些年头了 不过还算干净 到了自家门前 叶红跺了下脚 打开门之后 看到房门中的情形 却是愣在了原地 此时沙发上 正端端正正地坐着两个人 两个女人 一个差不多四十多岁的样子 长发大波浪 打扮得很是时尚 至于长相嘛 只能用勉强能看来形容 如果他脸上没有那一层粉底 估计连这四个字都配不上 另外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 米色短袖 牛仔短裤 马尾简单地扎在脑后 看上去简单大方 青春亮丽 目光落在女孩身上后 叶红陡然一阵 往事一幕幕 再次浮现心头 女孩正是她的初恋女友 顾欣欣欣 两个人大一时恋爱 一直持续了四年 大学刚毕业没多久 顾欣欣就迫于家人的压力 和我分了手 最后嫁给了个四五十岁 有车有房 有产业的老男人 难道现在还没分手 可叶红真的不记得 什么时候和顾欣欣同居了呀 不过她手中倒是有这房子的钥匙 顾欣欣刚离开的时候 叶红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 日子久了 虽然表面上逐渐忘了 可那次遗憾和不舍 一直隐藏在内心深处 而现在她身旁的女人 则是她的妈妈张慧杰 进来吧 还傻站在门口干什么 张慧杰看着愣愣站在门口的叶红 不耐烦地开口说道 顾欣欣却是站起身主动迎了出来 不过却有些不好意思面对叶红 低着头下声说 你 你回来了 叶红心情复杂地恩了一声 而后皱眉问道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听听 好好听听 这是什么态度啊 张慧杰气急败坏 指着叶红对顾欣欣喊道 这就是你找的男朋友 张慧杰一直都看不上叶红 长得好看怎么了 能当饭吃吗 租住在这样一个破旧的小区 这么小的房子里能有什么出息 他想让顾欣欣找个有钱的 从此带着他们一家人一飞冲天 这样一来他儿子也就不愁 娶不到媳妇了不是 本来就看不上 再加上叶红现在这种态度 彻底惹火了张慧杰 分手 必须马上分手 哪怕是你怀了他的孩子也不行 妈 你胡说什么呢 顾欣欣气得直跺脚 叶红却是一脸茫然 啊 孩子 这什么孩子 他和顾欣欣恋爱几年 最多也就是牵牵手逛逛街 连接吻的次数都是少之又少 更别提发生更深层次的关系了 既然没有发生关系 那这孩子又是从何而来 阿姨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没碰过欣欣 他怎么可能怀孕 没碰过 错过了不敢认识吧 你没碰过 欣欣怎么可能会怀孕呢 说着话 张慧杰从兜里摸出了一张纸 啪的一下摔在了茶几上 自己看 叶红大步走上前 随手拿起那张A4纸看了几眼 运检报告 叶红又看了看张慧杰 刚才一直在思考着两人是谁 没注意看 现在一眼看去 他根本没有半分怀孕的症状呀 这运检报告是怎么回事 顾欣欣轻轻拉了下叶红的衣袖笑声说 你跟我出来一下 出去什么出去 有话就在这里 当着我的面说明白了 张慧杰立声说道 她盯着叶红 翘起二郎腿 一副高高在上 不可侵犯的贵妇模样 哼 你倒是好手段呢 为了让欣欣嫁给你 这种卑劣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可我今天就把话 给你摆在这里 即便是欣欣怀孕了 你想娶她进门 也没有那么容易 第一 市中心的房子 必须要买一套 这是底线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第二 必须有辆不低于二十万的车子 这已经是我放低了要求 若是按照我以前的想法 没有五十万的车 你想都别想 第三 财力五十万 第四呢 酒席啊 就定在南河大酒店 一桌的标准呢 不能低于两千块 欣欣嫁给了你 你总不能让我们 在亲戚朋友面前丢人吧 这些都是订婚的前提 做不到这些 哪怕是让欣欣把孩子打掉 我也不会让她嫁给你的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张慧姐眼睛一眨不眨地 盯着夜红 想看看她是什么反应 若是敢说半个不字 她就马上站起来 拉着顾欣欣去医院打胎 她本来就不想过来 若不是顾欣欣一意孤行 甚至做出了吞服安眠药的傻事 就算是夜红跪在她面前 她也绝对不会给夜红一丝机会 顾欣欣痛苦无奈地看着夜红 漂亮的大眼睛里 不禁落下了几滴泪珠 她抽气着说 夜红 我知道 我妈说的条件对你来说 可能有些困难 可为了我们以后的幸福 你就答应她 好吗 你答应了 我们就可以结婚了呢 哦 答应你吗 即便过了五百多年 即便夜红对这个女孩子 心中仍有眷恋 可是夜红心中的恨 丝毫不必对她的爱 少上几分 恨她的绝情 恨她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 四年的感情呀 说放就放 夜红仍然记得 分手的那天和今天一样 大雨磅礴 顾欣欣说完 我们不合适这句话 而后便上了那老男人的奔驰 留下夜红一人 在大雨中无声哭泣 这些事情怎么可能忘记 顾欣欣一颗心忐忑不安 可今天的夜红 有点奇怪呀 那种发自内心的冷漠 让她手足无措 她鸡猛耍 夜红 孩子的事情 我一会儿再向你解释好不好 我对你发誓 我绝对没错过对不起你的事 我 我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以后 可以永远在一起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沐阳 是剧中旁白 夜红等角色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章 是吗 那你现在跟我说说 这孩子是怎么回事 顾芯芯转头看了张慧杰一眼 低声说 我以后再和你解释好不好 你先答应我吗 以后 我们再一起想办法 哼 不想答应就别勉强 我们家芯芯也不是嫁不出去 以我们家芯芯的姿色 想要娶她的有钱人呢 能从这里啊 派到京都广场去 妈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反正我已经怀了 叶红的孩子 我只能嫁给她 你 你能不能 让我们两个人单独谈谈 顾芯芯一边掉眼泪 一边恳求地 看着张慧杰问道 张慧杰重重地 哼了一声 没好气地说 哼 你们还想让我出去 我就坐在这里不走了 顾芯芯拉住叶红的手 直接到了门外 房门被她重重关了起来 叶红跟着顾芯芯到了门外 面无表情 等着顾芯芯给她解释 我没有怀孕 那张运检单子 是我托人做的 故意给我妈看 为什么 我和叶红分手 十天还没到 就和林昌盛举办了婚礼 叶红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一个女人 可以绝情到这种地步 那么多年的回忆 说忘就忘 说放就放 头也不回 顾欣欣一愣 恶然说 你怎么知道 可 果然知道 那我再问你一句 你心里是什么想法 是不是和你妈一样 也是想嫁给这样的有钱人 顾欣欣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这真的是 那个疼我疼到骨子里的一红吗 我没有 我们在一起四年多 这么长时间 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 还是说 在你心里 我一直都是那种爱慕虚荣 为了钱连自尊都可以抛弃 没脸没皮的 去嫁给一个老男人 叶红沉默了下来 顾欣欣在前世 的确是伤害过她 可是现在她还什么都没做呢 仍然是那个 和她相恋四年 对她百依百顺的女孩子 对不起 我不该说这种话 顾欣欣伸手抹了一把眼泪 语气有些生硬 可还是出声说道 我跟我妈说 还了你的孩子 她实在没有办法了 才答应和我一起过来 谈我们的婚事 不过 她提的那些条件 是最后的底线 要是不答应 她真的什么事情 都做得出来 钱的事情 以后我和你一起想办法 你先答应下来 最起码 她不会再逼着 我嫁给那个林长盛了 她又伸手抹了把眼泪 委屈中带着些生气 抬起好看的毛子 看着叶红 你是什么想法 看着这个不顾一切 哪怕是毁了自己名声 也要嫁给自己的女孩 叶红早已平淡如水的心 终于泛起了丝丝波澜 这是和自己相依相卫 携手四年的女孩啊 那四年中 有多少美好的回忆 叶红哪能完全放下 这一刻 她忘记了前世 顾欣欣带给她的伤害 伸手将顾欣欣抱入怀中 起码此时此刻 她是属于自己的 完完全全 整颗心都放在自己身上 对不起 我不跟你 对你说话 那种态度 使我不好 你不要生气啊 好不好 我不喜欢看到你哭 叶红不说还好 这么一说 顾欣欣所有的担忧 委屈全部爆发出来 如同孩童一样 哇哇大哭 我答应你吗 不就是钱吗 小心 你想办法 不管如何 我都不会让你 从我身边离开 叶红语气坚定 顾欣欣一边哭 一边哽咽着说 可是 可是那么多钱呢 你能有什么办法呀 其实 我 我都想好了 你先答应下来 怨护 怨护着我吗 实在不行了 我 我就和你私奔 我们一起到外地 等生了孩子再回来 我就不信 不信我妈到时候 还不认你这个女婿 奕红无法相信 眼前这个女孩 会和前世那个绝情的女人 是同一个人 还是说 前世的顾欣欣 也是被逼无奈 经历了一些 她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 才会那么匆忙地 抛弃她 和林昌盛结婚 若真是这样 我必要让那林昌盛 生不如死 她看着怀中 超气不已的女孩 心中有了一丝明雾 前世种种 已然成了过眼云烟 此生已不负我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 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人 就在这时 房门突然被人 从里面打开 张慧杰冷笑地 看着夜红 哟 这是说了什么 把我们惺惺感动 成这副模样 不过我告诉你 没用 这些花言巧语 骗骗她这个 不懂事的小丫头还行 想骗我 你别做梦了 我刚才提的那些条件 一样都不能少 不然呢 以后你就别想见到星星 说完直接走上前 拉着顾欣欣的手 向楼下走去 哭什么哭 丢人现眼 我们是求着她娶你吗 又不是嫁不出去 外面下雨不好走 我已经告诉林老板了 她一会儿啊 就到楼下接我们 顾欣欣用力 挣脱张慧杰 拉扯她的手 气得脸色通红 妈 你干嘛让她来接我们 我们和她是什么关系 我不做 你快打电话 让她回去 你听不听话 反正我不做 你去吧 我不去 你 眼看着张慧杰 气得扬起了手 要给顾欣欣甩 甩一巴掌的样子 叶红上前一步 淡淡地看着她 林昌盛要来 林昌盛也是你能叫的 不过我倒是 可以明白地告诉你 林老板一直 对我们家星星有意思 我也有撮合 他们的想法 如果你不在 他们中间 坐绊脚时 他们可能早就结婚了 人家林老板什么都有 你有什么 你自己说 你有哪一点 能和林老板相提并论呢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精灵小九 是剧中林薇薇的配音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重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七章 叶红面无表情 阿姨 刚才你提出的那些条件 都不是问题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啊 张慧杰斜着眼睛说 你小子还有资格提要求 我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样 给了你要的那些东西之后 芯芯就是我的人了 从今以后跟我住 你不能再以任何理由 逼迫她去见她不想见的男人 凭什么 那些只是结婚的条件 在举办婚礼之前呢 芯芯就还是我闺女 我想让她见什么人 是我的自由 你管得着吗你 就在这时 张慧杰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瞪了叶红一眼 而后才拿出手机 看到来电显示上的名字之后 瞬间展露出一个灿烂至极的笑容 她很快接通电话 一张老脸仿佛笑成了菊花 喂 林总啊 您到哪儿了 到楼下了 真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了 还要麻烦您 如果是我自己 打个车也就回去了 可毕竟芯芯也在这儿 漂亮的女孩子呀 总是要注意安全的 您说对不对呀 好的好的 我们这就下来 您稍等片刻 挂断电话后 张慧杰伸手又要拉顾欣欣的胳膊 欣欣 林总来了 快跟我下去 人家那么大个老板 实现宝贵得很 我们可不能让人家等太久 你去吧 我不去 人家林总都来了 你怎么能不下去 人家不要面子的吗 你不去 那我以后还怎么在公司待下去啊 走 快跟我下去 人家林总开的是奔驰呢 你没做过吧 说着话又瞥了叶红一眼 等顾欣欣坐过奔驰以后 估计就会知道 跟这小子在一起过苦日子 那是多么愚蠢的事 顾欣欣有些愤怒 刚要继续拒绝 可是这时候 叶红却直接开口了 林总来了是吧 欣欣 你跟我一起下去 我刚好想见识一下 这位林总究竟是何方神圣 夺欺之宠 不共戴天 叶红前世没机会接触到林昌盛这样的人物 今天倒是要看看 这个抢走了顾欣欣的人 优秀到什么程度 你跟着去 也好 让你自己看看 你和人家林总之间的差距 如果你真的喜欢欣欣 就应该明白 什么样的人 对她来说 才是最好的选择 叶红没有说话 牵着顾欣欣的手 静止向楼下走去 把手放开 张慧姐厉声呵斥一声 可不管是叶红还是顾欣欣 都将这句话当作了耳旁风 仍旧是牵着手一步步下楼而去 一红租住的这栋楼是六层老板房 没有电梯 他住在四层 只能步行 没过多久 就在张慧姐一连串的嘟弄声中到了楼下 一辆奔驰S系静静地停在单元门门口 一百多万 在普通人眼中 的确可以算得上是豪车了吧 前世的我 或许会在这样的富豪面前抬不起头来 可如今想要得到多少财富 都是抬手间的事情罢了 更加注重修炼的事 能够早日回到前世的一线境界 才是我的目标 张慧姐撑开伞对着顾欣欣 找手说 欣欣快上车 顾欣欣站在原地没有动态 只是转头看向夜红 我不会坐其他男人的车 夜红笑了笑 在他脑袋上拍了下 放心好了 没人能从我手中把你抢走 阿姨 我想和林总单独说几句话 你让他下来 林总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张慧姐吃笑一声 以一夜红的不自量力 她再次对着顾欣欣喝倒 欣欣 马上跟我上车 顾欣欣绷着脸没说话 张慧姐气得胸口上下气浮 自己撑着伞 一路跑到那辆奔驰车前 砰的一下打开车门 进去和林昌盛解释去了 夜红 顾欣欣刚准备说话 夜红直接示意她暂时晋升 治疗好了何文芳之后 她体内就恢复了一些真气 目前已经达到了医者初期境界 在太古医经之中 医者是初窥门境 属于入门的一个境界 即便是这样 也足以让夜红身体各方面的素质 得到了一个恐怖的提升 不管是反应能力 还是听力 身体灵敏程度 都远远超出常人 就好像是电视中的武林高手一般 所以现在 她可以清楚地听到张慧姐 和林昌盛在车内的对话 哎呀 林总啊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女儿啊 还想着那个穷小子 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您 不过您放心 我再多做做她的工作 很快 很快她就会喜欢上您的 慧姐呀 不是我不给你时间 那个野鱼的男生响起 透着一股猫斗老鼠的味道 只是 你从我这里借的钱 利息 可是高得吓人呐 你女儿 你女儿若是不愿意成为我的女人 咱们就只能公事公办了 这钱 你能还得起吗 林总 我发誓 我一定会让我女儿对你死心塌地 您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呢 可以啊 不过 你借了三十万 现在利滚利 以后成了七十万 再过几天 只怕 你就要还我一百万了 林总 哎呀 慧姐呀 不管怎么说 你都是公司的老员工 我也不愿坑你啊 不如 你考虑考虑 我之前给你的建议 您是说 不错 咱们一会儿和欣欣一起 找个地方吃饭 我这儿呢 有一颗药 只要让欣欣吃下去 接下来的事情 你就不需要管了 我就不信 和欣欣生米煮成熟饭 她还能对我那么冷漠 林总 这样不好吧 那行 我也不逼你 我们按规矩办事 我不打你女儿的主意 你还钱就行啊 别别别 我这样就去把欣欣叫上车 对话到此戛然而止 张慧杰已经推开车门 重新走了下来 而叶红 脸色早已阴沉如水 心中有一团怒火 越烧越盛 似乎要破胸膛而出一排 她拳头紧紧的捏了起来 指甲早已深陷肉中 依然不自知 原来是这样 我听明白了 一切都明白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狼狼书舍 是剧中林天成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重实力CV 连妹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八章 前世的顾欣欣 为何会突然对她那么绝情 几乎是毫不犹豫地 投入林昌盛的怀抱 这一直都是叶红的心结 她想了五百年都没有弄明白 那当然 也没有刻意去调查过 背叛就是背叛 何必一定要知道原因呢 若不是重火一事 她只怕是永远都不会知道 张慧杰的可恶和顾欣欣的悲惨境遇 顾欣欣欣的亲生妈妈 火同林昌盛这样的垃圾 一起给自己的女儿下药 毫无防备的顾欣欣欣欣必然会中计 然后被林昌盛得到了身体 万般无奈 也没有脸再去面对叶红 她只能选择和叶红一刀两断 和那个陌生老男人结婚 叶红嘴角渗出了丝丝血迹 那是牙齿咬破嘴唇渗出来的血液 可是她感觉不到丝毫疼痛 心如刀脚的时候 肉体的一点痛苦算得了什么 她怜惜地看着身边傻乎乎 一定要跟她站在一起 死活不上车的顾欣欣 轻声说 等一下 说完便松开了顾欣欣的手 向着那辆奔驰车走去 迎面正好碰上了张慧杰 张慧杰见叶红走了过来 微微愣了一下 紧接着就呵斥道 你想干什么 离林总的车远一点 可叶红仿佛没有看到她一般 目不斜视 竟直从她身旁走了过去 若她不是顾欣欣的母亲 叶红此刻绝对会 直击要了她这条老命 顾欣欣不知叶红要做什么 担忧地喊了一声 叶红 放心吧 没事 拉开车门 直接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看到这突然坐进来的小子 林昌盛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不过她反应倒是挺快 马上便笑着说 你就是新鲜的男朋友吧 叶红面无表情 没有因为这位林总的和蔼态度 而有正常年轻人应该有的受宠若惊 是的 我叫叶红 叶子的叶 红阳光大的红 嗯 我听说过你的名字 不过你现在找我 并且如此郑重其事地介绍你自己 是为了什么呀 林昌盛嘴角微翘 虽然态度依然温和 可是说出的话却满是嘲讽的味道 想要宣誓主权 告诉我你才是新鲜的男朋友 我这个第三者没道理也没资格插足 还是摆出这副臭脸准备对我破口大骂 让我滚蛋 以后离新鲜越远越好 不然你就对我不客气 醒醒吧小伙子 你现在的确是他的男朋友 可你有什么呀 你又能给他什么 我不同 我有钱 而且很有钱 这辆车就价值一百多万 这辆车 哪怕你奋斗一辈子 也不一定买得起吧 巧合的是 新鲜他妈也喜欢钱 我相信 新鲜以后也一定会喜欢钱 喜欢钱 就会喜欢我 所以 你现在的女朋友 以后一定会成为我的女人 啊 如果哪天我玩腻了 不想要他了 或许 他还会回到你身边 嗯 很生气是吧 可是你没有办法 这就是现实 人人平等 人人都会说 可是真的能够平等 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阶级差距 你以后的体会会越来越深的 啊 哈哈哈哈 林昌盛嘴巴不停 笑着说出了一连串如此恶毒的话语 可是林昌盛心中也有些纳闷 若是换做其他男人 此时只怕早已愤怒地恨不得打死我了吧 然后 我就能顺理成章地将他送到警局了呀 为什么眼前这小子冷静得有点可怕呀 叶红扭过头 盯着林昌盛的眼睛 你说完了 林昌盛有些郁闷地说 本来还想说点其他的 可看样子 你有话要说 要不你先来 叶红点点头认真地说 若是换做我以前的脾气 现在的你已经成为一具尸体了 林昌盛微微瞪大眼睛 随即笑出了声 哈哈哈哈 这小子年纪不大 口气却是不小啊 可是我现在的感觉 直接杀了你太过便宜你了 像你这种人 就应该在感受过人世间所有的痛苦之后 再慢慢地在绝望中死去 小子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林昌盛终于无法保持他的优雅从容 微微眯起眼睛 冷力道 你 我主动过来找你 就是要让你记住我的名字 这样到了阎王那边 你起码还能说出是谁要了你这条狗命 你 叶红伸手 轻轻在林昌盛肩膀上拍了拍 接下来的一个月之内 你会变得一无所有 然后器官衰竭 死在病床上 若是不信我 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 说完 叶红推开车门走了出去 林昌盛瞪着叶红的背影 他无法相信 纵横江湖多年的他 现在竟然被这么一个小子给唬住了 小子 你给我站住 林昌盛不甘心地大声喊道 必须说点什么 来扳回一句 不能被这小子掌握主动权呢 你很有心思说话 不需要回家洗个澡 顺便把裤子给洗了吗 林昌盛本来还没感觉到什么 可是被叶红这么一说 突然感觉裤裆大腿处 都有种又湿又凉的感觉 他急忙低头一看 顿时又惊又恐又怒 尿裤子了 我请人尿裤子了 一切从来没有小便失禁的情况了 倒然间 林昌盛想到了什么 抬头看向叶红 怒声道 你 是不是你 锁了手脚 记得去医院检查 车门 车门被他重重地关了起来 而在车中的林昌盛却如坠地狱之中 好短短的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尿裤子 那小子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对了 绝症 林昌盛开始有些害怕了 那小子 要让我在绝望中慢慢死缺 或许 真的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 汽车轰鸣声响起 本来特意来接顾欣欣的奔驰车 直接一闪而去 眨眼间就消失在小区中 张慧杰傻地看着奔驰车离去 突然对缓缓夺步而回的叶红怒目而视 你 你这个小王八蛋 到底对林总说了什么 怎么把林总牵走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只梅 是剧中顾欣欣和秦以墨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重实力CV连媚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九章 没什么 他尿裤子了 急着回去换衣服 叶红随口说道 张慧杰冷笑不止 故意在星星面前抹黑林总 这种没脸没皮的话 你也说得出口 叶红有些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他想不通 到底得歹毒到什么地步 才能让一个母亲联合外人 一起坑害自己的女儿呢 不过 在顾欣欣面前 他也不想把他母亲的所作所为 给揭露出来 只是隐晓地说了一句 虎毒不食子 做某些事情之前 你最好多想想 以后会不会后悔 说完他转头看向顾欣欣 欣欣 以后就住在我这里 江 暂时别毁了 顾欣欣 小心翼翼地看了张慧杰一眼 为难地说 叶红 我得回家陪着我妈 哼 在我面前 想让星星留在你这儿 姓叶的 你脑子没问题吧 他直接掏出手机 一阵操作之后 哼声道 哼 我叫了车 一会儿就到 小子 我告诉你 我提的那些条件 你如果做不到 以后休想再见我们家星星 妈 你给我闭嘴 都是因为你 林总才会被气走的 你让我以后 还怎么在林总手下做事啊 顾欣欣委屈又不愤地低下头 却不再继续和张慧杰顶嘴了 叶红叹了口气 前世的时候 顾欣欣就是如此 对他妈百依百顺 很少违逆张慧杰的意思 想让她留在这里 几乎不可能 叶红伸手在脑袋上摸了一下 手中悄无声息 多了一根头发 那只拿着头发的手 轻轻拍了拍顾欣欣的脑袋 好 跟你妈回去 不要担心 我绝对不会再让你从我的世界中消失了 顾欣欣恶然 为什么要有那个载子呢 自从和她在一起之后 明明就一直没有分过手啊 她来不及多说什么 张慧杰叫来的车已经停在了单元门口 张慧杰也不顾着如泼大雨 拉着顾欣欣直接上了车 顾欣欣只能用力地向叶红挥手 叶红在原地站了许久 恍然记起 前世的今天好像也是这样的大雨 她因为林天成出了医疗事故 一直留在药堂中没有回家 那时候的她 没资格知道药堂中到底出了什么事 现在想来应该就是为何文峰用了针灸之后 有了麻烦吧 也正因为没有回家 所以才错过了张慧杰和顾欣欣的来访 而张慧杰就顺利成章 带着顾欣欣上了林昌盛的车 之后发生了什么就不言而喻了 叶红眼神冰冷 前世对顾欣欣有多恨 如今知道真相的她便有多愧疚 林昌盛 张慧杰 很好 第二天一的早 叶红便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叶先生 请问您现在有时间吗 你是 你好叶先生 我是何文峰啊 就是您昨天救了的那个老家伙 冒昧打扰 还请叶先生见谅啊 有事 是这样的 昨天天气不好 我没走得匆忙 没能好好感谢叶先生 我今天专门准备了酒宴 专门打谢叶先生的救命之恩 还请叶先生 务必给我这个机会啊 何文峰回去之后 家里私人医生便给他做了细致的全身检查 最后得出了一个让他都觉得十分惊悚的结果 他的病真的好了 好的彻彻底底 这可是无数大医院都束手无策的重病啊 确定了叶红的不凡 何文峰便知道 这样的奇人哪怕不能为他所用 也一定要搞好关系 所以和叶红打电话的时候 他把姿态放得很低 叶红微微皱眉 今天不行 我还得去上班呢 叶先生 其实是这样的 我孙女有位朋友 身患怪症 同样看了很多所谓的名医 都没什么办法 我也是想趁着这个机会 希望您可以顺便为他诊治一番 为人治病 可以快速提升修为 越是难治的病 对他的修为好处越大 叶红对这种事情很感兴趣 当下便改口 好 你把时间地点告诉我 我让人去接您 叶红告诉他家里的地址 挂了电话后 打电话向林天成请了一天假 他暂时没有离开白草堂的想法 在那边可以接触更多的病人 同时也可以顺便多了解一下 林薇薇那个男朋友 一上午的时间 叶红一直在略显破烂的房间中 打坐修炼 如今体内只有一条细微的真气 在来回流动 其实这时候 已经算是登堂入室 达到了医者境界 十一点左右 差不多到了约定好的时间 叶红刚准备下楼 房门却被人砰砰砰 用力敲了起来 叶红 我知道你在家啊 别给我装死 赶紧开门 只听这声音 叶红便记起来 这是他的房东 刚打开房门 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 便劈头盖脸的指着叶红打骂 你小兔崽子 房租已经欠了三天了 你还想躲到什么时候啊 想白住老子的房子 你坐在哪门子白日梦啊 我告诉你啊 今天要么交房租 要么收东西滚蛋 叶红淡淡的说 等会儿给你 给我 两千块钱 你拖了又拖 我看你拿什么给 我警告你啊 别想拖延时间 没用 要么现在给钱 要么现在滚出去 别耽搁老子 找下个租客啊 叶红在这里住了差不多半年 对叶红的情况 他早已经了解的一清二楚 他就是一个穷鬼 根本用不着对一个穷小子客气 再说了 已经有其他人看上这房子了 每个月两千三 比租给这叶红还要跪上三百 他凭什么不做 今天一定要把他赶出去 反正他也拿不出钱来 哎呀 一个月两千块都拿不出来 你这种人啊 还有什么脸租房子 大街上才适合你啊 房东的这句话刚落地 楼梯出就响起了轻微的脚步声 下一刻 一个西装革履 打扮得十分精神的男人 出现在楼梯中 他扭头看了看门牌号 最后目光落在 站在房间门内的叶红身上 请问 叶红先生是住在这里吗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先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先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重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十章 像你这种人 还有朋友呢 房东嘲讽道 似乎觉得 像叶红这种穷鬼 就应该是个孤家寡人 谁和他做朋友 就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叶红没搭理房东 淡淡地说 哦 我就是叶红 那西装男人脸上 瞬间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热情洋溢地走到叶红身前 直接将房东挤到一旁 伸出手说 叶先生您好 我是何山川 何文芳是我的父亲 非常感谢您对我父亲的救命之恩 他年纪大 不方便开车 就让我来接您 还请您不要介意啊 房东愣在原地 盯着何山川看了片刻 狐疑地看着叶红问他 哦 你你你你 你这是玩的哪出啊 何山川瞥了他一眼 叶县长 您现在似乎有些麻烦 需要帮忙的话 您尽管开口 在南州这一亩三分地儿上 还没有我们何家摆不平的事情 哦 不必了 和一个将死职人计较那么多做什么 这房子我以后也不会住了 好 那我马上为您准备一套 一线江景别墅 这次叶红倒是没有拒绝 直接走出房间 到时候再说吧 走吧 好的 何山川恭恭敬敬 主动在前面带路 房东这时候终于反应过来 他陡然间一声大喝 哎 站住我 叶红 哎 这房子你不住可以啊 东西你马上搬走 不要了 那你刚才诅咒我 我快快死了 是想什么意思啊 叶红总算是回头看了他一眼 嘴角微翘 带着淡淡的嘲讽 那不是诅咒 房东被气得脸色铁青 可叶红这时候已经下楼而去 下楼上车之后 何山川好奇地问道 叶先生 您刚才说他快死了 真的不是吓唬他吗 不是啊 那是他患了不治之症 不是 他有血光之灾 啊 何山川惊讶地张大嘴巴 这到底是个医生 还是算命先生 对这种神神怪怪的事情 他是不怎么相信的 可叶红毕竟是他父亲邀请的贵客 他也不好出口反驳 不过心中却不免看清了叶红几分 该不会真是个招摇撞骗 凑巧救了老爸的江湖骗子吧 若真是这样 哪里还值得何家费尽心思地拉拢啊 叶红也没有多说什么 坐在后排座位上闭目养神 何山川不知道 他的车子刚离开没多久 房东也骂骂咧咧地从单元门走了出来 王八蛋 穷死鬼 这敢在老子面前装逼 连房租都租不起 还想让人直接 什么 送你别墅 白日梦做得倒是不错呀 可是也不撒泡尿看看 自己是什么德项 你张脸 就注定了你一辈子 只能是个穷鬼 房东隐隐觉得刚才的事情不是假的 可是又不肯相信 像叶红这样的穷鬼都能够时来运转 被有钱人青睐 他却为什么只能苦哈哈地收点房租过日子 他正在怨天游人 却在这时 五楼窗户那边 一个人影毫无征兆地跳了下来 人影重重地砸在了房东身上 房东什么话都没来得及说 就这么倒在了地上 瞪大了眼睛 死不瞑目 被跳楼自杀的人给压死了 很快一声声惊叫响起 这小区热闹了起来 没过多久 便来了几辆警车 将两具尸体给隔离起来 车子在南河大酒店门口停响 南河大酒店是南州市最顶级的酒店之一 也是何文峰的南河集团旗下 一个微不足道的产业 何山川依旧十分恭敬地陪在夜红身侧 每当身边有工作人员经过 便会恭敬地叫一声 何总 哦 父亲和我女儿 还有我女儿的那个小闺蜜 都在三楼的进环亭 不瞒您说啊 那女孩子不仅仅是我女儿的朋友 更是我父亲一位老朋友的孙女 身份十分尊贵 这次若是叶先生能够妙手回春 只好那女孩子所患之症 我们南河上下 必会对您感激不尽呢 叶红逆了他一眼 你是在警告我吗 怎么会怎么会 您是我们何家尊贵的客人 故意说出患者的身份尊贵 不是在告诉我 没有真本事就不要乱插手吗 是不是还想告诉我 若是那女孩出了什么事 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哦 叶先生 您误会了 我真没有这个意思 收起你那点小心思 我一生为人治病 只看心情 若是心情不好 便是先帝在前 我也懒得搭理 叶先生 您是真的真的误会我了 口中虽然这么说着 何山川心中却是不以为然 甚至越发觉得 眼前这个家伙越来越不靠谱 张口血光之灾 闭口先帝 先帝是个什么东西 若不是何温峰一再交代 万万不可得罪了叶红 他早就扭头走人了 在这种小骗子面前 虚语尾仪 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叶红淡淡的说 你心中如何想 自己心知肚明 不过最好别表现出来 不然我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说到这里 叶红竟是微微一笑 不过这笑容却让何山川心中发寒 看在你父亲的份上 我提醒你一句 我的脾气可能不怎么好 叶红身为一代一仙 怎么会容许普通人在他面前耀武扬威呢 一仙之威严 不容许任何行事的挑衅 前世如此 亲生也是一样 何山川的笑容有些牵强 不过还是很客气地说 叶先生 您真的多虑了 您是我们何家的恩人 我们对您只有感激 绝对不会有其他的想法 如此最好 叶红微微点头 大步向前走去 到了三楼进欢厅门口 却见里面已经坐了五个人 何文峰 那位年轻的何夫人 还有两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孩 一个六十岁上下的老者 见到叶红 何文峰和何夫人两个人急忙站起身 快步迎了出来 叶先生 我这年纪大了 不方便亲自去接您 还请勿怪 勿怪啊 何先生不必如此 我自己过来也是一样的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精灵小九 是剧中林薇薇的配音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哦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 逐日成风 有牧羊领衔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第十一章 在何文峰的殷勤招待中 叶红坐到主位上 这一下 另外一位老者脸色不好看了 他阴阳怪气的 看着何文峰问道 华先生 这位小朋友 就是你口中的神医 何文峰笑呵呵的说 没错 叶红叶先生 别看叶先生年纪小 一身一数 却是出神入化呀 我这条老命 就是昨天叶先生 从鬼门关拉回来的 说完 又指着老者的叶红介绍 这位是梁国臣梁先生 他旁边的那个小姑娘 是他孙女梁小如 这次请您过来 除了报答您的救命之恩外 还想请您 顺便看看小如的身体啊 至于这个小丫头 是我的小孙女 何雨昕 何文峰伸手摸着一个长发披肩 身材娇好 面容精致的女孩子笑道 叶红微微点头 昨天的事 何老不必放在心上 你是病人 我是百草堂的员工 为您治病是我的责任 天经地义 你不欠我是吗 对您来说 天经地义 可对我来说 却是救命之恩呢 可先生 说救命之恩 是不是太严重了 诚如这位叶先生所说 你是病人 叶先生是工作人员 你求医他治病 合情合理 谁都不欠谁呀 梁先生 话可不能这么说 哎 我不管你怎么看 反正在我看来 我生病 他治病 这就是一场生意而已 叶先生 你看我孙女这病 你能治吗 爷爷 说那么多干什么 化着浓妆 一眼是皮肤不好的 梁小如不满地讽刺道 我看哪 山家河先生 根本没想着 请人给我治病 不然怎么会 来了一个 这种年纪的家伙过来 还说什么神医 神医那么多 谁知道他是哪一种 就连大街上卖大力玩的 还说自己是神医呢 一红扭头向何文芳看去 这真的是多年老友 连多年老友的孙女都敢用这种态度和你说话 何文芳一脸尴尬 轻咳一声 叶先生 他们还不知道你的本事 等你为小如治好多年的影集 他们定然不会对你这种态度的 生意就是生意 不管是什么态度都没关系的吧 爷爷 算了 我们走吧 这饭也没吃下去的必要 梁小如直接站起身 刻薄至极 人家何先生 根本没有帮我们的意思 照这么个家伙来给我看病 万一把我治出毛病了怎么办 我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呢 小如 叶先生的医术 不必说了 何先生 从你表现出的诚意来看 我们接下来的合作 真的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 说完 重重地哼了一声 准备抬脚离开 小如 一直没怎么开口 安安静静坐在一旁的何星宇 急忙开口挽留 还是教我梁小姐吧 何小姐 我和你 真的不怎么说 梁国臣也站了起来 何先生 我对你很失望 两人根本不理会别人说什么 更是无视坐在一旁的叶红 大步向门口走去 何文方面色黯然 有些尴尬的对叶红赔礼道 叶先生 真是不好意思 我没想到 没想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 他和梁国臣的确不是什么多年好友 只是有些业务开展 需要梁氏集团的配合 听说梁小如身患怪病 所以就想着让叶红 这位神乎其神的神医帮忙看看 若是真知好了 也可以更好地促进双方的合作 谁知道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叶红却魂不在意 带着温和的笑容说 没关系 有人一心找死 我们何必阻拦 听到这话 本来马上要走出包间的梁国臣和梁小如 却是直接停了下来 梁小如甚至直接折身而返 怒气冲冲来到叶红面前 居高临下地说 你说谁烧死 你啊 叶红淡淡开口 梁小如是梁家唯一的一个千金小姐 从小过的都是众星捧月的生活 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 谁不是对她百依百顺 还从未有人当着她的面 说出半句重话 更何况刚才叶红那句话 和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 有什么区别 梁国臣也走了回来 眼神不善地看着叶红 小朋友 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 知道啊 两个将死之人 眼看着双方火药味越来越浓 和文芳急忙打圆场 都消消气 消消气 说起来这事都怪我 哎呀 你们双方 还没好好了解 就这么匆忙的 让你们坐在了一起 何先生 你不必如此 他们两个本来就快死了 哦 我说的是实话 至于听不听 那就是他们的事了 叶先生 若是他们好言好语 我自然可以救他们一命 但现在 叶红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声音更是斩钉截铁 哪怕是他们跪在我面前 我也绝不会出手 梁国尘重重地喘着粗气 可想已经气到了什么程度 别以为何先生真的能保护住你 我想杀你 只需动动手指头罢了 我不需要任何人护着 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人能杀得了我 你应该担心的是 有没有人能够救你和你孙女 这两条命吧 不等梁国尘和梁小如说话 叶红便又接着说道 看似精神 实则浑身无力 虚汗遍布全身 时而头晕眼黑 夜晚噩梦连连 是这样吗 梁国尘愣在了原地 嘴唇动了一下 这小子竟然将我所有的症状 说得一清二楚 而叶红此时已经将目光 转到了梁小如身上 至于你是什么情况 真要我当众说出来吗 梁小如并不知道梁国尘的情况 只觉得叶红是在胡言乱语 她不屑地说 哼 我什么情况你倒是说说 说错一点 我就打断你一只手 说错两点 我就断你手脚 说过说错了三点 姑奶奶就直接要了你这条狗命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朗朗书社 是剧中林天成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逐日成风 有牧羊领衔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第十二章 何文峰无奈地看着这一幕 他已经无力阻止了 以他的身份 其实不至于到这种地步 只是梁国臣虽然财力不如他 却是整个南州市数一数二的大佬 室内的大半数会会几乎都跟他做事 这样的人手中早已经不知道沾染了多少血腥 能不招惹还是不要招惹的好 而叶红这边 他更是不能得罪 救过他一次命 以后若是还想让人家救命 就得好好伺候着 两边都不能得罪 他夹在中间就很难受了 好在叶红也没有什么让他帮忙出头的意思 号长一挟地倒了杯茶水喝了一口 而后才看着梁小如淡淡地说道 神经质 间歇性地失去理智 喜好血腥 尤其喜欢咬人 梁小如呆若木鸡 整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 直愣愣地看着叶红 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叶红轻笑 我的话说完了 你是准备砍我的手脚 还是要了我这条命啊 没有回应 不管是梁国臣还是梁小如 皆都是瞪大眼睛 看着叶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回答我 叶红陡然一声大喝 他心中怎么可能没有一点火气 哪怕是在整个修仙界 他也是万人敬仰 谁见到他不是毕恭毕敬的 现在两个普通人 竟敢在他面前 一而再地出口不逊 真当一先是普渡正生 没有半点脾气的活菩萨了 梁小如深吸一颗气 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他咬牙切齿地说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提前打听过我的情况 还是说何先生提前告诉了你 何文芳摇头说 我也只是知道梁小姐你得了怪症 至于具体是什么病 却是丝毫不知 称呼从小如变成了梁小姐 声应了许多 何文芳也不是没脾气 这梁家的两位如此不给他面子 他凭什么还用热脸踢他们的冷屁股 梁国臣凝视着夜红 语带威胁 小姐伙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打听到的这些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知道的太多 对你没有好处 身为南州数得着的大佬之一 不可能让自己的身体状况泄露出去 下边的小弟 哪一个是安分的主 若是传到他们耳中 指不定会出什么乱子呢 现在叶红知道的这么清楚 他心中已经动了杀意 他也根本没把叶红放在眼里 一个普通的年轻小子罢了 杀了也就杀了 没什么大不了 何文芳听出了他话中包含的意思 急忙对叶红提醒他 叶先生 这是你自己看出来的 对吧 而且你一定有办法治好梁先生和梁小姐 对不对 这是为叶红打圆场 生怕叶红再做出出格的举动 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没错 我能救他们 何文芳常出了口气 可叶红下一句话 又让他的心再次提了起来 可是我为什么要救他们 都是双手沾满了血腥之人 死有余辜啊 何文芳狠狠地拍了一下脑袋 哎 叶红啊叶红啊 你还真把他们当成善男信女了不成 你这话一出口 就是逼着他们和你不死不休了呀 何文芳后悔了 后悔今天为什么要请叶红过来 如果没有今天这个酒局 也不至于给叶红招来杀身之祸呀 梁国臣却是被叶红的态度气得笑出声来 小家伙儿 你这是完全没把我放在眼里呀 我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有骨气的年轻人了 只是不知道等你的尸体沉入南州河的时候 脸上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好气凌然呢 他随手从桌子上拿过来一个餐盘 稍微晃了晃 希望你下辈子能记住 狂傲一些没错 可是也要看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 手中的餐盘直接向一红脑袋上砸去 何文芳和何夫人还有何星宇 皆都在这一刻闭上了眼睛 梁国臣动了真火 想来这一盘子只是个开胃菜 他很快就会叫人过来 彻底收了叶红这条命 年纪大了 做的位置也高了 这种肮脏事交给手下人去做就行 唯有梁小如眼中闪烁着一种变态的兴奋 好像对即将到来的暴力血腥充满期待 可是过了许久 想象中的餐盘砸在脑袋上的声音并没有传来 何文芳几人好奇地睁开眼睛 眼前的一幕却让他们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 叶红不知何时已经站起身 梁国臣手中依旧举着餐盘 确实跪在了地上 他满脸冷汗 恐怖至极地看着叶红 你要杀我 叶红居高临下地看着梁国臣淡淡地问道 梁国臣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觉得一股莫名的气急压着他 如同大山一样 让他不得不跪在地上 梁小如不可思议地大声叫道 爷爷 你在干什么 为什么要给他下棍 你快起来呀 叶红微微皱眉 过早 而后向梁小如看了一眼 又说了一句 你也跪下吧 梁小如十分听话地跪在地上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听到叶红那句话后 双腿好像不听使唤一样 只能跪在叶红身前 你对我们做了什么 梁国臣又惊又惧 想要站起身 可身上却仿佛压了千斤重担 哪怕用尽全身的力气 仍然无法挺直脊梁 小家伙 我告诉你 我叫梁国臣 你出去打听打听 我是什么来头 你要是震动了我 哪怕是我伤了一根头发 以后在南州市 绝对不会再有 再有你的立足之地 梁国臣不相信 在南州这块地方 还有人敢对他动手 叶红却只是淡淡一笑 而后杨首狠狠一巴掌 甩在梁国臣脸上 你在威胁我 好 很好 梁国臣捂着脸 反倒是镇定下来 这个梁子 我记下来 你不敢杀我 可我今天只要走出酒店 就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他不相信叶红敢当众杀人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杀人之后 不管什么原因 都将被生之以法 这个后果 啊 叶红这二十岁上下的小家伙 敢承担 嗯 又承担得起吗的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枝梅 是剧中顾欣欣和秦宇墨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 逐日成风 有牧羊领衔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第十三章 就在这时 叶红甩手又是一巴掌 力度不小 梁国臣那张老脸 两边都肿胀了起来 打吧 啊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哼哼 现在你想怎么样都可以 但是 你最好想一想 出了酒店之后 你会遇到什么事情 叶红微微摇头 这老兔崽子 真的我不敢杀人 我虽为一心 可上一世死在我手中之人 不知多少 他重新坐回到座位上 你觉得 你还能走出酒店 梁国臣张狂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现在你是在威胁我 你是说 你真敢现在杀了我 来呀 我就在这里 你动手试试 说完 他看向何文风 何先生 何先生 你可是正当的生意人 有人在你面前杀人 你肯定不会措施不理 对吧 梁先生啊 一定要闹到这种地步吗 你也看到了 有人不给我面子 我做事的风格很简单 谁不给我面子 我就弄死他 说话的时候 一直盯着一红 小子 我就摆明了 要弄死你 你也别废话 真有胆子的话 你现在就杀了我 叶红曲指轻轻一弹 一道肉眼不可见的真气 悄然无息地钻进梁国臣没心处 梁国臣有自不知 仍然在嚣张地叫道 你动不动手啊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啊 现在是你自己没种 说完 他觉得身上那股 莫名其妙的压力消失了 哈哈大笑着站起来 小子 你给我等着 我他妈不灭你满门 我以后跟你性 是吗 可惜啊 你没这个机会了 什么 话没说完 他便陡然间瞪大了眼睛 嘴巴微张 下一刻 身体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啊 爷爷 梁小如本来一直在冷笑着 看着叶红 想看看这小子到底是怎么作死的 可没想到 爷爷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毫无征兆地就倒下了 他惊叫一声 忙扑到梁国臣身前 用力摇晃着梁国臣的身体 爷爷 你怎么了 爷爷 爷爷 你快醒醒啊 没有任何动静 此时的梁国臣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 看上去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梁小如 豁然抬头 眼神冤毒地看向叶红 你跟我爷爷做了什么 没有啊 我什么都没做 你爷爷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 没准是脑溢血啊 心脏病复发什么的 现在出了事 可和我什么关系没有 哦 对了 还有 现在你不应该赶紧叫救护车吗 送医院早一些 或许还能抢救过来 梁小如顿时恍然 慌慌忙忙地掏出手机 一边拨打号码 一边对叶红说 不管是不是你做的手脚 反正这件事和你偷不了关系 你等着 我们梁家 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叶红微微白手淡淡地说 这些以后再谈 现在还是赶紧救你爷爷吧 梁小如打过了急救电话 又慌忙招来了服务员 将梁国臣抬了下去 房间中就只剩下了 叶红和何家纪人 何文峰纪人此事 仍然没有从震撼中回过神来 所以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一句话 直到感觉叶红的目光 转到自己身上 何文峰才使劲晃了晃脑袋 声音有些沙哑 叶先生 您 您真的杀了梁国臣 何先生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刚刚只是打了他两个耳光 可这两个耳光不致命啊 其他的我可什么都没做 这一点您一定要为我作证啊 何文峰盯着叶红的眼睛 看了片刻 突然苦笑出声 我做不作证啊 都无关紧要 梁家不会通过官方解决这件事情 他们一定会认定 这件事是您做的 然后和您不死不休啊 是吗 那就更好了 何兴雨紧张到手足无措 他忐忑不安地低吹着脑袋小声说 叶先生 要不 你还是先离开南州市吧 梁小如他们 真的不好惹 何山川愣愣地站在那里 从进门之后 他就一直没怎么说话 甚至看到梁国臣一再为难叶红 心中还有几分暗爽 却没想到 最终会是梁国臣死在了这里 叶红不承认 可他知道 十有八九和叶红脱不了干系的 连梁国臣都说啥就啥了 更别说他了 想起叶红之前说的他脾气不太好 何山川不禁打了个冷颤 没事 梁家在南州存在不了太长时间 他的这种症状都是由于阴气入体导致的 他们家有不干净的东西 从梁小如今天的状态来看 那脏东西应该快对他下手了 何文峰毛骨悚然 三言两语断定了一个家族的兴亡 犹如鬼神 这位叶先生 当真深不可测到这种程度了吗 叶先生 是我的不对 我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 何文峰歉意地说 是他们咎由自取 若不是身上有太多杀孽 也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当然 如果今天梁国臣不是那么盛气凌人 要救他们 也只是我抬手间的事情罢了 何文峰等人又是一阵震撼 不提这些了 既然没有后顾之忧 那我这个老头子 也没什么可担心的 叶先生 我还是要多谢您昨天 对我的救命之恩 怎么还提这件事 要提的要提的 这辈子都不能忘 我今天特意准备了一些谢礼 还请叶先生 不要嫌弃 一定要收下 说着 从一旁的文件包里 掏出了一些东西 两把钥匙 一份文件 这是 何文峰先把一把钥匙 推到了叶红面前 这是一辆迈巴赫的车钥匙 以后叶先生 可以用来逮捕 而后 又将另外一把钥匙 推了过去 海湾别墅区 是我们南河集团 开发的一项产业 我感觉 您的气质 和其中一套房子 特别搭配 不送给您啊 这套房子 就浪费了 最后 将一份文件 摆在叶红面前 叶先生高风亮节 不图名利 只是在百草堂内 做个学徒 可活在这世上 想必 也需要有些经济来源 这家酒店 虽然不怎么样 可每个月 也有一两百万的利润 只要叶先生 您在合同上签了字 以后这酒店 就是您的了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领衔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第十四章 叶红没看这些普通人 只是听到 便心脏扑通直跳的东西 这是带来的 带着淡淡的笑意 看着何文峰 一辆麦巴赫 便是数百万 南河市普通住宅的房价 已经达到了两万一瓶 而海湾别墅区 更是号称富豪集中营 只有富豪才住得起的地方 一瓶最低都是五万 这两样东西 价值就要将近两千万 更别提 还有这个月盈利 一两百万的五星酒店了 总价值过亿 出手不可谓不阔绰 上亿资产 说送就送 眉头都不皱一下 可是有人会无端端表现出这么大的善意吗 叶红笑着问道 何先生 无功不受录啊 这是报答您的救命之恩 一些身外之物罢了 对我来说 不算什么 他好像是看出了一红心中的想法 又接着说 若是连 若是连命都没了 我就算有再多的财富 又有什么用 叶先生尽管放心 老头子我绝对没有其他的意图 只是希望 日后我们何家之人 若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叶先生 能够伸出援手啊 我为人治病 要看心情 如果心情不好 又或者是求医之人 为我所不喜 那我绝对不会出手 一切但凭叶先生做主 何文方的姿态 放得要多低是有多低 我只是想和您结个善缘 既如此 这些东西我便收下了 我可以给你一个承诺 日后你若是生命垂危 是病重也好 为人所害也好 我必出手保你一命 多谢叶先生 多谢叶先生 有您这句话 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一场酒宴 若是没有梁国臣的事情 便可以说是宾主尽欢了 吃完饭 何文方亲自带着叶红 在这酒店上下转了转 同时也将叶红这个新老板 介绍给了酒店的管理人员 等叶红拿着两把钥匙 和一张合同离开之后 何文方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爷爷 您为什么要在他面前 这么 何兴雨低声开口 似乎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爷爷的所作所为 很是为难 这么低声下气 对吧 对 何兴雨咬着嘴唇 微微点头 即便他很厉害 但是以爷爷您的身份 没有必要这样啊 何文方转头看向何山川 你呢 也是这么想的 何山川此时正捧着手机 一脸呆滞地看着手机中的新闻 根本没听到何文方的问话 爸 爸 何兴雨叫了两声 何山川才骤然惊醒 转头茫然地看着何兴雨 啊 怎么了 您对叶先生适合看法 听到这句话 何山川再次抬起手机 看了几眼 惊骇中带着一丝苦笑 哎呀 哎呀 不来呀 我以为他是个江湖骗子 一路上之所以对他那么客气 全都是因为你爷爷的吩咐 哦 那现在呢 这然后啊 看到他敢当众对梁国臣动手 甚至间接要了梁国臣的命 我就觉得 他或许真的是有些倚仗啊 或者 有着他自己的保命本事 就这样 何山川将手机递给何兴雨 哎 你看看这个 手机画面上 显示的乃是一条新闻 图文并茂 一个破旧的小区中 一个男人在单元门口 被跳楼的人砸死 结果两个人都死了 这种事虽然很稀奇 也不值得特意关注吧 被砸死的那个人 是叶先生的房东 何山川有些后怕的说 这又怎么了 人有担心祸福 发生这种意外 只能说他运气不好 何兴雨不解 何文风也好奇地看着何山川 何山川摇头哭笑 哎呀 哎呀 之前房东和叶先生 发生了一些冲突 我本来想帮着叶先生 给那房东一些教训 可是叶先生却直接拒绝了 哎 你们知道叶先生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吗 什么 何文风和何兴雨不约而同的问道 叶先生啊 叶先生说 那房东 那房东有 有血光之灾 根本活不了多久 我当时还嗤之以鼻 以为叶先生是故意在我面前 划肿取宠 故弄玄虚 故作高深 可谁曾想到 他的话 竟然这么快 这么快就应验了 事情发生的时间 应该就是我和叶先生 离开小区之后不久 此话一出 三人是久久无言 那房东的死 到底真的是意外 还是因为叶红说过 他有血光之灾之后 才有了这场 人为制造的意外呢 不管是哪种可能 都证明了一点 叶红高深莫测 是远超他们想象的那种高人 何文峰转头 正色对何兴宇说 小语 你觉得 叶先生如何 很 很厉害 他年龄和你差不多 你还见过 比叶先生更加优秀的同龄人吗 何兴宇摇头 所以啊 好好把握机会 若是你们两个 能走到一起 不等他把话说完 何兴宇就面红耳赤地打断道 爷爷 你说什么呢 我这才见了他第一次 他本就是腼腆性子 平日里话不多 在学校里的时候 若不是因为名列前三大校花之一 只怕都不会有多少存在感 现在爷爷竟然想让他主动去追一个刚刚见面的人 怎么可能吗 何兴宇跺着脚 跑到了远处 何文峰却是看响了何山川 山川 你觉得如何 叶红直接开着那辆麦巴赫 到了何文峰宋的别墅那边 海湾别墅区位于市区三环 旁边便是南州河 整个别墅区更是小桥流水 美不胜收 叶红的这一栋 位于别墅区中最中间 位置最好 能看到的景色也是最好的 房中应有尽有 家具家电一应俱全 哪怕是厨房内的柴米油盐 也准备得妥妥当当 应该是何文峰早有准备 对这种主动向他表达善意之人 叶红也不介意护他一时平安 当然 前提是这人不是那种大奸大恶之徒 至于那所谓的梁国臣梁小儒 一直没从叶红脑海中出现过 蝼蚁一般的存在 拍死也就拍死了 不值得他花费太多精力 若是再来招惹他 再随手拍死便是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精灵小九 是剧中林薇薇的配音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哦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 逐日成风 有牧羊领衔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第十五章 第二天一大早 叶红就打车去了白草堂 药堂位于市中心最繁华地段 停车位都得找半天 还不如打车方便 如今太古一经已经开始自动在他体内流转 他需要的是不断治病来快速提升修为 还有便是寻找一些珍贵的天才地宝 制造一些丹药 可以说白草堂是最适合他成长的地方 前世的时候 叶红一直将白草堂当做家一样 只是可惜 后来出了林薇薇男友那件事 整个白草堂也就倒闭关门 而他也因为失业 再加上家中变故 从此穷困潦倒了很久 若不是林薇薇和他男朋友 叶红也断然不会凄惨到整天 以泡面馒头度日的地步 甚至有时候连泡面都没有 只能吃馒头和白开水 这一时绝对不会如上辈子那般 成为人增鬼厌没人搭理的穷鬼 想想他落魄之后 周围亲戚和同学朋友 那一张张冷漠 甚至是幸灾乐祸的脸 叶红心中就是阵阵冷笑 钱是阴 金是果 知道了那些人的真正嘴脸 那么就休怪他以后做事太绝了 到了白草堂大门口 一眼就看到了林薇薇 正无精打采地坐在里面 他嘟着嘴巴 对周围一切都兴致缺缺的样子 看到叶红也只是唇角微微一动 似乎想说些什么 可是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出口 现在还没正式开门 也没什么病人 叶红走上前忍不住问道 怎么了 林薇薇薇无力地趴在桌子上 闷声闷气地说 没什么 叶红之前和林薇薇没有多少交流 林薇薇是这里的大小姐 从未将叶红这么一个小员工放在眼里 或许 叶红那一个月两千五的工资 还没有他一天的零花钱多 所以林薇薇也没有刻意针对过叶红 若不是前天晚上实在是气急 也不会说出那么难听的心理话 现在知道叶红不同寻常 他是没那么高高在上了 却也不可能就直接对叶红笑脸相迎 叶红笑了笑 没有继续追问 去了药柜那边查看各类药物的情况 开门之后排队之人如长龙 林天成名声在外 前来求医之人络绎不绝 叶红一整个上午都在忙活着抓药 一直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林薇薇才一脸恳求地看着林天成 爸 我已经三天没有出门了 你就让我出去玩一会儿嘛 没看到还有这么多病人 你已经不是个孩子了 能不能不要整天只想着玩 我还小啊 我就是孩子 我不能一辈子都憋在这个破药堂里吧 过着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 我真的会疯的 林薇薇抓狂道 和叶红一起吃饭的是几个药堂伙计 听着林薇薇的话 其中一个名叫程德勇的学徒 撇了撇嘴 酸气十足地说 哎呀 果然是大小姐呀 锦衣玉食的生活还不满足 我们这些穷鬼羡慕不来哟 这人来白草堂的时间最长 也是这五个人中最有资历的老大 另外一个名叫红云的连连点头附和 有钱人的生活 我们当然想象不到了 人家要的是自由 要的是解脱心灵上的束缚 我们这些生斗小民 整日都为了柴米油盐忙忙碌碌 比不起 比不起呀 还有人哼声道 哼 也就是偷了个好胎罢了 你让他过一下没钱的生活试试 看他还能不能喊出要自由 不要憋在这里做安稳的有钱人这种话 哼 成德勇开玩笑似的说 哎 说这些都没用啊 人家是真有钱 不过呀 我们要是谁能追上薇薇 就能至少少奋斗二十年吧 听着这些话 叶红薇薇皱了皱眉 没人教过你们 背后不说人是非 叶红面无表情的说 成德勇几个人 还真没把叶红这个刚来没多久的新人放在眼里 文言街头呵呵笑了起来 叶红 想问人家林薇薇打抱不平 趁机得到这位大小姐的好感 别做梦了 人家早有男朋友了 高高帅帅又有钱 你这种人 用嘴舔人的脚趾头 人家都不会搭理你的 也不想想 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在这白草堂 最没有说话资格的人就是你 谁给你的胆子在永哥和我们面前 用这种态度说话 还想安稳在这待着 就门头做事 不该说的话别说 不该听的时候就假装没有耳朵 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这白草堂是你们几个开的 怎么好像说话比林老师都管用 叶红 成德永突然高声叫了一句 你 你不是开玩笑吧 你喜欢薇薇 那为什么不向薇薇表白 你们俩是真能成了 我们这些兄弟都快祝福你们的啊 这话一出口 林天成和林薇薇都不由得向这边看了过来 红云几人皆都佩服不已的看着成德永 暗暗为他竖起了大拇指 叶红这才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 马上给他穿小鞋啊 林薇薇是什么人呢 是你这种穷鬼能够觊觎的 林天成若是知道叶红惦解他的宝贝女儿 还能容忍他继续留在药堂 高啊 嗯 实在是高 林天成问道 德永 你刚才说什么 成德永马上笑着解释 老师 是这样的 刚才叶红偷偷跟我们说 他喜欢薇薇很久了 我一不小心就喊出来了 我的错 我的错啊 我应该让叶红亲自和薇薇表白的 林薇薇一愣 神情诧异的看向叶红 真的 林天成愣道 千真万确啊 成德永派着胸脯保证 哎 红云他们几个都听到了 不信的话 你可问问他们 红云急忙点头 对对对对 我们刚才都听到了 叶红的确是说了喜欢薇薇 正在这时 门口出现一个长相帅气 一米八左右身高 看上去十分阳光的男人 他一出现 就对着林薇薇招手 哎 薇薇 林薇薇瞬间双眼猫光 那股惊喜和幸福 自然而然地从脸上流露出来 哎 假然 你怎么来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狼狼书舍 是剧中林天成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 逐日成风 有牧羊领衔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第十六章 一红同样转头看了过去 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就是这个男人 害得整个林家家破 或人亡 他自己却跑到国外逍遥快活 但凡有一点人性 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 好几天了 你都不来找我 我当然要来看看你啊 贾然脸上带着委屈的笑容 忧愿地说 一日见不到你 我浑身都会不自在 两天不见你 我感觉好像到了世界末日 如果真的三天都不能看到你 我 我 我只怕我会在思念中渐渐灭亡 灵薇薇一脸幸福又感动的模样 她直接放下碗筷 三两步跑到贾然面前 我也想你啊 可是药堂这两天实在太忙了 我走不开 我明白 所以我过来找你了啊 眼看着灵薇薇 马上要扑入贾然怀抱 林天成急忙咳嗽一声 重重地将手中的筷子排在饭桌上 在我面前这么调 попад 我女儿 真当我不存在 假然好像这时候 才注意到林天成 急忙说 叔叔好 对不起 我刚才没看到您 人太多 微微走不开 我知道叔叔 我和微微说几句话就离开 绝对不会耽误他工作的 林天成重重哼了一声 显然对这个准备 拱他家大白菜的猪很不满意 显然一脸疼爱地看着林微微 伸手拨弄下他额头前的长发说道 真是辛苦你了 比前两天都瘦了好多呢 真的吗 我真的瘦了吗 显然顿时欲杰 我正在深情啊 深情啊动不动啊大姐 是你关心你胖了还是瘦了的时候吗 我昨天换了工作 在一家设计公司做总监 月薪十万 假然结出了一丝笑容 我准备买套房子 海湾别墅区那边不错 我已经看好了一套 差不多就要定下了 还有车 之前的那辆奥迪我卖了 也刚刚换了一辆宝马X5 我想以后和您在一起 住在属于我们的别墅里 没事的时候 就开车出去自驾游 世界这么大 我们应该多走走多看看 祖国的壮丽山河 早晚要一一被我们携手踩在脚下 贾然描绘着美好未来 凌薇薇听的动情 身体又不由自主地向着贾然依偎了过去 重重的咳嗽声响起 贾然和凌薇薇都不高兴地向着声音来远处看去 因为这次发出声音的人不是凌天诚 两个人不必有任何顾忌 程德勇 嗓子不舒服就去抓药 大庭广众之下咳嗽 很让人讨厌的 你不知道吗 凌薇薇气恼道 程德勇歉意地说 不好意思 的确是不太舒服 不过刚刚贾哥说得太好了 一想到有人要破坏你们未来的美好生活 哎呦我一肚子的怒火呀 就是忍不住晚上冒 贾然眉头皱了起来 吝嗇道 什么意思啊 程德勇扭头看向了叶红 摇头叹息 刚刚叶红偷偷跟我们说 他也喜欢薇薇 更先马上准备正式告白 想从大哥手中把薇薇抢过来 哎呀 反正我是看不惯他这种行为的 他能给薇薇什么呀 只有贾哥你才是最合适薇薇的人呢 是啊 我们也想不到 叶红为什么会突然有这种想法 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或许 哎 人家就是想飞上枝头做凤凰呢 吹上薇薇 少奋斗二十年 多划算的事啊 一句句嘲讽从这些师兄们口中说出 贾然已经目光不善地砍向了叶红 他一步步走到叶红身前 低头俯视 面带不屑 俱要道 你要和我抢威威 叶红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贾然呵呵一笑 看看我的话 你也听到了吧 我月薪十万 家产数千万 准备买别墅 开的是宝马X5 而你呢 你有什么 我也知道 你在这里工作 每个月只有两三千的工资 这么点钱 你怎么样和薇薇 还是说 就是程德勇他们刚才说的 你追求薇薇 就是为了吃软饭 一番话 贾然说的是底气十足 并且声音很大 故意传到灵天成耳中 两相对比之下 就算是傻子也知道怎么选吧 叶红只是淡笑地看着他 前世的时候 这贾然整日里和凌威威双宿双飞 没和叶红说过几句话 从未将叶红这样的小人物放在眼里 她的目标是整个林家的家产 这样的小学徒根本不值得她浪费精力 现在既然如此 哪怕是听说叶红要追求凌威威 她也没怎么在意 一只小蚂蚁 还真能够掀起多大的风浪不着 你说话呀 我警告你 以后离威威远一点 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白痴 叶红终于说话了 你说什么 你再骂一句试试 白痴 你 够了 不等贾然继续找茬 林天成便陡然间发出一声大贺 假然 你出去 这里是药堂 不是你胡闹的地方 假然瞬间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脸 好的叔叔 我这就走 干脆利索地转身离开 走到凌威威身边的时候 温声说 下次再来看你 凌威威担忧地说 你别介意啊 我爸就是这个脾气 没关系的 这里病人那么多 我不该在这里大吵大闹 这是我的不对 影响不好 嘉然说了一句 直接离开药堂 程德勇冷笑连连 现在你得罪了 假然 林威威也绝对不会再对你有什么好感 我看你以后还怎么在这白草堂内待下去 哼 竟然敢和老子唱反调 老子来这里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吃奶呢 而且就凭你 也敢拿林威威的主意 贾哥每一位给我那么多钱 贵的是什么呀 防的就是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苍拥 叶红却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 继续低头吃饭 只是碗筷还没放下 就有一阵匆忙的脚步声传来 李建成 你给我滚出来 连药都能拿作 你们白草堂就是这么为人治病的 你是想害死我们是吧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枝梅 是剧中顾欣欣和秦宇墨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先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逐日成风 有牧羊领衔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第十七章 一群白草堂的人匆忙到了外堂 却见四五个人抬着一个担架 满脸悲愤的大声痛骂 大家都给平平理啊 我媳妇三天前病了 到这里来抓药 药方是零天成开的 可是吃了药之后 我媳妇却是直接倒在床上 起不来了 本来只是轻微的胃痛啊 可是吃了药之后 病情反而比之前更重了 我们当然是觉得不对劲 把抓来的药和药方 让别的医生看了一眼 人家直接说 抓的药和药方是写的 有三种药材不一样 连药都能抓错 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许多正在等着 林天成诊病的病人 纷纷围了过来 听到那男人的话 顿时议论纷纷 不会吧 林医生的医术高明得很 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或许是学徒抓错了呢 不管怎么说呀 都是白草堂的责任 这次能给别人抓错药 谁知道下一次 会不会轮到我们 我可不敢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对呀 这白草堂 看来以后不能来了 林天成沉着脸 先是走到担架前 看了看上面躺着的女人 脸色乌黑 呼吸微弱 看起来有些眼熟 几天之前 应该真的来找他诊治过 他转头看向那 悲愤莫名的男人 把药缝和药 让我看看 放心 如果真的是我们的失误 我不会不认 我不管你认不认 反正你得把我媳妇救过来 不然 这事没完 说完 他不情不愿地 将药方和一包药扔在地上 林天成捡起来看了看 药方上的确是他的自己 在拆开药包 仔细一一辨别之后 脸色越发阴沉了 的确 有三种药和药方上写的不一样 他脸色越发阴沉 扭头看向程德勇几人 这副药 是谁抓的 程德勇好奇地上前 拿过来一看 顿时看向叶红 老师 这是叶红抓的 当时我特意叮嘱他 我要抓错了药啊 谁知道 真的就出了错 叶红 林天成疑惑地转头 看向叶红 他当然不相信是叶红做的 叶红的医术 甚至还在他之上 深藏不漏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藏身在他这药堂中 但绝对不是为了故意抓错一次药 你这么肯定 这老师 我记忆力一向挺好 这您是知道的呀 说完 他手中拿着药方 直接来到叶红身前质问他 叶红 你自己说 这药是不是你牵手抓的 不是 还敢否认 程德勇勃然大怒 敢做不敢认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这货是你闯下的 还想甩锅到别人身上 你怎么这么厚颜无耻啊 叶红冷笑一声 这种药 我闭着眼睛都能抓 怎么可能抓错 闭着眼睛抓 程德勇被逗笑了 可很快就意识到 现在这种场合 不适合发出笑声 于是忙又紧绷着脸 那你倒是 闭着眼睛抓一次给我看看 你要是真能做到 闭着眼睛一丝不错 我跪下来 磕头给你道歉 简直开玩笑 就算是灵天成 这种多年的老中医 也不敢说 可以闭着眼睛 给人抓药 中药这东西 差之毫里 失之千里 真弄错了 可真是在拿人命开玩笑啊 叶红 别光吹牛啊 你要是真能 闭着眼睛抓药 我以后 管你叫爷爷都行 红云双手抱歉 嘲笑出声 不把叶红逼到绝路 誓不怕休 叶红 你乖乖认个错 然后赔偿人家病人就好了 现在逞强有什么药 闭着眼你抓药 我们都做不到的事情 你凭什么觉得你自己能做到 另外一个学徒直接站出来 就差指着叶红的鼻子大骂了 前来闹事的男人朗声说 我不管这钥匙谁抓错了 今天你必须做了两件事 第一 让我媳妇恢复如初 第二 赔偿 你们快把我这边的事情给解决了 林天成说 这位先生 您放心 现在您妻子没有生命危险 我也有把握让您妻子恢复 赔偿的事情也好说 但是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 男人有些懵 他气势汹汹的带人过来 就是准备大闹一场 可谁知道 这林天成竟是如此好说话 讨价还价的过程都没有 直接全部答应了下来 等多久 他有些茫然的问道 我要揪出药堂内的害群之马 说错要了不说 甚至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这种粗心大意又胆小如鼠之人 根本不配做一名中医 更不配待在我百草堂内 男人想了想 终究还是点了点头 那好吧 不过 答应我的事 可别反悔 放心 林天成重重的点头 转头看向了一群学徒 我相信抓错药的人 不会是叶红 究竟是谁做的 现在站出来 我可以帮你承担一些责任 承得永不满的说 老师 您为什么相信叶红 却不相信我们呢 难道在您眼里 只有叶红不可能将要抓错 而我们全都是不如叶红 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年 我们怎么可能犯这种错误 是啊老师 我们这么多年经历业界 你从来没出过错啊 您为什么不相信我们 叶红不是要闭着眼睛抓一次药吗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让他试试呗 没准他给人家抓这副药的时候 就是闭着眼睛的 所以才会抓错呢 一群学徒纷纷嚷嚷 见指叶红 凌微微皱着眉 他承认叶红有些本事 但是他现在未免有些太过狂妄了 就连灵天成也有些担忧地看着叶红 没人相信他真的可以闭着眼睛抓药 叶红淡淡一笑 看向成的勇 你刚才说 我若是真能闭眼抓药 便跪下来向我认错 不等成德勇说话 他又看向红云 你刚才说 我若是真能闭眼抓药 以后见了我便叫爷爷 他云淡风轻地一挥手 爷爷就不必叫了 我没你这种丢人现眼的孙子 说完静止向药柜上走去 他现在是从医仙境界跌落了下来 只是区区医者境 可闭眼抓药这种事 在旁人看来完全不可能 在他手中 却是轻而易举 不值一提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先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先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领衔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第十八章 叶红来到药柜前 已经闭上了眼睛 等等 承德勇突然说 只是把眼睛闭上 可不行 谁知道你会不会偷看呢 得把眼睛蒙起来 对对对 真要有信心的话 你就蒙起眼睛 叶红扫了这些人一眼 小人之心 不过为了让你们 心服口服 蒙上眼睛又如何 承德勇大喜过望 这小子 简直是在找死啊 把眼睛蒙起来 他就失去了 最后的一丝 作弊的机会 叶红 林薇薇忍不住说道 如果真是你抓错的 你就直接认了吧 我爸又不会让你 出赔偿的钱 现在闹成这样 只会让你 更加丢人现眼 喂喂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承德勇也遇到 也许人家叶红 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吗 说着话 已经有人找来了一块黑布 递到了承德勇手中 承德勇拿着黑布 笑着来到叶红身前 我来帮你记一下 你不介意吧 我介意你就不记了 叶红邪腻了他一眼 嘲讽道 这种事 承德勇肯定不放心 交给别人 既然如此 何必说这种废话 好 我都要看看 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承德勇咬牙切齿 白痴一样的东西 还敢跟我斗 谁才是白痴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叶红淡淡地说了一句 承德勇被叶红 云淡风轻的态度 气得半死 把黑布紧紧地 系在叶红头上 将他眼睛蒙了起来 好了 现在开始抓药吧 红云大声说道 各位 看好了 现在有我们白草堂 刚来一个月的小学徒 为大家表演绝活 蒙眼抓药 这家伙该不会是个脑残吧 以前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啊 真是长见识了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没脑子的东西 而叶红 此时已经把手 放在药柜上的一个抽屉上 第一味药 柴虎 叶红抓起一些 放在早已铺好的纸张上 承德勇不是很在意 也许他刚才记下了柴虎所在的位置 抓第二味药的时候 他肯定傻眼 很快 叶红便挪动身子 而后将手 放在贴着白勺标签的抽屉前 抓药放在纸张上 运气倒是不错 承德勇脸色有些不好看了 哼声说 哼 我就不信 他的运气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而叶红在抓完白勺之后 没有丝毫停留 下一刻 人已经出现在纸壳前面 人已经出现在纸壳前面 抓药 紧接着将厚破 炒香腹 佛手 炒剑曲 甘草等等药材 接连放在纸张上面 行云流水 而此时 承德勇和红云等人 早已傻站在了原地 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里 竟然真的做到了 他真的蒙着眼睛 将药方上所有的药材 一丝不差地拿了出来 看看时间 也才过去了一分钟而已 一分钟之内 蒙眼抓药 而且一点都没错 这叶红 是有第三只眼睛吗 一群人目瞪口呆 不敢置信 就连灵薇薇和灵天成 此时也是微张着嘴巴 似乎是在想 叶红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些的 别人不清楚 可灵薇薇和灵天成心知肚明 纵然灵天成医术高明 甚至在整个南州 都是大名鼎鼎 可他做不到 闭着眼睛抓药啊 而且他们觉得 这个世界上 应该没有哪个医生可以做到 现在叶红就给他们 好好上了一课 叶红已经伸手 将黑布扯了下来 好了 柴壶十二课 白勺十五课 止咳十二课 厚破十二课 炒香腹十五课 佛手十二课 炒剑曲十五课 甘草五课 刚好是一副药 需要的量 叶红淡淡的说完 扭头看向程德勇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程德勇愤声刷 你直接用手 刷好了需要的药量 连电子秤都不需要 他不相信 他不相信 叶红可以变态到这种程度 你不信的话 你可以称一下试试 称完之后 记得磕头啊 程德勇直接冲了过去 将每一样药材分开 而后小心翼翼的上秤 红云等人也急忙围了过去 很快 这些人便一脸绝望 叶红 真的可以做到如此完美无缺啊 他既然有这样的本事 当然不可能将要抓错呀 这黑锅 是无论如何 都甩不到他身上了呀 一位学徒脸色苍白 一脸祈求地看着程德勇 大哥呀 你一定要救我呀 程德勇却是直接无视了他的目光 直勾勾地盯着叶红咬牙道 这 这是巧合 这一定是巧合 你这走了狗屎运了 随你怎么想 反正无论如何 你都要给我磕头道歉 对了 还有你 叶红指着红云 刚才你想喊我爷爷 可我不想要你这个孙子 你也和程德勇这蠢货一样 在我面前跪着吗 红云勉强笑了一下 色声爽 叶红 大家都是医药堂学徒 也算是同门师兄弟 刚才我们只是开个玩笑 你怎么还当真了 程德勇急忙道 对对对 就是开个玩笑 叶红 什么贵不贵的 别伤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嘛 他们脸色通红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出尔反尔 哪怕是脸皮再厚 也会觉得不好意思的 最可恨的 便是叶红这混蛋 我们要欺负你 你就老老实实 让我们欺负了不就好了 干嘛非要露个闭眼抓药 哎呦 现在我们下不来台 肯定要被人耻笑 这个梁子算是结晓 以后再好好受伤 感情 我和你们之间 貌似还真没什么感情啊 叶红 跪下 叶红陡然间立声道 两道声音响起 程德勇和红云 被叶红射住心神 双腿不听使唤 果真跪在了地上 他们愿赌的盯着叶红 竟然让我如此丢人现眼 你给我们等着 一群病人 也早已经被叶红 这一手神乎其神的抓药技术 真的是心思摇荡 刚才所有人都在嘲笑这个叶红 而现在呢 事实证明 人家叶红才是这些学徒之中 最厉害的存在 哎呀 以后啊 就找这个小伙子抓药 嗯 靠谱啊 闭着眼睛都能抓好药 睁着眼睛的时候 更加不会出错呀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精灵小九 是剧中林薇薇的配音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哦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先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 逐日成风 有牧羊领衔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第十九章 承德勇和红云二人 满心憋屈地在地上跪了片刻 没过多久 便双腿发软地站了起来 这里是待不下去了 他们正准备扭头离开 林天成却冷冷地开口道 等会儿再走 先把事情解决了再说 承德勇和红云 顿时脚步一顿 承德勇 叶红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 刚才为什么那么肯定地说 抓错药的人是叶红 这 承德勇神情难看 一时间却也找不出一个完美的理由 到了这种时候 难道还要坚持说就是叶红抓错了药 所有责任都是他的吗 真要是这样的话 不是他自己白痴 就是将林天成当做了白痴 说 林天成沉声喝道 自有一股别样的威严自他身上散发而出 承德勇再次跪在了地上 他眼睛微红 眼泪却是止不住地往下掉 老师 是我错了 我一时被猪油蒙了心 才会冤枉叶红的 其实 这件事是胡思二做的 因为 我和他平日里关系好 所以才 老师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您原谅我这次吧 林天成转头 看向一个战战兢兢 几乎是瑟瑟发抖的学徒 胡思二 那药 是你抓的 是 是我 刚才为什么不敢承认 我 我 害怕 胡思二浑身哆哆嗦嗦嗦地说 老师 我发誓 我不是故意的 那几天我一直没有睡好 太困了 所以 才会犯了这种错误 你不站出来承认 主要的原因 还是想让叶红 替你承担责任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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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天成重重地哼了一声 我也不说让你赔偿病人这等话 你也没有赔偿的能力 可是 白草堂 却是不能再留你了 老师 我错了 我 我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求求你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老师 再给你一次机会 等你再抓错了药 让人再去冤枉其他人 胡三面色通红 又羞又气又怒 眼见林天成态度坚决 只能一步步走出了药堂 在这里待了两年啊 如今骤然间离开 他还真不知道何去何从 回不该 每天因为赌博而彻夜不睡 不然哪会犯下如此大错 林天成看着成德勇和红云两人 终究是跟了他几年的人 怎么会没有一点感情 他有些不忍 谈其道 你们以后记住 为人处事 最重要的便是实事求是 万万不可 因为和谁的关系好 便指鹿为马 混淆是非 颠倒黑白 成德勇和红云一听 知道这份工作是跑住了 大喜过望 忙道谢 谢老师 谢老师 我们保证 以后绝对不再发生这种事情 林天成这才走到病人面前 取出银针 一番动作之后 一直脸色漆黑的妇人 逐渐恢复正常 人也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人总算是平安无事 那男人又张口要五十万赔偿 林天成也是毫无意义 点头答应 而另外一边 成德勇和红云等人 围在叶红身边 一脸不好意思的道歉 那个 叶红啊 刚才真是不好意思 我一时糊涂才会那样 你别往心里去啊 叶红淡淡一笑 只是看着他不置可否 成德勇干笑一声接着说 今天晚上 咱们南州几个知名药铺的学徒们 有个学术交流 你到时候一起去吧 不必了 叶红直接拒绝 中医学徒之间的学术交流 叶红还真没什么兴趣 成德用心下恼火 老子给你脸了是吧 若不是想在林天成面前表现出一个认错的态度 以为老子会搭理你啊 再说了 这学术交流上的人 有很多可是和我关系不错 到时候随便用点手段 就能让你下不来台 即便有再多的怨度 可是他脸上依旧带着真挚的笑容 叶红啊 这学术交流挺有意思的 如果你能够让其他人心服口服 甚至还会有十分贵重的奖品 没兴趣 叶红不嫌不淡的说 他不想打理成德用这些人 实际上 刚才他们几个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 叶红完全是给林天成面子 才没有一巴掌拍死他们 这次的奖品 听说是天山雪莲 而且至少是封存了五十年的好东西 成德勇依旧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叶红眼神一动 天山雪莲 倒是他目前需要的一种东西 而且年份越久越好 五十年的若是前世 他自然不会放在眼里 可对现在的他来说 那可是十分珍贵 好 我跟你们一起去 叶红直接点头 啊 啊 啊 成德勇愣了一下 似乎是没想到叶红的态度会转变得如此之快 不过很快他就面带笑容的说 啊 好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 下班之后 一起走 之后 林天成特意找叶红谈了一次话 要给叶红一些补偿 不过被叶红给拒绝了 下班之后 竟然是林薇薇亲自开车和叶红等人一起前往那学徒之间的学术交流 你们出去了 代表的就是我们白草堂 可不能在一群同行面前丢人献严 在车上的时候 林薇薇是一脸认真的叮嘱 你们丢脸就是白草堂丢脸 明白吗 成德勇笑道 薇薇啊 这种事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参加 放心吧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说完话 眼神瞥了叶红一眼 我们不会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不会被人鄙视 可叶红到时候做出什么惹人不快的事 那就和我们无关了 叶红 你一会儿到了之后 少说话 最好是不说话 红云大大咧咧地说 你才刚刚成为学徒 就算抓得厉害 可其他地方肯定是不如我们的 万一你说错了什么 让人以为我们白草堂的学徒 都是你这种水平 我们就真的没脸见人了 你有没有脸见人 和我有什么关系 叶红只是云淡风轻地回了一句 红云脸色铁青 这混蛋到底会不会聊天啊 嘴巴这么毒 何让人讨厌呢 你知不知道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狼狼书社 是剧中林天成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 逐日成风 有牧羊领衔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第20章 所谓的学术交流 其实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吃饭喝酒加炫耀 打着互相进步的旗号 夸耀自己如何牛逼 学到的东西多么不得了 订的地方还不错 名叫李月天 可以吃饭 楼上还有KTV 是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一行人刚刚到楼下 门口就有一个平头短发的男人迎了过来 打招呼说 哎呦 大勇 你们总算来了啊 人差不多都到齐了 一直在等着你们呢 这人是纪善堂的一个老学徒 名叫孙大雷 和程德勇关系不错 程德勇连连赔罪 对不住 真是对不住啊 最近这几天 药堂太忙 我们也是好不容易 才抽出时间的 孙大雷眼神在凌薇薇身上 停留了片刻 很快便笑道 哼 好了 我们兄弟之间就别见外了 赶紧进去 程德勇带着几分炫耀 对叶红说 这位是孙大雷 你好雷哥就行 雷哥虽然和我们一样 是药堂学徒 可是啊 他家里可有钱得很 要不是被家里人逼着学医啊 我们这种人 根本没资格和人家打交道 哦 其他人都是围在孙大雷身边 一口一个雷哥的叫着 追捧奉承之意 一余言表 就连凌薇薇也是面带甜甜的笑容 招呼了一声 雷哥 这次你可要多多关照我吗 嘿嘿 好说好说 都是自己人 我肯定不会让你们吃亏啊 而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叶红身上 这小子 这小子 好像不怎么想搭理我呀 这么一想 心中就有些不高兴 眼神也带着些许危险的光芒 这位兄弟 好大的派头啊 不知道在哪高救啊 常德勇幸灾乐祸的介绍 雷哥 这是我们百草堂 刚来没多久的小学徒 抓药可厉害了 这本事大的人呢 都容易有点傲气 雷哥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他之所以带叶红过来 就是想要看到这种场面 嘴上说着让孙大雷不要介意 可心中却忍不住 想要鼓掌叫好 不用给我面子 尽情的欺负他 堂堂雷哥 南州市中医界的扛霸子 哪能容忍别人 在他面前有半分傲气 他那点小心思 叶红又岂能看不出来 必须得找个机会 给程德勇一点教训了 他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找麻烦 令叶红烦不胜烦 这个所谓的雷哥 或许家里是有点钱 可是在叶红眼里 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梁国臣也很有钱 还不是说死就死了 你最好聪明一些 别来找我麻烦 不然后果不是你能承受的 叶红心中暗倒 原来是个学徒啊 再有本事又能怎么样 还不只是个学徒 信不信我一句话 就能让你连个学徒都做不成 叶红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你可以试试 你 雷哥 刚才还说大家都是自己人呢 怎么眨眼你就和我们的一个小学徒过不去啊 灵微微急忙过来笑着说道 他刚入这行没多久 不懂规矩 雷哥跟他计较 就定了身份了 虽然是在帮叶红说话 可灵微微心中也有些埋怨 就算你有几分真本事 可孙大雷这样的人 根本不是你能招惹的呀 扶个软不就行了吗 死鸭子嘴硬对你有什么好处 再说了 今天的交流会 可是关系着百草堂的名声 要是因为你不是好歹 被孙大雷穿了小鞋 我们百草堂不是要跟着倒霉吗 孙大雷指了指夜哄 好啊 看在微微的面子上 这次不跟你计较 不过最好别有下次 叶红轻笑一声 在孙大雷的带领下 进了三楼的一个包厢 哎 这李月天生意火爆得很啊 要不是我脱了关系 还真定不到这包奸 孙大雷有些自得地说 这家店的老板 和我是多年的好朋友 程德勇几个人 又是一阵羡慕 连这样的大老板都认识 雷哥果然不简单呀 他们都知道 李月天的老板是南州的一位大哥级人物 名叫利虎 手下兄弟上千 罩着数百家夜场 整个南州市都没有几个可以和他相提并论之人 相传 利虎也是另外一个顶级大佬的小弟 不过这种事就不是程德勇这种小人物有资格了解的了 而雷哥 竟然可以和利虎成为朋友 进了包厢内 一群人自然又是一阵寒暄 一共有十五六个人 来自四家中医药堂 实际上 这些人对参加交流会的人要求极高 若是药堂没有一定的名气 他们都懒得搭理对方 这四家 在南州中医界都是声名赫赫 所以这些人能一团和气的坐在一起 而交流的内容 其实也就是拿出几种药材辨别一番 谁能够认得多又准 便是谁厉害 还有就是银针刺学 谁记得的学位多 也可以迎来其他人羡慕的目光 雷哥作为这群人中的风云人物 期间一直十分活跃 每只认出一种罕见的药材 便会引来阵阵赞叹 程德勇偶尔也会变现一番 雷哥果然很给面子 鼓掌的时候也十分用力 其他人给雷哥面子 自然也要跟着拍起巴掌 这让程德勇得意不已 意气风发 红光满面 而叶红在孙大雷的暗示下 几乎没什么人搭理 一直孤零零地坐在角落里 连个最基本的客套都没有 所谓的交流进行了一会儿 孙大雷哈哈一笑 拿出一个锦盒 盒子打开 一个好似是莲花一般的药材 出现在众人眼前 他斜腻着叶红 重重地拍着桌子 哎 你谁 你知道这是什么 叶红微微一皱眉 天山雪莲 不过里面没有一点灵气 已经失去了作为药材的作用 垃圾 叶红本就是冲着这天山雪莲才过来的 谁知道 到最后竟然看到了这种货色 心情极度不爽之下 说出的话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 这话一说出口 不仅仅是孙大雷脸色变了 整个包间中的其他人 那张脸都好不到哪儿去 成德永利四道 叶红 怎么和雷哥说话的 快跪下 向雷哥道歉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只梅 是剧中顾欣欣和秦以默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众实力CV连妹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21章 落井下石的机会终于来了 成德永期待已久 怎么设得错过 叶红 你再说一遍试试 孙大雷怒火滔天 这天山雪莲 是他好不容易 才从祭善堂中弄出来的 为的就是在今天 狠狠地刷下存在感 可这叶红 竟然张口就说 他拿出来的这个宝贝 是个垃圾 这如何能忍 垃圾 叶红果真又说了一遍 孙大雷重重的一巴掌 拍在桌子上 你知道这天山雪莲 价值多少钱吗 起码都要五十万 你叶红是有钱 到了什么地步 竟然张口闭口 撑着价值五十万的宝贝 是垃圾 必须要收拾一下 这个叶红 不然以后 我还在学徒界 有什么围望 一个小心人 就敢骑在我脖子上 作威作福 垃圾就是垃圾 不管价值多少钱 依然是垃圾 而且在我看来 这天山雪莲 根本就是一文不值 孙大雷直接抄起身前的酒瓶 向叶红扔了过去 我去吗 在老子面前这么嚣张 今天不弄死你 老子跟你信 他用力不小 酒瓶熏猛地 向叶红脑袋上砸去 叶红冷笑不已 只是随手一挥 那酒瓶就原路返回 砰的一声 砸在了孙大雷脑袋上 顿时鲜血横流 程德勇等人 幸灾乐祸的表情 还没来得及露出来 就被眼前这一幕 惊得傻站在了原地 孙大雷一手捂着头 一手指着一红 脸色猙獰 好啊 你有种啊 竟然有胆子 跟老子动手 今天你别想 走出这包件了 这话我说的 说完 他也不自己动手了 掏出手机便准备打电话 叫人 程德勇小心翼翼地说道 雷哥 要不要我们 不用 用不着你们动手啊 今天你们就在这看着 好好看着 得罪我孙大雷的人 到底是什么下场 我也想知道 我会是什么下场 不用着急 很快你就知道了 孙大雷争鸣地说 扔出去的酒瓶子 反倒砸了自己的头 还头破血流 今天要是不给这个叶红一些教训 他孙大雷的面子 就算是彻底撂在这儿了 打了一通电话之后 孙大雷便把手机放在桌子上 小子 有种你就在这儿等着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想跑了 好啊 等会儿跪下来叫老子爷爷 老子也不会放过你 孙大雷气急败坏地说着狠话 他发现他只能破口大骂 不管说什么 都不能有叶红那种一句话 就把别人怼成内伤的效果 没过多久 就有一个看上去五大三粗 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的男人 推门走了进来 张口便说 哪个不长眼睛的东西 竟敢得罪我们大雷 来 站出来 给我看看 孙大雷眼睛一亮 忽然起身指着叶红 虎哥 就是他 这个嚣张无比的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这李月天的老板 同时也是名震南州的大会儿会 李虎 李虎转头 随意瞥了叶红一眼 嘲笑出声 也没什么特别的呀 大雷 你可真是越混越回去了 竟然连这么一个毛头小子都搞不定 所以才要麻烦虎哥您呢 虎哥 断他手脚 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 只要你出得起价钱 弄死他都可以 那就太严重了 大断手脚就好 这一价钱 虎哥您开个数 我绝不讨价还价 林薇薇小脸沙白 他没想到 好好的一场学术交流 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他始终只是个二十岁的小姑娘 没经历过这种阵势 一时间连开口说话的勇气都没有了 程德勇等人也没人敢开口说话 叶红不管是什么下场 都是咎由自取 他们可不能引火烧身 安安静静地在角落里做个透明人最好了 丽虎抽出一根烟 点燃之后 深深吸了一口气 悠悠吐出 才拍了拍叶红的肩膀说 小子 你也听到了 大雷要我断你手脚 你是自己弄断 还是我亲自动手啊 叶红刚要说话 可这时候 包间外面突然慌慌张张 跑进来一个人 急吼吼地对着丽虎说 虎哥 不好了 嫂子突然捂着脑袋说 脑袋疼 没过一会儿就直接晕倒了 什么 丽虎大急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叫救护车了吗 叫了 可是 嫂子眼看着就不行了 怕是来不及了 丽虎也顾不得孙大雷和叶红呢 三两步冲出了包厢 可到了门口之后 突然又停下脚步 指着孙大雷喝道 你们这群人不都是药堂的人吗 快 都跟我过来 孙大雷也顾不得捂着流血的脑袋了 急呼呼地向着外面冲去 快快 大家一起来 承德勇 红云等人纷纷跟了上去 凌薇薇双腿还是有些发软 不过同样也站起身来跟着走了出去 唯有叶红坐在原地没有动态 叶红 你别想趁机逃跑啊 孙大雷看得真切怒喝道 等嫂子缓过来了 咱们再好好算算我们的账 跟你们一起去吧 这样你总放心了吧 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 叶红正准备给他们一个难忘的教训 怎么会就这么走了呢 叶红 凌薇薇低声叫了一句 你 你快走吧 丽虎连我爸都招惹不起 他要真打断你的手脚 没人拦得住 不用 断我手脚 他还没这个资格 见叶红这狂傲的模样 凌薇薇狠狠一跺脚 哎呀 懒得管你了 这是你自己要找死 他深深觉得是自己多管闲事了 叶红虽然医术不错 可这智商和傻子有什么区别 对方可是雷虎啊 他会管你医术是不是高明 想弄死你的时候就会弄死你 真是蠢的要命 他心灰意冷 叶红不领情 他也懒得再多说什么 跟着那群人走了出去 叶红也慢悠悠地走在最后面 人命为大嘛 有什么事情 等会儿再解决 不急在这一时片刻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我是主播沐阳 是剧中旁白 叶红等角色的配音 喜欢本书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二十二章 一群人匆匆忙忙 到了五楼一个办公室里 刚踹门进去 丽虎便急声大吼 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 怎么突然晕倒了 两个服务员打扮的女人 此时正围在一个长发女人身边 那女人躺在床上 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丽虎冲上去 将两个服务员推开 看着生死不知的老婆 眼神瞬间通火 小莲 小莲 你怎么了 小莲 你快醒过来啊 小莲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丽虎猛地转头 对着孙大雷等人大声后道 你们的医术 不是都很厉害吗 快过来看看 是怎么回事 孙大雷和程德勇等人 战战兢兢上前 这种事他们不想掺和 一不小心就惹一身心 可虎哥发话了 他们要是敢无所作为 只怕虎哥当场便会将他们剁碎了喂狗 孙大雷上前 小心翼翼地摸了一会儿小莲的脉搏 顿时脸色惨白 转头对程德勇说 你 过来看看 程德勇心中一紧 看孙大雷这模样 不是好兆头啊 他战战兢兢地将手放在小莲手腕上 那张脸瞬间和孙大雷一样 惨白无比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然后又一块儿把头低了下去 不敢说话了 丽虎怒声骂道 到底什么情况 你们他骂的倒是说话呀 孙大雷艰难地把头抬了起来 我告诉你们 今天要是不把小莲救过来 你们这些人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给老子他骂的去死 虎哥 请您接爱吧 嫂子他 他已经 已经 无论如何 他都不敢把那个死字说出来 你他妈说什么 丽虎冲上去 狠狠一脚踹在孙大雷肚子上 敢诅咒我老婆 老子现在就弄死你 说完他大声吼道 来人 把这孙子给老子拖到地下室去 守在门外的小弟 马上冲了进来 架起孙大雷 要将他拉到外面去 孙大雷慌了 一边用力挣扎 一边惊恐大吼出声 虎哥 这和我无关啊 虎哥 我们进来的时候 嫂子就死了 真的和我们是没有关系啊 虎哥 你在诅咒谁 丽虎狠狠瞪着孙大雷 眼神凶狠 好像一头恶狼一般 令人毛骨锁然 他好像真的被那个死字 给刺激到了 我我我我 我哥 我我我我 我错了 我错了 或许现在去医院 嫂子 可能还有救 孙大雷哆哆嗦嗦 却是直接改了口 强烈的求生欲 让他现在变得聪明无比 废物 丽虎咬牙骂了一句 你这样的庸医 我这就是在浪费粮食 说着话 又扭头看下了 程德勇等人 你们呢 也没办法 一群人惶恐不安 没人敢说话 孙大雷这样的富二代 丽虎都是说啥就啥 他们哪还敢上前去出风头 再说了 他们只是一群学徒而已啊 就算能认得许多学位 就算是可以辨认出许多药材 可说起治病救人 那他们就是一群垃圾 一个已经死了的人 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一群人好像商量好似的 一股脑全都跪在地上 他们砰砰砰磕着响头 悲声求饶 对不起啊 虎哥 是我们没用 我们学一步进 求不了嫂子 求你扫了我们吧 林薇薇也跟着跪在地上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今天发生的一切 让他心神从头到尾 都处于紧绷状态 丽虎的凶残 超乎了他的想象 现在的他 求生本能占据了全身 别人做什么 他也就跟着做什么 只要能活着 跪下就跪下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丽虎似乎是绝望了 又悲又怒 一脚踹翻茶几 一群废物 全都是废物 作为医生 连个病人都救不了 你们 还有什么俩活着 都给老子去死 去死啊 说完 丽虎眼光落在门口处 鸣声道 小子 你是在看热闹 孙大雷等人 不禁打了个哆嗦 生怕他说的是自己 于是悄悄抬头 发现丽虎所看的人 不是自己之后 才深深地松离客气 又悄悄地转头 顺着丽虎的目光看去 顿时 一个个忍不住 在心中大骂起来 他骂他 这家伙是个脑残的 没看到丽虎 撑在气头上 你还在找死 找死就找死吧 可你别拉上我呢呀 却见 叶红正靠在门框上 面带微笑 号长以霞地 看着这一幕 见所有人都看着自己 叶红微微点头 嗯 没错啊 我就是在看热闹 你他妈的找死 李虎勃然大怒 刚才没工夫收拾你 真以为老子是纸老虎是吧 一个小学徒罢了 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李虎的名号 什么时候这么不值钱了 找死的是你啊 叶红淡淡地说道 哈哈哈哈 好 你有种 敢在老子面前这么狂 李虎忧心老婆的病情 没心情继续多说 随手一挥 先把这小子弄下去 套个麻袋 让南州和列 敢碰我一下 你老婆今天必死无也 现在叶红对这个李虎 倒是有了几分欣赏 看到老婆重病垂危 甚至是可能已经死了 她的愤怒 悲伤 还有无助 全是发自内心的 一个混到了这种程度的大婚婚 还能如此在乎自己的老婆 这已经很难得了 那小莲看上去也就是普通样貌 年纪也不是很小 三十多岁 李虎对她肯定是真爱无疑 对于真心疼爱自己媳妇的人 叶红无法从内心讨厌起来 所以倒是有心救她一命 而这个时候 孙大雷和程德勇等人早就已经急得是满头大汗 叶红这个脑残哪 都这个时候了还这么硬气 这就害死我们哪 惹急了虎哥 虎哥在牵连到我们身上 只是想想就已经双腿发软 真当利虎不敢杀人 连孙大雷这种人 人家都是要杀就杀 还会在乎手中多一条小学徒的贱命 林薇薇脸色惨白 扭头干涩的对叶红笑声说 叶红 快跪下来 向虎哥道歉 我让你真的会死的 真的 跪下 如果他跪下来求我的话 我倒是可以出手 将他老婆从鬼门关拉回来 他瞥了床上的小莲一眼 就他这种情况 老帕二送到医院 也只是为太平间多一具尸体罢了 这南州市里 我若不出手 他必死无疑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精灵小九 是剧中林薇薇的配音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牧阳 写众实力CV 连媚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23章 以夜红的能力 根本不需要把脉 甚至不需要看到病人的脸色 只要遥遥感受一番 就可以判断出病人的情况 那床上的小莲 只是因为急火攻心 进入了短暂的假死状态 说是假死 可如果没人看出来 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假死很快就会变成真死 这种病被其他医生碰到 或许会束手无策 可是对夜红来说 也就是举手逃足间的事情罢了 丽虎本来听到夜红之前的话 火冒三丈 可听到最后一句话 反而沉默了下来 你什么意思 丽虎宁眉看着夜红 沉声问道 你能治好我老吗 哼 救不救他 只不过在我的一念之间罢了 可是我为什么要出手 就凭你现在这态度 丽虎意味深长地说 小子 你最好别拿这种事情和我开玩笑 我只和朋友开玩笑 但是很明显 你并不是我朋友 我给你一个机会 跪下 向我磕头道歉 我救你妻子一秒 或者你也可以 不管你妻子的死活 继续在我面前作为作父 你真的可以救我老婆 你可能还不清楚 欺骗我的下场是什么 信不信随你 叶红说道 丽虎面露挣扎之色 真要跪吗 要是传出去 我利虎竟然像一个矛头小子下跪 岂不是要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可他若是真有本事救下小莲 强撑着不跪 小莲不是必死无疑 小莲和他青梅竹马 在他心中有很重要的分量 他不可能在明知有机会救他的情况下 而选择无动于衷 他突然一咬牙 贵就贵 只要能救小莲 这点面子算什么 他扭头扫了一眼孙大雷等人 对门外的小弟说 先把这些废物带出去 孙大雷等人满心震撼地 跟着小弟们出了房间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他们就算没资格看 也可以猜得到 不管这叶红能不能救利虎老婆 他都必然会被丢到南州河渭 竟然敢让利虎这种大佬向他下跪 真是不知死字是怎么写的 再说了 他现在就算真骗了利虎向他下跪 可他有能力治好利虎老婆吗 一个小学徒而已 哪来的自信 蠢货 孙大雷心中冷笑 不过 叶红一个人吸引了利虎所有的怒火 他们这几条小命算是保住了 这样也好 刚才那家伙 如此不把老子放在眼里 私有余辜 承德永红云等人 也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想法 一个个幸灾乐祸 面上的表情都轻松了许多 唯有凌微微略微有些担忧 他心中暗叹 我已经提醒过你了 可是 你偏偏要一一鼓行 你的死 全都是因为你太过愚蠢 我已经人之一尽了 房间中 利虎冷冷地看着叶红 别怪我没提醒你 今天 我可以给你下跪 可你若是救不了我老婆 你全家都要跟着倒霉 你跪还是不跪 叶红有些不耐烦地说 这么默默唧唧的 还敢威胁我 如果不是看在你还算有情有义的份上 草就让你不良过臣的后臣了 利虎也是当断则断的性子 心中虽然还是有几分疑虑 但是却真的跪在了叶红面前 请您 为我老婆治病 我必当鸣记在心 感激不尽 叶红嘴角微翘 云淡风轻地说 嗯 这还有点求人的模样 利 利虎刚刚要说什么 却见叶红已经向 躺在床上的小莲那边走去 本来快要脱口而出的大骂 被他硬生生吞了回去 就先忍一下吧 等会他若是救不了 再好好和他算算这笔账 还没人敢用这种方式 占我利虎的便宜啊 叶红将小莲身上的被子掀开 隔着衣服 在他身上快速地点了几下 每一纸都精准地点在了某个穴位上 若是有知名的中医在场 只怕是早已惊叹出声了 叶红的手法之精准 简直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哪怕是多年的老中医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啊 大概只是过了一分钟左右 叶红便收手立在一旁 利虎急忙地问道 怎么样了 这话刚落 那躺在床上被孙大雷等人认为 早已经彻底死了的小莲 突然发出剧烈的咳嗽声 利虎大喜过望 三两步冲到床前 却见小莲那张脸憋得通红 咳嗽不断 一副想要喘气 却被什么堵住的模样 利虎忙着将小莲扶起来 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 小莲 你怎么样了 你是我呀 你想急死我呀 小莲陡然间吐出一大口鲜血 因为没有任何准备 直接吐贼压在腿上的被子上 而小莲也在吐出这口鲜之后 不再咳嗽 剧烈地喘息着 胸口不断上下起伏 利虎扭头问道 他怎么样了 自己看不到呀 活了 小莲终于悠悠地睁开了眼睛 第一眼就看到了利虎 他虚弱地开口说道 活着 利虎眼睛通红 联系地看着小莲 小莲 没事了 没事了 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说完 他将小莲轻轻放到床上 大步走到门口叫来服务员 让他们收拾这房间 好好照顾小莲 而后 才用眼神示意叶红 和他一起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以为必死的老婆 却被眼前这个年轻人 随便拍打几下 就活了过来 利虎明白 这小子有几分本事 可是 刚才他不该 不该让自己向他下跪 利虎神情淡然 看着眼红 你救了小莲 我感激你 你羞辱我 我记恨你 一马归马 咱们算账 得清清楚楚 这点 你没意见吧 你想怎么算 很简单 旧人的事 我给你报仇 羞辱我的事 我找你算账 很公平吧 哼 你现在可以开个价钱 不管多少钱 我都答应 这是你应得的 钱的事 等会儿再说 先谈谈你准备 怎么收拾我吧 好 痛快 毕竟你救了小莲 老子也不想太为难你 现在 你跪下 向老子道歉 再让老子 打断你的手脚 这件事 就算过去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狼狼书舍 是剧中林天成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妹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24章 断我手脚 有本事的话 你尽管来 好 老子都要看看 你能猖狂到什么时候 他重重地将一个杯子 摔在地上 紧接着 门外就冲进来了 十多个小弟 打断手脚 是 十多个人应了一声 手中提着球棒 便将叶红围了起来 一个人高高举起球棒 对着叶红的胳膊 砸了下来 因为用了十足的力道 竟是带起了 阵阵风声 老大说要断他的手脚 那就往胳膊和腿上 使劲招呼就好了 眼看着那球棒 要落在叶红身上 叶红只是轻轻一弹 那球棒竟然被 震得飞了出去 而后 叶红一脚踹在那人肚子上 那小子便倒飞了出去 其他人一看 打喝一声 一起上 十多根球棒 劈头盖脸地向着叶红 招呼过来 叶红身形已经化作 片片幻影 如同武林高手一般 速度快到极致 叶红 叶红眨眼间便是十多脚踹了出去 而那十多个围着叶红的下地 也都倒飞出去 重重地撞在墙上 爬都爬不起来 哀嚎声响彻整个房间 丽虎的脸色难看至极 这小子不仅一术高明 竟然还是个练家子 要断我手脚 叶红一步步向着丽虎走去 他不会做得太绝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而已 既然丽虎要断了我的手脚 那么 丽虎的手脚便断了吧 丽虎也是见识过 无数大场面的狠人 生死厮杀 都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 可此时 却是被叶红微视所射 一步步向后退去 你 你要做什么 你说呢 叶红微微一笑 一步跨出 明明还隔着三四米 可他这一步迈出去后 下一刻就出现在丽虎身前 他右手抓住丽虎的左肩 用力一捏 丽虎发出了一声 痛苦的哀嚎 胳膊也无力的向下垂着 我警告你 别动老子 不然老子和你没完 丽虎另外一条胳膊也断了 小子 腿断了 丽虎半跪在地上 仰头看着叶红 那张脸看上去很年轻 可是断他手脚的时候 却是面无表情 反而很是熟人 好像经常做这种事情的样子 丽虎心中发汗 混迹多年 竟然第一次有了害怕这种情绪 你 先别说话 叶红平静地说道 还有最后一条腿 随着叶红一脚踹出 丽虎失去了最后的支撑 整个人趴在了地上 锥形的疼痛不断传来 丽虎眼中都忍不住 开始有些许眼泪开始往下掉 他不想哭啊 可是这是身体本能 完全控制不住啊 叶红蹲下身子 在丽虎肩膀上拍打了几下 欲重心肠地说 我这个人也很公平 你要打断我的手脚 所以我便打断你的手脚 你应该庆幸 刚才你若是想要我的命 现在你已经是一具死尸了 丽虎狠狠地看着叶红 我承认 你的身手很厉害 可你真以为我的手下 都是一些酒囊饭蛋 你等着 今天你给我的 他日我必当加倍奉还 是吗 不必等他日 你现在就可以叫人过来 我在这里等着 被人一直没完没了地找麻烦 烦不上烦 还不如一次将问题解决 好 丽虎看出来了 叶红也是个狠角色 也不多说废话 咬着牙爽 你等我打个电话 你这副模样 怎么打电话 我帮你拨 拿出丽虎的电话 拨通了他要找的电话号码 叶红便将电话放在他嘴边 大小姐 我这边来了硬肠 拿断了我的手脚 麻烦你 带表叔过来吧 说完这句话 他便眼神示意叶红挂断电话 叶红呵呵笑着 标数 有意思 我倒要看看 这南州之中 还隐藏着什么样的高手 自从梁国臣死了之后 梁小如可以说 整天都在胆战心惊中度过 那个家伙 竟然真的杀了爷爷 从头到尾 梁小如都在现场 他根本没看到 一红动了什么手脚 可爷爷就这么死了 他可以悄无声息地杀了爷爷 是不是也可以那样杀了自己啊 再加上整日做噩梦 好像有什么鬼东西 整天都在跟着他 让他烦不胜烦 满心的怒火 不知道怎么发泄 有心去找叶红寻仇 可是 想到叶红那杀人于无形的手段 他便忍不住心中发寒 直觉告诉他 那个叶红不能招惹 不然只怕他也很快就会死 这种状态之下 可以想象他的心情是有多糟糕 接到丽虎的电话后 他直接忽然起身 而后便开始打电话安排 标叔 跟我走一趟 丽虎那边出事了 这种事情本来用不着他出面 可是他心情不好 好不容易有个不长眼的东西 敢招惹梁家养的狗 他恨不得马上冲过去 在那个胆大包天的狗东西身上 好好发泄一下他这两天的憋屈 没过多久 梁小如就开着一辆马沙拉蒂 飞快地向李月天而去 叶红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 喝着自己泡好的茶水 丽虎一直狠狠地盯着叶红 小子 我承认 你的本事超出了我的想象 但是你太猖狂了 今天你别想走出李月天的大门 他丽虎在南州嚣张霸道 那是因为身后有梁家的支持 不然他一个小会儿会儿 想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哪那么容易 而梁家的恐怖远不至普通人可以想象 其他的不说 但是那个镖叔就足以让任何道上的大佬 心惊胆战 那是真正的高手 摘花伤人 听说连子弹都奈何不了他 而梁家之中万一还有镖叔这样的高手呢 正是因为这样 丽虎即便混得再如何好 可依旧心甘情愿地做梁家的一条狗 叶红懒得搭理他 静等客人上门 大概只是过了十分钟 门口就出现了两个人 一个女人 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 女人化着浓妆 身材不错 可是长相却不怎么样 那男人一身儒雅长衫 面带和煦笑容 一步跨进房间 便将目光放在了叶红身上 是你伤了力活 男人张口便问了一句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枝梅 是剧中顾欣欣和秦宇默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二十五章 叶红却没有回答这句话 甚至连目光 都没有落在她身上 她看着 站在男人身后的女孩 脸上露出一丝 玩味的笑容 梁小姐 这么巧啊 没想到这么快 又见到你了 梁小如 怎么都没有想到 那个在利虎这边 捣乱的家伙 竟然就是她这两天 避之不及的浑蛋 这是她的噩梦啊 怎么会是你 梁小如下意识地 向后退了一步 惊惧道 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是我们的缘分 怎么 现在过来 是准备为你爷爷报仇 标述 微微一皱眉 杀一四起 梁先生是你所杀 叶红摇摇头 当然不是 杀人犯法 我可不做违法的事 不过 如果梁小姐 一定要把梁先生的死 算在我身上 我也没有办法 梁小如想转身就跑 可当着利虎的面 她不能这么做 她悠悠看着叶红 时而畏惧 时而愤恨 时而又恨不得 马上冲上去 把这人错骨杨辉 标叔就在身边 以她的能力 未必不是叶红的对手 可是梁小如不敢赌 若是标叔也死了 梁家就没了最大的底牌 从此之后 和其他普通大佬 没什么不同 不可能继续维持 在南州高高在上的地位了 小姐 标叔转头看向梁小如 低声询问 要不要我出手 你可以试试看啊 叶红淡淡地说 不过 生死自负 好大的口气啊 标叔好笑地看着叶红 我不知道你年纪轻轻 哪来的底气 在你眼中 一个江湖上的一流高手 也是你可以随意宰割的对象啊 一流高手 那是什么 好啊 竟敢不将一流高手放在眼中 我倒是对你越来越有兴趣了 标叔跃跃欲试 小姐 让我去会会她 会会我 你有这个资格吗 叶红不屑一顾 我和你家小姐说话 哪有你说话的资格 给我闭嘴 闭嘴两个字刚刚出口 两根细小的牙签 便从叶红手中飞出 驯若闪电 等标叔想要避开的时候 那两根牙签 已经刺在了他胸口的两个穴位上 顿时 刚刚张口闭口 想要教训叶红的标叔 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一动不能动 甚至连说话的能力都没有 果然是闭嘴了 这是很普通的金针刺学 只是叶红手中没有金针 便随便拿了两根牙签代替 难度虽然比金针大了点 不过效果都是一样的 标叔突然没了动静 梁小如诧异地转头看了过去 见到了标叔那呆愣愣的样子 瞬间惊得是魂飞魄散 标叔 标叔 梁小如惊恐地喊道 我让她把嘴闭上 在得到我的同意之前 她没能力和你说话 梁小姐 现在是不是可以说说了 你是特意来找我报仇的吗 利虎此时是一脸蒙逼啊 哎 标叔来了之后 不是应该马上收拾那个小子吗 现在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他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看不到标叔的情况 也看不到梁小如那吓得煞白的小脸 标叔 我的手就是被那小子打断的 求你出手为我报仇啊 利虎悲声大吼 即便是梁小姐认识那小子 也不可能不管我的死活吧 老子可是为了梁家 立下过哈马功劳的 不张眼的狗东西 竟敢得罪叶先生 就算是死了 也是死有余功 利虎愣住了 为什么事情的发展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小姐不帮我 竟然还帮着一个外人这么骂他 而标叔 除了刚进来的时候 说了几句很有气势的话后 之后一直是一言不发 怎么可以这样 他们到底是不论为谁撑场子的 小姐 那小子废了我呀 这是在打梁家的脸 你怎么能 话没说完 利虎便又发出了一声惨叫 却是梁小如直接上前 一脚踩在利虎那已经断了的腿上 强烈的疼痛 让他几乎晕死过去 再敢对叶先生有半分不敬 我要了你这条狗命 梁小如冷声说道 利虎不断地倒吸着凉气气声说 小姐 为什么 你不配知道原因 满心的疼痛 也掩盖不了心中的震撼 他突然意识到 那个小子的身份 或许真的很不简单 不然 小姐怎么会对他如此客气 他 到底是招惹了什么样的存在 让堂堂梁家都这么顾忌 梁小如冷漠地说了一句 这才轻轻地走到叶红面前 叶先生 利虎有眼不失泰山 冲撞了您 实在是万分抱歉 一句抱歉 就想把这件事接过去 叶红淡淡地说道 梁小如咬了咬牙 狠心地说 您放心 小如一定给你个满意的交代 说完话 她衣袖中划出了一把匕首 梁小如提着匕首 便向利虎走去 利虎满心惊恐 小姐 你 你要做什么 梁小如面无表情 依旧一步步上前 叶红不可招惹 既然这不长眼的利虎 惹到了她头上 那就必须给她一个满意的交代 不然 这个梁家都不知会是什么下场 连镖叔在她面前 都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那叶红若是想要杀梁家 上下所有人 没有半点难度 梁家不能出事 那么 求利虎致条命 向这位叶先生赔罪吧 利虎嘟嘟嗦嗦地大叫 小姐 我为梁家安前马后 这么多年 这南州的地盘 一半都是我打下来的 您不能这么对我 我是梁州的功臣 我知道你是功臣 可是现在 你招惹了叶先生 那么 你就该死 利虎又是懊悔 又是惊惧 他如果知道 叶红是梁家 也招惹不起的存在 打死他 也不敢找叶红麻烦啊 可现在 说什么都晚了 他认命版的 闭上了眼睛 没过多久 他就感觉到冰凉的匕首 抵在了他脖子上 就这么 死了吗 就在这时 他耳中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慢着 普普通通的两个字 在利虎耳中 犹如天籁一般动听 这两个字 是叶红说出来的 听众朋友 本集一播讲完毕 我是主播穆扬 是剧中旁白 夜红等角色的配音 喜欢本书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鲜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重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二十六章 梁小如当即 停下手中的动作 转头疑惑地问道 叶先生 我让你杀她了吗 是小如错了 梁小如自然而然地 收起手中的匕首 恭敬地说 小如不敢擅作主张 我之前说过 她要打断我的手脚 我便也只打断她的手脚 你如果杀了她 不是要我言而无信吗 而且 留着她这条命 还有用处呢 一眼顶丽虎生死 丽虎在震撼叶红的身份之余 不忘高盛说道 叶先生 有事尽管吩咐 我丽虎就算是上刀山 下火海 也绝不会皱下眉头 更不敢对您说半个不字 叶先生 如果有些事情 不方便出手的话 小如也可以代劳 叶红缓缓站起身 来到丽虎面前 低头看着 已经几乎成为废物的她 听说过林昌盛这个名字吗 林昌盛 没什么印象 不过您放心 我可以查 一定将那祖宗八代的信息 全给您调查得清清楚楚 丽虎现在后怕不已 如果不是我还有点利用价值 只怕真的会变成一具死尸吧 就连小姐都身怕惹怒了她 我真是吃饱了撑的 才会招惹上这样一个煞星呢 说起来 都是他妈的孙大雷惹的货 他已经开始想着 要怎么收拾孙大雷那几个脑残了 我不需要知道她的信息 只要让她在一个月内变得一无所有 能做到吗 丽虎愣了一下 一无所有 对 一无所有 一个月后 若是她身上还有哪怕一分钱 就算你没把这件事情办好 叶先生放心 小事一桩 我一定给您办妥妥当当 我先不说办不好你会如何 我只告诉你 若是做好了 我为你治好这断了的手脚 你也不想下半辈子都做个废人吧 多谢叶先生 丽虎大喜过望 谁想做个废人 有叶红这句话 他哪怕是使出吃奶的劲儿 也要在这一个月内 让林昌盛生不如死 叶红不再说话 看向梁小如 梁小如满头大汗 紧张忐忑 叶先生 不知 不知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能够为叶先生 效全马之劳 是小如的荣幸 也是我们梁家的荣幸 帮着丽虎拿下林昌盛便可 不必这么怕我 饮不招惹我 我也不会主动找你们的麻烦 哦对了 你梁家在南州 还算是蹬得上台面 帮我注意一些珍贵的药材 必须要难得一见的那种 若是有这方面的消息 可以随时联系我 说完 他便大步向门口走去 叶先生 叶红疑惑转头 梁小如小心翼翼地指着标书 能不能请您放标书一马 叶红随口一笑 隔空向标书拍了一掌 仿佛一片清风吹过 下一刻那刺入标书穴道中的两颗牙签 齐齐飞了出来 直接扎在墙壁上 标书整个人都瘫软在地上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吓成了这般模样 他额头冒着冷汗 惊恐地看着叶红 实在是想不明白 叶红年纪轻轻 为什么会恐怖到这种地步 他知道 那两根牙签冲他来了 却没有能力躲开 你所谓的一流高手 在我眼中真的不算什么 说完这句话 叶红大步走出房间 而依旧留在房间中的梁小如和标书 以及丽虎 皆都长长地出了口气 好险 这条命总算是保住了 丽虎 刚才要杀你 并不是我本意 梁小如走到丽虎身前解释了一句 你要知道 刚才我若是不那么做 我 标书都走不出这个房间 甚至我们梁家都有覆灭的危险 丽虎后怕不已 惊魂未定 我明白 我不怪小姐 不过 这位叶先生 到底是什么来头 我也不知道 不过 我爷爷 就是死在他手里 可是 我却不敢找他报仇 丽虎明白了 可以让梁家舍弃 这等深仇大恨 已经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了 好好完成 他交给你的那件事吧 如果有什么难处 都可以和我说 我帮你解决 记住 以后不管如何 都不可再招惹他 是 小姐 我记下了 梁小如只在转头 看向标书 标书 您刚才怎么回事 标书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苦笑连连 哎呀 被刺中了穴道 失去了行动能力 我的身手 在江湖上也不算弱了 可在这位叶先生面前 去连动手的资格都没有 小姐 您刚才的选择是对的 这样的人 绝对不能招惹 不然 很有可能为梁家 招来密门之祸呀 梁小如微微皱眉 标书 在我眼里 像您这种身轻如燕 可以躲避子弹的人 已经超越人体极限了 难道 他还要更厉害 我这种练出了内功的 在江湖上 被称之为一流高手 在这之上 更有宗师高手 不过 宗师很少 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或者他半辈子 还从未见过 这种境界的高手啊 那周伟叶先生 可能 他就是一位宗师高手吧 梁小如久久无言 立护听的是 如坠云雾之中 他不是很明白 什么是一流高手 什么是宗师高手 他只是知道一件事情 哪怕厉害如标书 也远不是那位 叶先生的对手 既然如此 小姐 还有几个和叶先生 一起吃饭的家伙 被我关着 怎么处理 叶先生和他们关系不好 我们要不要 帮叶先生处理一下 不必话设天足 若是叶先生需要我们动手 刚才自然会吩咐下来 可他既然没开口 想来应该是有别的打算 好 我这就让人帮他们离开 孙大雷和程德勇等人 惊喜又忐忑地 被放出李月天的时候 没人想过 问问叶红的情况 或许在他们心中 此时的叶红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精灵小九 是剧中林薇薇的配音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27章 叶红出了李月天 看了看时间才八点多 便给顾欣欣打了个电话 搬去了海湾别墅区 还一直没有告诉顾欣欣 想着直接带她过去 应该可以给她一个惊喜 但是让叶红遗憾的是 顾欣欣的电话 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联系不上 刚准备回家 却又接到了 何文峰的电话 叶先生 不知您有没有时间呢 嗯 我现在倒是没什么事 太好了 我这边 想要收购一家医药公司 不知您有没有兴趣 一起合作呀 什么意思啊 是这样的 最近南州医药集团的 业绩不佳 资金链锻炼 准备打包出售 南州医药集团 是个老牌公司了 我觉得 这是难得的 进军医药界的机会 可是我这边 没有对医药 特别精通之人 所以 想要和叶先生合作 至于股份的事情 咱们当面再谈 您觉得 如何 没问题 叶红直接答应下来 若说其他的东西 叶红是不敢说 可以做得很好 可如果是医药公司的话 哪怕是 濒临倒闭的小公司 叶红也有信心 在短时间内 将他做成全世界 首屈一指的顶尖企业 他脑海中的配方不少 随便拿出一些 治疗当下一心 难缠的疾病 不成问题 到时候 必然会受市场的疯强 更别说 南州医药集团 并不是小企业 有着成熟的销售渠道 约定的地方 是南州医药集团总部 应该是想和叶红 一起去谈收购的事情 叶红打了个车 就直接过去了 南州医药集团总部 位于市中心的天羽大厦中 在大厦门口 叶红见到了何文峰 和他一起的 还有何星宇 何星宇看到叶红 露出一丝礼节性的笑容 并没有特意表现得 太过亲密 何文峰的本意 是让他和叶红 多接触一些 没准时间长了 两个人就 互生好感了呢 可是何星宇 讨厌这种功利性的感情 他也不想因为 叶红表现得非同常人 便刻意让自己 对他心生好感 顺其自然是最好的 叶先生 何文峰带着何星宇 来到叶红进前 亲热地招呼道 这次差不多 就和他们谈拢了 到时候股权分配 还有以后的运营方式 都需要我们好好探讨 嗯 这个等收购成功之后再说 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 何文峰哭笑道 叶先生 何须如此见外呀 他倒是不在乎 占多少股份 只要能和叶红合作 便已经心满意足了 连价值一个亿的东西 都轻而易举地送出去了 还会介意 多送一点股份吗 他看得出来 像叶红这种人 注定不会是 池中之物 趁着他现在还未发迹 多给他一些善意 等到他龙腾四海之时 自然会记着何家这份情谊 就看叶红愿不愿意接受了 一起进入大厦内 到了十七层 何文峰和何兴宇 先进去和对方谈价钱 叶红在会客厅内等着结果 刚坐在这里三分钟 却没想到这会客厅内 在前台姑娘的指引下 又走进来两个人 两个叶红最不想看到的人渣 林昌盛和张慧杰 这两人看到叶红 也是一脸惊诧的模样 随即 林昌盛就是满腔怒火 对叶红 林昌盛可谓是恨之入骨 那次和叶红在车内谈过话之后 林昌盛不知不觉尿了裤子 再加上叶红那威严耸听的话 让他还真以为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 慌忙到了医院去做了全身检查 结果却显示 他的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 叶红那个小兔崽子 竟敢如此戏弄于我 他正想着找个机会 好好收拾一下叶红 却没想到今天竟然在这里碰到了他 冤家路窄啊 林昌盛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摇摇看向坐在椅子上的叶红 小朋友 你来这里是为了面试 叶红瞥了他一眼 懒得搭理 活不过一个月的人 不值得他浪费口舌 张慧杰也是一脸的比 这里根本不是你一个穷小子能来的地方 赶紧滚出去 林昌盛摆了摆手 倒是不想就这么轻易放过油 怎么都要羞辱一番 才能稍微发泄一下心头之恨 他这次过来是特意来收账的 南州医药的总经理 不久前从他的贷款公司借走了一大笔钱 一直还不上 他的贷款公司又不是做慈善事业 有人不还钱 他当然得让他知道不还钱的下场 让那位总经理过来收拾一个前来面试的家伙 应该没有问题吧 林昌盛搬了把椅子放到叶红面前坐下 唏嘘道 不得不说呀 你给我的印象很深 上次见面 你真的吓到我了 是吗 然后呢 身为一个过来人 我得向你证明一件事 实力的差距 并不是你的巧舌如虹 便可以抹平的 这是个残酷的世界 弱肉强食 我有钱 所以可以为所欲为 信不信 只要我一句话 就可以让你从这栋大厦中滚出去 不信 你啰里啰嗦说了这么多 一句重点都没有 有事就说 有屁就放 没事就滚 真以为我那么闲 喜欢跟你聊天 林昌盛不怒返笑 而且笑得很开心的样子 我很欣赏你这种年轻人 啊 哈哈哈哈 木空一切 对任何事 任何人 都没有畏惧之心 这一切 只不过是因为 你们没有认识到这个世界 对你们这种一无所有的穷鬼 是多么残酷 等到你真正被现实打击的喘不过气来 就会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无用 最后在无数人的践踏之下 渺小卑微到尘埃里 你哪来那么多大道理 看到一个人便说这么多废话 你不累吗 没关系 马上你就会知道 在绝对的权势面前 你会绝望到什么程度 我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这会议室 而你连个面试的机会都不会有 只能被人毫不留情地赶出去 如同丧家之犬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狼狼书社 是剧中林天成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节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先 作者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众实力CV连妹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28章 已经有很久 没人敢在叶红面前 如此大方厥词了 她饶有兴趣地 看着林昌盛的表演 这么一个活不过一个月的人 如此嚣张跋扈 还真是有些意思 张慧杰气势汹汹地说 姓叶的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以后星星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也别想着 癞蛤蟆吃天鹅肉了 有多远就给我滚多远 夜红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如果不是因为星星 你有什么资格 在我面前如此说话 张慧杰勃然大怒 反了天了 这个穷鬼居然这样跟我说话 露出真面目了吧 整天在星星面前 假装体贴 假装好男人 现在终于忍不住了 你这种伪君子 哪里配得上 我们家星星的一根脚趾头 说完 她带上了卑躬屈膝的笑意 对着林昌盛说 林总和星星才是天作之和 精童玉女 那是上天安排好的 天造地设的一对 这么无耻的话 你也说得出口 一个老男人罢了 长得还这么难看 和星星 天造地设 天作之和 星星在你眼里 就只配得上这样的垃圾 你 你给我闭嘴 张慧杰恼羞成怒 他还要接着说下去 林昌盛却是微笑着摆了摆手 没有必要做这些无谓的争论 很快 这个年轻人就知道 他的年轻技生 是多么的无知 多么的可笑 说完 他拿出射击 直接拨打了一个号码 面无表情地说 我在会议室 你马上给我滚过来 而后挂断电话 再次看向夜红 年轻人 多多珍惜在这里的每一分钟吧 很快 你就会被人以极具羞辱性的方式 如同一条狗一样 被人哄出去 是吗 我等着 没过多久 就有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男人 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他在门口看了一眼 就直接快步走到林昌盛面前 不断鞠躬道歉 哎哟 林总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有些事情要处理 探割了一些时间 没能及时过来见您 薛总 这些先不谈 我现在有件事情 想拜托你 是是是是 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兄弟哪怕是使尽九牛二虎之力 也会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 看到那个小子了吗 他应该是来这里面试的 我看他很不爽 想办法 让他滚出去 薛总明显是长出了口气 只要不是来要账的 什么都好说 更别说是这种小事了 他转过头 脸上的表情瞬间变换 高高在上 冷漠至极 你是来面试的啊 现在我告诉你 你不可能被录用 我们公司也不欢迎你 滚吧 你是 你是南州医药集团总经理 怎么样 这个身份 有资格让你滚出去了吧 薛总不耐烦的说 林昌盛哈哈大笑 年轻人 现在知道什么叫绝望了吗 这就是身份地位带来的差距 你啊 这辈子都没有资格在我面前嚣张 他目光悠了 声音也满是威胁的味道 今天我随随便便就可以让你滚出去 明天就可以随手捏死你 你要相信 这对我来说 并不算多大点事 所以啊 正如慧杰刚才所说 以后不要再纠缠心心 不然 你真的会没命 林昌盛是做贷款的 黑白两道都吃得很开 每一笔贷款都是几十万上百万 要是没点背景 只怕早就破产了 他要杀人 和道上的兄弟们打声招呼就行 的确没有多大难度 叶红像看脑残一样看着他 你们 该不会都是白痴吧 叶红说道 薛总有些不高兴 这里是他的地盘 林昌盛拜托他的事情 他没有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也就罢了 还被眼前这小子骂了一句 林昌盛要是不开心了 现在就找他要账可怎么办 小子 我让你滚出去 你没听到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就赶来我们南州医药面试 你在我们这里 坐个扫厕所的都没资格 看到你只怕整个公司的人 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 你好好的在你的宫地上待着多好 为什么跑到这里来恶心我们 啊 林昌盛 含笑点了点头 对薛总这番话很是满意 一红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你是怎么坐到总经理这个位置的 和你有关系吗 之前倒是没关系 不过以后就有关系了 你也很快就不是这里的总经理了 啊 哎呀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说我不是我就不是了 嗯 是的 我说你不是 你就不是 不管我是不是 现在我都有资格让你滚蛋 薛总懒得再废话了 直接喝倒 你滚不滚 你再死皮赖脸的待在这儿啊 我可叫保安了 叶红认真地审视了他一会儿 突然笑了笑 好 我走 他说完站起来就向外走去 虽然没有林昌盛想象中的义愤填膺 可是他还是笑呵呵地说 年轻人 记住我刚才的话 以后不要再纠缠心心 这个世界 比你想象中复杂得多 你这样的人 一辈子 都只能是被人欺负的无名小卒 叶红这时候也刚走到门口 迎面却匆匆走来了几个人 何文峰和何星宇走在最前面 旁边有几个南州医药的股东 小心翼翼地陪着 见叶红从会议室走了出来 何文峰哈哈大笑道 叶先生 一切都谈妥了 咱们现在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哎呀 不聊了 刚被人从会议室里赶了出来 没心情 这话一出 何文峰马上转头 看向身边的一个老人 徐董 这是什么意思 我来和你谈生意 你就这么欺负我们这些客人 那位徐董满脸陪笑 哎呀 我总别生气啊 这是误会 都是误会啊 然后又看向叶红 叶先生 不知道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得罪了您啊 我代表他 我代表他向您道歉啊 放心 我一定不会轻易放过那个混蛋的 这时候 薛总听到外面的动静已经走了出来 徐董的话正巧落入他耳中 一时间 刚才那嚣张霸道 在叶红面前不可一世的薛总满脸煞白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只梅 是剧中顾欣欣和秦以默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29章 他急忙从房门中跑出来 慌慌张张地说 徐董 我不知道 这位是您的客人 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这就向客人道歉 一边解释着 他还在一边用力地往自己脸上打了几耳光 认错的态度是要多谦卑有多谦卑 徐董冷冷地看着他 面无表情地说 这边 你去财务结算一下工资 让我马上从公司滚蛋 以后都不用来上班了 徐董 徐董 我不是故意的呀 徐董 薛平满头大汗 如果知道这位先生是您的客人 打死我也不敢 又丝毫不尽啊 徐董 是个暴脾气 直接一脚踹在薛平小肚子上 公司资金链断了 面临破产 现在好不容易有人愿意出资收购 连价格都谈妥了 他正满心欢喜准备抽身而退 谁知道薛平这个不长眼的王八蛋 竟然招惹了何文峰的朋友 看何文峰对那年轻人的态度 就知道 这个年轻人背景不简单 惹得年轻人不高兴 万一何文峰反悔 不肯收购公司了 怎么办啊 他对薛平实在是恼到了极点 这里是公司 我每月给你五万 是让你来作为作福的 搞东西 滚 马上滚 不 不用离滚了 他好像是改变了主意 气呼呼地对身后一个漂亮秘书说 把保安叫上来 将这个有眼无珠的东西拖出去 是 漂亮秘书慌忙去打电话 徐董这才重新带上了灿烂的笑容 转头对何文峰说 哎呀 何总啊 真是不好意思啊 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这样 我一会 设宴赔罪 哦 您千万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何文峰面无表情地说 向我赔罪没用 你们的人得罪的不是我 得叶先生消了气 这件事才可以当作没发生过 不然 我就需要好好考虑一下 是否继续收购贵公司了 徐董心中咯噔一下 这 这个年轻人 真的可以影响到这种 数级数亿资金的大事 他没有丝毫犹豫 走到叶红面前 弯腰行礼 叶红扭头看向会议室 随口说道 那里面还有两个人 刚才让我很不开心 徐悦虎拍着胸脯保证 我直接就把他们赶出去 抛在我身上 抛在我身上 林昌盛也早已经注意到了 这边的动静 本不想露面 听到这句话 终于是忍不住了 他慢悠悠走出来 对着徐悦虎笑道 徐董你好 在下是昌盛金融公司的董事长 话还没说完 保安已经匆匆赶到 徐悦虎指了指 心惊胆战 满心懊悔的薛平 把他 又指了指会议室门口的 林昌盛和张慧杰 还有他们 他他都丢出去 从今以后 不准他们踏进宫西半部 是 一群保安二话不说 拉着薛平和林昌盛等人 就向外走 林昌盛是又惊又怒 你们干什么 送开我 送开我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管你是谁 我那董事长让你滚 你听没听到 林昌盛厉声说 雪狐 你真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给我拉下去 打一顿 再丢到大街上 你敢 林昌盛被人捂住了嘴巴 退到电梯里 没有了说话的机会 薛平和张慧杰 也随之被人拖了出去 实际上 张慧杰从头到尾 都处于懵逼状态 林昌盛利用他的权势 将叶红这个穷鬼赶出去 这没有什么问题啊 弱肉强食 谁让他叶红没有什么本事 就是被打死了都活该 可是 那个徐董事长 为什么要站出来 为叶红说话 还不惜对林昌盛 摆出了那么恶劣的态度 都是因为那个何总啊 那个何总又是什么人 张慧杰脑袋凌乱 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如此 更想不明白 叶红一个穷鬼 为什么会和那些大人物 扯上关系 一直下了电梯 到了一楼 张慧杰才恍然惊醒 那是被吓醒的 那些保安 真的在严格执行 徐悦虎的交代 围着林昌盛便是 一阵拳打脚踢 林昌盛怒吼惨叫连连 谁敢对老子动手 都给老子停下 知道老子是谁吗 你们都给我等着 老子饶不了你们 别打了 别打了 张慧杰大叫一声冲了过去 开始拉扯那些保安 好大一会儿后 保安们才逐渐散去 张慧杰搀扶着林昌盛站起身 一瘸一拐地向着停车场走去 叶红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然让那群人那么帮他 张慧杰咬牙切齿地说道 林昌盛鼻青脸肿 浑身都是脚印 他这辈子都没这么凄惨过 心中满是对叶红的恨 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费用引起的 不过想想之前对叶红所说的话 再想想之前那高高在上的态度 再看看现在的状态 林昌盛也不禁有些面红耳赤 还他妈的丢人了呀 或许是碰巧认识了那几位吧 林昌盛咬着牙说 不过 我还是之前的那些话 穷鬼永远都只能是穷鬼 他叶红这辈子都翻不了身 今天这事我记下了 二日一定百倍奉还 叶红也没有揪着那件事不放 既然碍眼的人走了 自然还是可以坐下来谈事情 徐月虎本来极力邀请叶红和何文峰 一起吃饭 叶红却是直接拒绝 最后 何文峰何星雨以及叶红三人 倒是找了个附近的餐厅 随便点了一些菜 何文峰便笑呵呵的说 叶先生已经谈妥了 我出资三亿 买下南州医药的全部股份 明天便正式签订合同 恭喜何总啊 何文峰摆了摆手 应该是同喜才对啊 以后在医药方面 叶先生多费心 我给您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您觉得如何呀 不需要叶红拿一份钱 只要他加入公司 便可以拥有一半的股份 这是因为何文峰相信叶红的医术 他相信 以叶红的水平 肯定可以研制出 效果很好的特效药 药品火爆 他即便是送出五成股份 也亏不了 听众朋友 本集一播讲完毕 我是主播沐阳 是剧中旁白 叶红等角色的配音 喜欢本书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众实力CV连妹演播 后期制作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30章 可是何星宇却是微微皱起了眉头 爷爷 何文峰狠狠瞪了他一眼 何星宇到了嘴边的话 又咽了回去 小丫头的目光到底是 没他这么长远 只看到了眼前这点利益 却不知 在不久之后 现在吃了这点亏 回报会是如此之大 可一红却是摇头说道 五成吗 不够 这话一出 就连何文峰脸色都有些变了 何星宇更是愤愤不平 哪怕是何文峰一再暗示他不要说话 仍然是忍不住开口了 叶先生 我知道您一数如神 可是 连五成股票都不高 您未免有些市子大开口了吧 何家收购南州医药集团花了三亿 白送给叶红五成股份 便是一亿五千万 寻常人 哪怕穷尽一生 能挣得到那么多钱吗 可这叶红还是嫌少 简直就是个未不熟的白眼狼 叶红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我七 你们三 要是答应便可以合作 如果不答应 这件事就此作罢 我们都无需再提 即便是只给何家三成 叶红也觉得 这已经是十分厚道的价码了 他有自信 在半年之内 给他们远超所有人想象的回报 现在三成股份价值是一个亿 而半年之后 这三成股份 必然会价值百亿都不止 这是叶红给他们的一个机会 就看他们能不能把握的 何文峰哭笑道 叶先生 我的意思是 只要您加入公司 不需要您拿出一分钱 便有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嗯 我知道 可是我想要的是百分之七十 叶先生 你未免太过分了吧 过分 做生意本就是你请我愿的事情 这只是我提出的条件 你们可以选择答应 或者不答应 何来过分之说 你 你这是强词夺理 这和乔曲豪多有什么区别 我说了 你可以选择不答应 叶红有些不耐烦了 这女人喋喋不休 实在是讨厌 若是只要五成我就亏大了 你们何解哪来这么大的脸 占我这么大的便宜 何星宇还想说话 何文峰已经目光灼灼地 看着叶红说道 叶先生 我答应你 爷爷 闭嘴 何文峰直接立声训斥出声 叶红微微一笑 对何文峰的态度十分满意 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既然一亿五千万都已经送出去了 也不在乎再多送五千万 这是一场豪赌 何文峰赌叶红给医药公司 带来的利益 会远远超过现在送出去的两亿 何先生 你果真没让我失望 现在可以说说 我为何有底气要弃成股份了 何文峰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叶红 叶红也不废话 对旁边随时而立的服务员说 劳烦帮我拿些纸笔 好的 请稍等 没过多大会儿 服务员便将纸笔放到叶红面前 叶红拿起笔 刷刷刷开始写了起来 何兴宇和文峰二人 街头有些疑惑地看着他的动作 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很快 叶红便将笔放弃 把那写了半张纸的纸张 推到了何文峰面前 何先生 请看 何文峰不动声色 目光落在那张纸上 何兴宇冷笑连连 丝毫不放在心上 就这几个字 就价值两亿 就靠着这几个字 便不要脸地要了我们七成股份 开什么玩笑 他没有看到 此时的何文峰面色已经大变 他死死地看着纸张上的字迹 甚至因为激动 身体开始不断地颤抖 过了许久 他在双目通红地抬头 重新看向叶红 叶先生 这几个方子 当真有那样的奇效 何先生不信我 不不不 我当然信得过叶先生 只是有些不敢置信罢了 这几个方子 只怕价值十亿以上啊 可是叶先生 却只拿七成股份 我 何文峰羞得满脸通红 哎呀 丢人了呀 本来以为给叶红五成股份 已经是天大成意 更是让叶红占足了便宜 可是现在看来 扯淡呢 人家拿出的几个方子 就可以直接买下三四个南州医药这样的公司啊 何兴宇惊疑不已 爷爷 你在说什么 什么方子 什么价值十亿啊 何文峰将叶红写出来的药方推到他面前 你自己看看吧 何兴宇拿起来随便看了一眼 只见上面写着 喜心丸 汉田草三十克 子丹参十克 白铐人六克 徐长青根十五克 山楂十五克 可根治心脏病 正骨液 乳香二十克 毒活二十克 鸡血疼二十克 煤药二十克 枸挤二十克 药物磨成粉 泡水三天 可成正骨液 根治腰间盘突出 颈椎病等骨科杂症 瘦身粉 二丑二十五克 炒草绝鸣 择蟹 白树各十克 山楂 炙手屋 各二十克 晒干研制成粉 有减肥奇效 叶红写出来的就是这三个药方 何兴宇盯着纸张 瞠目结舌 久久回不过神来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 叶红有底气 要七成股份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爷爷说 这几个药方 价值十亿了 其实 在他看来 这三个药方 何止价值十亿 便是二十亿 只怕都有人买 三个药方 所治疗的病症 都是当今 比较难缠的疾病 虽然不会致命 却是让患者饱受折磨 痛苦不堪 如果有药物 可以根治这些疾病 只怕全世界的患者 都会不顾一切的疯强 我说全世界 只算国内 又有多少人患有 这几种病 几亿是有的吧 想清楚这三种药的 价值之后 他再想想 刚才对待叶红的态度 不禁满脸通红 叶先生 对不起 我 我刚才 何兴宇结结巴巴 却是说不出 一句完整的话来 哎 无妨 你的态度 影响不了 我们之间的合作 何兴宇长松可气 同时心里又有些后怕 叶红的意思是说 如果不是刚才 爷爷爽快地 答应了他的条件 只怕他现在 也不会把这药方拿出来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精灵小九 是剧中林薇薇的配音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三十一章 何文峰有些复杂地 看着叶红 过了许久才缓缓地说 叶先生 你就这么痛快地 将药方拿了出来 就不怕我们翻脸不认人 现在看到了药方 何文峰的确可以 直接将叶红一脚踢开 将药方拒为己有 以他在南州的人脉和能量 没人能将他怎么样 叶红毫不在意笑道 你大可以试试看 这药方好拿 却不知 你有没有资格用啊 何文峰凌然 何兴雨也骤然想起 眼前这个年轻人 看起来人畜无害 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狠角色 梁国尘是何等人物 就连爷爷在他面前 也是客客气气 不敢得罪 可这个年轻人 还是说杀就杀了 想要抢他的药方 怕是下场 比梁国尘好不到哪里去 何文峰摆了摆手 开个玩笑而已 我是想和叶先生 互惠互利 怎么可能做出 如此无耻之事呢 大家一起努力 抢公司做好 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不相信 何先生的人品 我也不会选择和你合作 我只是拿出药方 公司运营之类的事情 我一概不管 但是我不希望到时候 公司账目出现任何问题 叶先生尽管放心 我何文峰敢对天发誓 如果我做出了半点 对不起您的事情 就让我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何文峰政策说 而且公司的具体事宜 我都准备交给星宇达利 以后 叶先生想知道 公司的任何事情 直接去找星宇就可以 何星宇面色微红 爷爷他 又在乱念鸳鸯谱了 这是想为我们两个人 多制造一些 单独相处的机会吗 可我真的没有 这方面的心思 公司的事情 便算是彻底敲定 叶红作为公司大股东 占据七成股份 随着医药公司推出那三种药 随着公司不断发展壮大 这七成股份的价值 必然会越来越高 吃完饭 双方准备各自离开的时候 何文峰却突然说道 叶先生 公司要顺利开展业务 只怕还有一些麻烦 哦 叶红眉毛轻条 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我之前没有涉足过医药产业 所以对那件事一直没怎么放在心上 现在却想起来 在南州 想要将医药产业做起来 必须得先向一个人表示一些诚意呀 谁啊 什么诚意 叶红随口问道 卢白宇 何文峰乘生说 南州大大小小的医药公司 几乎都要送他一些肝骨 凭什么 卢白宇号称省内第一神医 凡是做医药公司的 若是不主动给他一些善意 他总是可以从各种药品中 找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从而让医药公司的声誉 一落千丈 又卖不出去 名声又不好 这样的公司 哪还能撑得下去呀 被卢白宇整垮的公司不少啊 咱们收购的南州医药集团 便是其中之一 叶先生 您看 为了避免这样的麻烦 我们要不要主动向他表示一下 表示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资格威胁我叶红 那卢白宇老老实实也就罢了 若是敢招惹我 我必让他身败名裂 何文峰再次苦笑 他早就该想到 以叶红的性格怎么会心甘情愿给别人送好处 出声牛犊不怕虎 叶红本身的医术便超凡脱俗 哪怕是卢白宇名望再高 又怎么可能真正服气呢 没有直接上门挑战 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 完了 就听叶先生的 我也不信邪 在这医药行业 难道他卢白宇还真能一手遮天 互相道别之后 叶红直接回到别墅中 默默感受着体内的真气 心中不由得有些沮丧 照目前这个修炼速度 何年何月才能达到一线境界 只怕在一者境都要停留几年时间 必须得想办法快速提升修为 叶红暗暗想着 必须大量为人治病啊 他的医术是没问题的 可是如今却并没有多大名气 没有名气病人岂会相信他 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更不会主动找他看病 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名声打出去 另外得搜集一些天才地宝 炼制一些能够提升修为的丹药 想完这些 他皱着眉头看向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他刚刚又给顾欣欣打了一次电话 可依旧是无法接通 可是他可以确定 顾欣欣一定没出什么意外 他放在顾欣欣身上的那根头发 不管顾欣欣遇到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关键时刻保他一命 而且他也可以感知到 从而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他身边 那为什么会一直关机呢 莫非是张慧杰又出什么幺蛾子 看来得尽快让张慧杰知道 他选择临仓上是多么愚蠢的行径了 他刚准备休息一会儿 这时手机却急促地响了起来 叶红瞥了一眼 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梁晓如 早猜到他迟早会打电话过来 没想到会这么快 梁晓如终于承受不住那脏东西的折磨了吗 喂 有事 接通了电话 叶红直接开口问道 梁晓如的声音 疲惫着带着浓浓的惊恐 叶 叶先生 帮帮我 求求您帮帮我吧 有座噩梦啊 他要杀了你对不对 电话那边的梁晓如惊恶地睁大了眼睛 叶先生 您怎么会 怎么会知道 我是医生 一眼看出病人的身体情况和病因 很奇怪吗 可是 可是为什么 我梦里的场景 你好像亲眼所见一般 知道得这么清楚 梁晓如只觉得自己的人生观都要被颠覆了 这个叶先生 当真有鬼神莫测之能吗 手段也太变态了吧 因为 那不是梦 真的有那么一个东西 一直缠着你 想要要了你这条命 啊 梁晓如大脑空白 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狼狼书社 是剧中林天成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众实力CV连妹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32章 过了许久 她在声音颤抖着说 叶先生 求您 求您救救我 没问题 不过你今晚还死不了 明天我抽时间过去看看 谢谢 谢谢叶先生 我不敢在家住了 可以去酒店吗 最好不要 一旦你现在离开家 脏东西可能就会认为你想逃 从而凶性大方 到那时候 你反而会有危险 梁小如哭了 哽咽不断 可是我害怕呀 多找几个人聚在你房间 人身上有些洋气 洋气足了 她就不敢再骚扰你了 好的 谢谢叶先生 我 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人过来 梁小如慌忙说道 匆匆挂断了电话 梁小如便火急火燎地召集闺蜜们 天亮醒来之后 又急忙给叶红打去了电话 叶先生 你什么时候放闭过来啊 梁小如紧张地问道 她是真的受不了了 整日整夜的噩梦折磨 越来越差的精神状态 让她随时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昨晚听了叶红的话之后 她找来了朋友 本来是不想睡的 可是后来实在是熬不住 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这一觉睡得前所未有的香甜 她再次认识到了叶红的恐怖 所以她现在是彻底放下了和叶红的恩怨 甚至希望叶红能够立刻出现在她面前 叶红淡淡地说 地址给我 有时间我自然会过去 您能早一些吗 你是在命令我 不敢不敢 叶先生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要快点解决我这边的问题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等我电话吧 而后便直接挂断 叶红并不是在敷衍梁小如 她是真的有事情要做 吃过午饭之后 她还要去上班呢 只是觉得打车太麻烦 这次直接将那辆跑车开了过去 在附近找了个停车位 步行走向白草堂 刚刚走进大门 不管是凌薇薇还是成德勇等学徒 其都瞪大了眼睛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叶红 怎么来上班了 他怎么可能还可以来上班啊 不应该昨晚就被利虎套在麻袋里 都进南州河了吗 成德勇没忍住 下意识地问道 你没死 让你失望了 这天下间能让我死的人 还没出声呢 虽然惊诧于叶红能够完好无损地 从利虎手中逃脱 可听到他这句张狂的话 成德勇还是忍不住讥讽道 这么厉害 你应该是天王老子才对啊 怎么还会在这里 和我们一样 做这种小小的学徒呢 红云向来以成德勇马首是瞻 大声笑道 人家也好望啊 可是厉害得很 能够主动为利虎的老婆治病呢 现在能够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或许是向利虎 磕头求饶 腰围起怜才换来的机会 林薇薇狠狠地瞪了两人一眼 娇声赤道 你们两个都给我闭嘴 说起来 叶红昨天出头 也是间接救了我们 你们就不能有点感人之心吗 他们应该庆幸 遇到的是现在的我 不然如今他们早就已经不知道 死了多少次了 叶红 承德勇勃然大怒 气势汹汹地指着叶红 刚准备破口大骂 林天成却背着双手 缓缓从门外走来 承德勇马上掩齐息鼓 只是恶狠狠地瞪着叶红 却是不敢再开口说出一句话 林天成对着各自忙碌的众人点点头 刚准备进入内堂 叶红却叫住了他 老师 怎么了 老师 从今天开始 便让我替老师做人吧 林天成微微一顿 可他还没来得及回答 一旁的承德勇已经忍不住喝倒 有 谁给你的自信 你竟然还敢说可以踢的老师 我看你是想让我们百草堂倒闭吧 其他学徒也都是心中不满 和这个叶红张狂什么呀 不就是表演了一首闭眼抓药啊 有什么了不起的 好吧 的确是挺了不起的 可是 可以抓药 不代表你就有能力坐诊治病啊 我们这些在药堂内待了好多年的老人都没资格 你叶红只是刚来几天而已 你有什么资格说出这种话 叶红 你现在要坐的 是脚踏实地好好学习 说坐诊这两个字 还为时尚早呢 我只问你一句话 你能知几种病 咱不说难度太大的 就是普通的感冒发烧 应该给病人开什么药 你知道吗 什么都不知道就敢大放厥词 真以为老师脾气好 便不会开除了你 一红 你这么有能力 直接就外面开个诊所吧 待在这里 太委屈你了 一群人 或是直接大声呵斥 或是冷嘲热讽 程德勇洋洋得意高声说道 叶红 赶紧向老师道歉 或许老师宽宏大量 便不和你计较了 叶红安静地站在那里 等到这些指责声少了一些 这才缓缓开口道 你们说完了吗 见他气焰如此嚣张 程德勇力声道 有 你还不知悔改 我说我有坐诊的资格 那便是有 你们是什么人 不过是一群垃圾而已 有什么资格质疑我 说完 他目光直视着林天长 老师 你觉得我有资格成为坐诊医师吗 若是连你都没有资格 只怕这天下所有的医生 都没有资格治病疗伤了 这么说 老师是答应了 求之不得 林天长说道 一群人又愣在了原地 这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老师脑袋被捋起了吗 为什么会答应他 这么不要脸的要求 这对我们这些老学徒不公平啊 从现在开始 叶红便是药堂的坐诊医生 工资一万五 并且拥有药堂百分之十的肝骨 林天长肃然说 这话一出 满堂大话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只梅 是剧中顾欣欣和秦宇墨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众实力CV连妹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三十三章 老师答应了 竟然真的答应了 有没有搞错 开出一万五的工资也就算了 竟然还有给他百分之十的股份 这么过分的要求你都答应了 老师 你让我们情何以堪呢 不等他们多说什么 林薇薇也跟着点头道 爸 我支持你的决定 以后啊 有叶红帮着做诊 你也不用那么累了 无语了 一群人彻底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 来表达心中复杂的情绪 过了许久 承德勇才开口说 老师 去工作吧 林天成摆了摆手 我做出的决定 还轮不到你们来质疑 昨天的事情 林薇薇回家之后 已经仔仔细细跟他说了个清楚 现在又看到叶红安然无恙的出现在药堂里 事情的经过就很明显了 肯定是叶红治好了那利虎老婆的病 然后不知道用什么手段震慑住了利虎 让他不敢出手报复 一件件事情都已经证明了叶红的不凡 他现在只是要做一个坐着衣裳而已 又何不可 以他的实力 给10%的股份 又有何妨 这些学徒啊 不知叶红的实力 在这里一而再再而三的刁难于他 真以为叶红好欺负啊 迟早他们都会后悔的 不过 林天成懒得管这些小事 叶红没有开口 他更不会主动去为叶红做什么 很快 叶红便坐在了之前林天成的位置上 而成德勇等一群学徒 早就已经聚集在一起 一个比一个义愤填膺 时而还对着叶红所在的方向指指点点 他们在说什么 叶红是一清二楚 可是他并不在乎 叶红楼疑罢了 跳得再厉害又如何 有一天真觉得碍眼了 一脚踩死便是 林薇薇心情复杂地走到叶红面前 紧张地说 叶红 那个 昨天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要丢下你的 你一个女孩子 在昨天那种情况下 还能够为我着想 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也没有想到 昨天会发生那种事情 那个孙大雷 你以后见了他 还是能躲就躲 最好不要招惹他 是吗 我倒不这么想 他最好不要再招惹我 不然 他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你 林薇薇瞪着他看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摇头离去 他都不知道叶红哪来的底气 整天狂妄地没有边际 好像天下所有人 都不配被他放在眼里 孙大雷可不是什么好鸟 若是叶红继续和他作对 只怕 林薇薇再次摇头 唉 哪怕叶红昨晚 从丽虎手中逃了出来 可是 他毕竟只是个学徒而已啊 没钱没事又没权 孙大雷想弄死他 有的是办法 为什么一定死要面子呢 他喃喃地说 哪怕你向丽虎和头求饶 哪怕你对孙大雷被公屈膝 我们也不会吵架你的呀 叶红根本没关心 林薇薇的想法 只要他那个男朋友不出现 叶红就懒得将注意力 放在林薇薇身上 他现在要做的 是想办法将名气打出去 有了名气 前来求医之人才会越来越多 他修炼起来 才有机会突飞猛进 他自己算过 若是治疗普通患者 他大概需要治愈二百人 才有可能突破到医师境 而且这种病 还不能是普通的感冒发烧 难啊 叶红正在感叹 正在这时 一个人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 他看到坐在医师位置上的叶红 微微皱了下眉头 灵医生呢 叶红笑道 我是这里的坐诊医生 林医生今天不方便 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说 你 那个腿脚不方便的男人 用质疑的眼神看着叶红 你是坐诊医生 白草堂是找不到人了吗 竟然请你这种年纪轻轻的小子 你有什么不舒服 可以和我说 我可以帮你解决 算了算了 林医生不在 我改天再来 二十来岁的小子 这也敢出来为人治病 你不怕治死人 我们病人还怕被你治死了呢 没办法 中医就是如此 因为有太多的药理需要剂 各种草药的药性复杂难辨 只有接触的时间长了 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 这也是医生的年纪越大 越容易被人信服的主要原因 叶红苦笑不已 如果都像这个男人一样 看到我便扭头就走 我还如何扬扬 更别说是找两三百个复杂病症的病人了 眼看着那位病人马上走出房间 叶红不得不放下了医仙的那一身傲气 主动开口 喉中又疼 气闷不止 此乃废之极也 男人突然停下 转头疑惑地看着叶红 你 你怎么知道 叶红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看出来了 身为一名医生 若是连病人的症状都看不出 那还有什么脸面谈治病救人 男人自然而染地折身而返 疑惑地看着叶红 你 你真能治病啊 没有能力的话 林医生也不会让我坐在这里了 那是砸白草堂自己的牌子 您这是奄言和废弃不通 我现在就能给您治好 说完 他目光扫向男人的双腿又开口说 而且 您这双腿 残了这么多年 就不准备治了 要做一辈子的残疾人啊 那男人瞬间激动的脸色通红 医生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这腿是当初工作的时候 不小心从三楼摔下来摔断的 找过很多医院 他们都没办法 说 说我只能当一辈子的瘸子 您刚才的意思 您有办法 小意思 保证让你一会儿就活蹦乱跳 啊 真的啊 当然 那男人刚想继续说什么 旁边猛然传来一声力喝 夜红 你够了 夜红转头看去 却见一个老者正怒发冲冠地看着自己 并大道阔虎地向这边走来 这药堂内并不是只有灵天成一位作诊医生 只是灵天成的名气最大罢了 听众朋友 本集一播讲完毕 我是主播沐阳 是剧中旁白 夜红等角色的配音 喜欢本书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众实力CV连媚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34章 这位老者便是药堂内其中一名作诊医生 而且来的时间还不是很长 只有两三个月而已 本来他对他的福利待遇还是很满意的 可今天灵天成突然宣布 让夜红这么一个小小的学徒也成为作诊医生 更过分的是 竟然直接给了他10%的肝骨 这就让他很不满意了 他夜红何德何能 凭什么可以有这样的待遇 我学了一辈子的中医 难道还不如这个矛头小子 夜红可以直接替代灵天成的位置 成为百草堂的招牌医生 这灵天成脑袋被驴踢了吧 本来他还一直在压着心中的不满 可在夜红对那病人说 可以治好他那双瘸腿的时候 他是真的忍不住了 这家伙明明什么都懂 却敢在这里胡言乱语 瘸腿好几年的病人 你能给予人家治好 还可以让人家当场活摸乱跳 说话我要负责任的吗 现在给了病人希望 到时候又做不到你所承诺的事情 病人闹起来 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夜红皱眉看着这位老者 冯医生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是让你适可而止 适可而止 什么意思 我做了什么需要适可而止的事情了吗 其实不仅仅是冯远飞 其他坐镇医生也都是心中憋着一股火气 见冯远飞第一个站出来找夜红麻烦 一个个都从各自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双手抱筋 幸灾乐祸地看起了热闹 冯远飞虽然是新来的 却不怎么好惹 夜红被他盯上 肯定会倒大霉 你还死不认错 明明是做不到的事情 你为何要向这位病人许诺 那男人一听 急忙开口问道 医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这腿断了几年了 大概有三四年了吧 为了腿脚不方便的问题 是不是去过很多医院 找过很多医生啊 是啊 我出车祸之后的那一年 我知道自己下半辈子都有可能是个瘸子 我不甘心啊 大大小小的医院都看过 有名的医生也找过不少 他们都说没办法 治不了 后来我也就放弃了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那些医生的那些医生 没有骗你 你的腿的确是治不好 即便是我这种钻研了一辈子中医的老家伙 对你这种情况也是无可奈何呀 现在一个不过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小子 说他有能力治好你 你相信吗 你敢相信吗 医生 你刚才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雍医遍地 他们治不好的病 总觉得其他人也和他们一样无能为力 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并不是病症难解 只是他们太没用罢了 方远飞血气上涌 飞都快气炸了 叶红竟敢这么和我说话 我一辈子治病救人 也算是小有名气 如果这样都算是废物的话 那世界上大部分医生 岂不是连废物都不如 岂有此理 大言不惨 是谁给你的胆子 让你这么和我说话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 你只是想给患者一点希望 然后给他开一些昂贵的药物 常年累月之下 你自然会有很好看的业绩 可是啊 你想过没有 患者若是家庭条件不好 根本支撑不起这种治疗费用 到时候腿没好 却落得一个倾家荡产的下场 作为一个医生 生生拖垮一个家庭 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 男人那张脸 马上变得十分难看 冯远飞的话 在他看来很有道理 对呀 这个年纪轻轻的家伙 这心真的黑到这种地步了 他咬牙切齿的看着夜会 好小子啊 我和你无冤无仇 我只是来看个病而已 你就想害死我 你这种人 夜红看着男人 又看看冯远飞 最后目光又缓缓从那些看热闹的医生身上扫过 以他的脾气形式的话 早就让这男人滚蛋了 你不相信我 还想让我为你治病啊 你就活该做一辈子的瘸子 可是他如今需要为病人治病 需要在短时间内将自己的名声传扬出去 只能一再压下心头的怒火 你是白痴还是脑残 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我什么时候说要给你开常年累月的那种昂贵药物了 夜红 你还有脸狡辩 哼 事实摆在眼前 你不承认就想推脱的一干二净 我刚才说的是 让他现在马上立刻活蹦乱跳 听清楚 是现在 这不可能 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 都绝对不可能做得到 所以说你是庸医啊 在庸医眼中 总是有各种解决不了的病症 他不再搭理冯苑飞 看向那男人 免费给你支腿 几分钟让你恢复如初 信不信我 你自己选 他没有太多的耐心 如果这人真的是蠢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夜红也懒得管他的死活 医生 这 这 这 男人纠结良久 终于狠狠一咬牙 好 我相信你 请医生为我治病吧 反正是免费的 如果没有效果 大不了 继续当瘸子 现在选择相信夜红 哎 星雪还有一丝机会啊 夜红这才微微露出了一丝笑容 放心 既然选择相信我 我夜红定然不会让你失望 嘴上这么说着 他已经站起身 取出了一盒银针 让男人坐在椅子上 准备为男人施针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精灵小九 是剧中林薇薇的配音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35章 夜红这动作倒是让冯远飞的 让人微微一愣 他们都觉得 夜红只是在大放厥词 想要当场让一个瘸了几年的人 马上变得如普通正常人一般 根本没这个可能 装模作样 这些人个个是面带冷笑 也不出声阻止 就等着看夜红如何收场 他们可以想象得出来 这病人从满怀希望到满心绝望 会爆发出何等恐怖的愤怒 到时候 夜红有多凄惨 他们就能幸灾乐祸到什么程度 夜红却没有打理这些人 双手如飞 银针飞舞一般 一根根刺进那男人腿部的穴位中 冯远飞皱眉 对旁边一人说 任学的本事倒还说得过去 其他人也是纷纷点头附和 这倒是 这夜红来药堂的时间不长 这本事倒是学得挺快啊 只说这银针刺血 就已经比大部分的学徒要强上许多了 倒也是个可造之才 可惜啊 为人太过骄狂 也太过目中无人了 注定成不了大气 冯远飞冷笑不止 哎呀 针灸如果有用的话 病人的腿早就好了 还能轮得到他夜红出手 所以啊 他做的主定是无用功 哎呀 年纪轻轻啊 为何不堪踏踏实实 这么急功近利 根本就是在自毁前途啊 这些人是冷言冷语 可实际上他们都知道 如果单论着针灸之术 他们是不如夜红的 最起码 他们无法做到如夜红这般 将银针如此精准 又如此快速的刺在病人的穴位上 可他们是老医生 更是前辈 哪能承认自己不如一个猛 毛头小子 所以一直是嘲讽不断 而这时候 夜红的动作终于停了下来 他将针盒放在一旁 淡淡地看了一眼逢远飞 正所谓医者人心 我在这里为病人治病 你们这群人 却没有一个想看到病人痊愈 你们这么想看着病人 永远承受病痛的折磨 还做什么医伤 还有什么脸继续做医伤 我若是林老师 早就将你们一个个都赶出百草堂 宁愿药堂倒闭 也绝不用你们这些毫无医德之人 夜红 你说什么 我们开始学医的时候 你还光着身子 玩泥巴呢 那就凭你 也敢说我们没有医德 等你真的证明 你能治好这位先生的腿之后 再来痛骂我们吧 夜红微微一笑 低头看向坐在椅子上的病人 现在感觉怎么样 男人紧咬着牙齿 似乎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那些银针扎扎的地方 感觉好痒啊 痒就对了 现在正在重塑你那些断掉的筋脉 只要把这些接上 你的腿自然而然变会好 医生 我这 我真的 真的能好吗 男人生怕夜红误会 又急忙解释道 对不起啊 我没有怀疑您的意思 只是 我 我真的很害怕 也很紧张 刚才那些医生的话 他也都听在耳中 他觉得这些医生们说的都很有道理 可是 既然夜红给了他这个希望 他就必须强迫自己相信夜红 毕竟 强迫自己相信的一些忐忑 在所难免 我说能好 你就能好 三分钟之后 你便可以彻底成为一个正常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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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男人直接激动的说不出话了 而冯远飞等人 则是嘴角 擒着冷笑 懒得再说什么嘲讽的话 这小子 居然蠢到给自己限制时间 三分钟 哼 我们到时候看看 三分钟之后 这病人的腿到底能不能好 若是不能 便是你夜红恶意欺诈病人 到时候 我们一起找灵天成告状逼宫 我们就不信了 他还能继续留着这个家伙 那一双双嘲讽的目光 夜红不是没有看在眼里 只是 他不在乎 没必要和一群蠢货计较太多 尤其是在蠢货还非常自以为是的时候 这三分钟对夜红来说 眨眼急过 可对那病人 还有冯远飞等人来说 却是杜渺如年 终于 三分钟时间到了 冯远飞看向夜红笑道 叶医生啊 时间到了 病人的腿 真的好了吗 好了 夜红淡淡的回答 说着话 已经伸手将刺在病人身上的银针 全部拔了出来 叶医生真是话陀在世啊 人家随便扎扎针 只用三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将人的瘸腿治好呢 啊 哈哈哈哈 哎呦 笑死我了 是啊 不是人家好了吗 现在让人家走两步试试 夜红 这下我看你怎么收场 夜红对那病人说道 站起来 走几步 那病人还是有些忐忑 他虽然觉得现在双腿舒服了很多 可是 真的能够重新恢复正常吗 他一点底气都没有 他站起身 强忍着心中的激动 向前走了一步 咦 竟然没有像之前那般歪歪扭扭 于是又走了一步 我 走得很顺畅呀 很久都没有这种 脚步如飞的 这种正常的舒畅的感觉了 我 于是 他的脚步逐渐加快 三两步直接走到了门口 他疑惑地看向夜红 我的腿 好了吗 夜红微笑道 你自己觉得呢 病人是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了 只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 于是 他又看向了冯远飞等人 我 我还全吗 这些人 和那个年轻医生那么不对付 一定不会骗他 冯远飞等人 却是目瞪口呆 张大了嘴巴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们看得是清清楚楚 那病人脚步利索至极 哪还有刚才的这个跛脚的模样 好了 他 他真的被治好了 缺了几年的腿 很多大医院和有名的医生都没办法 就连他们面对这种情况也是束手无措 可是现在 夜红随便刺了几针 只用了三分钟就还给了病人一双健全的腿 这怎么可能呢 他夜红 难道是神仙不成 夜红 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一名医生忍不住大声喝道 冯远飞更是愤怒的难以自持 他是你找来的托 对不对 是的 肯定是这样 夜红 为了提高在药堂内的地位 你还真是费尽了心机呀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狼狼书舍 是剧中灵天城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众实力CV连妹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36章 不等夜红说话 那男人 就怒不可恶的大吼起来 托 你这老王八蛋 你是见不得老子有半点好吧 刚刚就一直冷言冷语 说这位小医生治不好我 现在人家治好了 拿出真本事了 你又说我是托 我托你大爷托 老子好端端来你们百草堂看个病 怎么就成了托了 风远飞被骂的是面红耳赤 你 你这人怎么回事 说话就说话 骂人做什么 男人几乎是指着冯远飞的鼻子 嘶声大喊 骂你 骂你怎么了 像你这种为老不尊 总想着打压后辈的狗东西 难道不该骂 啊 没打你老子已经算是很客气了 说完他看向夜红 这位医生 我也看出来了 这群人都在打压你 因为你太优秀了 他们都在嫉妒你 这样的地方呆着有什么意思啊 以你的医术 不管去哪里 都一定会是所有人仰慕的对象 夜红淡淡的说道 哎 不能因为身边的蠢货太多 就勉强自己离开 应该滚的 是那些一无是处 还狂妄自大的蠢货吗 哎 有道理 哎 不知道医生 您怎么称呼啊 我姓夜 单名一个红字 好 夜医生 您的医术真是神了 说是华佗在世都不为过呀 哎 不不不不不 或许华佗当初都没您这么厉害 简直就是活神仙啊 以后啊 凡是我认识的人 只要身体有毛病了 我都要带着他们来找您 这正是夜红想要的效果 当即点头答应 嗯 可以啊 那我的肺还有咽咽 现在可以治吗 可以啊 我再给你做次针灸 然后再拿些药巩固一下 很快就会好的 哦 谢谢夜医生 谢谢夜医生 男人大喜 不断鞠躬 不停道谢 一群医生的脸都变轻了 他们之前认为夜红 绝不可能将男人的腿治好 谁能想到 他竟真的说到做到了 三分钟把一个瘸子变成正常人 一分钟不短 一分钟不少 想想刚才大声说的那些嘲讽 一个个既是羞愧 又都是愤怒 你怎么可以当众 让我们如此难堪 哎 我们不要面子的吗 我们都治不好 偏偏你可以做到 哦 就凸显你能力强 一束高是吧 大家都是拥业 你就应该一块做拥业 非要特立独享 当然是要被其他人排斥了 过了许久 冯远飞才咬牙切齿道 夜红 我不信 不信你的医术 可以厉害到这种程度 你不信 不信 不信就不信 与我何干 你 这小子对待前辈 真是没有一点常人 应该有的尊重啊 即便我们再过分 你也应该毕恭毕敬啊 就算我们要愁你耳光 你也应该马上把脸送过来 让我们愁 不能有半句怨言 谁让你是个小辈呢 夜红 你敢不敢和我比一场 没兴趣 夜红拒绝得十分干脆 并且一脸嫌弃的样子 你一个垃圾 也有脸跟我比 自己什么水平 难道心里不清楚 这态度让在场众人 又是一阵怒火上涌 夜红 你不敢跟我比 就证明这个人 就是你找来的错 想要以这种手段 坐稳坐诊医生的位置 那是痴心妄想 在我们所有人的眼里 你只是个投机取巧的卑鄙小人 没错 夜红 你要是有实力 就和风一场比一场 就算这场戏演得再好 又怎么样 自己没点底蕴 迟早会露馅 也迟早会给药堂招来大货 一群人纷纷冷笑着开口 言语如刀 纷纷刺向 漠然而立的夜红身上 那病人看着夜红 有些不忍和同情 和这样一群人共事 那得憋屈到什么程度啊 可是 他也懒得再站出来说什么了 那群老家伙 就是在以老卖老 不管他现在说什么 在他们眼中 他就是托儿 就是叶医生 请来的戏子 哎呀 可悲呀 明明身怀绝世医术 却被一群人渣 踩在脚下 看着身边 不断出声附和的众人 冯远飞信心大增 底气十足 高高在上的对夜红说 夜红 你要明白 你只是个学徒而已 而且 做学徒 也不过才一个月的时间 这么短的时间 你能学到什么 不管你如何欺骗 林医生 我都希望你能明白 身为医生 医术 才是根本 刘虚排马 一点用都没有 就算你今天 可以请人来配合你演戏 可是明天呢 后天呢 大后天呢 总有一天 你会遇到真正的病人 到那时候 你可能面对一个 普通的发烧感冒 都束手无策 丢进你自己的脸部 说 更会败坏百草堂 好不容易 积攒下来的声誉 学徒就是学徒 医术不行 早晚都会被人揭穿 本来面目 等你被人赶出 百草堂之后 整个中医界 都不会有你的容身之地 表面上是对一个 晚辈良言相告 可是每一句话 都透着一股怨毒的恨意 恨不得叶红流落街头 一无所有 甚至是家破人亡 叶红淡淡地点点头 哦 说完了吗 说完可以滚了 滚 滚 冯远飞瞪大了眼睛 叶红 既然你说的话这么难听 我也不用再对你客气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我倒要看看 最后我们谁才会滚出去 我的医术 在南州人所共知 而你叶红呢 区区垃圾罢了 灵医生就算是个傻子 也该知道如何选择吧 没错 叶红 你何德何能 根本不配和冯医生相提并论 现在向冯医生跪下来磕头道歉 或许冯医生还能原谅你 叶红 你错就错在 不该如此张扬跋扈 这个叶红 真是膨胀的可以啊 真以为巴结到了灵天城 就可以为所欲为 冯医生可是灵天城 重金聘请来的 难道他还能真的为了一个叶红 将冯医生给赶出去 即便叶红再讨灵天城的欢心 也绝无可能 既然如此的话 冯医生 你收拾一下东西 一会儿接下工资 就从药堂内滚出去吧 冯远飞正在得意洋洋之际 突然在众人身后 传来一个不带任何感情的声音 一群人顿时愕然 冯远飞更是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他们急忙转头看去 却见灵天城正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口 那句话 显然便是他说出来的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枝梅 是剧中顾欣欣和秦宇默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众实力CV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37章 这边的动静闹得这么大 灵天城不可能没有听到 可知道了却没有站出来 这足以证明 他也是支持我们舒适夜红这小子的呀 却没想到 他现在一出来 就直接让冯医生滚出去 一群一声呆愣在原地 冯远飞不敢相信 自己会被灵天城如此对待 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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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你 灵 你说什么 他内心还抱有一丝幻想 或许那句话是对夜红说的 可灵天城那冷冰冰的眼神 打破了他所有的幻想 我说让你滚出去 这次听清楚了吗 还要不要我再说一遍 这次在场所有的医生 如坠冰枯 全身发寒 灵天城为了夜红 竟是不惜如此打压 甚至羞辱冯医生 凭什么呀 夜红有这样的价值吗 冯远飞脸色瞬间难看至极 他艰难开口咬着牙爽 灵医生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自信满满地用各种理由 来找夜红的麻烦 却没想到 人家老板从始至终 都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或者说 灵天城从头到尾 都是准备站在夜红这边的 这么说起来 我们刚刚对夜红的冷嘲热讽 这岂不全都成了笑话 灵天城没搭理讽怨飞 而是大步走到夜红面前 带着浓浓的歉意说道 一句话几乎是等于在在场所有医生脸上狠狠地甩了一巴掌 心胸狭隘 打压后起之秀 算是彻底为这些人刚才的行为定性了 为了一个夜红 灵天城直接骂了药堂内的所有医生 这也证明了 夜红在灵天城心中的地位 要远远高于那些疑老卖老的老医生啊 向夜红道了歉 灵天城也没等夜红表态 转头冷冷地看向冯远飞 你算什么东西 也有资格和夜红相提并论 竟然还舔着那张老脸 要和夜红比一数 说出这句话之前 能不能先对着镜子 问问你自己 你配吗 封远飞恼羞成怒 灵天城 我承认 我是不如你 可是 你凭什么说 我连夜红都比不上 凭什么 灵天城笑了起来 满是看白痴的味道 就凭夜红可以在三分钟之内 治好一个瘸腿患者 就凭夜红可以将一个 突发性心脏堵塞的患者 从死亡边缘拉回来 这些 你能做到吗 说完他又高声说 别说是你了 就连我也没这个能力 不然的话 我怎么会如此干脆的 将自己的办公室 让给夜红 你 还有你们这些人 做事都不带脑子的吗 说到最后 灵天城市真的生气了 夜红能得到他的承认 已经证明了他的能力 这些人还在这说三道四 夜红说的没错 这就是一群蠢货呀 冯远飞不说话了 其他医生也一个个面红耳赤的 说不出话来 夜红还治好了一个突发性心脏堵塞患者 那为什么我们之前从未听说过 现在再加上这个瘸腿患者 连续两个病例 这已经证明了夜红 这绝非等闲之辈呀 哎呀 可我们刚才展现的是 怎样丑陋的嘴脸 风远飞猛地抬头 恶狠狠地吼道 不 我不信 除非他能证明给我看 他壮弱疯狂一般 怎么都不愿意相信 夜红可以用中医做到那种地步 对 没错 现在都是你灵医生的一面之词 想让我们心服口服 那就让夜红证明给我们看 另外一名医生也跟着大喊 明顽不灵啊 林天成淡淡地笑了笑 证明 就算夜红再治好一位病人 你们还是会自欺欺人 认为那是他找来的徒儿 再说了 你们是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 让他在你们面前证明自己 这已经不是羞辱了 这根本是不将他们放在眼里 冯医生 现在 你可以滚了 林天成说 白草堂这座小庙 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还有其他人 若是看夜红不顺眼 大可现在离开 放心 不会欠你们一分工资 夜红却是突然开口 冯医生 你自己身患重病 难道还不自知 冯远非恶声道 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身为医生 自己有没有病 难道还需要你来提醒 因为你医术太差 体温微高 发热不止 这情况持续了三天以上了吧 你 你怎么知道 冯远非一下子顾不得生气了 愣愣地看着夜红问道 夜红说的情况 他是要的 不过他也觉得 只是普通的发烧 吃些药就好了 可是 他为什么会知道 他发烧三天以上了 任何一个 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 正常的发热绝不可能持续那么长时间 除非是体内另有疾病 可是 冯远非研究过他的病情 最终做出的结论是 还是普通的感冒发烧 只不过 不知为何 这次比较难缠罢了 以你之前的态度 我本不该管你死活 可你毕竟是我药堂内的一员 我便救你一命 你这是血癌之症 也就是西医中所说的白血病 不过目前只是出发 若是治疗得当 还有的救 若是再晚两三个月 便等于是半只脚 跨入鬼门关了 方远非面色灰白 被夜红这么一提醒 他也周然间精觉 他的所有症状 和血癌之症完全吻合 只是他之前没有往这方面想罢了 白血病啊 真的能治好吗 得了这种病的人 时刻之中 得有八九个 只能躺在床上等死啊 其他人看到冯远非如此 哪儿还能不明白 夜红所言句句属实 一个个神情复杂 不知道该说什么 冯远非失魂落魄 喃喃自语 白血病吗 我 我要死了吗 白血病啊 怎么可能治得好 正在这时 一个老医生站出来 义愤填膺地吼道 冯医生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他就是在吓唬你 只凭一点发热之症 怎么就能判定你是白血病 他可没有为你把脉 更没有为你做详细的检查 听众朋友 本集一播讲完毕 我是主播沐阳 是剧中旁白 夜红等角色的配音 喜欢本书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38章 我就是随口提醒一下 信不信和我有关系吗 反正因病而死的人又不是我 你 冯远飞那张老脸阴晴不定 饶使他再不想相信夜红 可毕竟还是自己这条命重要 最终只是狠狠地瞪了夜红一眼 什么都没说 大步离开这间办公室 他甚至连结账的心思都没有 出了药堂大门 便直奔医院而去 他需要去医院 好好检查一下身体 之前一直站在冯远飞身边 叫嚣的医生们 见冯远飞离开了 一个个哼声说 哼 医生 不管怎么样 反正我是不服气这小子的 要让他代替你的位置 除非你把我们都开除了 没错 我们一塌把年纪了 行医一辈子 快进棺材了 却被一个毛头小子 骑在头上 传出去的话 我们还要不要做人了 林医生 今天要么把夜红赶出去 要么我们全走 你看着办吧 林天成看着这些人 刚要说话 外面却突然传来 阵阵轰闹声 你们干什么 这里是药堂 你们别乱来啊 不然我们可报警了 现在的伙伙们 都这么无法无天了吗 光天化日之下 我不信你们乱来 出去 都跟我出去 想看病 就在那边椅子上排队 林天成微微皱起了眉头 药堂和其他行业不同 一般很少有人来闹事 可听情况 外面好像有些不妙啊 他什么都没说 大步向外面走去 其他人对视一眼 微微点头之后 也跟着向外走去 刚一到外堂 就看到一群 青衣色黑色西装的大汉 这些人背着双手 站在那里 粗粗一看 竟然是有二十多人 任凭那些学徒们吵闹 他们也是一声不吭 只是绷着脸站在那里 林天成和一群医生 心里咯噔一下 这是得罪了哪路牛鬼蛇神呢 竟然摆出这种阵杂 今天只怕是不能善了了 林微微甚至已经掏出了手机 随时准备报警 不知各位来我白草堂 有何贵干 林天成沉声问道 那群医生惊惧之余 也是一个个暗呼侥幸 幸亏已经决定要离开白草堂了 不然的话 以后在这里工作 还能有好日子过 整日提心吊胆不爽 被这群明显不好惹的人记恨上了 没准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甚至连家人都有可能受到牵连 就在这时 门外缓缓走进一个人 一个年轻的女人 这女人虽然年轻 气色却不怎么好 那张脸更是被奴装遮掩 她的精气神都已经差到了极点 走进来之后 她先是在在场众人身上看了看 而后有些疑惑地问道 请问叶红先生是在这里工作吗 这女人正是梁小如 她不知道叶红什么时候才会有时间 索性直接找了过来 她实在是受不了了 一分一秒都不想再承受那种 被恐惧所支配的折磨 林天成微微一愣问道 请问姑娘贵姓 找叶红是有什么事吗 梁小如满怀期待而来 谁知道到了这里之后 竟没有第一眼看到叶红 心情自然不会很好 她不耐烦地说 我姓梁 梁无尘是我爷爷 这竟然是梁家的人 这个梁家 可以说是南州最大的势力团伙 才大气粗 小弟成千上万 黑白两道葱池 在南州提到梁家 谁不得缩着脖子说话 难怪可以摆出这种阵仗 别说是找二十多个随身保护 就算是把整条街都围起来 人家也不是做不到啊 可 可是 这位梁家千金大小姐 是特意过来 找叶红的 林天成和林薇薇 不清楚梁小如的来意 没有开口说话 可是 那些看叶红十分不顺眼的学徒 和老医生们 此时却兴奋起来 甚至直接把幸灾乐祸 写在了脸上 叶红啊叶红 人间自有天兽啊 你之前那么嚣张狂妄 还没轮到我们收拾你 就有人来找你麻烦了 这一劫 看你怎么躲过去 程德勇直接高声说道 没错 叶红在我们这里 梁小姐是找他吗 我 我这就叫他出来 叶红 别藏了 梁小姐要找你 整个南州都没有你的藏身之地 叶红 赶紧出来 如果你得罪了梁小姐 赶紧向梁小姐道歉 自己做错了事 可别牵连到我们 叶红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怎么当起缩头乌龟了 一声声饱含 饥讽和笑意的话语 从一群学徒和老医生嘴中说了出来 这时轻微的脚步声响起 叶红终于从那堂夺步走了出来 程德勇那张不怎么好看的脸 几乎笑成了一朵花 叶红 你总算是出来了 梁小姐亲自来药堂收拾你 你的面子可真够大 一般人可没有这种待遇啊 叶红懒得搭理他 只是缓缓走到梁小如面前淡淡地问道 你要收拾我 梁小如瞬间大汗淋漓 她恶狠狠地瞪着之前叫嚷不停的那些家伙 恨不得将这群人千刀万剐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来收拾叶先生的了 本小姐若是惹得叶先生稍微不高兴就要提心吊胆 哪来的担子收拾他老人家 这群混蛋是要把我往火坑里推一样 叶先生别误会 是这些人胡说八道 小如小如绝不敢对叶先生有丝毫不敬 哦 既然不是来找麻烦 你带这么多人过来做什么 啊 这些都是小如的保镖 您知道 我因为身体的原因很没有安全感 只有身边的人多了才能放心呢 这里是药堂 不是你药物扬威的地方 让他们都滚出去 是是是 梁小如答应一声 转头看着身后站的笔直的保镖 立声喝倒 都给我滚出去 任何人不得靠近药堂五十米之内 不 一百米 是 大小姐 而后 竟然有序地走出了药堂 这一幕 看得成德永等一众学徒 以及那些老医生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精灵小九 是剧中林薇薇的配音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重实力CV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39章 本来以为这次夜红 无论如何都是在劫难逃啊 谁曾想到 这位梁家大小姐 竟然会对她如此敬重 只是一句话 那些看起来凶悍无比的黑衣保镖 就真的滚了出去 连半句反驳的话都不敢说 承德勇干咽了口口水 有些惊惧的看着夜红 一时间不敢再说风凉话了 老老实实躲在一旁 缩着脑袋 极力减少存在感 那些老医生们 一个个察言观色的本事 更是炉火纯青 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一本 瞬间满脸含笑 看着夜红 夜红啊 既然认识梁小姐 非何不早说呀 还让我们白白为你担惊受怕 我早就看夜红不是耻中之物 现在看来果然不假呀 夜红 刚才那些人一直对你不满 我可是一句话都没说呀 能够和梁小如扯上关系 就足以证明夜红的不凡 最起码不是他们这些医生可以招惹的 现在若是不赶紧表态套近乎 如果夜红要找他们算账怎么办 就算夜红指使梁小如 将他们一个个断手断脚 他们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梁小如将这些人的态度转变 看在眼里眼中闪过一丝狠力 问道 叶先生 这些人好像对您不怎么友好啊 要不要小如帮你解决 这话一出 程德勇等人吓得是贪软在地 险些尿了裤子 若说得罪 好像也就他们得罪夜红最狠 现在他们也终于明白了 夜红能够从丽狐手中安然无恙的走出来 肯定不是靠跪地求饶摇尾气怜 认识梁小如还需要跪地求饶吗 只怕一个电话 丽狐就得恭恭敬敬的把他给送出来 可笑的是 他们竟然还一直想尽办法找夜红麻烦 给夜红难堪 这他们就是在找死啊 程德勇和红云等人 恨不得马上跪在夜红面前 可不等他们有所动作 夜红就淡淡地说 一群跳梁小丑而已 我若真要计较 一根手指头就能戳死 需要你来多事 对不起 燕先生 梁小如诚惶惶惶恐 忙是低头道歉 是小如多敢显示了 夜红摆了摆手 有些不满的说 你怎么找过来了 不是跟你说了 有时间的话 我会去为你治病 梁小如颤声说 叶先生 我 我实在是等不及了 在家里每一分钟 对我来说 都是最大的煎熬 求您 求您伸出援手 帮我一把吧 那行 你就在这里等着吧 中午的时候 阳气最少 我和你回去 会一会 那一直纠缠你的脏东西 谢谢燕先生 谢谢燕先生 梁小如激动得 不能自已 不断地弯腰道谢 小如这辈子 担心为叶先生 当牛做马 什么 当牛做马 梁小如 为叶红 周围的学徒和医生们 已经不知道 该摆出什么表情了 如果说叶红 是梁小如的朋友 他们虽然惊讶 但是却在心里 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可是现在 梁小如 连给叶红当牛做马 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叶红到底来头 大到什么地步 程德勇感觉 一阵阵头大 同时心里 已经暗暗做了个决定 以后要离孙大雷 越远越好 不 要彻底和他 断了个联系 我已经彻底 得罪叶红了 从今以后 不能和他有任何关系 孙大雷啊 孙大雷啊 你虽然也算是个富二代 可 你只怕也想不到 你得罪了的是个怎样恐怖的存在吧 他丝毫没有想过 孙大雷是因为他才和叶红有了仇怨 因此心里也是没有任何愧疚 你随便先找个地方先等着 中午便解决你的事情 叶红对梁小如说 梁小如恭恭敬敬 好的 叶先生 您先忙 小如绝对不会打扰您 叶红这才微微点头 重新缓缓走回那堂的诊室 那位病人 还有咽炎和肺部的问题等着解决呢 叶红刚刚离开 承德勇等一群学徒 还有那些医生 顿时喧闹起来 惊看连连 尽情地抒发着内心的震惊 同时他们后怕不已 幸好叶红不愿意和他们计较 不然这里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没有一个人会有好下场 勇哥 你为什么一定要招惹叶红啊 如果我们早早地和他打好关系 以后飞黄腾达 岂不是指可待 红云埋怨道 承德勇气急败坏 谁他妈能想到叶红会有这么大的来头啊 你现在说这个有屁用啊 哎呀 盼着他以后不找我们的麻烦吧 他心里也是懊恼不已 哎呀 如果早知道叶红手眼通天 我巴掌都来不及啊 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和他过不去啊 哎 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林天成看向那些老医生 面带微笑着问道 刚才是谁说 要么让叶红滚蛋 要么你们全部离开的 让我做选择 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 我选叶红 你们这些人就算是加起来 也没有给叶红提携的资格 一群老医生是面红耳赤 哎呀 灵医生 你别介意 我们之前 不是 不知道叶红的本事吗 那现在呢 哎 让叶红代替灵医生 我们没意见 以后在这药堂内 我们肯定好好的听叶红的吩咐 一群医生纷纷表态 连梁小如这种人都摆出极为卑微的姿态 找叶红求医 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服气 他们这些人 就算是哭着喊着求着要为梁小如治病 只怕人家都不会拿正眼看他们 这就是差距 叶红回到诊室没多久 就贴出了一份通知 因承德勇 红云等学徒品行不端 先做开除处理 另外 冯远飞 与药堂内带头闹事 同样做开除处理 齐静文 李宽辉等医生 扣除三个月工资 简简单单 几乎没有半句废话 看到这通知之后 几个被扣了工资的医生们 还在暗呼侥幸 只是三个月工资而已 只要不是开除就好 现在这年头工作好找 可像白草堂这样 福利待遇都特别优厚的 却是少之又少 承德勇和红云等人 几乎是连滚带爬的出现在 在叶红面前 叶红 我们知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惹您 不开心了 求求您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好不好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狼狼书舍 是剧中林天成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媚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四十章 叶红坐在那里 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些人 心中没有任何波澜 没有愤怒 更没有得意 这些人对他来说 本来就是如同蝼蚁一般渺小 无论之前如何令人厌恶 都不值得叶红为他们浪费 丝毫心神 就如同他之前对梁小如所说 一群垃圾而已 真不高兴了 随手一巴掌 拍死了事 没必要为他们产生 不必要的情绪 程德勇和红云等人 哭得是声嘶力竭 有多凄惨有多凄惨 可过了许久 都没有等到叶红一句话 那颗心不由的 越发忐忑起来 叶红 之前的事情是我们不对 大家好歹同门一场 只求你给我们留条生路啊 生路 你们只怕不知道 将你们轰出药堂 对你们来说是最好的结果 叶红 你真要感激杀绝吗 红云悲声道 哎 你们还是不明白 真要感激杀绝 你们现在连跪在这里 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叶红 我们都已经道歉了 你还想怎么样 见叶红说的是云里雾里 始终不肯正面给他们答复 红云终于抬起头 有些怨恨的说道 你们以为 我现在赶走你们 是因为你们之前得罪了我 难道不是 你们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 也有资格得罪我 你们的所作所为 在我眼中 真的像小丑一样可笑 说的倒是很了不起 可你现在 还不少赶我们走 那是因为 我看你们不爽 你们之所以在这里待不下去 不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 只是因为 我看你们不顺眼而已 你 既然要工作 当然得在一个轻松舒适的环境里 谁会让几个碍眼的家伙 整天在自己面前晃耀 所以你们用不着在这里求我 不管你们说什么做什么 我都不会改变主意的 有 承德勇直接从地上站了起来 宁生说道 别以为你可以得意一辈子 风水轮流转 等到我们时来运转 绝对要和你清算这笔账 他豁出去了 反正叶红不会利用梁小如的关系 将他们怎么样 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等你们有这个能力了 再来我面前说这种话吧 承德勇重重地哼了一声 我们走 即便在他面前 做一条摇尾起怜的狗 他也不会放过我们 红云等人也都站了起来 他们心中恨的是咬牙切齿 却终究不敢像承德勇那般 当面对叶红放什么狠话 四五个人满怀怨恨地走出药堂 红云这才忍不住说 勇哥 我不甘心 真就这么走了 就是 这药堂也轮不到他一红一手遮天啊 要不然 我们去找老师说说 好歹我们也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年了 老师总不会一点情谊都不讲吧 承德勇冷笑道 你们还看不出来啊 现在灵天成和叶红是一秋之河 叶红不管做出什么决定 灵天成只会不带脑子的支持 去了也只是自取欺辱而已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红云憋屈着说 好几年的工作就这么没了 我会想办法 承德勇说 放心啊 大家都是好兄弟 我绝对不让你们饿肚子 吃一夜红 先让他猖狂两天 找个机会 我一定会让他后悔今天的决定 有个学徒胆战心惊 勇哥 要不就算了吧 那叶红不好惹 连梁小如在他面前都小心翼翼的 我们惹不起他的 梁小如怎么了 他就算来头再大 难道还能有人二十四小时 一直守在他身边保护他 承德勇怒道 只要他露灯 我们就有机会 当然 我们不能自己动手 让我想想 谁比他合适 他低头沉饮片刻 突然眼睛一亮 不知道雷哥现在在做什么呀 走 我们去找雷哥好好聊聊 他所认识的人之中 最适合做这件事的 非孙大雷莫属 叶红没将 承德勇几个人的事情 放在心上 到了中午 随便吃了一些饭菜 就跟着梁小如一起离开了 说来也巧 梁小如所住的地方 也在海湾别墅区 而且距离叶红那栋房子 并不是很远 到了大门口的时候 梁小如便停下脚步 不敢再往前走 叶先生 我 我能在这里等着您吗 本来是一栋豪宅 现在却成了他的噩梦 对他来说 这房子就如同地狱深渊 让他恐惧又厌恶 你不进去 他躲起来不肯出来 怎么办 叶红问道 梁小如摇了摇牙 那 那我就和叶先生 一起进去 放心 有我在 不管是什么东西 都伤不了你分号 而且你身上呢 早就沾染了浓重的阴气 即便是那脏东西 被我收拾了 你也得好好调养一段时间 一切都拜托叶先生了 两人走进别墅内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梁小如直接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阵阵阴冷刺骨的寒风 不断迎面而来 令人感觉浑身上下都不舒服 这明明是艳阳高照的正午时分啊 叶红微微皱起眉头 怨气竟然这么重 生前你死的是有多惨啊 他也不在意这些 大步走进别墅内 太古医经并不仅仅是医术 更是难得一见的仙家术法 以医入道 以医作为重重仙术的根本 可以说天生便是这些 痴魅亡两的克星 哪怕叶红现在只是医者境界 也可以无惧千年历轨 而且细细看来 别墅里的那东西 似乎距离千年历轨 还有些差距 梁小如浑身止不住的发抖 战战兢兢的跟在叶红身后 一句话都不敢说 深怕打扰到叶红的思路 更害怕叶红没有收拾那脏东西的本事 到时候 他肯定也是死路一条 叶红走到沙发上 静止坐了些来 而后看了看四周的窗户 吩咐道 把窗帘都拉上 啊 是 梁小如不敢反驳 点了点头 很快 整个别墅便漆黑一片 犹如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一般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枝梅 是剧中顾欣欣和秦宇墨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众实力CV连妹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41章 如此一来 整个房间内阴气更重 耳边甚至有阵阵如气如素的声音不断徘徊 声音空洞 好似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又好像就在身边 梁小如吓得大叫一声 滴滴撞撞地跑到叶红身边 战战兢兢地说 啊 叶先生 怎么回事 是 是她出来了吗 是啊 弓弄玄虚而已 伤不了你 不用怕 好 在叶先生身边 我就不怕 话虽然这么说着 可是身体依旧是止不住地不停颤抖 正常人遇到这种事 谁能够做到真正的一点都不害怕 出来吧 你伤不到我 站出来说明原委 若是尾时有天大的冤屈 没准我会考虑放你一条生路 黑暗中传来阵阵阴冷的笑声 下一刻本来已经关了的灯忽然又亮了起来 不过眨眼间又重新熄灭 忽明忽暗 床帘也被阵阵冷风吹得来回飘动 梁小如没忍住 发出一声尖叫 整个人几乎扑在了叶红身上 即使再心狠手辣 也终究是个女孩子而已 叶红不以为意 软欲相怀 阵阵幽相扑鼻 仍是没有任何反应 当初多少倾国倾城的仙子 被他逃怀送抱 其中不乏想要暗杀偷袭之人 若是他一看到漂亮姑娘便把持不住 哪儿还能成就一仙之教 更何况 现在的梁小如在容貌上 根本没资格和那些仙子仙女相提并论 他不动声色地将梁小如放在一旁 冷声说 敬酒不吃吃法酒 机会我已经给你了 现在你自己不愿珍惜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他伸出右手食指 快速在眼角上点了两下 那一瞬间 双目中似乎有道道光滑闪过 很快就有恢复正常 不过 叶红眼中的世界 已经和之前不一样了 依旧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 可是 房间中的任何事物 都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了他视线中 开天眼 邪魅王梁都逃不过他这双眼睛 而在楼梯口处 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的女人 悠悠地站在那里 眼神阴冷地盯着叶红和梁小如 看清楚了那女人的样貌 叶红有些诧异 又看了看身边的梁小如几眼 陡然间笑了起来 倒是有点意思 梁小如颤抖着声音问道 叶红 叶先生 怎么了 叶红伸手向白衣女人所在的方向 指去 那个脏东西 现在就站在那儿 啊 梁小如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 双手紧紧地捂住眼睛 大声喊道 我看不到 看不到 我什么都看不到 叶先生 你不要吓我呀 说到最后 她已经戴上了浓浓的哭腔 她虽然什么都看不到 可现在这种场景 已经让她处在崩溃的边缘 被叶红指认了脏东西的确切位置 终于是彻底受不了了 叶红说 我说过了 我在这里 你不需要害怕 我我知道 可是 可是我就是忍不住啊 梁小如哭着说 叶红摇了摇头 唉 普通人终究是普通人 不能对他们要求太高了 那女人 和你长相差不多 几乎是一模一样 你是不是有个双胞胎姐姐 或者妹妹 梁小如哭着使劲摇头 啊 双胞胎 没有啊 我爸妈只有我这一个女儿啊 那奇怪了 叶红自顾自地说了一句 对着那白衣女人招了招手 哎 你过来 我问你几句话 白衣女人 面露好奇之色 直接飘到叶红面前 你能看到我 不但能看到你 还能杀了你 别以为做了鬼就可以为所欲为 如果你够聪明 最好我问什么 你答什么 说过我不愿意呢 哎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叶红叹了口气 惋惜倒 其实无冤无仇 我也不想做什么 枕妖除魔的无聊之时 可你如果让我不高兴了 也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 见叶红一个人自言自语 好像对面真的站了一个人 和她说话一般 梁小如只觉得自己呼吸困难 随时都有可能要晕死过去 真的一直有个东西 对我阴魂不散 这么多年 我竟然还好好活着 就连梁小如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好大的口气 就让我看看 你有多大的本事 敢来管我的闲事 说话间 那长相和梁小如 有几分相似的白衣女鬼 猛然间张大了嘴巴 向叶红脑袋吞了过来 真的是吞 本来的樱桃小嘴 在她张嘴的瞬间 就变成了血盆大口 将一个脑袋吞下去 绰绰有余 不知死活的东西 就在这时 她直接甩手一巴掌打了过去 直接抽在了白衣女鬼脸上 白衣女鬼被这一巴掌打中 身体晃动了几下 血盆大口消失不见 又恢复了最初那阴冷娇柔的模样 只是身形 比之刚才要暗淡了几分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真的有杀我的能力 白衣女鬼惊叫出声 不断地向后退去 惊惧至极 你再说一句废话 我直接让你魂飞魄散 白衣女鬼果然不再说话 却马上身形一转 凭空消失在原地 想跑 跑得了吗 她伸手向前一抓 白衣女鬼重新在窗户边 显现出身形 而且好像被一股 慕名的力量牵扯一般 再次飘回到叶红面前 她一脸绝望地 看着叶红恨声说 你到底想怎么样 现在她相信 叶红之前的话的 若是惹了她不高兴 她真的有可能魂飞魄散 叶红淡淡地说道 你和梁小如是什么关系 双胞胎 白衣女鬼这次回答得很干脆 我是姐姐 她是妹妹 叶红依偎伸长地扭头 看了一眼梁小如 再次问她 她知道有你这个姐姐吗 不知道 白衣女鬼同样看着梁小如 不过目光中满是怨的 我们两个刚出生 我就死了 而爸妈从来没有告诉过她 我的存在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我是主播沐阳 是剧中旁白 叶红等角色的配音 喜欢本书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四十二章 哦 这倒是奇怪了 就算你刚出生就死了 你们父母也没必要隐瞒你的存在啊 梁小如一脸茫然 叶先生 你在说什么 她仍然看不到白衣女鬼 更听不到她说的话 只是看到叶红在自言自语 这个女鬼 真是你双胞胎姐姐 只是她还没说 为什么会一直缠着你 那白衣女鬼文言冷笑道 哈哈哈哈 为什么会一直缠着她 她身体里有我的心脏 我为什么不能缠着她 什么意思 出生没多久 我就因为天生畸形 各种被她们嫌弃 只好查到了我的好妹妹有心脏病 她们根本连想都没想 直接就决定 把我的心换给我的小如妹妹 而我 在换了心脏之后 没多久就死了 于是 那对好父母从此之后 就只有一个女儿 带着她健康快乐的成长 而我 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白衣女鬼简单几句话 将事情的原委说得清清楚楚 叶红上上下下打量着她 疑惑着问道 疾形 你有什么疾形 从外面看来 这女鬼和梁小如一模一样 哪有什么疾象 白衣女鬼冷笑一声 忽然双手抓住裙摆 向上一提 映入眼帘的东西触目惊心 那两条腿竟然是连在一起的 之前盖在白裙下 加上她都是飘来飘去 所以看不出来 凭什么 我就算是个畸形 难道就不是她们的女儿了 凭什么我就要死 而她 就可以拿了我的心脏 一辈子一世无英 做那高高在上的公主 那女鬼越说 那张脸越是猙獰恐怖 到了最后 更是直接伸手 向梁小如的脸上抓去 叶红直接一巴掌 将她的手拍开 这是最后一次 再敢在我面前行凶 你将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行星 他们对我行凶的时候 你在哪里 怎么不见你站出来心下仗义 难道 我就活该被人破了心肝 我恨那所谓的父母 更恨这个装了我心肝的家伙 我要报仇 她只是我第一个目标 所以我先迷惑了她的心神 让她变成了人憎鬼焰的嗜血耗杀之辈 早有一天 她会在无尽的痛苦中死去 然后 就是那对夫妻 甚至整个梁家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都将在恐惧中 一个个死无葬身之地 这是报应 这是他们英泽的报应 怨气滔天啊 这个女鬼口中只说要杀了梁小如 杀了所有梁家人 可等她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依旧不会满足 她的怨和恨 会转移到任何一个人身上 而随着杀戮的增加 她的实力也会越来越强 我很同意 可是 你必须要死 说完 她没有了再和这女鬼说话的心思 转头看向梁小如 那个脏东西是你姐姐 你要不要看她一眼 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 我姐姐 梁小如张大了嘴巴 一时间也顾不得害怕的 惊诧到 真的是我姐姐 叶红直接伸手 在她眼角点了两下 等到梁小如再抬头的时候 那白发女鬼 已经出现在她视线中 一双怨毒狠立的眼睛 正死死盯着她 梁小如直接跌坐在沙发上 你 你真是我姐姐 我的好妹妹啊 这些年 你过得可真是舒服啊 梁小如不断地摇头 不不可能的 怎么会呢 如果真的有个姐姐 为什么爸妈从来没有提起过 哼 可以你提起 他们巴不得从来没有过我这个女儿吧 又怎么会在别人面前提起我 白衣女鬼恨声说 我恨不得吃你们的肉 喝你们的血 梁小如面色惨白 为什么 为什么 她和这位所谓的姐姐并没有什么感情 只是 看着这个姐姐 对自己恨之入骨 她心中慌乱恐惧的同时 还有一些莫名的难受 叶红一挥手 白衣女鬼便从梁小如视线中消失了 看一眼 有个印象就好 无必说那么多 不然一辈子都会留下阴阳 梁小如大闹空白呆呆地问道 那个 真的是我姐姐 就是她 一直在吓我 想要杀我 说着说着 她就哭了 眼泪断了线的珍珠本不断地往下掉 凭什么呀 别人的姐姐都是对妹妹百般疼爱 我这个姐姐呢 从未见过也就算了 竟然还千方百计地想要杀了我 即便她是鬼 也没这样的道理呀 叶红没有去安慰伤心的梁小如 竟直看向白衣女鬼 念在你没有念成什么大错的份上 我不杀你 现在我送你去轮回 希望你下辈子能遇到个好人家 说这话的时候 她双手开始不断捏动各种指觉 那白衣女鬼终于开始害怕 她惊恐地嘶声大吼 你要做什么 我告诉你 你别多管闲事 我要杀了她 我要杀了所有梁家的人 我不要轮回 你给我停下 快停下 啊 话没说完 她就又发出了一声怨怒至极的叫声 却见她背后 陡然出现了一道耀眼白光 白光眨眼间就将她吞没 一个厉鬼就这么消失了 简单粗暴 忽明忽暗的灯光 随着厉鬼的消失 又重新完全黑了下来 叶先生 怎么 怎么样了 梁小如抽气着问道 梁小如也觉得 那股阴冷的感觉消失了 四周的空气也舒服自然了许多 解决了 送她去投胎 希望下辈子 她不会遇到如此狠心的父母 梁小如站起身 将客厅的灯打开 灯光有些刺眼 让她微微眯起了眼睛 叶先生 能和我说说 我那位姐姐的事吗 梁小如失魂落魄地问道 叶红随即将刚才白衣女鬼的话 说了一遍 最后笑道 你父母也是够狠的 不管如何 那都是她们的女儿 虎毒尚且不识字 她们却能治自己的女儿于死地 她们现在在哪 怎么没听你提起过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精灵小九 是剧中林薇薇的配音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四十三章 他们 出了些事情 一直在国外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犯了事 跑到国外了吧 你们家做的行业 时时刻刻都在以身试法 被通缉也不足为奇 让叶先生见笑了 我很忙 没时间笑话你 你这边也没什么事了 只需要调养一段时间 体内的音气自然会消失 谢谢叶先生救命之恩 不敢言谢 以后但凡叶先生有所吩咐 小如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梁小如诚恳地说道 她知道 现在提出报酬的事情 是最愚蠢的行为 欠着这个人情 还可以和叶红有一些牵扯 以后才能牢牢地抱紧这条大腿 医术通神 这是一个无惧鬼神之人 遇到她是梁小如的机遇 更是整个梁家之幸 现在若是不搞好关系 以后绝对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梁小如心中叹息 只是可惜 爷爷他 罢了 当初说我们有眼无珠 这才招惹到了叶先生 不然 他也不会痛下杀手 他心中暗暗警告自己 以后万万不可 再想报仇的事 哪怕只有这个念头都不行 回到药堂之后 叶红平平静静地度过了一个下午 很多人一看他如此年轻 不是扭头就走 就是直接去了其他医生的诊室 敢让一个年轻人给自己治病的 毕竟只是少数 不过在南州市最为火爆的一个论坛上 一个帖子悄无声息地出现 发帖者极为激动地介绍了自己在白草堂的传奇经历 他瘸了几年的腿 被一个名叫叶红的医生治好了 只是扎了几线针 他就活蹦乱跳 彻底恢复了正常 而且他的咽炎 还有肺部的毛病 也在调理一番后痊愈 他还特意突出了那医生的年龄 只有二十岁上下 二十岁的神医 最后他极力地向广大市民推荐这位医生 大家有什么难缠的病 都可以去找叶红医生 绝对是药到病除 还你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这发帖者虽然很兴奋地向大家推销叶红 可却没有多少人买账 很多人只是扫了一眼就直接关掉 甚至连回复的心情都没有 都什么年代了 还用这种方式骗人 这骗子怕是得饿死吧 大多数人都是不屑一顾 却也有少数几个人 忍不住义愤填膺地回了帖 说什么百草堂也算是南州有名的中医药堂 竟然用买水军这种无耻的手段 看来这百草堂也是没落了呀 以后这地方不能去 不过也就仅止于此而已 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很快帖子就沉了下去 这种小事 易鸿没心思关心 李虎的一个电话 倒是勾起了他些许兴趣 叶先生 您不是让我对付那个林昌盛吗 我这两天一直不敢懈怠 急着赶紧把您交代的事情做好 只是 现在可能遇到一些麻烦 麻烦 什么麻烦 李虎苦笑着说 那个林昌盛做的贷款公司 这两天为我们搞坏了不少账 那些放出去的贷款 他们是要不回去了 本来 我想试试逼林昌盛把公司卖上 试试再做个局 把他的钱全部都弄过来 可是 那林昌盛也不知道 是不是脑袋缺根筋 公司都快运转不下去了 他还是死抱着那破公司 无论我们怎么威逼利诱 他都一点松口的意思都没有 就是不肯卖啊 哦 所以 你就没办法了 有的有的 深怕叶红不高兴一盆 李虎急忙说道 只是 可能需要林先生您出面 说说你的计划 是这样的 李虎将自己的想法详行细细说了一遍 叶红不由得点头 很是满意 他能混到如今这种地步 固然有良家扶持的缘故 可是他的智商绝对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若只是有勇无谋 怎么管好手下成千上万的小弟 当天晚上 叶红就受李虎所邀 到了一家名为品香阁的茶楼中 茶楼是会员制 只有充值百万以上的人 才有资格进茶楼二楼 这么高端的茶楼 自然不仅仅只是茶楼那么简单 到了二楼之后 就看到李虎大大咧咧地坐到了角落的一个位置上 而除了他之外 整个二楼上也零零星星坐了二三十人 这些人或者一个人站了一张桌子 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或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头接耳 其中林昌盛在十分靠前的一个位置上坐着 不过他此时正低头想着什么 并没有看到叶红 在最中央的位置 还有一个高台 台上摆着一张桌子 叶红笑了笑 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 李虎明明看到了叶红 却没有主动过来打招呼 反而不耐烦地大声吼唠 蔡老板 到底几点开始啊 来了这么多人 你们有那么多好东西吗 一个本来正笑吟吟和四周之人 打招呼的中年男人 文言苦笑道 李老大呀 您这是第一次过来 不懂咱们这儿的规矩 哪有那么多破规矩 赶紧他们的开始 老子没那么多时间陪你们浪费 李老大 这总不能因为你一个人 就破坏了我们的规矩吗 不到五十人不开场 这是铁律 谁都不能破啊 李虎骂骂咧咧 他妈的哪这么多破事 老子再等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以后 如果你们还不开始 就别怪老子 砸了你们这个破茶楼 你还必须得把老子那一百万会费 还给老子 不是 你 蔡老板明显有些怒气 可是 本着和气生财的原则 强行压下了内心的怒火 重重地哼了一声 扭过头 不再搭理利虎了 不过好在到二楼的客人络绎不绝 大概只是过了二十分钟的样子 又来了二十多人 到了这时候 二楼内已经有了五十多人 蔡老板早已经将刚才的不快 抛在脑后 笑容满面地上了高台 诸位都到得差不多了 那我也就不多说废话了 咱们一月一次的责真会 现在开始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狼狼书社 是剧中灵天成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四十四章 名为责真会 自然便是选择珍惜物品的大会 聚集了南州这么多有钱人 拿出来的东西应该不会太差 不然也入不了这些大佬的眼 那蔡老板继续说 在座的各位都是老熟人 知道这里的规矩 我也就不说那些废话了 直接拿东西出来 让诸位长长眼 说着话 他轻轻拍了拍手 门口处走来一个穿着旗袍的高挑美女 她双手托着一个白色托牌 托牌上面盖了一条色彩光鲜的大红布 因而并不能看到红布下面遮掩了什么东西 旗袍美女已经脱牌放在蔡老板面前 而后微笑着退去 蔡老板没有故弄玄虚 直接就将红布扯开 却见一块翡翠雕刻而成的大印出现在众人眼前 叶红眼神微微一动 这是某个小国家的传国玉玺 虽然不是唐宋元明清中任何一个朝代的东西 却也是价值连城 玉玺 这位蔡老板竟然可以弄来这种东西 倒是有些手段啊 不是每个人都能如夜红一般 一眼就看出这东西的来历 嚷嚷声不绝缘 蔡老板 一块破玉而已 也值得你这么大张旗鼓地拿出来 尹香阁真是一日不如一日了 以前还能拿出些真正的好东西 可现在呢 是在拿我们当傻子糊弄吗 都别废话 让蔡老板介绍介绍 蔡老板一直带着灿烂的笑容 见众人骂得差不多了 这才开口说道 诸位 这块玉石看起来普通 可是来历却非同凡响 绝对能让各位大吃一惊 少废话 赶紧说 林昌盛不耐烦地说 这是一千年前西夏王朝的遇袭 皇帝专用哦 蔡老板唏嘘感叹道 为了拿到这东西 我死了三个伙计 可以说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啊 得来不易哟 所以他更能凸显他的珍贵 历虎冷笑道 你说是玉玺就是玉玺啊 历老大第一次来可能还不太了解 现在我说一句 我品相隔 从不卖假货 所有的宝贝都是从古墓里新挖出来的 这一点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老顾客 都可以作证 哎不错 之前呀 我从蔡老板这里买了一张王羲之的针迹 之后请很多专家鉴定过 是真品无疑 嗯 我也拿到过一品汉朝时期的长剑 这品相隔本来就是一个盗墓的组织 手下有不少摸金捣斗的好手 拿出来的东西 的确是实实在在刚从土里挖出来的 正是因为他们可以保证货物的品质 所以才能在南州富豪圈儿中站稳脚跟 甚至可以说是有口皆碑 历虎文言也不说话了 双手抱胸冷冷地看着 谁会吃饱了撑的 花大价钱买这么个没用的玩意儿 各位 现在可以出嫁了吗 蔡老板笑隐隐地说 一千万起步 假高者得 林昌盛一直皱着眉头 似乎在犹豫要不要出手 倒是有其他人直接开口来 一千五百万 我要了 如此珍贵的东西 你一千五百万就想拿下 我出两千万 三千万 我胡天明最喜欢的就是这种皇家御用真品 怎么可能放过这玉血啊 说话之人 皆都是南州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不是某家大公司的董事长 就是某个家族的公子哥 砸钱的时候眉头都不皱一下 豪气冲天 丽虎遥遥遥看向夜红 夜红微微摇头 林昌盛没有要出手的打算 而且这东西真的很值钱 就算忽悠林昌盛买下了 他也赔不了多少钱 很快 这玉玺就被人以五千万的价格收入囊中 真的是一至千金啊 而拿出五千万的人 甚至都没露出半点心疼的模样 是个财打气粗的主 很快又有第二件东西被拿了出来 然后是第三件 第四件 每件东西的起步价都是一千万 而最终卖出去的价格 基本都在三千万之上 这就是一场古董拍卖会 夜红饶有兴致的盯着蔡老板 他刚才说 这样的责真会 一个月就会举办一场 如果每次他都能卖出这样的价格 那他的身家会恐怖到什么地步 要知道 他的东西都是从古墓里摸出来的 几乎算是无本买卖 一个月便有几亿的收入 常年累月的话 这他妈就是一个土财主呀 不过 夜红也没有太大的感觉 曾经身为一仙的他 想要多少财富 不过是一身手的事情罢了 钱对他来说 就是世界上最为无用的一种数字 终于在拿出第六件宝贝的时候 夜红的眼神动了动 林昌盛的呼吸 在看到那东西之后 也骤人间急促了起来 双眼冒光 直勾勾地盯着那东西 不舍得眨一下眼睛 那是一枚金黄色的丹药 看上去啥是好看 各位啊 说实话吧 我到现在 也没弄清楚这丹药的用途 就是在一个唐朝大墓里找到的 感觉不一般就拿过来了 因为不清楚用途啊 所以我建议 各位若是有心买一下 不要随意使用 当成普通的收藏品就好 起步价一百万 蔡老板也不想把价格 定得这么低 可是没办法呀 不知道用途的丹药 谁愿意买 万一吃死人了怎么办 再说了 大唐时期 那些破道是炼出来的 会是什么好东西 两百万 林昌盛直接开口说 各位 一枚破丹药 总不会还要跟我强吧 我实在是看着玩意儿和我的眼缘 不然也绝对不会出手 哈哈哈哈 老林啊 想要你就拿去 一个人哈哈大笑 早就知道 你对这些什么鬼药材 还有丹药之类的东西感兴趣 没人和你强 林昌盛对那人 微微点头示意 多谢周董了 蔡老板心凉了一大截 知道这丹药的价格 不会太高 却也没想到 会低到这种程度 林总出价两百万 还有人出价更高吗 蔡老板不死心地问道 没人应声 林昌盛说 除了我 没人对这种东西感兴趣 哎老板 别白费心思了 直接把东西给我 一千万 不等林昌盛话音落下 就有一个弹幕的声音 从角落里响起 而且还极为嚣张 把价格从两百万 直接抬高到了一千万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枝梅 是剧中顾欣欣和秦宇墨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四十五章 这时 所有人直接转头 看向夜红所在的方向 一枚来历不明的丹药 谁会和我抢啊 明明几百万就能拿下的东西 非要抬到一千万 这不是脑袋有坑吗 而且 这人是谁呀 为什么以前没见过 南州什么时候又冒出了这么一个富二代呀 丁昌省本是惊怒交加 可等他看清楚罕假之人是夜红之后 不由得笑出声来 哈哈哈哈 哎呀 我当谁这么有魄力 原来是你呀 丁昌省嘴角含着笑容说 可是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可是啊 有件事 你肯定没弄明白 哦 在品香阁内 价格可不能乱喊 喊出来就得拿出相应的价钱 不然 你会没机会走出这茶楼 嗯 丁昌省越说越高兴 到了最后 甚至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大家看啊 这位年轻人 是不是觉得眼生的狠啊 是不是正在疑惑 这是哪家的大哨 啊 丁总 莫非你认识这位先生 认识 认识 当然认识 而且熟悉得很 这位年轻人 名叫叶红 是白草堂的一名学徒 啊 目前住在幸福小区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破小区 值得一提的是啊 那房子还是他租来的 这话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都变得十分怪异 有堂的学徒 住在租来的破房子里 这样的人哪有资格来品香隔二楼 林昌盛接着谈息道 说起来 哎呀 这事也怪我 因为这位叶红小朋友的女朋友 很快便会成为我的女人 所以啊 对我怀恨在心 这应该是他想尽一切办法 混到这里 和我过不去的原因 马上就有人冷冷地注视着蔡老板 质问道 蔡老板 你这是怎么办事的 啊 一个穷小子都能混到这里来捣乱 你竟然还让我们充一百万的会员费 你当我们是冤大头啊 混进来也就算了 哎 竟然还不知天高地厚的较劲 蔡老板 规矩就是规矩 这样的人 你自己说说 应该怎么处置 蔡老板只是淡淡地笑道 我不知道这位先生 是什么人 什么来历 不过 他进来的时候 是出示了会员卡的 那是我亲眼看到的 做不了假 至于所谓的胡乱叫价 蔡老板扭头看向叶红 叶先生 您确定要用一千万 买一下这枚丹药吗 还有人叫价吗 如果没有的话 这枚丹药就是我的了 蔡老板环视四周 还有人出比一千万更高的价格吗 没人说话 一来真的是没人对这种丹药感兴趣 二来他们也都想着借此看看叶红的实力 看他到底能不能拿出一千万 林昌盛更加没有价价的理由了 他坚信叶红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穷鬼 之前在南州医药集团 虽然被他落了面子 可是穷鬼就是穷鬼 难道就因为巴结上了有钱人 就能马上拿出一千万 开玩笑 如果成为有钱人这么容易的话 那天底下哪还有什么穷人呢 看来是没人跟我抢了 蔡老板 把丹药给我拿来 蔡老板微微皱眉 叶先生 需要先付款 你才有权利拿到丹药啊 林昌盛几乎要仰天大笑了 拿钱呢 我看你怎么掏出这一千万 他刚要张嘴机缝两句 可叶红下一刻的动作 却是让他瞠目结舌 叶红直接掏出支票 刷刷刷的写下了一串数字 而后啪的一声拍在了桌子上 一千万在这里 尽管拿去 现在 丹药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你以为拿出一张假支票 就能糊弄过去 真的假的 打个电话问问银行不就知道了 叶红痴声说道 蔡老板向楼梯口守着的一个旗袍美女 使了个眼色 那美女心领神会 当即身情款款地来到叶红面前 恭恭敬敬 双手拿住那张支票 笑道 叶先生见谅 叶红随意地挥了挥手 示意他继续查 随便查 旗袍美女拿出支票 很快就到了楼下 打了一通电话 回来之后 就在蔡老板耳边 耳语了几句 蔡老板脸上 终于重新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他亲自捧着那个 装着丹药的盒子 来到叶红面前 恭喜叶先生 这枚丹药 现在是属于您了 叶红微微点头 这二楼中的其他人 也都笑了起来 林昌盛这老婆 不明白人家底细 就胡说八道 如果真是穷小子 能如此轻松地 拿出一千万 看来这位年轻人 还真是深藏不露的 富家子弟了 才有资格一起坐在这里 林昌盛却是 不可置信的大吼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蔡老板 我可以向你保证 他绝对拿不出这笔钱 你是不是查错了 那支票是假的呀 肯定是假的 林总 不管您和叶先生之间 有什么误会 可是叶先生付出了 那枚丹药所需的价格 还请您 不要再胡搅满产了 任何人都没资格 在品相隔捣乱 林昌盛虽然有些势力背景 却也不例外 林昌盛这才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 他不可思议地看向叶红 叶红却是直接拿着药盒 走到他面前 武艺 林昌盛 什么武艺 给你个机会 拿出武艺 将这枚丹药买下来 林昌盛愣了片刻 很快就夸张大笑起来 叶红啊 你脑子有毛病吧 我为什么要用武艺 买下这枚破丹药 这不是破丹药 对你来说 这是救命良药 少在老子面前胡说八道 那天晚上离开之后 你是去医院检查了 却什么都没有查出来 没错吧 那又如何 医院检查不出来 可是你的身体却一日不如一日 心慌多梦 大脚便失禁 心脏时常刺痛 我说的对吗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本来没关系 现在有关系了 你拿出武艺 吃了这枚丹药 所有的症状都会消失 你也可以捡回一条命 最起码不会在一个月内 就病死在床榻之上 听众朋友 本集一播讲完毕 我是主播沐阳 是剧中旁白 夜红等角色的配音 喜欢本书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46章 丽虎在远处 微微皱了下眉头 计划本来不是这样的 他之前和夜红商量好了 夜红出面 故意抬高几个林昌盛 非常喜欢的东西的价格 一次林昌盛不觉得什么 两次可能也不会觉得什么 可是五六次之后 肯定会觉得肉疼 他的身家和现场这些人比起来 并不算特别突出 顶多也就是几个亿 让他在这里多出点血 然后再慢慢地想其他办法 慢慢搞垮他的公司 最好是让他外债累累 永无翻身之地 可是现在 为什么夜红突然改变了主意 一枚丹药就想让林昌盛出五个夜 他除非是疯了或者是傻了 才会做出这么闹残的事 其他人也都是莫名其妙地看着夜红 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林昌盛直接冷笑出声 这点尽量就想骗我 夜红 你是把我当三岁小孩了吗 这枚丹药 乃是唐朝首屈一指的道士 袁天刚炼制而成 采取了七七四十九种珍贵药材 当时肯定是为了给皇亲国戚特意炼制 只是可惜 那位皇亲国戚 没等这丹药炼制成功 便一命呜呼 所以这丹药材会成为陪葬面 蔡老板 你所说的那个唐朝大墓中 其棺材是通体金黄色 对吧 叶先生如何得知 很简单 在唐朝的时候 也只有皇亲国戚 才有资格让袁天刚出手 而皇亲国戚的坟墓 通常都是金黄色 里面会埋下大量的珠宝 以此来彰显身份的尊贵 叶先生 竟然对此中门倒如此清楚 莫非也是同道中人 我对挖死人坟墓没什么兴趣 蔡老板脸色漆黑 这什么意思 你对挖死人坟墓没兴趣 难道我就有兴趣了 这不都是为了挣钱吗 不过这句话也证明了 叶红不是他的同行 这让他心里舒服了不少 可是 他怎么能从一枚丹药里 就推断出这么多东西 这丹药他找很多人鉴定过 所有人都说不出个所以然 正因为用处不明 才会以如此廉价的价格卖出去 而这个叶红 好像对这东西一清二楚啊 叶先生 能问一句 这枚丹药究竟有什么用处吗 蔡老板好奇地问道 其他人也都将目光落在叶红身上 刚开始叶红说什么林昌盛病危 活不过一个月之类的话 他们嗤之以鼻 对他要出武艺添价的行为 更觉得这是天大的笑话 可是叶红现在把这丹药的来历 说得这么清楚 让他们不得不对叶红 有了那么点信任 包治百病 身体有问题的人吃了 百病皆消 身体康健之人吃了 延年益寿 甚至还有养颜美容之功效 这话一出 不少人的眼睛都陡然间瞪大 双目放光 死死地盯着叶红手中的盒子 叶先生 此话当真 信不信随你 蔡老板急声问道 可是 这东西毕竟已经是过去了那么多年 药效还有那么强吗 而且 这 不会过期吗 叶红鄙夷地看了他一眼 袁天刚身为道家天师级的人物 精心炼制出来的丹药 你以为和普通药厂生产出来的药物一样 别说已经过去了上千年 就算再过一千年 这枚丹药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蔡老板呼吸急促起来 身为老奸巨华之人 自然不可能是叶红说什么 他便信什么 可即便是把叶红的话打个折扣 把丹药的药效减半 那也绝对是质宝啊 这是宝物中的宝物 再有价值的古董也只是收藏把玩罢了 对收藏者本身没有任何用处 可这枚丹药却可以包治百病 颜年益寿养颜助容啊 把他带回家就等于是多了一条命 叶先生 我出两千万 现在想将您手里的丹药收回来 您看可以吗 这话一出 周围的人都不满意了 蔡老板 你可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这么好的东西 两千万你就想拿下 叶先生 我出三千万 单药给我 我出四千万 五千万 一瞬间这些人竟然是红了眼 钱好像不是钱了一样 拼了命的往外扔 还生怕叶红不肯答应 林昌盛彻底待在了原地 这些人都他妈的疯了吧 叶红只是随便说了几句而已 你们就敢这么抬价 就不怕被这小子给坑了 他所担忧的并不是完全没道理 可是在场的这些人 都是南州数得着的有钱人呢 几千万对他们来说虽然不算少 可是用几千万买一个希望 在他们看来很划算 即便是以后知道被叶红骗了 也只是肉腾一下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 可若叶红所说属实 那就是大赚特赚啊 诸位 几千万就想从我手中将东西拿回去 打发叫花子呢 众人正在争得热祸朝天 叶红突然冷冷地说了一句 出价两千万的蔡老板也是一脸尴尬 叶先生 即便你那么说了 可总不能您说什么 我们就信什么吧 说到底这丹药的用途 现在谁都说不清楚 您刚刚用一千万拿到手 现在转手就卖出几千万 所有的风险可都由我们来承担 这是很划算的买卖呀 这药底价五亿 买不买随你们 林昌盛是个蠢货 到手的宝贝不要 可我不相信 在场所有人都和他一样蠢 叶红 你不要太欺人太善了 真以为胡言乱语几句 就可以兴风作浪 你做梦 在场的各位老总 绝不会有人被你所骗的 叶红根本没有理会 他恼怒至极的大骂 淡淡地说 至于想证明这丹药的用途 很简单 他打开盒子 拿出那颗圆圆的丹药 轻轻用手指甲刮了一层粉末 而后走向了一个脸上 有不少雀斑的女人 便宜你了 那女人恶然问道 你要做什么 很快你就知道了 叶红将手中的粉末 直接洒到了女人面前的茶水中 而后伸手 在混入丹药粉末的茶水里 沾了一下 抬手向女人的脸上抹去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精灵小九 是剧中林薇薇的配音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四十七章 你干什么 女人惊叫一声 下意识地厚仰力下 想要避开叶红的动作 有资格坐在这里的人 都是南州有头有脸的任务 彼此之间就算不认识 也绝对听说过对方的名字 这女人也是一个 大型企业集团的董事 平日里谁见了她 不是客客气气恭恭敬敬 而现在 这个不知来历的叶红 竟然敢如此羞辱她 她以为躲过了叶红 沾了茶水的手 可是下一刻 就感觉脸上一热 那茶水还是抹在了她脸上 女人恼火异常 叶红 这里是公众场合 你竟敢如此明目张胆的 对一名女性动手动脚 你给我等着 我现在就报警 你都四十多了 怎么还想着那种 嫩牛吃你这棵老草的好事 放心 我没想着要非理你 对你这样的老女人 也没什么兴趣 你 在生气之前 你可以对着镜子 看看自己的脸 有什么变化 想转移话题 这么轻描淡写的 就想把这件事情 糊呢过去 做什么梦呢 这件事情 你必须给我个交代 黄董 你 你还是照下镜子吧 叶先生 真的不是想要占你便宜 蔡老板突然有些 结巴地开口说了一句 这位黄董 面露讽刺 觉得蔡老板 是想做和事佬 想帮着叶红 把之前的事情 遮掩过去 可等他看到 蔡老板脸上的 震撼到 无以复加的表情 不由地愣了愣 到了嘴边的话 又咽了回去 再下意识地 转头看向其他人 却见那些 见多识广的老总们 也都不可思议地 看着他的脸 一副见了鬼的模样 怎么了 你们都这么看着我干嘛 你 你的脸 这 这怎么可能啊 那枚丹药 真的神奇到了这种地步 我 我说什么 也要把他买下来 黄董等了半天 也没听到 他说自己脸到底怎么了 心中不耐 索性也不问其他人了 从随身携带的 香奈儿包包里 掏出一个小镜子 打开之后 急忙看向 镜子中的自己 一张洁白纯净的脸 出现在他视线中 那是怎样一张脸啊 白白嫩嫩 之前的雀斑 早已经消失得 无影无踪 洁白无瑕 嫩得好像是 二十岁的姑娘 黄董愣住了 他盯着自己的脸 看了好大一会儿 竟然禁不住 眼泪不断地往下掉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转头看向夜红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夜红没搭理的 转头看向蔡老板重任 现在这弹药的药效 你们看清楚了 没有一个人回话 不是不想回 而是实在不知道 应该说什么 过了许久 一道斩钉截铁的声音 才突然想起 五亿 叶先生 我出五亿 这枚丹药 我要了 这种丹药 你竟然只出五亿 六个亿 叶先生 我出六亿 卖给我吧 六亿五千万 一群人好似疯了一样 那黄董也终于 在这时候回过神 他一边流着眼泪 一边兴奋地大喊 十亿 这是我的全部身家 我名下所有的财产 都包括在里面了 这丹药 我非药不可 你们都别和我争 喧闹的人群 骤然间安静下来 他们虽然有钱 却也没有到 真正可以挥金如土的地步 十亿 并不是个小叔子 哪怕对他们来说 也是如此 林昌生茫然地 看着这一切 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那枚丹药 刚才可是触手可及啊 黄董的脸 已经证明了丹药的价值 而叶红可以一口道出 这丹药的来历和用处 足以证明 他也不是那种只会信口开河之辈啊 那么 他刚才说的 我已经病危 是不是 也是确有其事啊 那枚丹药 可是我的救命药啊 就这么被错过去了 不 林昌盛 神情争吟 咬牙切齿 满心不甘 他骤然间发出了一声大吼 十亿一千万 但要是我的 谁都别想抢走 哪怕他真的没病 可若是真得到了这枚丹药 他转身就可以向那些顶尖大老们 卖出一个更高的价格 无论如何都不会是赔本买卖 他一脸诚恳地看着叶红爽 叶 叶先生啊 刚才 您想把丹药卖给我 救我这道命 对不对啊 我真的需要它 求求你 卖给我吧 机会我给了你 你没有珍惜 那现在能不能得到这个机缘 就看你有没有相应的实力了 还有没有比十亿一千万更高的 价高者得啊 林昌盛 忽然转头四顾 恶狠狠地看着每一个人 仿佛谁再出家 他就要扑过去将对方大卸八块一般 那黄董恨声道 林长盛 你应该知道 这丹药对一个女人来说 有多么重要 你和我讲 便是要和我不死不休 哼 不死不休又如何 还想威胁我 你刚才也听到了 叶红 不 叶先生说 如果没这枚丹药 一个月内就会死 我都快死了 还在乎会不会得罪你 你 我出十亿五千万 哪怕是为此背负一身债务 也在所不惜 你不怕背债 难道我就怕 十亿亿 林昌盛气势如虹 高声喊道 说完他又虎视眈眈地 环视了一眼四周 还有谁 还有谁 你和我拼命 尽管站出来 拿出这么多钱 的确可以算得上是拼命了 没有人开口说话了 这价格已经超出了 他们可以承受的极限 虽然每个人对那枚丹药 都十分眼红 可是 终究不会像林昌盛和黄董 这两人那般疯狂 没人出价了吗 叶红问了一句 没人说话 叶红便看向林昌盛 淡淡地笑道 林总 恭喜你 这枚丹药现在属于你了 林昌盛 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狂喜 仰天大笑起来 他快走了两步 伸手就要从叶红手中 拿过盒子 可叶红 却向后退了一步 前面到账 就想拿到东西 这不合规矩吧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狼狼书舍 是剧中林天成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四十八章 蔡老板点头说 没错 必须先交钱 而后才有资格拿到宝贝 其实他很不甘心 叶红刚刚只用了一千万 就拿到了那枚丹药 却转手便卖了十亿五千万 他满打满算 这一场择真会 也就挣个一亿左右啊 十个月才能挣得上 叶红这一次的收益 可是这里毕竟是他的地盘 他也要守规矩 守规矩 生意才能长久 因此他必须站出来 为叶红说话 林昌盛陪笑道 规矩我懂 我当然懂 我这就打电话筹钱 一个小时 只要一个小时就好 叶先生 你稍等啊 说完 他没有耽搁任何时间 掏出电话就开始准备 十亿五千万 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字 更何况是现金 林昌盛哪怕把所有资产都变卖了 也凑不足这么多钱 还需要从其他地方借一些 甚至是高利息贷款 不过他不在乎 只要能够得到那枚神奇的丹药 那些都是小事 一个小时之后 叶红的手机上传来了一条短信 十亿五千万到账 林昌盛一脸期盼地看着叶红 叶先生 那丹药 既然卖给了你 我就不反悔 你在害怕什么 林昌盛几乎是将那盒子抢了过去 死死地抱在怀中 现在就算是有人想要他的命 他也绝对不会放下那枚丹药 他咧着嘴情不自禁地开始傻乐 兴奋之后 他嘲讽地看向叶红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尊敬 叶红啊叶红啊 你也真是蠢得可以 这样的宝贝 你也肯卖给我 哎哟 别说是十亿五千万 哪怕是二十亿 哪怕是三十亿 也比不上这丹药的价值啊 你这是送了天大的福分给我呀 你的那个漂亮女朋友 马上又成为我的女人 现在你又给我送了这么一份厚礼 叶红啊 你真是我的福星啊 林昌盛得意忘形 夸张地笑了起来 其他人这才知道 原来这叶红和林昌盛 还有这么一层关系 看向叶红的目光 也都变得比喻起来 这户还是不是个男人 女朋友都快被抢了 还尚赶着把那样一枚 价值连城的丹药 也卖给林昌盛 就那么喜欢钱吗 十亿五千万虽然很多 可是黄董出的十亿一千万 也不少啊 就差了区区四千万 如果是我们 宁愿不要这四千万 也绝对不会给林昌盛 这么一个猖狂的机会 嗯 目光短浅之辈啊 这是他们给叶红身上 定下的标签 丽虎在一旁猛地站起身 刚想给林昌上一个教训 叶红却已经有些奇怪的开口说道 你觉得这枚丹药很值钱 你该不会是脑子真有问题吧 只是丹药上一点药粉而已 洒在茶水之中 就能让黄董脸上的雀斑消失 更让他的皮肤 变得如同二十岁少女一般 仅凭这一点 就足以证明这丹药的价值 你笑什么 笑你蠢 为了一个垃圾倾家荡产不说 还欠了一身高利贷 不自知也就罢了 竟然还如此沾沾自喜 你什么意思 难道是这枚丹药是假的 刚才的一切都是假的 其他人也都惊疑不疑 不过大部分人还是认为 叶红是死鸭子嘴硬 不愿意让林昌盛那么羞辱他 所以才故意说丹药是垃圾 可这样做有用吗 只会越发地凸显他的幼稚和可笑 丹药自然不是假的 我叶红想卖点东西 还需要故意吹捧他的功效 简直笑话 林昌盛刚悬起来的心 又重新放回肚子里 他满脸满味地说 那你还有什么资格骂我蠢 我没有骂你啊 你本来就很蠢 很快 南州医药集团 就会有一些新的药品上市 其中就有养颜美容功效的 助颜丸 让一个四十岁的女人 保持二十岁的皮肤 是助颜丸最基本的一个功效 你自己想想 有了物美价廉的助颜丸 谁还会因为想要改善皮肤 去买你那个价值十多亿的破单药 笑话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什么助颜丸 哼 连你手中的破单药都可以有 为什么不能有助颜丸 可是我这单药 不仅仅可以改变女人皮肤 还有包治百病的效用 这才是它最重要的价值 南州医药集团 还会有一些专门治疗 各种疑难杂症的药品上市 所以 什么包治百病 也都是鸡肋罢了 叶红一番话 让林昌盛脸色苍白 他身体摇晃了几下 险些跌倒在地上 他不甘心地看着叶红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一定是为了打击我 才故意说这种话 是 一定是的 南州医药集团 已经快倒闭了 怎么可能会突然 研制出这么多 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东西 蔡老板也跟着说 叶先生 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得来的 在座的各位 都是南州有头有脸的人物 为什么从来没听说过 黄东也摇头 叶先生 这林昌盛的态度虽然可恨 可你只是因为小打击他 便编造出这样的谎言 是不是不太好 对啊 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嘛 叶红 我们要是真当真了 到时候买不到你说的那种药 你是不是要负责任啊 到底是嘴上眉毛 半时不牢啊 把牛都快吹到天上去了 什么助言文 什么可以专门治疗 各种疑难杂症的药物 真有本事 你倒是现在拿出来 让我们看看啊 说得好像 你就是南州医药的董事长似的 绿虎再也忍不住了 大声喝倒 都给老子闭嘴 顿时一群人纷纷皱眉 看向利虎的目光中满是不善 你们这群凡夫俗子 哪里知道叶先生的能耐 我利虎赶在这里用人头担保 叶先生所言 句句属实 如果有半句做不到 我利虎就天打雷劈 被人乱刀砍死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枝梅 是剧中顾欣欣和秦宇墨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四十九章 蔡老板冷笑起来 他利虎虽然厉害 可还没资格在他的地盘上大呼小叫 他刚要开口说话 楼梯方向却传来一个淡淡的声音 我倒想看看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竟敢诋毁叶先生 还有人为叶红出头 林昌盛笑了 不管来的人是谁 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叶红犯了众怒 招惹的还是这么一群南州大佬 谁为叶红说话 就代表着在和在场所有南州大佬作对 哼 他叶红如此大言不惭 说出那种不拙边际的谎言 来欺骗在座各位 我们难道连质疑的资格都没有 林昌盛连头都没回直接说道 你哪来的底气 在我们这些人面前说这种话 这时那人的身形终于缓缓出现在楼梯口 哦 我就算是指着你们的鼻子嘛 又如何 你林昌盛不服 一群南州一等一的富豪 看到这人的模样 不由得愣了一下 紧接着 一个个陪着笑脸迎了过去 哎哟 原来是何老先生 您今天 怎么想到来这品香阁了 莫非叶先生是何老先生的朋友 哎 若真是如此的话 那真是我们唐突了 叶先生 我在这里给您赔个不是 刚才的事情 希望您不要放在心上 何老先生 能冒昧的问一句 您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吗 莫非叶先生所言 据都属实 南州医药 真要有大动作了 来人自然便是南河集团董事长 何文锋 面对众人的殷勤 何文锋面无表情 一直走到叶红面前的时候 才露出了一丝真挚的笑容 老夫来得晚了 让叶先生受了委屈 还请叶先生恕罪啊 一群人愣住了 在他们想来 何文锋既然站住了 为叶红说话 那应该是他的靠山才对啊 可是 为什么还对着叶红如此客气 林昌盛浑身僵硬 这时候他想起一件事来 当初在南州医药集团中 好像叶红就是与何文锋在一起 他当时并没有深思两个人的关系 现在看来 这绝对不是叶红机缘巧合之下 认识了何文锋那么简单 可这怎么可能呢 何文锋是什么人 南州当之无愧的第一集团领军人物 身家数百亿 这种人为什么要和叶红 这样的穷鬼做朋友 叶红淡淡地说 何先生不必如此 一群蠢货非要和我过意不去罢了 和您可没什么关系 在这南州地界上 没人有资格羞辱您 说完 说完他再看下林昌盛 林总 我说我要为叶先生说句话 你有意见 林昌盛尴尬地说 没 没有 不知死活的东西 何文锋冷哼道 叶先生和我早已经一起收购了南州医药集团 叶先生作为大股东 持有百分之七十的股份 你们觉得叶先生会拿自己旗下的产业开玩笑 什么 叶先生已经成为南州医药集团的大股东了 何文锋双手附后傲然道 我何文锋敢以我的人格担保 叶先生之前所言 句句属实 还有谁在质疑叶先生吗 没人说话了 他们不相信叶红 可是何文锋的话却让他们不得不信 林昌盛脸色惨白 完蛋了 他以全部身价买了那颗神奇的丹药 就指望着丹药能卖个好价钱 可是如果叶红所说的那些药物 真的全部都上市销售了 那谁还看得上他这枚丹药啊 他已经注定了要赔得血本乌龟 叶红转头看了他一眼 是不是很绝望呀 有没有那种从高楼上跳下去 一死了之的冲动 叶红 我就算和你有些不对付 你也不用把事情锁得这么绝吧 说过 一个月内 要让你在无尽痛苦折磨中死去 这才刚开始 你就受不了了 从你有抢心心的想法时 就应该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你 一个月之内 南州医药不会发售任何新的药品 所以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 这枚丹药留着你自己吃 可以救你一条命 但是你会变得一无所有 第二 在这一个月内 你把丹药卖给一个快死的有钱人 不过那样的话 一个月后你必死无疑 林昌省脸色铁青 他愿毒地看了叶红一眼 一句话都没说 抱着那装着丹药的盒子 转身下楼而去 成王败寇 他被叶红坑到这种地步 无话可说 可叶红最好祈祷 别让他有翻身之日 不然他必要让叶红生不如死 林昌盛就这么简单地走了 倒是让其余人有些无所失从 他们骇然地看着叶红 无法想象 这么一个年轻人 如此轻易地就把一个亿万富豪 逼到了绝路 这家伙 不好惹呀 叶红却根本不管其他人怎么想 和何文峰丽虎二人打了个招呼 同样起身离去 他前脚刚走 这二楼就变得喧哗起来 一群人围着何文峰追问不停 何老先生 这叶先生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那林昌盛真的如他所说 如果不吃了那枚丹药就会死吗 何老先生 南州医药具体什么时间会开始销售助言完啊 您能稍微透露一下吗 叶红给他们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他们不愿意当着叶红的面表现出来他们激动和好奇 可等叶红一离开 他们便忍不住了 何文峰是自己人 这是所有人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 叶红知道 林昌盛的结局几乎已经注定 也并没有太将他的事放在心上 如今的林昌盛 只怕也没心思打顾欣欣的主意了吧 回到别墅 他看着银行卡内的十多亿现金 有些犯难了起来 他需要一个人去全国各地 为他收购一些罕见的药材 总不能他自己提着这些钱到处跑 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可一时间去哪儿找这么一个人呢 要有眼力 要聪明 还不能有贪得无厌之心 想到这三点 叶红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人影 听众朋友 本集一波讲完毕 我是主播沐阳 是剧中旁白 叶红等角色的配音 喜欢本书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十章 秦以默 高中时期的班长 虽然是个女生 做事却是面面俱到 责任心爆棚 整个班的同学对她都是发自内心的敬服 小的时候就这么厉害了 长大了总不会比小时候还差吧 不过几年过去了 高中毕业之后 她就和秦以默没怎么联系过 就连联系方式都丢了 想找到她可不容易 不过上学那会儿 她倒是加了她的聊天软件账号 不知道她现在还有没有在用 拿出手机 叶红找到那个熟悉的头像 不过是灰色了 显示对方不在线 叶红轻轻挪动手指 试探着发过去了两个字 在吗 本来没抱多大希望 却没想到很快那边就有人回复了 叶红 你可是很久没和我联系了 今天怎么想起找我了 嗯 我先说明一点啊 如果是你要结婚或者要生孩子 就不要告诉我了 我出不起分子钱 如果要借钱 你就当找不到 我不结婚 你没生孩子 更不是找你借钱 那好 现在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说了 对方爽快地说道 我是秦颖默 班长大人最近在做什么呀 你要找工作 这个 我的工作并不怎么好 你可能看不上 我就是随便问问 有什么事 你不能直接说吗 唉 不管我有什么事 你都帮不了我呀 不过 这个性 很勤一抹 还是叶红熟悉的味道 爱憎分明 是非观明确 有一说一 可以说这是个很现实的人 但是并不让人讨厌 我这边有份工作 想问问班长大人 有没有兴趣 不过呢 这份工作可能有些辛苦 需要不断地打听消息 或者 还需要全国各地地来回奔波 狗仔 呃 不是 那就好 我对办那些明星的私生活 不感兴趣啊 秦颖默发了个调皮的笑脸 那公司待遇呢 叶红想了想 记忆中 秦以默的家庭条件 并不是太好 而且从他刚才的话中 也可以了解到 他现在的生活 应该也不如意 既然这样 自己这个老同学 就不能出手太过小气 年薪百万 如果做得好 还有奖金 奖金 可能会比工资高很多 秦以默只是回了一对省略号 怎么了 还是省略号 叶红无奈道 班长大人 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叶红 你该不会进传销组织了吧 秦以默发了个惊恐的表情 不然 怎么会做这种白日梦 我向你保证 绝对不是传销 不需要你交什么入会费呀 或者是保证金 直接就业 而且这个薪资呢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谈 长久的沉默 就在叶红以为 秦以默已经不再搭理他的时候 一行字又出现在了他面前 叶红 到底是什么工作 你知道的 我高考的时候发挥并不怎么好 上的也只是二流大学 车位太高的话 我无法胜任 学历不重要 工作内容也十分简单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当面聊聊 哎呀 我请假不太容易 有什么事 你还在这里说吧 那好 工作呢 就是去全国各地 寻找各种珍贵的药材 具体是什么药材 到时候我会详细和你说 至于职位嘛 可以是南州医药集团的副总经理 不过 因为你可能并不熟悉管理 所以可能并不能插手 具体公司事务 也就是说 我这个南州医药集团的副总经理 只需要采满一些药材 是啊 为什么找我 我找不到比你更值得我信任的人了 又是许久的沉默 本诚大人 叶宏 你是不是在骗我 你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吗 我不知道 不过 没人能拒绝这样的诱惑 我也一样 所以你是答应了 接便谈吧 看到这四个字 叶宏总算是长出了口气 约定的地方是南州的一个咖啡馆 叶宏 叶宏到了之后 秦以默已经坐在靠窗的一个位置上等着了 长发披肩 面容精致 看起来很是温婉 很难想象 这会是一个大大咧咧 逻辑分明的女孩 不过 她身上穿着的是咖啡馆内服务人员的工作服 秦以默怎么说也是大学毕业 怎么会到咖啡馆里打工 叶宏心下好奇 脚步却没听 直接来到秦以默对面坐下 班长大人 好久不见啊 不过你看上去倒是没什么变化 女神风范十足啊 秦以默笑了笑 叶宏 我记得你不是喜欢开玩笑的人呢 怎么 上大学后转了性子 哎 主要是看到班长大人 心情激动 难以自持 叶宏摆了摆手说 秦以默无嘴笑了笑 说吧 你那么忽悠我 到底是为了什么 啊 忽悠你 哎 我们聊了半天 原来你一直不信我呀 不是不信 只是不敢信 多年不见的同学 突然要给我介绍一个年薪百万的工作 而且还有更加丰厚的奖金 高中毕业后 我可以说是看透了世间冷暖 这种天色丢馅饼的好事 肯定是不会落在我的头上的 秦以默同学 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 不过我是诚心诚意 想让你接受这份工作的 叶宏 我们三年同窗 不应玩弄这些套路 说吧 你需要多少钱 能力范围之内 我可以帮你 温 叶宏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秦以默直接从包里掏出了一点钱 大概有两千上下的样子 推到叶宏面前 你也看到了 我的情况也不怎么好 如果你有困难 这些钱你就先拿着用吧 但是我还是希望 同学之间应该多一些真诚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精灵小九 是剧中林薇薇的配音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乘风 由沐阳写重实力CV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十一章 叶宏直接将钱推了回去 我不借钱 这是我能拿出来的全部了 秦以默揉了揉额头 如果你真的不需要 我也没办法 要不我们下次再聊 我还要工作 说着话 秦以默已经站起身 准备送客 叶宏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不经意间却发现 秦以默眼中 闪过一股不易察觉的黯然 他应该不是不信任我 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让他必须用这种方式拒绝我 叶宏也没再多说什么 任由那些钱留在桌子上 好吧 那以后再联系 秦以默微微一笑 可叶宏刚走到门口的位置 便有一个男人 大大咧咧地走了进来 看到不远处的秦以默 嘴角泛起一丝嘲弄的笑容 很快就冲到秦以默身前 莫玛 你身上还有多少钱 赶快给我 我急用 男人随口说 叶宏停了些来 转身向秦以默看去 而秦以默自从这人进来之后 就一直绷着一张脸 等到那男人开口 更是隐隐闪现出一些不耐烦 秦以默 三年前 我刚给了你三千 现在你又找我要钱 这话说的 三千而已 够咱爸妈用几天 现在的老人 又吃好的喝好的 生活标准很高的 难道你不知道啊 养我爸妈 我自然没有意见 正是因为这样 我大学没毕业就退学打工 挣的所有工资 都只留一点生活费 其余全都给你了 可是 你和嫂子 就从来没有工作过 口中说着 钱都给爸妈花了 实际上 却都是你们自己用了 要不是我上个月回家 碰到你逼着爸妈 吃馒头闲菜 只怕我现在 还被你们蒙在鼓里 你给的钱花完了 他们不吃馒头咸菜 吃什么 这里是我工作的地方 你这么大声做什么 不嫌丢人 丢什么人 爸妈把你养这么大 现在让你花点钱 从你那拿点钱 给他们养老 你怎么都那么 磨磨叽叽的呢 废话少说 赶紧把钱拿出来 我回家还有事呢 没钱 秦乙墨把他扭了过去 气哄哄地说 你别忘了 你同样也是爸妈的孩子 一直以来 他们最疼爱的人 也是你 你少跟我说这些 我让你拿钱 你没听到是吧 我再跟你说一遍 没钱 既然你做不到 善与父母的责任 那我就把爸妈接过来 以后他们的生活 由我来负责 切不切是你的事情 我管不着 可是现在 你必须得先把钱给我 我还是那两个字 没钱 秦乙墨 我给你脸了是吧 秦乙峰直接伸手 抓住秦乙墨的薄灵 狠声道 我要用钱 今天这钱 你有也得拿 没有更得拿 哪怕是去偷去抢去骗去卖 都得把钱给我 乙航清泪 从秦乙墨脸上滑落 他没有伸手去擦拭 更没有在乎秦乙峰抓着他的手 嘲讽地问道 凭什么 咖啡厅里 许多工作人员 早就向这边看了过来 却没有一个人 站出来为秦乙墨说话 想来 这种事情 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他们看向秦乙墨的目光中 满是同情 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帮他 他哥哥秦乙峰是个混蛋 这一家人 根本就是个无底洞 无论秦乙墨怎么努力 无论秦乙墨挣多少钱 都满足不了他贪婪的胃口 真的是家家有 头本难念的惊昂 他们就算和秦乙墨关系再好 也终究是外人 凭什么 就凭我是你哥 就凭我要用钱 这个理由够了吗 不够 我还可以告诉你 不仅仅是现在没钱 从今以后 我都不会再给你哪怕一分 爸妈也不用你管了 我自己养 你敢 秦乙峰怒急 扬起手向秦乙墨脸上打去 秦乙墨不躲不闪 就用那种平静至极的眼神 看着自己的亲生哥哥 哀莫大于心思 他已经伤心不起来了 可是秦乙峰的手掌 还没来得及落在秦乙墨脸上 门口处就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 我向你保证 如果你这一巴掌打下去 你这条胳膊就别想要了 秦乙峰猛然转头 哪来的兔崽子 这是我们家的事 用得着你来多管闲事 都管 这闲事 我还真就管定了 叶红缓缓上前 来到两人中间 伸手将秦乙峰抓着秦乙墨的手拿开 而后将秦乙墨挡在自己身后 你能如何 倒是很久没有看到 像你这么有种的小子了 想为我妹妹出头 可爱呀 只要你替她拿钱 我保证绝对不会再纠缠她 秦乙峰 你别太过分了 这人呢 要么是你朋友 要么就是想和你上床 不管是哪一种 让她替你出点钱 不算过分吧 嬷嬷呀 你根本不懂发挥自身优势啊 以你的条件 随便找个有钱人 哪怕是被包养呢 我们一家人都会过上好日子 是不是 你哪还用得着这么辛苦的工作 你 秦乙墨眼泪再次滚滚而下 这就是我的哥哥呀 在我的心口捅了一刀又一刀 心心淋漓之际 他还一脸凝笑的 在伤口上撒上一把盐 叶红 这件事和你没关系 你走吧 秦乙墨对叶红说 这个人很难缠 得罪了他 以后你也会有麻烦 我不怕麻烦 而且也没有人有资格找我的麻烦 我给你三秒钟时间 滚出这里 从此不许再出现在秦乙墨眼前 不然后果自负 真是吓死我了 我好害怕呀 那你能不能先告诉我 能有什么后果 三秒钟过去了 说完 他骤然间抬脚 向秦乙墨膝盖上踹去 清脆的骨头断裂声 响彻在安静的咖啡厅内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狼狼书舍 是剧中灵天成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众实力CV连魅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52章 秦乙墨 不受控制地跪在地上 她脸上表情痛苦而争鸣 发出凄惨的嚎叫声 你敢打我 这件事没完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叶红懒得听这种没营养的废话 又是一脚踹出 秦乙墨另外一条膝盖也被踹得粉碎 秦乙墨再次惨叫一声 整个人趴在了地上 咖啡厅内自然也是一阵鸡飞狗跳 店长和服务员们都惊恐地躲在一旁 不敢靠近 一些客人更是靠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好残忍啊 不少人纷纷拿出电话开始报警 不过生怕被叶红发现 趴在桌子下声音很小 你 要 小忠就告诉我 你叫什么 咱们的账 以后好好算 不用等到以后 你想叫人吗 可以 我在这等着 秦乙墨还真怕他打完人就这么跑了 文言竟然忍着疼痛大笑一声 好小子 有种 既然这样的话 我一会儿就只废你四肢好了 留你一条命 一红面无表情 上一个要废了他的人是利虎 然后利虎就变成了残废 秦乙墨上前一步 担忧地抓着叶红的衣袖急声爽 叶红 你赶紧走吧 秦乙墨认识很多小混混 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 小混混 谁敢说他们是小混混 在整个龙阳区 谁不知道辉哥 是当之无愧的扛把子 而我就是跟辉哥混的 混到你这种 整日只知道向亲妹妹伸手要钱的程度 你这所谓的辉哥 看来也是个垃圾啊 好啊 你这句话 我会原封不动地转告辉哥的 秦乙峰冷笑着 艰难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拨打了个电话 说了几句话之后 他又猖狂抬头 五分钟 辉哥五分钟就能过来 有 你赶紧走吧 秦乙墨如热锅上的蚂蚁 坠坠不安 那个辉哥 真的不是我们普通人能招惹的 我很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可是 我们也没有必要非我扑我啊 你放心 我毕竟是他妹妹 就算辉哥来了 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我不知道也就算了 既然亲眼看到了 就要为你解决了所有麻烦 我们毕竟是同学 不是吗 可是 没有可是 我既然敢留在这里 就没有人能把我怎么样 叶红笑了笑 秦乙墨长叹了一声 不再说什么了 叶红的这份同学情意太浓太重 他不知道怎么还 所以下意识地便不想接受 秦乙峰疼的身体不断颤抖 可依旧狠辣 宁笑着说 小贼 如果不是你今天得罪了我 我真有可能让你做我妹夫 可惜啊 现在你不但没了这个机会 而且 马上就要失去做男人的资格 以后好好享受 做太监的滋味吧 这话刚说完 外面街道上忽然传来了一阵轰鸣声 一辆辆车停在咖啡厅门口 而且就停在马路上 连停车位都懒得着 一个个吊儿郎当的男人从车上走下来 直奔咖啡厅而来 走在最前面 双手插兜的 是一个头发极短的年轻人 他口中嚼着口香糖 晃晃悠悠地走到咖啡厅门口 哎 辉哥 看到这人 秦义峰兴奋地叫了一声 指着叶红 就是他 就是他废了我 我都说了我是跟你混的 他还不给面子 而且还都是这么多人的面 说 说你就是个垃圾 辉哥顺着秦义峰手指的方向看去 顿时脸色一变 辉哥什么都没说 直接一脚踹在秦义峰脸上 叶先生说我是垃圾 我就是垃圾 你有意见 辉哥立声骂道 叶先生打你 是你的福分 你他妈有什么资格 在叶先生面前大呼小叫 辉哥 他 他你大爷 你老子闭嘴 不然老子现在就弄死你 说完 这位整个龙阳区的扛把子 点头哈腰来到叶红面前 低声下气的说 叶燕啊 对不起啊 真是对不住 我不知道这瞎了狗眼的东西 竟然招手到您头上 您要怎么收拾他 只要一句话 我保证给您办得拖拖当当了 秦义峰直接打了个哆嗦 这 辉哥这是怎么了 平日里头是老子天下第一 谁不服直接干死他的模样 怎么在这个义红面前 天头还要得跟个孙子似的 啊 这个义红 这个义红到底是什么人 不仅仅是他 就连秦义默此时 也是一脸震撼和茫然 这个义红 真的是我高中同学 他什么时候混得这么好了 连一个区的大佬 见到他连大气都不敢出 要知道 到了辉哥这地步 即便是面对千万富翁 也完全可以不将对方放在眼里 身份地位摆在哪儿 千万富翁又怎么了 老子想收拾你就能收拾你 可叶红却可以将这样的人踩在脚下 他们哪知道 这辉哥只是丽虎手下的一个小头目罢了 丽虎自从知道叶红和梁小如的关系之后 几乎是马上将叶红的照片 传给了自己手下的所有人 一再命令 不管有任何理由 都绝对不能招惹这个名叫叶红的年轻人 丽虎如此郑重其事 辉哥哪敢不当回事 早就已经将叶红的模样 印在脑海中 因此 才一见到叶红就认出了 这是那个绝对不能招惹的大人物 吓得双腿都开始发软 别说是卑躬屈膝 就算是当场给叶红跪下 他也心甘情愿 绝对不敢有半分怨恨 丽虎可说过了 谁若是招惹了叶红叶先生 那就是和他丽虎过不去 他辉哥哪敢和丽虎过不去呀 更不想承受丽虎的怒火 所以此时此刻才想着 极力消除叶红的怒火 辉哥是吧 不敢不敢不敢 叶先生叫我小灰就行了 我不想看到你这位兄弟 再纠缠我这位朋友 若是再让我遇到一次 你就直接去找丽虎请罪吧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枝梅 是剧中顾欣欣和秦以默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众实力CV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十三章 辉哥又是一脚踹在秦以风身上 完全没把他当人 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叶先生的话 你听到了吗 辉哥笑呵呵地说 态度好像很好 可秦以风知道 他要是敢说半个步子 只怕下半辈子都别想再有好日子过了 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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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秦以风结结巴巴地说 叶 叶先生 我知道错了 以后 我绝对不会再向莫莫要一分钱 我 我 莫莫 莫莫好 我发誓 以后一定好好孝顺咱爸妈 求你原谅我吧 以前都是我不对 我这个当个 就是个混蛋 我就是个混蛋 笑声 腿都断了 不让两位老人照顾你 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你还怎么照顾他们 我 我 我 秦以风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是啊 我腿断了 以后就是个废物了 想到这里 他不禁悲从中来 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眼睛发酸 不断掉着眼泪 如果早知道莫莫的这个朋友 来头如此之大 和他打好关系 飞黄腾达还不是指日可待 可是现在 却把这位大人物得罪得死死的 或许还要靠着轮椅度过下半辈子 他怎么会蠢到这种地步呢 叶红转头 看向秦以默 班长 这毕竟是你的家事 你这哥哥怎么处置 还是得由你做主 就算是你想治好他的腿 我也可以帮你做到 秦以默神情复杂 他没想到事情会变得 现在这种地步 秦以风别说是断了两条腿 就是整个人都废了 都是活该 可是 爸妈看到他现在这副模样 能够承受得住这样的打击吗 年纪大了 就想看到孩子平平安安 即便这孩子不孝顺 可毕竟是亲骨肉啊 叶红 麻烦您 放他走吧 你帮我治好他的腿 我把我爸妈接到我那里 从今以后 他是死是活 再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嗯 可以 秦以默满心愧疚 叶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 可最后他却选择去救欺负他的人 这个人情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还了 叶红手中出现两根银针 弯下腰 刺在秦以峰两条腿上 秦以峰只感觉好像有两道冰凉的气息 在他双腿上不断游走 舒服至极 很快就感觉不到碎裂的膝盖处传来的疼痛了 其他人都奇怪地看着叶红的动作 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美人的膝盖都被你踹断了 你该不会以为随便扎两针就能让他恢复如初吧 哼 你还真把自己当神仙了 为了在秦以默面前表现自己 真是连脸都不准备要了 很多客人和咖啡厅内的工作人员都是这么想的 却没有一个人敢把内心的想法说出来 不要命了吗 没看到那个大混混慧格都对他毕恭毕敬的吗 大概只是过了五分钟的样子 叶红就把银针拔了下来 随口说 好了 这次饶你一次 希望你能记住自己说的话 若是再让我看到你欺负秦以默 就不是断两条腿那么简单了 秦以默愣愣愣 好了 我 我的腿好了 说完 他试探性地动了动腿 竟然没感到任何疼痛 他迫不及待地从地上爬起来 双腿稳稳地站在地面上 向前走了一步 和没受伤之前一模一样 我 我好了 我 我 真的 真的 好了 秦以默不可思议地大叫出声 扑通一声 直接跪在叶红面前 痛哭流涕 爷爷爷爷 我 我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打扰莫莫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滚吧 秦以默不敢多说话 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出了咖啡厅 叶红转头看向震撼到大脑空白的辉哥 淡淡地说 你留在这里 是准备让我请你吃饭 哎呀 不敢 不敢不敢 叶先生没什么吩咐的话 那 我 我就先走了 辉哥一挥手 带着小弟们轰轰烈烈地离开了 很多人在低着脑袋怯怯思语 秦以默更是不可思议地看着叶红 叶红是说过可以治好秦以丰 可是并没有说当场治好啊 什么样的医生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神医吗 可这个世界上真有神医 叶红看向四周 面无表情地爽 我是白草堂的坐诊医生叶红 以后在场的各位 如果有什么疾病缠身 医院有没能力治疗的 可以去白草堂找我 现在为了早日恢复修为 有机会治疗更多的病人 他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地在宣传自己 争取用一切方式将自己的名气打出去 在场的人虽然不多 却也算是一个机会 他怎么能放过 叶红 一个服务员微微皱了皱眉头 怎么感觉这个名字这么熟悉啊 他旁边的人猛地一拍脑袋大声叫道 哎哟 我想起来了 在论坛上有一个帖子 就是说这个叶红医生 说他什么残疾好多年的腿 被白草堂的叶红医生 这几分钟就治好了 当时我还骂那个发帖的人是骗子呢 现在看来这个叶医生是真的有本事啊 什么是吗 什么帖子我看看 哎 是咱们南州论坛吗 我也招招 叶红没管这些人的好奇和振情 看向秦义默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了吗 秦义默心情复杂地点了点头 带着叶红到了一个包厢中 叶红 对不起 我 哎 谁家还能没些烦心事呢 现在不是解决了吗 现在我再问你一遍 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个工作 你有兴趣吗 我大学没毕业 不重要 我也没有类似的工作经验 那也不重要 我之所以找你 是因为相信你的人品 仅此而已 而且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只能交给我最信任的人去做 班长大人 你愿意帮我吗 到了现在 秦义默哪儿还能不知道 如今的叶红所处的地位 根本不是他所能想象的 他所说的年薪百万 也肯定不会有假 他是想帮我 可是 我配吗 秦义默苦笑 听众朋友 本集一波讲完毕 我是主播沐阳 是剧中旁白 叶红等角色的配音 喜欢本书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媚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十四章 这份工作 既然对叶红来说 那么重要 那我这个身无所长之人 更不能给他添麻烦呢 叶红把我当同学 那我这个同学 就可以理所当然的 坑自己的同学吗 叶红 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 不用考虑了 现在 你就去辞职 休息一下 明天就联系我 正式开始工作 说完 叶红静止站起身 向外走去 果然呢 面对女人的时候 就应该强硬一些 给她们选择的空间 她们就会瞻前顾后 犹犹豫豫 直接替她们做出决定 反倒没那么多事 她相信 秦乙墨一定会联系她 第二天 来白草堂看病的人 明显比平日里多了一些 不过很多人都是围在叶红的办公室前 并没有选择让叶红为她们诊病 她们大部分都是在论坛中看到的帖子 心中有些好奇 想看看这位叶红医生是什么样的人 却并没有真正让她治病的心思 本来他们是对那帖子不屑一顾的 可是昨天竟然又有一些人 在那个帖子下面回复 说是亲眼见到了叶红医生 当场质号里一个被打断了腿的人 一个人这么说也就罢了 可如果是很多人都这么说 那没有人还可以把她当成一个笑话 三人成虎 说的人多了 假的也可以变成真的 叶红没理会这些人 早晚有一天 他们会知道真相 林薇薇这一天也老老实实 没有跑去找她男朋友的意思 这也让她省了不少心 根据记忆她知道 林薇薇联合她男朋友 杀害她哥哥就是在这段时间 她必须得小心谨慎 不给他们任何机会 若她重活一世 悲剧还要重演 那她重生回来还有什么意义 下班之后 叶红本想联系顾欣欣 可是何文峰却急匆匆地找了过来 叶先生 不好了 卢白雨开始对我们动手了 卢白雨 那个叱咤全省医药界的风云人物 叶红脸色冷漠 他曾说过 若是卢白雨老老实实也就罢了 若是敢来找麻烦 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他做了什么 咱们要发售几种新药的事情 不是为南州很多人知道了吗 这事不知怎么就传到 卢白雨耳中 在前来南州的路上 何文峰脸色难看的说 他说要亲自揭开我们的骗局 他不能容忍任何贩卖假药的行为 在省内出现 何先生对我的药方没有信心 不管是什么病人 只要是在他那几个药方的有效范围之内 绝对可以要到病除 如此一来 卢白雨的到来倒是给他们做了免费广告 用得着如此担惊受怕吗 何文峰苦笑道 若是他老老实实让病人用我们的药 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卢白雨不是一语之辈啊 就怕他在中间动什么手脚 叶红这才释然 淡淡地说 何先生 有我在 你什么都不用怕 抓紧时间安排药品上市的事情就好 卢白雨在我面前 还掀不起多大的风浪 何文峰欲言又止 似乎是有什么话 不知道该不该当面对叶红直言 怎么了 唉 叶先生啊 我知道你医术神通 可是 那卢白雨 身为全省第一神医 也不是浪得虚名啊 听说 他的医术已经达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 不管是任何病症 只要被他针灸之后 再用一段时间的药 便可让人重获新生 我知道 叶先生肯定不会在他之下 可是 卢白雨绝对不好对付啊 希望叶先生 可以重视起来 这倒是让叶红有些惊讶 如果真如何文峰所说 那卢白雨 只怕已经徘徊在医治仙道的门口了 再进一步就可以到医者境界 最起码 他体内肯定已经有了真气 体内有真气 这是踏上医道的必要条件 何先生不必担心 你只管做好你的事情 至于卢白雨 由我来对付 见叶红仍然是不以为然的模样 何文峰暗自叹了口气 到底是年轻气盛啊 有一身本事 便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 哪怕对方是文明天下的神医 依旧如此 可既然叶红这么说了 他也不再多说 拉着叶红一起回到公司总部 省城距离南州并不是很远 大概一两个小时后 卢白雨就会出现在 南州医药集团 而此时 公司内早已聚集了许多客人 皆都是南州有头有脸的人物 甚至连周边一些其他城市的人 也都听闻消息赶了过来 南州医药要发售几种新药 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更别说很多人都在传 说那几种新药的药效惊人 必然会对整个医药行业 造成难以想象的冲击 他们早就坐不住了 试探着向南州医药 打听了许多消息 可听说卢白雨要来找麻烦的时候 他们本来一直提着的心 突然全部放回了肚子里 卢白雨都看他们不顺眼了 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这南州医药注定掀不起什么风浪 大部分人都是抱着看笑话的心思过来的 丽虎和林昌盛 还有那位黄董事也在人群中 何文风和叶红进来之后 很多人都主动打了个招呼 唯有林昌盛不闻不问 坐在那里冷眼相像 只要今天卢白雨证实了南州医药的骗局 证明他们根本没有那可以治疗疑难杂症的新药 他就要将手中的丹药卖出一个所有人都难以想象的天价 他所有的身价 所有的希望 如今都寄托在那一枚小小的丹药上 丽虎主动上前 在叶红面前弯腰说道 叶先生 那卢白雨要来找麻烦 您看 要不要我直接把它处理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精灵小九 是剧中林薇薇的配音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众实力CV连妹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55章 叶红早已将她的断腿治好 自那以后 丽虎便对叶红心服口服 面对叶红的时候 甚至比在梁小如面前还要恭敬 她所说的处理 自然就是杀了卢白雨 让她没有献身南州的机会 叶红瞥了她一眼 我是正正当当的生意人 你那些龌龊心思 以后别在我面前提起半句 不然我饶不了你 这位掌控南州将近一半的会会 人人为之如虎的顶级大佬 瞬间满头大汗 叶先生息怒 实力虎不懂规矩 他慌慌忙忙的坐回自己的座位上 不敢再多说一句话 大口大口的喝着滚烫的茶水 身体瑟瑟发抖 叶红看了看时间 转头向何文芳问道 他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一个小时左右 我师徒和卢白雨联系过 可是 他在知道是我找他之后 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叶红摇了摇头 自遇到 这是他自己要找死 可怪不得别人 一些医药集团的代表人物 只是和何文芳打了个招呼 看到叶红的时候并不搭理 懒洋洋地闲聊着 何文芳是南州顶尖人物 自然要客气一些 可是 这个年轻人是什么东西 也有资格和他们说话 还没到一个小时 就见一群人浩浩荡荡地 从电梯口走了出来 为首一人 身穿白色西装 年纪看上去也就是 三十岁上下的样子 看到这人 那些原本对叶红 不屑一顾的医药集团之人 一窝蜂全都拥了过去 一个个热情洋溢地 和那中年人打着招呼 哎呦 陆沈爷 您怎么到得这么早啊 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我们连下去迎接 您的机会都没有啊 哎呦 陆沈爷啊 一路赶来太辛苦了 要不要我们先找个地方 吃个便饭啊 南州医药的事情 随时都能够解决 也不即在自己死吗 陆沈爷 当真是我被楷磨呀 直到有人想在医药界 上窜下跳 便马上过来揭穿他们丑恶的嘴脸 陆沈爷 医药界有您全国之大幸啊 对这些人的奉承和吹捧 卢白宇面无表情 没有任何回应 他静止向前走着 人群便直接让出了一条道路 谁是何文峰 站出来 卢白宇淡淡地说道 何文峰叹了口气 站出来抱拳 卢神医 我是何文峰 是你接手了南州医药集团 不错 也是你说 你们新研制出了几种新药 分别可以根治心脏病 腰间盘突出 颈椎病等疑难杂症 正是 简直一派胡言 是谁给你的胆子 让你如此明目张胆地售卖假药 卢神医 你没见我们的药 更不知道我们的新药有什么效果 开口就指责我们卖的假药 是不是有些断章取义了 竟然还不知悔改 哼 我带来了几位病人 若是你的药可以将他们治好 我卢白宇当众向你们道歉 可是若是那些药并没有你们所说的药效 南州医药马上给我关门 医药界不允许有你们这样的毒瘤存在 卢神医 我敬重你的医术 可你这么做 未免太过咄咄逼人了吧 少废话 你若是不敢拿出药来当众尝试 我敢保证你们南州医药 从此连一粒药都卖不出去 你 奇人太甚哪 何文峰怒火滔天 自从他做出一番事业之后 在南州不能说是说一不二 可以很少有人敢这么不把他放在眼里 这卢白宇一出来便是高高在上 掌握所有人生杀大权的模样 着实令人作呕 我就再问你一句 让不让我这几位病人试药 何文峰深吸口气 强压着胸膛的怒火 眼神冰冷 既然卢神医执意如此 我再不答应倒是显得心虚 希望卢神医记得你刚才的话 若是我们的新药有效 别忘了当众向我们南州医药道歉 我卢白宇也不屑于在你们这群人面前食言 说完 他看向一个面色微微有些发白的年轻人说 你出来 那年轻人从人群中走出 有些紧张 低着头 不敢去看在场任何人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病患而已 好不容易才凑够了钱请卢白宇治病 谁想到卢白宇什么话都没说 直接就把他从省城带到了南州 这是我的一位患者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现在你可以把你们那所谓的 可以根治心脏病的药拿出来了 我倒要看看 那药能不能吃死人 说完卢白宇又对那年轻人说 不用怕 哪怕你真死了 我也能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 年轻人战战兢兢的点头 何文峰转头对一个秘书吩咐了一句 没过多久 在众人期待的眼神中 那漂亮女秘书便拿着一个药瓶走了回来 恭恭敬敬的送到何文峰手中 药瓶透明 甚至外面连一些简单的说明都没有 所有人都看到 那药瓶中只有一枚小药丸 这是喜新丸 每瓶三千八百八十八 每一瓶中只有一枚喜新丸 这话一出 全场大话 指责生更是此起彼伏连绵不举 这一个小药丸 你就卖将近四千 你怎么去抢啊 大家都是做医药的 老何 你这就有点黑心了吧 丧心病狂 灵人发痴 哪怕你这药真的有药效 一个病人想痊愈 岂不是要倾家当彩 何文峰 嘲讽地看了一眼说话的那些人 波澜不惊地说 一颗喜新丸 就可治愈任何心脏方面的问题 不说话了 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何文峰 这家伙 目非是失心疯了不成 一个药丸 就可以治好所有心脏类的疾病 我们做了一辈子的药 可从来没听说过 哪一种药物可以有这样的效果 卢白宇喝道 在我卢白宇面前 还敢大放决策 先让我这位患者把药吃了 若是没效果 我一会儿就拆了你们南州医药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狼狼书社 是剧中灵天成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重实力CV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十六章 到了这种地步 何文峰也有些紧张 他不动声色地看向夜红 夜红微笑着点头 何文峰心中有了底气 冷笑着说 哼 若是我们的药当真有效 只怕卢神医今天要名声扫地了 说着话 已经把手中的药 向那患有心脏病的年轻人递了过去 试试吧 吃了之后 你的心脏病当场就可痊愈 卢白宇冷笑不已 哼 当场痊愈 连我这个神医 亲自治疗某个病人的时候 都不敢说出这种话 现在他何文峰 只是拿出一颗小药丸而已 就敢说可以让病人当场痊愈 哼 既狂妄又无知 年轻人忐忑不安 可终究对卢白宇还是很信任 既然卢白宇说了 不管他变成什么情况 都有把握将他救回来 那就不需要有后顾之忧了 他打开药瓶 到处那枚带着一抹浅蓝色的药丸 嘴巴一张 吞了进去 连水都没喝 卢白宇扭头看向何文峰 需要多长时间啊 三十分钟 好 那我们就等三十分钟 哼 三十分钟之后 我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那年轻人自从吃了喜心丸之后 便一直胆战心惊 不安地站在卢白宇身侧 深怕自己会突然出现什么意外 而卢白宇却没有时间抢救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年轻人之前苍白的脸色 一点一点变得和正常人一般 普通人自然感觉不出什么 可是卢白宇身为一个医术还不错的医生 早就知道 年轻人的心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心脏病所有的症状已经快要消失了 竟然 真的有用 竟然真的有这种药 这南州医药集团 到底是拿到了什么样的药方 怎么 怎么可能做到连我都做不到的事情 可现在 他没时间去想这些问题 那患者的心脏病不能好 若是真被一颗小药丸治好了 他还怎么成为全省医药界共尊的神医呢 他多年积累的声望也将毁于一旦 他不能承受这样的后果 他目光闪过一丝狠力 一咬牙 悄无声息地在那年轻人身上拍了一下 就这么轻轻一下 好像是他的手掌在年轻人身上轻轻拂过 可是那年轻患者陡然间脸色变得通红 捂着胸口急剧地喘息着 好像呼吸极为困难一般 他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 就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整个人已经陷入昏迷状态 随即 卢白语爆发了 他冲着何文峰怒声喝道 何文峰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可以治疗心脏病的药 现在这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的心脏问题反而加重了 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现场 不管是其他地方过来的医药行业大佬 还是南州本地的有钱人 一个个也都是怒不可遏 这哪里是什么神药啊 根本就是骇人毒物啊 何文峰情人要把这种药上市销售 这是准备害死多少人呢 他们之中的很多人 心脏或多或少也都有些问题 本来还想试试南州医药的洗心丸 可现在看来 哎呦 幸好没吃啊 不然我们岂不是也会 如同那年轻人一样生死不值 这何文峰的凉血 都被狗吃了吗 何文峰也是恶然 这药生产出来之后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试用 谁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 叶先生 应该不至于不靠谱到这种程度吧 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不由自主地再次看向叶红 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叶红却将卢柏宇的动作 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 动用真气 引动患者的心脏疾病 这种不入流的手段 叶红都懒得看不起他 何文峰 咱们不说话了 继续狡辩啊 如果这位患者真的救不回来 你就是杀人凶手 你们南州医药 也别想继续开下去 何文峰祈求地看着叶红 这种事情 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叶先生啊 一切都看你了呀 无话可说了 承认你们所谓神药 是七十道名了 医药行业也容不得你们这些毒瘤的存在 幸好今天让所有人看到你们真正的嘴脸 也免得你们到时候毒害整个社会 这件事 这件事是个意外 而且 这患者有问题 到底是不是洗心丸引发的 还需要检查确定 你是把我们所有人都当成白痴了 这么明显的问题 还 还要查验 检查 还确定 吃了你的药 人就马上出现了问题 现在你还想推卸责任 何文峰气得脸色通红 却无法反驳 患者是怎么出的问题 没有人比你更清楚吧 现在几句话 就要把问题推到我们南州医药头上 一个平淡的声音突然响起 卢柏宇忽然转头 看向声音来远处 住口 你是什么东西 我和何文峰说话 你也有插嘴的资格 何文峰见叶红开口 本来忐忑不安的心 瞬间踏实了许多 他面带微笑 为卢柏宇介绍 卢神医 忘了向你介绍 这位是叶红叶先生 叶先生是我们南州医药的大股东 所以如果你想讨论南州医药的问题 不应该找我 叶先生才是最有发言权的人 堂堂何文峰竟然甘心屈居一个年轻人之下 何文峰 我之前真是高看你了呀 卢柏宇放声大笑 之前他觉得何文峰收购了南州医药集团 那何文峰便理应是南州医药的董事长 谁料到大股东竟然是这么一个毛头小子 难怪刚刚完成收购没几天 就迫不及待的对外宣布要发售几种新药了 年纪小 浩大喜功 不知道从哪弄出几个药方就当成宝贝一样 想要干出一番大事业 很多年轻人做事都像他这么没脑子 卢柏宇看向叶红 谢先生 刚才你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只梅 是剧中顾欣欣和秦宇墨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众实力CV连妹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57章 什么意思 如果不是你暗中做了手脚 故意引动患者的病情 只怕他现在已经和正常人一般无二了 我做手脚 小子 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 不敢承认啊 刚才你是不是用手轻轻扫过了患者的后背 不错啊 不过那又能说明什么 这是我的患者 我巴不得他早点好 怎么会被地里害他 再说了 在别人后背轻轻扫一下 就可以把人害到这种地步 这个世界上 有人能做到这种事情吗 你就可以啊 我可以啊 我看你是在故意转移话题吧 现在我们所说的 是你们药品的问题 事实摆在眼前 不管你说什么 都无法摆脱贩卖假药 甚至是毒药的事实 若是你聪明一些 现在退出医药行业 我们或许还会给你留一条生路 口中这么说着 卢柏宇心里也有些惊讶 这小子到底是真看出了什么 还是在胡说八道 难道我的小动作被注意到了 若真是如此 那这夜红也称得上是心细如发了 不过他也没太将夜红放在心上 他这一身本事 可是在机缘巧合之下 败在一位高人门下学来的 那高人隐世不出 天下估计没有第二个人 有那样的能耐 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子 哪怕真有些本事 又怎么可能和他相提并论 给我一条生路 像你这种无耻小人 也配在我面前说这种话 你这是自寻死路 卢柏宇冷冷地说了一句 转头对身边的人吩咐道 马上联系记者 将今天发生的一切公出于众 医药行业最重要的便是名声 若是名声毁了 这个公司基本也就完了 而且表面上的患者 可是吃了南州医药的药之后 才突然病胃的 到时候有关部门都有可能介入 整个南州医药集团的相关人员 可能都要被彻查一番 真以为自己是掌控所有人生杀大权的神仙 到底是不是你做的手脚 一会儿问问这位患者便真相倒白 到时候别说抹黑我们 只怕你自身都难保 他现在神志不清 生死不知 你能问出什么 卢柏宇对叶红不屑一顾 到底还是年轻啊 说话根本不过脑子 这年轻患者的情况是他一手弄出来的 如果他不出手 就没人可以让他清醒过来 哪怕是他想让这位患者死 也只不过是随手就能做到的事情 简单啊 将他治好就行 你该不会以为 这天下间只有你一个人懂医术吧 你那点修为 在我叶红眼里 只是不入流的垃圾而已 垃圾 好啊 很好 自我开始行医以来 你是第一个有胆子 对我说这种话的人 你这是在找死 我有一百种方法 能够让你生不如死 许多人都惊疑不定地看着应 不知道他哪来的底气 竟然敢对卢神医如此不敬 这叶红真的以为自己抱上了何文峰的大腿 就可以和卢神医叫板了 没看到何文峰在卢神医的质问下 都战战兢兢兢的一句话都不敢说 说卢神医的医术是拉结 如此猖狂 就凭他这一句话 我敢断定 从今天开始 南州医药这个名字 将彻底消失在医药行业 林昌盛阴阳怪气的说 诸位可能还不知道 这位叶先生之前可是还说过 南州医药将要发售许多种新药呢 这什么洗心丸呢 只是其中一种而已 那些新药保治百病 哪怕是你癌症晚期 吃了他的药 也能药到病除 哦 神奇的 好像我这一枚啊 从唐朝古墓中挖出来的仙丹一样 啊 他真是这么说的 卢神医救人无数 都没有研制那种药的信心 他一个无名之辈 又何得何能 有什么资格在医药行业 搅风搅雨 新药 已经成为一个笑话了 叶红微微摇头 对周围这群蠢货的言论不闻不问 只是微微蹲下身子 在那年轻患者胸口轻轻拍了几下 而后掏出一根银针 直接刺在患者心脏上 卢白宇面色大变 年轻患者骤然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下一刻猛的张大嘴巴 贪婪的呼吸着新鲜空气 在鬼门关走一遭的感觉怎么样啊 年轻患者一脸茫然 我只问你一句话 在你吃了洗心丸之后是什么感觉 年轻患者下意识地说 感觉 感觉很舒服 心脏的经常抽搐的感觉 几乎快要消失了 那你为什么会突然晕过去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那药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卢白宇在你后背轻轻扶了一下后 你才觉得心脏疼得难以忍受 年轻患者认真想了想 目光也不由得看向了卢白宇 你之所以会差点死了 就是卢白宇做的手脚 他想让你死 难道你还想遮掩他的罪相 叶红 你休要在这里胡言乱语 蛊惑人心 你别盯他的 你就是险些被他们的药害死他 叶红不答 只是看着年轻患者 年轻患者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他又不傻 哪还能想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卢神医为了证明南州医药的新药无用 便暗地里对他下了毒手 他只是一枚没人在乎的棋子 没错 就是卢神医拍了我一下之后 我才突然觉得不舒服 卢神医 我那么信任你 辛辛苦苦跟着你从省城来到南州 你为什么要害我 叶红转头看向卢白语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卢白语狠声道 空口无凭 就凭任几句话 就想往我身上泼脏水 未免太天真了吧 说着话 他目光微微闪动 一丝肉眼不易察觉的红线 从他眼中飞出 直奔叶红而去 听众朋友 本集一波奖完毕 我是主播沐阳 是剧中旁白 叶红等角色的配音 喜欢本书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58章 卢白鱼已经动了鲨鱼 这叶红 竟然随意的就治好了年轻患者 那可是他坐下的手脚 叶红可以轻而易举的解决 足以证明 这叶红同样是个一道高手 既然如此 那今天的事情 注定不会那么顺利 他甚至还有可能 真的被弄得身败名裂 与其等到事情 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倒不如现在 先解决了这叶红 到时候 其他人谁还敢 对他有半分之一 那红线 足以让叶红死生千百次 其他人甚至还没反应过来 更没看到那红线的存在 下一秒 叶红便直接伸出右手 闪电般在空中抓了一下 这就想要杀人灭口了 也太沉不住气了 卢白鱼脸色惨白 这小子竟然能接下这一招 那是我杀人无形的利器啊 一向无网无力 怎么到了叶红面前 就好像小孩子玩闹一般 没有发挥出一点该有的作用 其他人一脸茫然地看着叶红 完全不知道他为何会说出杀人灭口这样的话 哎 卢神医做了什么吗 为什么我什么都没看到 叶红推开手掌 却见他掌心中 正躺着一个只有绣花针大小的红色小蛇 小蛇软绵绵 显然已经死了 葱白鱼 你不是号称神医吗 怎么还和虫蛇轻上关系了 卢白鱼向后退了一步 不可思议地说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还没资格知道 你 我接下了你的虫蛇 若是我对你出手的话 你能不能接得下 说完 不等卢白宇回话 他便向前跨了 仅仅只是这一步 没有任何其他多余的动作 可卢白宇却是浑身一震 只觉得一股难以抗拒的真气 瞬间传遍他全身 随着心脏传来一阵剧痛 他整个人便倒在地上 心脉尽端 卢白宇瞪大眼睛 双目没有神采地看着天花板 一副死不明目的模样 夜红如今是医者静静 卢白宇只是徘徊在医者门口罢了 一步只有却是天差地别 在真正走在医仙之道的人面前 普通人就是蝼蚁般的存在 现场一片安静 甚至连呼吸声都比刚才小了很多 没有人敢弄出一点动静 谁都没想到 这才短短几分钟时间 卢白宇竟然就死在了夜红手中 不 准确来说 是卢白宇先对夜红痛下杀手 不过却被夜红随手反杀 这岂不是说明卢白宇在夜红面前真的就是个垃圾 之前对卢白宇百般逢迎的人 此时却对他的尸体视而不见 只是骇然地看着夜红心思白转 在想着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夜红套近乎 却不会显得太过尴尬 卢白宇这个混蛋 平日里总是骑在我们头上作为作福 没想到今天突然在这里暴毙 这是报应啊 突然有人哈哈大笑喊了一句 这话说得很有水平 直接把夜红摘了出去 所有人都知道 卢白宇是夜红杀的 可是在他们口中 卢白宇就是不知原因的突然暴毙 和夜红没关系 这样夜红也就不需要背负杀人的罪名 对 对了对 这人渣早就该死了 老天有眼啊 南州医药研制出的各种新药 那是造福人类 这卢白宇为了一己之私 竟然刻意抹黑南州医药 这种没良心的东西 老天都看不过去了 你看 现在把它收走了吧 啊 何先生 叶先生 不知贵公司的新药 什么时候正式上市 不知我可否提前预定一些 林昌盛神情争鸣地盯着夜红 他一次次地想要收拾夜红 可夜红却给他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意外 他这辈子还有可能报仇吗 如果新药是真的有效 他怀中的这所谓的仙丹 还能卖得出去吗 南州的那些董事长或者总裁们 一个个也都围了过来 那位黄董由衷地说 叶先生 您又给我们带来一次惊喜啊 以利虎为代表的南州大佬 更是大声吆喝着 叶先生 你艺术通天不说 还有一副菩萨仙长 研制出各种新药早不天下 以后我们这些人 就为叶先生挖手势战了 利虎说出这句话是发自内心 在场的人除了何文峰 只怕也就数他最了解 叶红的恐怖了 其他的会儿会儿大佬 虽然心有不甘 可是叶红那无声无息 便杀了卢白宇的一幕 让他们胆战心惊 哪怕他们小弟千千万 叶红要杀他们 也是轻而易举 为了活下去 他们必须得奉叶红为老大 很多人心中凛然 这些大佬们的势力 几乎遍布整个南州市 有了他们这样的表态 这叶红只怕要在南州呼风唤雨 只手遮天了 一个来自省城的老人笑着说道 叶先生 不知道我们李家能否成为南州医药在省城的经销商呢 省城李家可以说是真正的顶级豪门家族 在省城只怕也就只有三四个豪门可以与他们相提并论 而李家名下最为出名的产业便是月薪医药集团 可以说在场所有医药行业的大佬加起来 也比不上李家的月薪医药啊 现在这个李家公认的当家人 在知道南州医药新药的神奇之后 竟然不是想着收购 而只是想要成为我们的经销商 李家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 若是有李家的帮扶 南州医药的新药 只怕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消遍全国呀 这可是天大的机会呀 可是何文芳却是笑道 李兄啊 这事以后再谈 若是有需要 我们不会拒绝和李家合作 李家虽强 可何文芳也是南州一等一的人物 自然不会卑躬屈膝 李老微微皱眉 那叶先生的意思是 何先生的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 李老点点头不再说话 其他医药公司 虽然也有这样的心思 可是李老既然开了口 他们便知道 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了 叶红淡淡地扫视着周围众人 诸位 热闹也看够了 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这话一出 在场之人都知道 这是下了逐客令 不敢多留 纷纷告辞离去 而叶红之名 必然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传遍整个医药行业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精灵小九 是剧中林薇薇的配音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众实力CV连魅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十九章 叶红的医术要远远高出卢白语 这一点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不然卢白语也不会那么轻易死在叶红手中了 所以叶红是不是就成了卢白语之后省内第一审议了 那些离去的大佬们心知肚明 却没有一个人有把这个消息传出去的想法 现在还不知道叶红是什么样的性格 若是贸然为他造势 或许还会惹他心生厌烦 因此没有人选择多此一举 何文峰一直笑得合不拢嘴 之前他还有担忧 觉得叶红医术虽好 却不一定是卢白语的对手 经过这件事 他对叶红的信心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叶红临走之前 声音平淡地对林昌盛说了一句话 别再挣扎了 你破产已成定局 好好想想我之前给你的建议 是抱着这破丹药继续找冤大头 还是选择吃了丹药 救你自己一秒 叶红 你 你真要把我逼到绝路 你已经身在绝路了 说完这句话 叶红头也不回地离去 何文峰怜悯地看着林昌盛摇头叹息 得罪谁不好啊 为何你偏偏和叶先生结下死仇 林昌盛面色惨然 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何文峰面前 何先生 求您救我一次 我林昌盛 从今以后愿意坐您门下的一头走狗 何文峰摇头 你觉得我能说服叶先生 可以让他放过你 可以的 你一定可以的 林昌盛急声说道 你和叶先生是合作伙伴 只要您开口 他一定会给您这个面子的 你高估我在叶先生心中的地位了 何文峰叹道 我虽然认识叶先生时间不长 却也知道 在他心中 没有任何人有资格 让他卖一个面子 何先生 何文峰摆了摆手 没让他继续说下去 你 最好还是好好考虑考虑 叶先生给你的那两个选择 因为 你已经没有其他路可走 林昌盛颓然贪婪在地 一脸的绝望 第二天一早 叶红就接到了秦乙默的电话 叶红 你昨天跟我说的工作 今天还有效吗 秦乙默的声音 听起来愤外坚定 我一直在等你电话呢 好 你在哪 我这就去找你 中午吧 你来白草堂找我 我带你去南州医药报到 以后呢 你在那边上班 有什么需要你做的 我会告诉你 至于工资 每月一号 我会从我的私人账号上转给你 如果你有需要用钱的地方 也可以告诉我 可以预知一些 待遇这么好 我还真怕你把我卖了 秦乙默笑道 不等叶红回话 她就又接着说 不过 有这种待遇 就算真被你卖了 你值了 秦乙默十一点就出现在了白草堂 一直安安静静地在门口等着 到了十二点 叶红出门 带着她去南州医药集团人事部报到 整个过程她都处于忐忑不安的状态 咖啡厅的工作她已经辞了 没有退路可走了 如果是叶红真的是在骗她 她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一直等叶红陪着她办完入职手续 这才彻底松了口气 忙了一中午都没拦得及吃饭 我请你吧 出了南州医药大厦 秦乙默笑着说 哪有员工请老板吃饭的道理 叶红指了指不远处的南河酒店 为了庆祝咱们以后成为合作伙伴 我请你 你看那家怎么样 秦乙默想了想 那家酒店看上去起码是五星标准 她肯定是请不起的 于是爽快地答应 好 吃了你这顿饭 我一定好好工作 不让你失望 这家酒店正是何文峰送给叶红那家 叶红自从接手之后 一直没怎么来过 去那边吃饭 刚好也可以顺便看看里面情况如何 到了酒店之后 大唐经理马上殷勤地迎了上来 老板好 秦乙默震撼至极地转头 看向叶红 她不是做一样行业的吗 这家酒店 怎么也成了她的产业了 我这个曾经的高中同学 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嗯 给我准备个包间 我同学吃饭 选一个安静的地方 好嘞 您跟我来 餐厅在二楼 大唐经理把两人送到包厢门口 便很聪明地离去了 老板带着一位长相气质 皆都如此出众的美女吃饭 肯定不希望身边有电灯泡之类的东西啊 秦乙默一直偷偷地打量着叶红 一直到吃完饭离开的时候 她才稍微收敛心神 洋装震惊地跟在叶红身旁 一起走出包厢 秦乙默 突然一个声音从两人身后传来 秦乙默下意识地转头看去 却见他身后两米处正站着一个男的 男人大概一米八的身高 长相也不错 那一身衣着最少价值几万块 一看就是那种过着精致生活的成功人士 可秦乙默看到这人却微微皱了皱眉头 那男人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到秦乙默的情绪 静止乐呵呵地向前走来 莫莫 还真是你啊 真是巧了 你也是来这里吃饭的 是挺巧的 王妃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以后有空再聊 说着话 秦乙默扯着一红的衣袖准备向前走 哎 别啊 既然碰到了 就一起喝一杯啊 王妃 我没时间 王妃看向叶红 嘴角微翘 带着几分不屑 那这位兄弟呢 哎 你有事呢 可以先离开 可这位兄弟 总不会那么巧 也有事要做吧 叶红点点头 很干脆地说 嗯 不错 我是有时间 王妃灿烂地笑了起来 刚准备说话 叶红已经继续开口 可是我并不想和你喝酒 刷的一下 王妃那张帅气的脸 骤然间阴沉得可怕 她眼神凌厉地看着叶红 这朋友 你就是这么交朋友的 说话这么不客气 我不是你的朋友啊 我也不想和你成为朋友 所以我为什么要对你客气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狼狼书舍 是剧中灵天成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联媚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十章 王妃脸色铁青 长这么大 她还从未见过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人 两人刚刚认识的时候 不是应该你捧我一句 我还你一句 大家礼上往来客客气气的吗 为什么这家伙的每一句话 都会让人有一种将他生吞活剥的冲动 王妃是个体面人 无法忍受这样的羞辱 所以他爆发了 我他妈好好的和你说话是给你脸 可你他妈非要给脸不要脸的话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王妃指着夜红的脸大骂 如果不是看在莫莫的份上 你以为老子会搭理你 王妃 你够了 够了 哼 拓 不够 老子追了你多久 三年 整整三年 可是你呢 一直对我视而不见 你说你现在不想谈恋爱 好啊 老子信了 可是你现在在做什么 跟一个垃圾男人在酒店里吃饭 吃完饭 是不是要去开房啊 如果早知道你是这种下贱女人 我他妈早就帮你上了 整天庄的冰清玉洁 实际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贱人 婊子 秦乙莫双眼通红 不过却表现得异常平静 被人大庭广众之下如此羞辱大骂 他只是伤心 却没有几分愤怒 王妃 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 就是你的虚伪 你以为自己表现得天衣无缝 可是 没人可以完美掩饰自己的本性 你目光中时常流露出的贪婪和不耐 让我恐惧 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 怎么和你彻底断绝关系 毕竟 谁都不想让一头禽兽 一直惦记着自己 你说是吧 婊子 还敢骂我 我打死你 王妃抬起手 狠狠地向秦乙莫脸上打去 就在这时 一声闷响传出 叶红在王妃的巴掌落在秦乙莫的脸上之前 直接一脚踹在了他小肚子上 她是我的人 也是你想打就能打的 叶红居高临下 看着痛苦地趴在地上的王妃 声音平淡 可是那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高高在上 却让王妃恨得咬牙 那是什么东西 凭什么用这种眼光看着我 又凭什么在我面前说这种话 好啊 在这酒店里 你敢跟我动手 等着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们这只狗男女 王妃 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 不然 后果不是你能承受的 后果 我倒要看看 能有什么后果 我哥哥是这酒店的保安经理 我叔叔是酒店的总经理 只要他们一句话 你们这两个贱人就别想走出酒店 现在还想威胁我 秦乙莫无奈地摇头 有人要作死 他想拦都拦不住 王妃不提他的背景也就罢了 现在他把他叔叔和哥哥都搬了出来 那他叔叔和哥哥肯定就要倒霉了 刚才他听得清清楚楚 那位大唐经理称呼叶红为老板 用保安经理和总经理来威胁老板 这样的事情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时旁边包厢的门突然被人从里面打开 五个年轻人走了出来 一看到趴在地上捂着肚子痛苦不已的王妃 这五个人顿时大惊失色慌忙地向这边跑来 飞哥 怎么了这是 谁敢在咱们的地盘欺负你 反了天了吧 不知道飞哥在这南河酒店是什么地位 哥几个 飞哥平时里总带咱们在酒店里吃喝玩乐 对我们可是不薄啊 现在他被人欺负了 我们能坐视不理吗 谁敢的 弄死他 王妃见自家几个兄弟出来 瞬间底气十足 在其他几个人的搀扶下 他艰难站起身 嘲讽地看着叶红 现在你再动我一下试试 叶红连回话的心思都没有 直接再次一脚踹在他肚子上 还是刚才的位置 分毫不差 而且叶红这一脚 用出的力道比刚才更大 王妃一直导着向后退了三四步 才重新趴在地上 旁边五个人都没能稳住他的身体 我动你了 你有意见 王妃疼得不断倒些凉气 身体毫无意识地抽搐着 过了许久才缓过劲来 他这次没对叶红放狠话 反而对身边的五个兄弟大声骂道 废物 你们是他妈在开热闹吗 上 全都给我上 弄死他 五个人对视一眼 觉得叶红那一脚虽然厉害 可是自己这边毕竟有五个人 用不着怕他 上 其中一人猛然大喝一声 第一个挥舞着拳头冲了过去 其他人紧随其后 可叶红却没耐心等着他们一个个冲上来 他身形一闪 冲到这五个人中间 眨眼间也是五脚踹了出去 五声闷响过后 王妃那五个兄弟全都和他一样倒在了地上 秦义墨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 昨天叶红一脚踹碎秦义峰的膝盖 足以证明叶红身手不凡 最起码对付这几个小会儿会儿是没什么问题的 所以他这次倒是没有多少惊讶 打趴下几个人 叶红却好像根本没放在心上 走到一人身前 低着头问道 刚才你说 王妃经常带着你们来这里吃饭 这人被叶红这一脚踹得魂飞魄散 哪敢无视他的问题 战战兢兢的回答 是 是 买单吗 王妃呵呵冷笑 之前老子就对你说过了 老子的叔叔是这里的总经理 老板不在 总经理就是这里的老大 只要他说一句话 谁敢跟老子要钱 哦 这样啊 叶红若有所思 王妃盯着叶红嘲讽道 觉得自己很能打是吧 啊 所以就敢在这里为所欲为 我刚才已经给我叔叔和我哥发了消息 他马上就会过来 这是他们的地盘 如果我还能被你欺负得这么惨 老子的名字以后就倒过来写 正说着话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人还没出现 就有暴躁至极的恐怖怒吼声传了过来 我他妈都要看看 谁敢在我们南河闹事 吃了雄心豹子胆吗 不知道这是谁家的产业 妈的 不知死活的东西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枝梅 是剧中顾欣欣和秦宇墨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众实力CV连妹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十一章 很快几个人便大不流星的出现在走廊里 王妃看到这些人 马上嚎啕大哭起来 哥 叔叔 你们可要给我报仇啊 这家伙 竟然敢在你们的地盘打我 他怪我把我打死了呀 为首的那两人怒法冲冠 小飞 你别怕 这顿打肯定不会让你白挨 敢在南河闹事的人 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是吗 一个淡淡的声音传来 那带头的两人怒气冲冲的看了过去 可还没来得及破口大骂 便呆滞在原地 张口结舌 双腿打颤 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夜红缓缓上前 来到王妃的叔叔 也就是南河大酒店的总经理面前 轻声问道 南河是你的地盘 王总经理吞了口口水 不敢说话 还是你的地盘 夜红又看向王妃的大哥 也就是南河酒店的保安经理 开口问道 保安经理脸色极为难看 恶狠狠地盯了王妃一眼 然后对夜红点头哈腰地讨好道 老板 这是个误会 真的是误会 您听我解释啊 之前何文风将酒店送给夜红的时候 已经将夜红介绍给了酒店管理层 可以说只要是酒店中有点权力的人 就不可能不认识夜红 眼看着王妃竟然和新老板发生了冲突 这两人哪能不提心吊胆 王妃早就待在了那里 傻傻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这个看起来随手就能弄死的家伙 竟然是南河的老板 我所仰仗的叔叔和大哥 只能是人家属下的员工而已 王妃 你还不赶快向老板道歉 总经理历声喝道 王妃猛然回神 刚要说话 夜红已经开口了 道歉就不必了 王总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南河是你的地盘 老板 王妃还小 不懂事 都是在胡说八道 您可千万别放在心里 是吗 听说他带人来这里吃饭 有你一句话 就没人敢找他要钱 这 王总心虚地低下了脑袋 这种事狡辩是狡辩不过去的 只要一查账就会被发现 夜红指了指电梯口的方向 收拾收拾东西 你可以离开了 老板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你被开除了 说完又扭头看了看保安经理 还有你 老板 我跟了何先生十几年了 一直都是中心杠杠啊 你这不能就这么开除我呀 王总急忙说的 能坐到五星级酒店总经理的位置不容易 如果真被开除了 他以后还怎么养着外面的三个小情人 想要找到一个月薪十万的工作 并不是那么容易 他不想丢掉这份工作 一脸恳切地看着夜红 老板 我知道错了 我发誓 以后绝不再犯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你没有机会 给你三秒钟时间 从我视线中消失 不然你会被保安丢到大街上 总经理勃然大怒 指着夜红的鼻子骂道 夜红 你就这么不见人情 非要把我逼到绝路才肯罢休 夜红一脚将他踹趴在地上冷声道 给脸不要脸 他看向那些站在保安经理身后 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的保安们 把他们两个扔出去 老板发话 那些保安哪敢怠慢 一个个上前 驾住王总和保安经理 拖着他们就往外走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马上放开我 我是总经理 你们敢对我这样 以后还想不想混了 偷崽子们 连你们老大我都敢动 你们想造反吗 总经理和保安经理 皆都是又惊又怒的大骂出声 他们不甘心 就这么轻描淡写的 他们就被辞退了 就这么失去了努力 多年才爬上来的位置 可是不管他们说什么 那些保安们都是面无表情 很快就将他们拖到了电梯中 王妃脑袋不断撞着地面 懊悔不已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 因为我的愚蠢 害得叔叔和哥哥被人赶了出去 以后这 这还怎么在南河作为作福啊 走吧 叶红对着秦义默说 秦义默指了指 仍然趴在地上的王妃等人问道 他们怎么办 不是在这里吃饭了吗 结账之后 送他们离开就行 这一次 他会把以前的账单一次性借清 而此时此刻 南河大酒店的监控室里 一男一女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屏幕 而屏幕中显示的内容 正是二楼餐厅走廊内 叶红和王妃等人发生冲突的一幕 这家伙就是叶红 那个号称医术胜过卢白云的家伙 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啊 女人带着浓重的鄙夷道 跟普通人号永动狠 哪有点神医的模样 小夕 告诉你多少次了 不要以毛取人 这人能够研制出那么多新药 就已经足以证明他的能力了 可是 你跟京城陆审仪学医多年 等会看到他 较量一番 不就知道他到底是真材实学 还是照耀撞骗了 小夕重重地哼了一声 山中无老虎猴子什么大王 等会就让他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医术 说完他又很是不服气地看着男人 我也会向你证明 他根本没资格加入国医馆 他出身正统的医学世家 又败入了大名鼎鼎的京城陆老神医名下 心高气傲 怎么会把一个同龄人放在眼里 而叶红刚刚带着秦乙墨走出酒店 没多久 何文峰的电话就又打了过来 叶先生 京城那边有人来了 说是 要收购我们南州医药 这种事还用想 直接拒绝就是 可是 可是他们来头不简单呢 好像是京城肖家的人 肖家 肖家是京城一个豪门家族 很多子弟都身居耀之 在京城的影响力很大呀 那又如何 他们还想强买强卖不成 他们若是真敢如此 我不介意让肖家从京城消失 听众朋友 本集一波讲完毕 我是主播穆扬 是剧中旁白 叶红等角色的配音 喜欢本书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重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十二章 这 何文风只能无奈苦笑 早就应该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叶先生好像一直都是这样 不将天下人放在眼里 不管对方什么来头 在他眼中都好似蝼蚁一般 随手便可捏死 那可是京城的豪门家族啊 他哪知道叶红重回一世 眼光之高 心气之傲 早已经超出了常人可以想象的极限 只要是普通人 哪怕身份再怎么高贵 也没资格让他心生畏惧 要不您当面和他们谈谈 由于良久 何文方才再次开口说道 叶红才是大股东 也只有叶红能决定 南州医药到底卖不卖 可以 让他们来找我 萧家的人动作很快 半个小时左右 就出现在白草堂内 叶红 我们是京城萧家的人 特意来和你谈一笔大声音 萧小西仰着脑袋 一脸傲然地说 叶红正在为一个病人针灸 对突然出现在诊室中的 那一男一女视而不见 更是对萧小西的话充耳不闻 萧小西瞬间大怒 喂 我在和你说话 你没听到吗 叶红仍然认认真真的 再给病人身上扎着针 好不容易有个病人 愿意让我看病 我得珍惜这个机会 至于什么萧家人 很重要吗 让他们等着就好了 叶医生 那病人都看不下去了 小心提醒了一声 那个 有人找你 我试针期间 你不要说话 那病人果然闭嘴 老老实实地不再开口说话 萧小西越发地怒不可遏 扭头看向男人 你看他是什么态度 我们专上过来找他 他就这么无视我们 他有什么资格这么对我们 男人却是摆了摆手 轻声说 不必着急 等叶先生十万针再谈 你也是医生 难道不知道 针灸之时 最近有人打扰 一会儿就让他好看 终于等叶红在病人身上 扎了密密麻麻 一片银针之后 他才抬头看向 萧小西两人 你们找我 原来你能听到 我还以为你是笼子呢 有事就说 没事的话就马上离开 这里是诊事 不是你们闹事的地方 男人上前一步 挡在萧小西身前笑着说 叶先生 不好意思啊 我这侄女啊 骄纵惯了 说话不过脑子 不过她没有恶意 还请你不要介意啊 叔叔 干嘛敢说这些废话 直接问她 南州医药多少钱才肯卖 不卖 如果你们来找我 只是为了这件事的话 那就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 叶红 听说你医术不错 那又如何 我要和你比一场 我最看不惯的 就是你这种利用医术 招摇撞骗的人 今天我就要揭穿你的真面目 是吗 既然你医术那么高明 那能不能看出她得了什么病 萧小西大步上前 不管不顾 直接伸手抓过病人的手腕 微微把了下脉 眉头便深深皱了起来 看出来了吗 叶红问她 萧小西看了一眼病人 似乎在犹豫要不要当着病人的面 说出真实病情 可最终还是沉生爽 肾沟能衰竭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她剩下的日子只怕是不多了 你能治吗 我虽然不能治好 但却可以拖着她这条性命 只需由我亲自为她斟酒 服以药物 她的身体状态 就可以一直维持下去 不会死 就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医术 也敢向我挑战 你说什么 萧小西气得小脸通红 小拳头握得紧紧 我能保她不死 连医院都做不到 你还敢说我医术不好 不是不好 是垃圾 你 不服气 医术是用来治病救人 若是连病都治不好 还有什么资格说自己精通医术 她这种病 我能维持住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不然放到其他医生那里 她只能慢慢死在病床上 最好的结果 难道不是 你能治好她 萧小西本来只是随口这么一问 她不觉得叶红有这样的能力 就连她师父陆老神医 想要治好这种病 也要费一番功夫 这叶红年纪轻轻 怎么可能比得上我师父 我只是想要将你逼到绝落 你说我的医术垃圾 你不也治不好吗 所以你也是垃圾 都是垃圾 你凭什么一直嘲笑我 可叶红的回答却出乎她的预料 我能 而且现在就能治好 萧小西愣了一下 紧接着大声笑了起来 你是要笑死我吗 现在就能治好 你这给我看看呢 很好笑吗 难道不好笑 不好笑 她现在已经快好了 你身为医生 连这点都看不出来 不应该感到羞愧 萧小西二话不说 又重新蹲下身子 为病人诊了一下脉搏 那原本不屑的目光 逐渐变成了震惊 平正 竟然真的有了好转的迹象 你 你怎么做到的 我需要向你解释 那她什么时候能好 等我拔针之时 萧小西不说话了 一直紧紧的盯着病人的脸色 观察着期间的变化 过了五分钟 等叶红为病人去了所有银针 萧小西再次为病人诊完脉之后 便失魂落魄的站在那里 一声不吭 肾衰竭 就连医院都没有太好的办法 只能患肾的病 就这么被叶红治好了 她用了五分钟 针灸五分钟 治好了这种足以夺去人命的难缠病症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精灵小九 是剧中林薇薇的配音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十三章 仅仅这首针灸之术 就足以证明 叶红的医术远在她之上 萧小溪初出茅庐 家学不错 再加上败在陆老神医门下 所以自认为她的医术 已经紧在她师父之下 根本没把天下一声放在眼里 谁知道 只是这个刚刚展露头角的叶红 就远远超过她不知多少 你还要跟我比吗 我 我 她深情复杂 过了半天 终于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 对不起 叶先生 这件事我不懂事 冲转了您 我向您道歉 知道错了那就走吧 萧小溪再也不负 刚才趾高气昂的姿态 静幅地看着叶红说 叶先生 我们能不能单独找个地方谈谈 我们这次过来收购南州医药 只是幌子 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和您商量 叶红看了一眼那病人 病人本来沉浸在自己大病出狱的狂喜之中 感受到了叶红的目光 马上感恩戴德的离开 哎呦 这论坛里的人没有说谎呀 这位白草堂的叶医生 真的是有神乎其神的医术 这 就连我这肾衰竭 几针都能治好 这天下还有他治不好的病吗 等回去之后 这这这这 一定要在论坛里为叶医生造势啊 这么好的衣裳 怎么能埋没在那群雍医之中啊 有什么事 现在可以说了 萧小夕看了一眼男人 那男人轻笑道 不知叶先生 有没有听说过国医馆 没有 萧小夕被噎了一下 也不知道他是真不知道 还是压根就不在乎 啊 国医馆呢 是官方组织的 汇聚天下一树高明之辈 人才众多 彼此之间相互交流进步 共同解决过很多难缠的疾病 哦 没兴趣 在叶红眼中 根本就没有什么难缠的病症 他治病救人之时 也不需要别人的配合 加入什么国医馆 完全是多此一局 叶红如此干脆的拒绝 男人也没觉得特别生气 或者是难堪 脸上仍旧带着笑容 叶 叶 叶先生 国医馆呢 并非只是一群名医之间取长不断 实际上 还有更重要的用途 那 不管是什么用途 我都没兴趣 叶红白手道 叶先生难道就不想知道 加入国医馆之后 会有什么福利待遇 如果没有特别好的条件 那群名医也不会甘心被官方驱使 不是吗 是因为 官方给的钱够多 叶红讥讽道 萧小溪摇了摇头 啊 其中有很多事情 待您加入国医馆之后 我们才能告诉你 现在能说的就是 只要您肯加入国医馆 官方可以满足你任何和医术有关的要求 哦 哪怕是我想让官方帮我寻找一些难得一见的药材 官方也会答应 啊 这是最基本的 国医馆的权力之大 绝对可以超乎您的想象 有这层身份 您办任何事都会方便喜多 是吗 叶红不是很明白 现在官方已经有了卫生部 管理着所有医院和医生 为什么又要组织这么一个国医馆 还给他们如此之大的权力 不错 叶先生 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 叶红有些心动 别的不说 只是那个官方可以帮忙寻找药材的条件 就可以让他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 有了药材 他就可以炼制提升修为的丹药 药材找到的越快 他恢复的也就越快 见叶红仍在犹豫 男人叹道 小夕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给叶先生一些考虑的时间 萧小夕伸手掏出一张名片 叶先生 这是我的名片 什么时候你考虑清楚了 可以随时联系我 叶红伸手接过名片 余光扫了一眼 纸间上面写着 京城名要堂金牌医师 萧小夕 我可以答应你们 叶红当即说 不知叶先生有什么条件 不得干涉我的自由 不管你们有什么事 我若是有兴趣便会去做 若是不想做 任何人不得勉强 你们能做到吗 可以 叶红心中疑虑更深 我的名声并不是很大 最起码和我的实力并不相符 可是眼前这两人 并不知道我的医术到底如何呀 为什么还会一口答应这个要求 或者说在那国医馆内的所有人 都有这样的待遇 给亦绝对的自由 那官方组织这些最顶尖的医生聚在一起 到底目的何在 好 我答应你们 尽管还有些不理解的地方 叶红还是直接点头答应 只要对方可以做到他们保证的条件 若是到时候真的有需要他的地方 他也不介意多出一份力 那就多谢叶先生了 男人长出口气 可是随即又有些犹豫 可是 希望您理解 我们虽然听说过您的名声 可您还需要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 还要口和我 叶红嘴角微翘 男人急忙说 我知道这样不太好 您心里有些不舒服也是理所当然的 明明是我们主动来邀请您 现在还要考验您 那个 这没有这样的道理是吧 您也知道这样并不合理 啊 可这是规矩 所有进入国医馆的医生都要如此 毕竟官方那边不是人人都懂医术 得向他们展示出一定的实力 才会得到他们的认可 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 给予国医馆的医生相应的权益 叶红不在乎这些 想要特权 当然得要相应的实力 不然谁会打理你 可以 怎么考核 啊 去医院中工作一段时间 只需治好十个身患疑难杂症的病人 便算是通过考核 我们可以给您安排在南河市医院 身份呢 只是一个普通的组织医生 您看如何呀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狼狼书社 是剧中灵天成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重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十四章 没问题 不过 我还要在白草堂内工作 哦 这是您的自由 那就没问题了 什么时候需要我去南河医院 告诉我医生就可以 嗯 正式自我介绍一下 肖正风 国医馆副馆长 希望以后合作愉快 哦 我也不希望我们 闹出什么不愉快的 肖正风和肖小夕 很快就离开了 出了白草堂 肖小夕一脸茫然地 看着天空上的白云 正整出神 精神状态差到了极点 被打击到了啊 倒也不至于那么严重 只是想不明白 他年纪也不大 为什么医术 可以到那种地步 我从小开始接触医术 五岁便开始被逼着 被汤头哥签金方 后来 拜在师父门下后 已经觉得 天下间能胜过的人 寥寥无几 叶红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他的条件 难道比我还好 除了努力和条件 天赋更重要 或许是他的天赋 比你好吧 嗯 叔叔 你这是安慰我吗 不必想这么多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或许 他是某个隐食不出的 老神医的关门利子呢 啊 还真有这个可能啊 有机会的话 可以打听一下 他的师父是谁 若是能把他师父也拉进过医馆 我们便又多了一大助力 第二天 叶红就接到了萧小熙的电话 让他直接去医院报到即可 一切手续都已经安排妥当 叶红向林天成请了长假 直接就到了南河医院 南河市医院 是整个南河市最好的医院 而且是何文峰所开的私人医院 医院中有着最先进的医疗器材 最为出色的医生团队 每天前来就诊的病人数不胜数 想从这里挑选出十个疑难杂症 对叶红来说几乎简单 到了不值一提的地步 而此时此刻 那棵办公室里 一个四十来岁的医生 正皱着眉头 对叶红说着些什么 叶红 我不知道你是拖了什么关系 来我们医院的 但是 我告诉你 你最好不要犯错 不然 我肯定第一个把你赶出去 医生这行业 什么时候也可以有关系祸了 简直胡闹 这是在用病人的生命 在开玩笑 吴主任 这叶红只是刚刚在中医大学毕业 刚来就让他做主治医师 是不是太随意了 另外一个人跟着说 吴主任 我们这些人 谁不是从小小的实习医生爬起来的 凭什么他一来 就可以和我们平起平坐 这不公平啊 吴主任 我们这可是医院 不是藏无纳垢的地方 刚过来自报身份 叶红几乎就引起了办公室中大部分人的围攻 叶红面容平淡 等到这些人说得口干舌燥了才缓缓开口 说完了吗 吴主任赵梅 叶红 你什么意思 说完了我就走了 我很忙 没时间在这里听你们废话 若真对我不满 可以向院长反应 哪怕是院长直接开除了我 也算是你们的本事 在我面前发牢骚 有用吗 你 吴主任顿时气急 指着叶红脸红脖子粗的厚道 叶红 你这是什么态度 就是这种态度 你想能把我怎么样 行 行 你很可以 我倒要看看 院长能袒护你到什么程度 我这就去找院长 久不相信 他为了你一个新人 才能不在乎我这个内科主任的看法 吴主任双手背在身后 气呼呼地走出大门口 吴主任 我和你一起去 我也去 就看不惯某些关系户还那么嚣张 今天非要把他赶出去不可 眨眼间 办公室空了一大半 只有寥寥几个医生在角落里 目不斜师地盯着电脑 叶红倒也落得清静 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 大概只是过了十来分钟 刚刚气势汹汹出门找院长告状的一群人 又灰头土脸地走了回来 吴主任狠狠地瞪着叶红 我不知道你和院长是什么关系 但是 在我手下做事 你最好能老实一些 不然 不然我迟早让你滚蛋 呵呵 叶红只回了这么两个字 而这时候一个年轻人笑容满面地走进办公室 看到吴主任老远就打招呼 哎 吴主任 我们的这批药已经生产出来了 什么时候给您送过来 叶红微微一愣 这年轻人他认识啊 竟然是灵微微的那位男朋友 贾然 贾然并没有看到叶红 来到吴主任面前 不断地献着阴浅 您这段时间也知道我们的药效了 那是绝对的没有一点问题 您看 以后 要不要大批量的从我们这里拿药呀 贾总啊 这事以后再谈 吴主任心情不是很好 没好气地说 需要用药的时候 我自然会找你 哎 吴主任 我 贾然正要接着说话 可突然一仰头 看到了和他隔着三个座位的叶红 不禁恶然 你怎么在这儿 吴主任周梅 你 认识他 啊 认识啊 这是白草堂的一个小学徒 之前好像还准备和我抢女朋友 怎么 觉得学徒的身份配不上微微 所以就跑来做医生了 别说是普通医生 哪怕是院长 也没资格从他手中把林微微抢过去 贾然对自己的人格魅力 还是有几分自信的 林微微已经爱他爱到了 他说一句分手就会要死要活的地步 而吴主任等医生 听贾然说叶红不过是一个药堂学徒 心中越发比 一个学徒 一跃成为医生 称之为麻雀便凤凰 也不为过呀 可是 他一个学徒而已 有什么资格做医生啊 吴主任脸色阴沉道 叶红 你之前真的是药堂学徒 不错 吴主任重重地哼了一声 院长真是老糊涂了 执意把你留在这里 就不怕拉低我们医院的平均医疗水平吗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只梅 是剧中顾欣欣和秦宇墨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十五章 假然一眼就看出 这位吴主任对叶红十分不满 当即跟着说 不错 我听说 这小子是整个百草堂内 最差劲的一个学托 现在竟然还找关系 来咱们医院做了医生 他配吗 吴主任对贾然满意了许多 他微微点头道 贾总所言若是事实 那叶红以后 就不适合接诊任何病人了 万一出了事 我们负责不起呀 叶医生背景不凡 以后在办公室里 喝茶 看报 玩手机 剃牙都行 我们怎敢劳动 他老人家大驾呀 什么都不做 和废物有什么区别 我们需要这么一个人 在这里挨手挨脚吗 一句接着一句 凡是看叶红不顺眼之人 此时皆都毫不留情地 开始挖苦嘲讽 反正吴主任是站在他们这边的 他们什么都不用担心 等到所有人话音落地 不再开口之后 叶红才慢悠悠地说 今天我也算是长见识了 一群废物垃圾 也有胆子在这里嘲讽我 吴主任脸色瞬间阴沉 其他医生更是对叶红怒目而视 叶红 你骂谁呢 刚来就敢指着我们鼻子吗 你是不想在这里混了吧 叶红豁然气深 目光缓缓在在场 所有人脸上扫过 说的就是你们 不服气吗 就算真的不服气 你们又能将我如何 叶红 你过分了 我过分 我刚来这里不过半个小时 你们这群垃圾就开始 对我冷嘲热讽 现在我不过是把事实说出来 就是我过分了 吴剑涛 你这双重标准玩得可真漂亮 你们敢说你们不是垃圾 假然怒不可遏 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巴掌 叶红 你是什么东西 竟然敢这么对吴主任说话 他本来就看叶红不顺眼 现在针对叶红 又能取得吴剑涛的好感 何乐而不为 你又是什么东西 也有资格在我面前大呼小叫 你只是一个学徒而已 别以为现在找点关系 做了衣裳 就人不狗样了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当初 试图非离我女朋友的事情 说出来 非离你女朋友 家人 林薇薇那丫头比较蠢 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 可你瞒不过我 我可以告诉你 只要有我在 你就休想染指白草堂 只要你有任何出格的举动 我就把你剁碎了 扔到南州河里 你 你还敢恐吓我 这不是恐吓 是对你的忠告 你最好相信我 我说出的话 就一定做得到 叶红不知道 假然什么时候 会对林家动手 现在给他一个警告 或许他还会收敛一些 不过不收敛也没关系 他不信 这个废物有能力 在他眼皮子底下 做小动作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把我剁碎了 丢到南州河 假然也愣笑的 吴主任摆了摆手 不让假然继续说下去 看着叶红说 叶红 我不知道你和贾总之间 有什么暗怨 可我希望你明白 这里是医院 是南河集团旗下的南河医院 是整个南州市最好的医院 你说话 最好能注意点分寸 分寸 我已经很注意分寸了 若是没有分寸 这群废物垃圾 早就被我丢出办公室了 就凭你们也有资格和我叶红 待在一个办公室 叶红 你说我们是垃圾 你这个药堂学徒 岂不是垃圾中的垃圾 只怕现在连个感冒发烧 都治不好吧 我们不管怎么说 都是名牌大学毕业 从实习生一步一步走过来 可你呢 关系护而已 到底是谁没有资格待在这个办公室里 感冒发烧 以你们的水平 只怕也能治疗这个感冒发烧了 现在找一个癌症晚期病人 你们一起治 若是治不好 你们便是垃圾 滚出办公室 怎么样 你怎么不从太平间里 拉出来一具尸体 让我们救火呢 别说是医生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癌症晚期是绝症 根本不可能治好 你如果觉得你不是垃圾 去找个癌症晚期的病人治好啊 我若是治好了 你们就承认自己是垃圾 从今以后 就别在我面前唧唧歪歪 能做到吗 好 吴建涛断然替一群医生 答应了叶红的条件 可你要是治不好 就滚出南河 你能做到吗 一群人皆都钦佩不已的 看着吴建涛 转眼间就把叶红羞辱他们的问题 反丢给了叶红 吴主任不愧是吴主任啊 天下间谁能治好癌症病人 这个叶红不答应的话 就要丢尽颜面 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 凭什么要求我们做到 可若是答应 便注定要滚出南河 好 没问题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到时候可别反悔 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作证 如果你治不好病人 却还要死皮赖脸的待在我们医院 我们就把这事传到网上去 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 竟然言之凿凿的说你能治好癌症晚期 小子 你知道什么叫癌症晚期吗 啊 大言不惭 叶红摆了摆手 哎 瞪大你们的狗眼好好看着便是 癌症晚期病人而已 在我眼中和感冒发烧没有什么区别 治好这种病 也不过是几分钟时间罢了 说着话 叶红已经向门口走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 却又突然停下来 他扭头不耐烦的看着吴建涛 蠢货 愣着做什么 跟我走啊 吴建涛气得双眼直冒金星 这个叶红字字句句都在羞辱他 奇人太甚 日然无可忍哪 你要去哪 不是要治癌症晚期吗 你难道不需要给我找个病人 好 见叶红比他还要着急 吴建涛也不生气了 冷笑连连 这话 这是你自己迫不及待的 想要丢人现眼 是因为你自己作死 才会落得一个滚出医院的下场 可怪不得我呀 听众朋友 本集一波讲完毕 我是主播沐阳 是剧中旁白 叶红等角色的配音 喜欢本书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重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十六章 病人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 许多家属围在周围 面带悲涩 吴建涛冷笑道 叶红 这里有两个病人 一个是恶性肿瘤 一个是淋巴癌晚期 这两个病人之中 你随便选出一个 只要能治好 我今天就跪下来向你道歉 对 你要能治好 我们都向你下跪道歉 只要你在办公室 我们绝不出现在你面前 叶红啊 你说你能治好 总得给出个时间吧 万一你说需要几十年 难道我们还要等你几十年 用不着那么久 五分钟就好 他们两个我一起治 什么 失心疯了 这家伙脑袋肯定有问题 只要是个正常人 谁会说出几分钟治好两个癌症患者这种话 别说是癌症啊 就算是普通的感冒 任何医生也不敢保证几分钟之内让人家痊愈啊 假然哈哈大笑计讽的 叶红 你该不会觉得在林医生手下学过几天就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神医了吧 吴建涛也跟着冷声说 林天成的名上我也听说过 医术的确不错 可是就连他也不敢说可以治好癌症患者 你一个小小的学徒 又何德何能敢在这里上窜下跳 吴主任 让他治 我看五分钟过后 他还有什么脸在我面前叫嚣 叶红自顾自走进病房 来到靠近门口的那个病床前 对着病人家属说 你好 我是新来的主治医生叶红 现在这房间的两位病人 由我负责 那位神情黯然的男人 听到叶红的话后 竟是直接爆发了 我不管你们谁来负责 能不能怕我老婆病治好 我一个月前带着我老婆来你们医院 她从普通的头疼 被你们支撑了脑血管萎缩 又从脑血管萎缩 被你们支撑了恶性脑瘤 如今更是告诉我 在已久活不过一个月 你们一步一步的 把我推到绝望的深渊里 你们是医生啊 是本该给我们带来希望和光明 医生 怎么可以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这番话说的 吴建涛和外面的医生们 都是一阵面红耳赤 他们一再误诊 这是他们的错 根本没办法解释 床上的病人 伸手拉了一下男人 好了 你不要这样 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现在能看到你每天陪在我身边 我已经很满足了 男人捂着脸 闷声痛哭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因为还没到最绝望的时候罢了 真正面临绝境的时候 哪儿还能保持平日里展露的坚强 另外一床的病人和家属们 皆都心有戚戚 哀声叹气了一阵 突然有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孩说 你们都别这样啊 谁说得了绝症就一定会死的 我在咱们南州论坛上 看到好几个帖子 里面说在百草堂有个医生 医术很好的 不管什么病他都能治好 不如我们到那儿试试啊 那正在痛哭的男人恶然抬头 百草堂的医生 什么病都能治 不可能 怎么会有这样的医生 本来我也不信的 可是很多人都这么说了呀 还都说那是他们的亲身经历 断了几年的腿 都被医生给治好了 刚刚被人打断的腿 也被那个医生治好了 还有一个是肾衰竭 那个医生只是针灸了几分钟 就彻底痊愈了 这绝对是骗子 其他人纷纷说的 不 不是的 女孩子连连摆手 我刚才看了好几遍 那个肾衰竭的人 把那个医生治疗之前的检查单子 和治疗之后的检查结果 都发到论坛里了 所有的症状完全消失 真的被治好了呀 姑娘 你还是太年轻了呀 现在骗子的手段层出不久 造假能力是琳琅满目 一不小心就会上当 还是小人谨慎一点比较好 女孩子急得红了脸 我们真的可以试试啊 那个医生是白草堂的 白草堂在咱们南州那么有名 总不能那么黑心骗我们吧 就算到时候治不了 也不过是白跑一趟 不是吗 总比待在这里能死得好啊 男人听他这么说 倒还是真是有些犹豫了 如果真的是去白草堂了 那医生治疗 就算那人是骗子 我们也不会被骗得太惨吧 也没什么可骗的了 毕竟白草堂还是要看下去的 可是如果那人真的可以治疗癌症 那我老婆岂不是可以继续活下去 多的是一个希望 即便这个希望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好 那我们就去试试 男人终于下定了决心 狠狠地点了点头 而后他看向叶红和吴建涛等人 我们不在这治了 你们这群医生 除了坑人 你还能做什么 全都是没有一点医疼的混蛋 说着话 男人已经开始收拾东西 老婆 你放心 只要有一点希望 我就绝不会放弃你 哪怕是倾家荡产 病人眼眶通红 泛着泪珠 我 我 哭人吗 这不是还没到最后一步呢 而且 也许那个百草堂的衣裳 真的能把你治好呢 另外那个淋巴癌的病人家属 也开始收拾东西 在这里就是等死 我们当初啊 就不应该对这里的医生抱有希望 吴建涛脸色铁青 这些家属 当着他这个主任的面说那些话 和直接在他脸上打耳光 有什么区别 各位 你们还不能出院 吴建涛斩钉截铁的说 你们现在的情况已经很严重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直接出院的话 很有可能发生意外呀 什么 意外 你觉得我们现在还怕发生意外吗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精灵小九 是剧中林薇薇的配音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众实力CV连妹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十七章 吴建涛历声道 你这是在拿你妻子的生命在开玩笑 留在这里 才是对他最大的不负责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非让我们留在这里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想多搜刮我们一些钱 我告诉你 做梦 我宁愿让他死在家里 是绝对不让他死在你们这区幽医小里 另外一个病人的家属也冷声道 来医院办个院呀 整天就是做各种检查 打掉瓶吃药 可是 病情有哪怕一丝的好转吗 我们知道 让你们治好癌症 是抢人所难 可是 我们想要的 只是让病人减少一些痛苦啊 连这些你们都做不到 还有什么脸 让我们留在这里 走 用不着和他们废话 直接去办出院手续 去排草堂 炒那位神医 几圈黑心的废物 假然目瞪口呆 我怎么从没听说 排草堂内出了一位神医 现在吴建涛 上次骑虎难下的时候 如果我站出来解决了这些病人 那他肯定会对我刮目相看啊 那时候岂不是可以和南河医院建立长期合作联系 这可是每月都数百万的利润 越想越激动 既然忍不住了 向前一步高声说道 各位各位各位 我理解你们的心强 我的亲人若是得了不治之症 我也许会比各位还要暴躁 可是 我还是要很遗憾地告诉各位 百草堂内根本没有所谓的神医 这一点 我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在场的人 也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 因为我女朋友就是百草堂的亲生女儿 我前两天还刚刚去过百草堂 没听说过任何人说 那有所谓的神医 网上的事情 大多都是子虚无有 各位看看也就罢了 可千万别信以为真哪 不然 病人若是真的因此丢了庙 肯定会成为大家心中的遗憾 不是吗 一阵沉默 这人如此确定 难道真的和百草堂有关系 连内部人士都这么说了 那论坛的消息 或许真是假的吧 若是连这条退路都没有了 那真的要出院回家等死吗 哎呀 在医院待着 好歹心里有个寄托呀 不见涛欣赏地看了一眼假人 这小子不错啊 看样子 长期合作的事情 可以好好考虑考虑啊 不可能 正在所有人都犹豫不已的时候 那女孩陡然间开口说道 我看了好多人的帖子和下面的回复 所有人都是言之凿凿 根本不像是撒谎的样子 你说你女朋友是百草堂林医生的女儿 有什么证据 谁知道你是不是为了让我们留下 才在这里胡说八道的 你不信的话 我现在就给我女朋友打个电话 说着话 她直接掏出手机 找出林薇薇的号码拨了出去 按下了免提键 一阵茫然过后 电话中传来林薇薇满怀欣喜的声音 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薇薇啊 我这边有些事情想找你确定一下 什么事啊 听说你们百草堂最近出了个神医 什么病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治好 这不是真的吧 我这边有几个人 还真信了那些网上胡说八道的人 林薇薇确实没有马上回答 沉默了许久 薇薇 林薇薇好像才回过神来 啊 你们百草堂 没有那位神医对不对 有 有的 林薇薇很是复杂的说道 假然周然间瞪大眼睛 并然家属们却是陡然间双目大亮 啊 竟然真的有 我 薇薇 你 你再和我开玩笑吧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啊 他也是这两天才刚刚展露头角的 而且这个人你还见过啊 谁啊 叶红啊 就在这时 假然的手机骤然掉落在地 不可思议地看向叶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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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们说的那个神医 叶红面无表情地点头 嗯 不错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就是一个小学徒而已 怎么可能突然就变成了神医呢 我去 叶红讥讽道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你永远都想不到的事情 吴建涛等医生也都是震撼地 看着叶红 实在是不能把他和神医这两个字联系到一起 肯定是有人在故意吹捧 根本就不可能有那种 几分钟便可以给人治好疑难杂症的衣裳 叶红看向那群人的家属轻声笑道 你们也听到了 我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位白草堂的医生 因为某些原因 我可能要在南河医院待几天 如果你们真的相信我 就稍等几分钟再出院 那女孩明显要聪明许多 眨眼间就猜到了叶红化妆的寒意 这位医生 你的意思是说 几分钟后你就可以治好病人 然后我们就可以出院了 对吗 不错 好啊好啊 反正我们也正准备去找你的 现在好了 没想到能恰好在这里碰到 那男人刚才还深信不疑 此时看到叶红的年纪都是有些怀疑了 这么年轻的深夜 真的可靠吗 叶红仿佛看出了他心中的疑虑 笑道 这位先生 你大可放心 我不是那些佣义 我说可以治好 就一定可以做到 尝试几分钟 换你妻子后半生的健康 如此划算的买卖 你都不愿意做 好 那我就再相信你们一次 不是信我们 是信我 我和我身边这些垃圾不同 没错 他们就是垃圾 您姓叶是吧 叶医生 那现在就劳烦你为我爱人治病了 吴剑陶等人气得是蹊跷生烟 脸色难看的厉害 这两个人是不是当我们不存在呀 当面就这么吗 我们不要脸子吗 叶红 别忘了我们刚才的赌约 吴剑陶朗哼道 哼 几分钟内将病人治好 不然马上从我们南河滚出去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狼狼书舍 是剧中林天成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期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先 作者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众实力CV连妹演播 后期制作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六十八章 吴剑陶现在对贾然十分不满 好端端的 他站出来做什么 这是我们医院内部的事情 用得着你多管闲事 现在一个电话 让叶红出尽了风头 更让我这个主任 丢尽了连面 真的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非有一个 他所在的那家公司的药物 效果好像也不是太好 是不是要继续合作 得好好考虑一下了 感受到了吴剑陶那冰冷的目光 假然欲哭无泪 他也不想这样啊 叶红明明就是一个小学徒 谁知道他怎么突然就变成了神医 简直就是莫名其妙啊 叶红面无表情地说 我当然没问题 只是希望你们也记得刚才说的话 若是我真治好了 你们向我磕头认错 以后不准出现在我面前 吴剑陶重重地哼了一声 他仍然不信叶红有那个能力 不仅仅是他 在场的所有医生 心中都吃笑不已 身为医生 普通人怎么可能比我们更了解这个行业 说什么 几分钟之内能治好癌症患者 真要有这项技术 早就明昂全世界了 哪还有时间和我们在这里争论不休 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叶红缓缓上前 来到那女患者床前说 不必害怕 很快就好 叶医生如果能治好我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 可是如果治不好 我希望你能带我回家 回家 恶性脑瘤 在全世界内都是难解的病症 我们跑再多的医院也没什么用 我的日子不多了 只想安安静静地和你在一起 这或许是我的最后能够抓住的幸福了 你能答应我吗 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扑通一声 他跪在了地上 对着叶红 砰砰砰地磕着想头 谢医生 如果你真的像论坛里说的那样 一束神通 我求你 你必须要救救他 他还年轻 才二十五岁 他不能就这么死了 起来 站起来 叶红又重复了一句 我是医生 只好你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你用不着求我 说着话 他已经掏出银针 双手微微在针尖上抹过 消毒之后 直接冲着病人的百慧学刺去 窗神弄鬼 吴剑涛嘲弄了一句 等着看叶红接下来的动作 谁知 叶红只是病人脑袋上刺了一针 而后就直接站起身 向另外一个病人走去 叶医生 男人紧张兮兮地问道 我老婆这边 等一会儿就行 大概五分钟吧 五分钟后 你老婆就好了 众人是一阵无语 就连那女孩 此时也是一脸犹疑 这家伙该不会真是个骗子吧 哪有这么给人治病的 那可是恶性脑瘤啊 你就那么随意地扎一针 然后让人家等五分钟就好了 这么容易治疗 还能被称之为一难杂症吗 那位患有淋巴癌的病人 躺在床上 脸色发黑 呼吸困难 他盯着叶红 勉强说道 业医生 还是等您把我旁边那位治好了 再来看我的情况吧 那女孩好像是这位患者的女儿 也跟着说 是啊 业医生 我们不着急 治病是大事 一个一个来好不好 叶红倒也不在意 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下来 叶红 吴剑桃突然开口叫了一声 叶红不等他说话 就直接打断道 吴主任 你不知道我很讨厌你吗 能不能不要总是主动和我说话 吴剑桃被咽了一下 怒气冲冲 我只是想要给你一个忠告 既然你不想听 那就算了 谢谢 我的确不想听 叶红不耐烦地说 吴剑桃气急 自从他做了主任之后 已经不知道有多久没遇到 敢和他对着干的下数了 好 我就看着 五分钟之后 那病人到底能不能好 连吴剑桃都在叶红这里 得不到一个好脸色 其他医生自然也不会自讨没趣 一个个双手抱在胸前 等着看热闹 眨眼间 五分钟时间过去了 叶红再次来到病人床前 随手将银针拔掉 中间那根银针之上 多了一层黄褐色的液体 叶红甩手将银针丢进垃圾桶里 医生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已经治完了呀 你老婆好了 他脑中的恶性肿瘤 已经化作黄水 被粘在银针上 你刚才没看到啊 谁都看到了 银针上的液体 可是没人知道 那什么东西啊 如今听叶红这么一说 他们才明白 那竟然是恶性肿瘤 所化的液体 如果肿瘤没了 病自然也就好了 男人几乎是扑到了女人床边 看着脸上终于有了一丝血色的老婆 她是既激动又忐忑 老婆 你 你现在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 病人闭着眼睛 认真地感受了一番 然后一脸茫然 我觉得很轻松 很舒服 全身上下呀 都没有了之前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我好像 好像真的好了 不可能 吴剑涛急了 大声道 两位 你们不知道啊 这病情严重的时候 往往会给病人一种错觉 病人觉得没问题了 实际上 只是心理上的错觉 病情却是一点都没有缓解 我也建议你们 再去做个详细的检查 身体还有没有问题 到时候一看便知啊 男人本不想搭理吴剑涛 可却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 不做个全身检查 他也有些不放心 总不能这个年轻的叶医生说好了 老婆就真的好了吧 得等检查结果出来 才能做出最精准的判断 好 老婆 我们去检查 男人伸手拉着病人的胳膊 准备搀扶着他下床 可是病人却是一把将他的手推开 静止掀开被子 干脆利落地穿上鞋 站起来之后 还原地蹦了两下 真的是舒服啊 他感叹了一句 这才抓住了男人的手 走吧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只梅 是剧中顾欣欣和秦以墨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69章 看着这一幕 男人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之前他老婆已经到了无法下床的地步 双手也总是止不住地颤抖 说话多多缩缩 现在这种症状完全消失了 只是针灸了那么一会儿 就恢复了平日里的活泼可爱 这 男人心中狂喜 当即对着叶红跪了下去 叶医生 谢谢 谢谢 谢谢您的大恩大德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 叶医生 还没去做检查 不确定你老婆的病是不是真的好了 你谢我做什么 这 这还用得着做检查吗 我又不是瞎子 他现在的情况 明显就是已经好了呀 男人笃定地说道 吴剑涛那人许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现在这女患者的表现 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怎么可能呢 之前明明快死了 站都站不起来 只能用各种药物吊着这条命 为什么眨眼间就可以活蹦乱跳 吴剑涛不甘心 更不相信叶红真有那种起死回生的本事 先生 我觉得你还是带着你爱人去检查一下比较好 吴剑涛正色说 中医有很多常人不能理解的手段 你爱人外表看起来什么问题都没有 可身体里面或许有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正常都是在透支他的生命 说完他还瞥了一红一眼 胡药高估了某些人的医德 为了表现出自己的不同寻常 某些人可能什么都做得出来 男人冷笑道 自己没本事治 现在被人治好了 你怎么还有脸在这里吼 吼吼吼吼吼的 我会带着我老婆去检查 可那不是因为怀疑叶医生 只是想证明叶医生的实力 宝宝 我们走 好 病人巧笑严然 对自己的老公言听计从 两人走出房间之后 那女孩不断眨巴着大眼睛 好奇地盯着叶红 疑惑地问道 叶医生 您是怎么做到的 中医的针灸之术 跟你说理你也不懂 那我爸的淋巴癌 你也能在几分钟之内治好 那位病人的检查结果出来之前 你们敢让我治吗 为什么不敢啊 就像刚才那位大哥所说的那般 只要不是瞎了 都能看出那位小嫂子的病 早都已经好了 吴剑涛等人的脸色又难堪了几分 可现在他们不敢说话 一旦开口肯定又要被骂 那病人脸色蜡黄虚弱地开口 叶医生 反正啊 我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不管怎么样 都不会比现在更惨吧 求您 出手帮帮我 让我脱离苦海吧 既然病人和家属都这么说 叶红也不再推辞走了过去 依旧是用几根银针 很是随意地刺在病人身上 几分钟之后 叶红取下银针对病人说 恭喜你啊 以后可以和正常人过一样的生活了 那病人不可置信 我 我就这么好了 不开刀 不吃药 更不需要大动干戈的手术 好像玩闹一般 扎了几针 困扰着他们全家人最大的问题 就这么解决了 如果你觉得没底气的话 也可以去检查一下 叶红说 那女孩已经跑去搀扶病人 好 我们这就去检查 病人双脚稳稳地站在地面上 他神情复杂至极 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在女儿的连拖带拽下 一步步向外走去 刚走到门口 那女孩却突然转头说 叶医生 我叫楚明月 是明日头条的自媒体作者 如果我爸爸的病真的好了 我可以采访你吗 哦 你粉丝多吗 女孩夸张地说 很多很多 好几百万呢 我还是微博大V呢 好啊 我们可以约个时间谈谈 如今网络发达 通过网络宣扬自己 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叶红觉得自己很可悲 堂堂一仙现在为了点名气 为了让更多的人找自己治病 已经沦落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这若是传到仙界 只怕会让所有的仙佛笑掉大牙 没过多一会儿 男人和他老婆率先回来了 进了房间 两人二话不说 扑通扑通两声 再次在叶红面前跪了下来 男人痛哭流涕 谢医生 你救了我们两个人呢 如果我老婆死了 我也准备跟她一起走呢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警察结果出来了 叶红倒是没多大感触 这样的场面 她早已经经历了 不知道多少次 出来了 脑子里的东西没了 很干净 这是好事 你哭什么 叶红伸脚在她身上踢了一脚 你老婆还在这边看着呢 也不嫌丢人现眼 我高兴 男人十分耿直地说 我哭一下怎么了 叶红摇了摇头 看向吴剑涛 吴主任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吴剑涛上前一步 对着男人说道 检查结果 给我看看 男人从地上爬了起来 鬼叶医生可以 可是这个所谓的吴主任 算个什么东西 你不甘心 你还是不相信叶医生 一数差也就罢了 连脸光也废到了这种地步 也不知道你这种人 是怎么坐到主任这个位置的 说着话 他把手中的检查结果扔了过去 吴剑涛迫不及待地打开 后面的医生们也都一窝蜂地围了过来 他们细细看着CT片子中的结果 脸色越来越阴沉 终于 啪的一声 吴剑涛重重地将片子摔在地上 这不可能 这是假的 肯定是假的 叶红 你事先联合病人 故意坑我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 叶红 你好无耻的手段 好卑鄙的心思呀 未来在医院站稳脚跟 就做出如此阴险之事 我告诉你 我们南河 容不下你 怎么 想赖账啊 若你真的医术超凡 我们给你下跪又如何 可这明显是你在坑我们 吴剑涛大喝一声 转头看向男人 说 叶红给了你多少钱 还让你这么没底线地配合他演戏 听众朋友 本集一播讲完毕 我是主播沐阳 是剧中旁白 叶红等角色的配音 喜欢本书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重实力CV连妹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七十章 男人是个暴脾气 哪里忍得了这个 当即一个剑步冲了出去 举起拳头 重重地向吴剑涛鼻子上打去 演戏 我演你大人 吴剑涛鼻血横流 一群医生纷纷上前 一边拉扯住男人 一边大声喊道 打人了 打人了 快报警啊 快报警啊 又出人命了 男人被人拉住了双手 动弹不得 双脚却仍旧不甘心地 向前踢着 你们这群废物 自己没能力治好我老婆 业生治好了 你们还在这里说三道四 我老婆在这里待了多久 他是什么情况 你们谁不知道 现在他有什么状态 你们都看不到 吴剑涛双手捂着鼻子 你竟敢在医院里闹事 你等着 我会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要报警吗 尽管去 挡着警察的面 我也要打你 打死你这个医官亲手 病房中闹哄哄一片 吵闹声不断 叶红站在最外面 看着那些一声 一张张 猙獰的嘴脸 突然大笑出声 笑声很大 竟是把所有人的吵闹声 都压了下去 你笑什么 吴剑涛已经是满脸鲜血 看上去很是可怕 他冲着叶红咆哮道 这一切都是你引起的 现在你还有脸笑 叶红笑容兼职 陡然间立刻出声 病人的情况 你分明一清二楚 输了赌约 为何不想我下跪 你 你 我 我 跪下 简简单单两个字 可随着这两个字出口 却有一股异样的威严 从他身上散发而出 让在场所有人 都有一股顶礼膜拜的冲动 吴剑涛双腿 好像不听史文一本 直接跪在了叶红面前 其他一声也是如此 一时间病房中 膝盖跪地面的声音 不绝于耳 叶红一人傲然而立 双手复后 俯视着这些衣裳 你们可心服口服 吴剑涛完全被叶红的气势 震慑住了心神 完全生不起半分反抗的心思 下意识地说 服 服 以后在办公室里 你们都不准出现在我眼前 能不能做到 能 滚吧 呼啦啦 一群一声如释重负 匆忙爬了起来 一窝蜂地滚出了病房 一直到离开病房很远 吴剑涛等人 才从叶红的压力中缓过来 刚才 我们为什么要下跪啊 吴剑涛咬牙切齿 大家都是同事 叶红竟然如此逼迫我们 简直亲人太甚 这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刚才的叶红 好像一头猛兽一样 只要我敢反驳她 她就会马上冲过来撕了我 所以我就跪下了 我也是这样 叶红到底对我们做了什么 好 叶红 你给我等着 这件事绝对不会叫什么算了 我在医院里待了这么久 难道还弄不过你个新来的 贾然也混在这群医生之中 他低声说 吴主任 我倒是认识几个道上的大哥 要不要 我找人收拾收拾他 你准备怎么做 不瞒您说 我早就看这小子不顺眼了 他现在又得罪了您侮辱人 我一定要让他神败名利 说重点 吴剑涛冷声道 他还记恨着贾然呢 如果不是他打给林薇薇的那个电话 那些病人和家属们 也不会确认叶红的身份 不确认身份的话 或许就不会那么顺利的 让叶红出手给他们治病 叶红无法给病人治病 他们又哪会如此丢人现眼 说到底 罪魁祸首都是贾然这混蛋 那些大哥们 不是心狠手辣之辈 我们在叶红给人治病之后 给病人下毒 到时候病人出了事 自然便是叶红的责任 治死了人 谁还会相信他神医 等到他沦落到人人寒大之后 再让人宰了他 吴剑涛一阵心惊肉跳 他虽然讨厌叶红 可想到的也就是 把他从医院赶出去罢了 假然这小子 竟然想要杀人 而且要以病人的命为诱饵 把叶红逼到绝境 想想叶红到时候那茫然无措的样子 吴剑涛竟然隐隐有些兴奋起来 你要怎么做 都是你和叶红的私人恩怨 和我没关系 我也不会参与 吴剑涛捧着脸说 贾然笑着点头 那是自然 吴主任您放心 这件事我自己就能搞定 那咱们合作的事 过几天再说吧 说完 快走了几步 和贾然拉开了距离 贾然也是个聪明人 明白吴剑涛 是要看他的表现 如果真的收拾了叶红 合作的事情自然没问题 他冷笑不已 叶红呀叶红 本来你罪不至死 可是谁让你 要在医院里出这种风头 你必须要成为我的垫脚石 放心 等我拿到和南河的长期合同 会给你多烧一些纸钱的 吴剑涛等人前脚刚刚离去 下一刻 楚明月和他父亲一起回来了 只不过 这次他父亲是自己沉稳地走回来的 不需要楚明月的蝉扶 看到空空荡荡的房间 楚明月微微愕然 啊 那些人呢 走了 你父亲怎么样 一说这个 楚明月也没心思关心那些医生 为什么会突然离开了 双目扑闪扑闪地盯着叶红 其中的震惊和仰慕丝毫不加掩饰 好了 我爸的身体啊 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叶医生 你 您真的什么病都能治吗 嗯 差不多吧 那既然都好了 你们收拾一下 可以办出院手续了 说完 他转身也向门口走去 啊 叶医生 等一下 怎么了 您不是答应我要让我采访的吗 楚明月身为一个很有名气的微博大V和自媒体作者 嗅觉还是很敏锐的 她觉得叶红这样的人迟早会火遍大江南北 现在她能这么早地接触到叶红是她的机会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精灵小九 是剧中林薇薇的配音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七十一章 六点吧 东下班之后 好 那我等你啊 我先给我爸办出院手续 叶红走回办公室的时候 这里空无一人 刚才那些人在叶红面前颜面尽尸 短时间内应该不敢出现在叶红面前了 以后只要叶红在办公室 他们就要在楼道里待着 或者去各个病房去寻房 六点之后 叶红准时离开医院 和楚明月约好了一个地方 一边吃饭 一边接受采访 楚明月看上去十分专业 带着笔记本 将叶红的所有言行 总结都记录了线来 而后很快发到他微博中和明日头条的自媒体账号上 叶医生 你年纪不是很大呀 为什么艺术会这么好呢 吃过饭后 正事也办完了 楚明月开始八卦 天生的吧 天下真的没有你治不好的病吗 可能有 但是我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我的文章发出去之后 肯定会有很多人来找你治病的 到时候你会不会很烦呢 我现在已经开始烦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问题真的很多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啊 叶医生 叶医生 你等等嘛 不管楚明月如何挽留 叶红已经头也不回走出了大门 楚明月促暇的低头偷笑起来 拿出手机 打开微博 双眼冒着星星写下了一行字 叶医生 真的是好有性格 长得帅 艺术好 竟然对我这样的大美妞不假磁色 这样的男人 简直就是西式珍宝啊 发完这条微博 他放下手机 双手脱腮 开始回味叶红刚才的一言一行 第二天 吴建涛等人在医院门口抽烟的时候 一个年轻医生走了过来 哎 吴主任 你们怎么都在外边 吴建涛重重地吐了一口烟圈白手道 别提了 咱们科里新来了个医生 医术很好 把我们全都压下了 以后 只要有他在 我们就不能进办公室 什么 哎 到了咱们的地盘 还能让他骑在头上拉屎撒尿 我倒要见识见识 什么样的人能厉害到这种地步 吴建涛等人赶忙阻止 李翔 你别得罪他 惹不起的 他有后台 院长摆明了要照着他 你这一周去国外交流学习 对医院的情况可能不太清楚 我慢慢给你解释 惹不起 院长怎么了 院长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 而且 吴主任 你说他医术很好 难道他还能比得上我 李翔是外国名牌大学毕业的医学生 是被南河医院重金挖过来的 才华横溢 尤其精通外科手术 一把手术刀被他玩得飞起 就没有他做不了的手术 这样的天之骄子 从小就是在被人追捧中长大的 自然受不了有人压他一头 李翔 你听我一句劝 真的别去招惹他 主任 你别说了 我这就去会会他 敢把咱们科的人都赶到办公室外面 得先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资格 说完 李翔怒气冲冲的向医院大楼走去 吴建涛对着一群医生叹气道 唉 走吧 咱们也跟着一起看看 可别让李翔吃了亏 他还是太年轻了呀 没过多久 李翔就气势汹汹的来到办公室里 他扫尸了一圈 看到办公室中仅有的一个人 便大步走了过去 你就是叶红 这一路上 李翔已经知道了叶红的名字 叶红只是抬头看了他一眼 而后便对跟在他身后的吴建涛等人 淡淡的说道 我让你们进来了吗 吴建涛皱眉道 叶红 滚出去 叶红根本不管他要说什么 直接呵斥道 够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和吴主任这么说话 没我的吩咐 你也不能踏走办公室半步 狂妄 听说你医术很好 那敢不敢和我打个赌 没兴趣 如果我输了 以后在医院里 我就为你马首是瞻 如果你输了 就马上给我从办公室里滚出去 怎么样 你敢吗 你输了的话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没错 可我也不怕告诉你 你根本就不会有这个机会 你赢不了我 好啊 我答应你 你要赌什么 做手术的速度 我们就看看 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完成同样难度的手术 可以 叶红连讨价还价的心思都没有 直接答应下来 吴建涛等人心中一个个是狂喜呀 嘲讽地看着叶红 就差指着他的鼻子大骂蠢货了 李祥的手术速度和精准度 在全省呢 都是排得上号的 在南河医院 没有人有资格和他相提并论 他们承认 叶红的针灸是不错 可是那是中医的针灸 并不是西医的手术啊 他竟然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东西 来和李祥比手术速度 吴建涛洗上眉梢乐呵呵的说 叶红 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李祥他 用不着你提醒 不管他如何 我都不会说 叶红 你太狂妄了 但是很快我就会让你感受到 什么是绝望 我等着 叶红面无表情 手术室中 不仅仅是内科的医生在围观 甚至整个医院所有有时间的医生和护士 都围了过来 大名鼎鼎的李祥 和刚入院就让吴主任下不来台的叶红 究竟谁能更胜一筹 真是让人期待啊 而手术台上 此时正躺着两只被绑得结结实实的小老鼠 副院长齐金被邀请过来 做这次赌约的裁判 以你们眼前的老鼠为对象 在不伤害老鼠其他器官的情况下 从老鼠心脏上去除一块肉 然后进行缝合 保证老鼠不会死亡 谁先完成 谁便会赢 你们准备好了吗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狼狼书社 是剧中灵天成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期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众实力CV连妹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七十二章 其今也是迫不得已 不然绝对不会来做这种比赛的裁判 自从叶红来了之后 医院的大部分医生都和他闹得是水火不容 这么下去 整个医院都会被搞得无烟瘴气 现在有这场比赛也好 不管谁输谁赢 最起码可以消停一阵子 他说完了规则 抬手看了看时间 二后开口道 开始吧 其今话音刚落 李翔就拿着手术刀 娴熟地动了起来 他轻车熟漏地给老鼠开膛破肚 速度快地让人眼花缭乱 吴剑涛等人的目光 几乎都不由自主地在其今身上 看着他的动作 一个个点头赞叹不已 嗯 几天不见 李一声竟然又有了些进步啊 真是难得一见的天才呀 手术最重要的便是手要稳 这一点 李一声的心理素质毋庸置疑 我们整个医院 也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而李一声更为难得的就是 在手那么稳的前提下 还能保持那么快的速度 精准无实物 我反正是甘拜下风啊 他叶红的针灸或许真的很厉害 但是说到手术 只怕给李一声提鞋都不配 你看他现在在做什么 这是要笑死我吗 此话一出 所有的人又不由自主地向叶红看去 此时李翔的手术几乎已经进行了一半 可是叶红呢 手里拿着手术刀 愣愣地站在那里 那老鼠仍然是完完整整 这是不知道从哪下手吗 吴剑桃脸上露出了十分畅快的笑容 叶红 比赛已经开始了 你怎么还不动手啊 如果不行的话 干脆直接认输算了 哼 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胆子 竟敢和李一声比手术速度 现在丢人现眼了吧 以后看你还有脸 不让我们待在办公室 接二连三的嘲讽声响起 叶红却是面无表情 他仍然提着手术刀 悠哉悠哉地站在那里 好像已经忘了正在比赛一般 一直到李翔取出了老鼠心脏上的一块肉 开始缝合伤口的时候 叶红才淡淡地开口道 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废话倒是不少 今天让你们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手术 话音落下 叶红开始动了 他两只手动作飞快 其他人只能看到一道道幻影 只是几十秒过后 叶红把一块老鼠心脏上的肉甩了出来 而后开始缝合伤口 又是十秒过后 叶红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搞定 叶红面无表情地说 本来正在脉里缝合伤口的李翔 听到这两个字后 浑身一痣 而后扭头向叶红这边看去 果然 那老鼠带着伤口 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 心脏上的一块肉 就落在老鼠旁边 这 这不可能啊 你怎么可能比我还快 不可能比你快 你自己问问他们 你有资格和我比吗 其今这才再次抬手看看表 张口结舌地说 叶红 整个手术从开始到现在 一共用了一分三十秒 这还包括刚刚他说话的时间 如果只是手术时间的话 可能只有四五十秒吧 他被震惊的大脑空白 叶红完成手术好长时间 他才看了时间 所以并不知道 叶红具体用了多长 吴剑涛喃喃自语 怎么可能啊 几十秒短时间 眨眨眼就过去了 他怎么可能完成一个完整的手术啊 李翔医生的确是已经够快了 但是 好像真的完全没资格和叶红相提并论啊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是魔鬼吗 这速度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了呀 叶红也不管这些人心中如何想 他转头看向李翔 扶了吗 李翔即便再不情愿 也得相信这个事实 他和叶红相差甚远 我说了 李翔低着头 失魂落魄地说 愿赌服说 以后我说什么 你就要做什么 没问题吧 叶红问他 没问题 叶红笑了 扭头看向以吴剑涛为首的那群衣裳 很好 以后若是听到这些人谁说我坏话 或者是没有得到我的同意 就私自跨进办公室 你冲上去就打 打到他们鼻青脸肿为止 啊 打人 怎么 做不到 要做个言而无信的人渣 我 李翔皱着眉头一阵纠结 最终还是狠狠点头 好 我一定做的 齐金犹豫着开口 叶医生 咱们这里 毕竟是医院 动辄动手 是不是不太好啊 院长 我还是那句话 院赌服输 他们打赌输给了我 那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如果是我输了 我早已经滚出医院 绝对不会有半句废话 吴建涛怎么也没想到 本来想给叶红挖坑 结果却又是自己被打击的体无完肤 他脸色难看 盯着叶红 叶红 我可以不踏入办公室 但是你也别太嚣张 早晚会有人收拾你 那个人是你吗 吴建涛不说话了 既然不是你 那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多嘴多舍 滚 哼 吴建涛重重地哼了一声 带着那群医生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手术室 齐金叹了一声 叶医生 大家都是同事 何必把关系弄得这么僵呢 是他们要和我过不去 吴建涛又叹了一声 摇着头离开了 他也知道 叶红来历不凡 是他得罪不起的存在 所以叶红要闹 就随他去吧 吴建涛那群人要作死 他也拦不住 叶红的名气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传遍了整个医院 不管是护士还是医生 私下里说话的时候 总是离不开叶红的名字 听说了吗 新来的叶医生 把吴主任整得很惨呢 吴主任在叶医生面前 都抬不起头了呢 叶医生做手术的速度 竟然比李祥医生还要快呢 我的天哪 以后叶医生就是我的偶像了 我警告你们 谁都不许说叶医生的坏话 叶医生针灸更厉害呢 听说连死人都能救活 也不知道他从哪学来的 那么神奇的艺术啊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枝梅 是剧中顾欣欣和 秦以墨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重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七十三章 我已经治好了两个癌症病人 是不是还需要治好八个 就算是完成了你们的考核 楼道中 叶红跟萧小溪沟通着最近的工作进展 在这医院中 着实没什么意思 叶红想早点通过所谓的考核 回到自己生活中 萧小溪满怀笑意的声音 从电话中传来 当然 叶先生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只要你治好十个 便算是正式成为国医馆的医员了 如果我今天再治好八个人 那我今天就可以离开医院 嗯 是的 行 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 叶红从楼道中走出来 随意叫了一个护士 吩咐道 把医院中所有得了绝症 已经确认无法医治的病人 全部请到办公室来 啊 叶医生 你要做什么 治病 如果没有行动能力的就算了 等会儿我亲自去病房 护士瞬间双目大亮 目光灼灼地 看着叶红 叶医生 您 您是要治疗那些癌症患者吗 他们都说您可以治好癌症 难道是真的吗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快去吧 说完 叶红自顾自地向办公室走去 小护士丝毫不敢耽搁 张嘴就对着护士站中的其余护士喊道 快快去把癌症患者都请到办公室来 叶医生要亲自出手 救这些患者的命 一阵阵惊诧的呼声过后 一群小护士们开始忙碌几雷 他们一窝蜂地走出去 跑到各个科室 气喘吁吁 可是脸上仍然挂着惊喜兴奋的笑容 这位大爷 快跟我来吧 我们医院新来的叶医生 医术很好的 专治医难杂症 您这肝癌啊 一会儿就能治好了 赶紧去让叶医生看看吧 奶奶 叶医生真的很有本事的 我们还能骗您不成 现在所有的人都过去了 您要是再不抓紧时间啊 只怕要等很久才能轮到您了 小哥哥 你放心好了 叶医生说了 他治病啊不收费的 你完全不用担心 会给家里带来什么负担 不一会儿功夫 一个又一个护士 搀扶着各色各样的病人 出现在内科所在的楼层 直奔叶红所在的办公室而去 一直在走廊中 无所事事闲逛的吴建涛 咬牙切齿地看着这一幕 突然眼中闪过一抹狠色 好像是下定了某个决心 他拿出手机 悄悄来到走廊里 你之前说的计划 准备的怎么样了 吴主任 您放心 我已经都联系好了 一会儿我和我那些朋友 就能过去 绝对让他一抹 吃不了兜着走 记住 不管你闹出什么 都和我没关系 当然 我明白的 不过吴主任 这件事如果成了 咱们的合作 你准备合同吧 吴建涛挂断了电话 重新回到走廊中 眼神阴冷地看着 叶红所在的方向 等会儿你就知道 得罪我吴建涛 会是什么下场 叶红在办公室中 忙得几乎是脚不沾地 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病人 对他还有些不信任 不过 在他用几分钟的时间 治好了一些病人之后 剩下的人 就开始疯狂了 叶红来者不拒 反正治疗的病人越多 他体内的真气增长得越快 治完十个人之后 他的境界已经有向 医者中期迈进的趋势 天古仪经中记载 医仙之道 共分八个境界 分别为 医者 医生 医师 明医 玄医 神医 圣医 仙医 到了仙医境 一般同道都会尊称为医仙 而每个境界又分为三个小境界 分别是前期 中期和巅峰之境 叶红现在一直在医者前期徘徊 和前世相比不值一提 可是 放在现在这个世界 有资格和他相提并论之人 少之又少 这些普通的病症 完全是手到勤来 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刚开始他治疗了二三十个绝症患者 可是很快 其他病人也闻风而动 听说这里有个无所不能的小神医 纷纷赶了过来 哭着喊着求叶红帮他们治病 小神医啊 我在医院里已经待了半个月了 这是个普通的鼻炎呢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直让我住院 我受不了了 求求您帮帮我好不好啊 哎呀小神医啊 我这胳膊呀 总是隐隐作痛 也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 麻烦你帮我看看 小神医 请问 这个男人的隐私之症 您能治吗 我总是满足无聊我老婆 叶红来者不惧 大概只有两个小时上下 整个医院的病人 不管是普通的感冒发烧也好 奄奄一息只能等死的绝症也罢 几乎被他治了个干干净净 所有被一红用了针的人 马上变得活蹦乱跳 这样明显的效果 让许多人惊为天人 直接跪在地上 磕头不断 大呼神仙在世 眼看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 病人们千恩万谢之后 也走得七七八八 这时突然从外面 闯进来了几个人 医生在不在 救命 快救命啊 几个人抬着 已经陷入昏迷状态的人 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 哪位是叶医生 快来看看病人的情况 不知道为什么 吃热饭就突然约过去了 叶红还没来得及上前 假然慢悠悠地 跟在这群人身后走进来 他带着灿烂的笑容 对着叶红说 叶医生 忙着呢 叶红甚至懒得看他一眼 直接不客气地说 滚出去 你没资格走进我的办公室 你 叶红 你只是个医生而已 有什么资格 对一个病人说这种话 因为这是我的办公室 我让你滚 你一分钟都不能待下去 是吗 我今天还真就不走了 我倒要看看 你能把我怎么样 叶红只要敢动手 他就敢躺在医院 住到地老天荒 碰瓷这种事 他不是做不出来 叶红瞥了他一眼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滚出去 我就不走 有种你来打我呀 听众朋友 本集一播讲完毕 我是主播沐阳 是剧中旁白 叶红等角色的配音 喜欢本书 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重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七十四章 打你 打你都怕脏了我的手 哎哟 连打我都不敢 还想让我滚出去 你做什么白日吗 你是在青红医药公司工作 对吧 不错呀 而且是青红医药的副总 年薪百万 只有我这样的青年俊杰 才配得上薇薇 有时间你就照着镜子 看看你自己是什么东西 一个穷医生 也想和我抢女人 这俩人你一言我一语 一旁抬着病人进来的 那些人不满了 我说你这医生怎么回事 这边病人都快死了 能不能先治病啊 他死不了 等我先解决了这个垃圾 再来处理你们的事情 叶红淡淡的说道 假然的事情迟早都要解决 他仗着是医药公司的副总 勾引林薇薇 最后害得林天成家破人亡 现在给他一些教训 或许可以直接避免悲剧的发生 当然 只是有这个可能而已 假然骨子里就是个人渣 只要不死 就会无休无止的纠缠林薇薇 而林薇薇那女人 脑子又有些不够用 没准什么时候脑袋一热 就会在她的甜言蜜语下犯下大错 那些病人家属不乐意了 怒声道 有你这么做医生的吗 病人都成这样了 随时都会死 你不看看病人的情况 只顾着和别人吵架 闭嘴 外面那么多医生游手好险 对我不满 大可以去找他们 不需要非要留在我这里 你 那些病人家属面红耳赤 刚要接着说什么 却被假然使了个眼色之后 马上演其息鼓 老老实实站在一旁 假然好整一暇的 找到了个椅子坐下 看着叶红也遇到 谢医生 我非但没有滚出去 还坐下来了 而且准备在这里 坐到你下班为止 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蠢货 叶红毫不掩饰地骂了一句 下一刻直接掏出手机 在青红医药官网上 找了个电话号码 拨了出去 喂 青红医药公司是吧 我是叶红 让你们董事长 十分钟内出现在我面前 不然后果自负 打通电话 叶红丢了这么一句话过去 而后十分干脆地挂断电话 这一连串的动作 让假然呆愣了片刻 紧接着就捧付大笑起来 表演得不错啊 是不是应该给你 颁个最佳影帝奖啊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一个电话就能把我们 董事长叫过来 他会不会过来 十分钟后你不就知道了 你以为老子会相信你 想吓唬老子 你那点道行还差得远 假然冷哼道 而电话那边 听到叶红那句话的秘书 也是目瞪口呆 脑残吧 谁是叶红啊 压根就没有听过 这样一个名字 还想让我们董事长 十分钟之内 出现在你的面前 那可是资产数十亿的大老板 不是你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狗 神经病 他暗骂了一句 突然身后响起了一个声音 你在骂谁呢 秘书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浑身紧绷 紧张地说 董事长好 你刚才在骂谁 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 周梅问道 秘书满头大汗 偷偷吐槽了一个神经病 竟然还恰巧被董事长听到了 他急忙解释 董事长 对不起 刚才有个人打电话过来 说让你十分钟之内去找他 忽然后果自负 我 我觉得他莫名其妙 所以 所以 有人找我 谁啊 董事长 那个人真的是个神经病 莫名其妙地说了那么一句话 连什么事情都没说 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您不用在意的 我问你那人是谁 董事长立声问道 不管事情大小 只要有人找他 身为秘书都应该马上汇报过去 这是身为秘书的职责 现在他因为自己主观判断 就截留信息 严格来说已经失职了 就算开除他都不过分 秘书低着脑袋 不敢再辩解 胆战心惊地问道 他 他说他说他叫叶红 哦 叶红 我没听说过 这董事长刚说出了这么一句 陡然间脑袋里闪过了一道灵光 叶红 那 那个南州医药集团的叶红 他知道叶红这个名字 也才几天时间 所以没能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他瞪大了眼睛 呼吸急促地追问 你确定 那人是叫叶红吗 是啊 就是叶红啊 董事长狠狠一巴掌 拍在秘书的办公桌上 他让我去哪里找他 秘书大脑一片空白 刚刚不是还不以为意地说 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吗 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紧张了 我 我不知道啊 他没说 废物 你是要害死我吧 南州医药的新药 势必会对整个医药行业 产生巨大的影响 甚至会打乱整个市场 重新洗牌 如今的老牌医药公司 都想要拿到南州医药的零售权 谁敢得罪叶红 这个南州医药的老大 他也一直在为找不到 和叶红套近乎的机会范畴 可谁知道 现在叶红主动来了电话 竟然被这蠢秘书拒之门外 马上回拨过去 如果找不到叶红 你也就不用待在这里了 秘书脸色惨白 慌忙按照刚才打过来的电话 拨了回去 好在那边的叶红没有聚接 董事长慌忙抢过电话 笑着开口问道 叶先生 您只说让我十分钟之内去找您 可没说具体地方啊 我这两眼一摸黑的 确实是有点为难啊 我没说地址吗 没有啊 但是我忘了啊 南河医院十分钟之内到 有问题吗 没问题没问题 十分钟之内我一定到 嗯 现在只剩八分钟了 八分钟之内 如果你赶不到 那青红医药 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电话被挂断 董事长一头冷汗 他慌忙喊道 快快快 备车 备车 五分钟之内赶到南河医院 不然 你们统统给老子滚蛋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精灵小九 是剧中林薇薇的配音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连昧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七十五章 演的倒是挺像啊 不过 董事长真的会来吗 别说是十分钟 就算是十天十个月 他老人家也绝不可能 为了你一句话 就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一个医生而已 就算医术再好 也只是个医生 还真把自己当什么大人物了 井底之蛙 永远不可能进入有钱人的圈子 贾然十分肯定 叶红就是个穷鬼 不是穷鬼 怎么可能在百草堂做学徒呢 就算是走了狗屎运 有幸来到南河医院做了医生 可穷鬼就是穷鬼 哪怕是飞上了枝头 也变不了凤凰 贾然见叶红不说话 越发的得意 我劝你一句 别在这里等着我们董事长了 还是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好好治疗一下这位病人吧 一会儿真死了 你负责得起吗 这话刚落地 一个气喘吁吁的人 来到办公室大门口 汗流浃背 看上去十分狼狈 他一边喘着粗气 一边连连道歉 叶先生 对不住对不住 我这一路啊 闯了三个轰灯 可还是迟到了 是我的不对 您要打要罚 我都心甘情愿地认了 啊 贾然顿时一愣 他使劲揉了揉眼睛 瞪大眼睛向这人看去 只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 董事长 怎么真的来了 而且他刚才称呼叶红什么 叶先生 态度还那么谦卑恭敬 好像生怕惹个怒了叶红一般 这怎么可能啊 董事长可是有几十亿身家 不管怎么想 都没理由对叶红这个穷医生这么客气啊 他张了张嘴 刚要开口 叶红已经说到 刚好八分钟 刘董没有迟到 那就好 那就好 不知道叶先生这么匆忙地找在下过来 是有何吩咐啊 您放心啊 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 我也绝对不会皱下眉头 叶红指的指假人 认识他吗 刘董事长好像这才注意到自己公司的这位老总 他瞬间收敛笑容 再不负刚才的卑微 挺直了腰杆 带着一股上位者的威严 贾总 你怎么在这里 假人一溜小跑的来到刘董事长面前 点头哈腰 董事长 真巧啊 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你 你招惹了叶先生 没有没有没有 怎么可能呢 这是个误会 完全是个误会 董事长 您听我给您解释啊 假人是个聪明人 这时候哪还能承认他要找叶红麻烦 可刘董事长却不想给他解释的机会 扭头看向叶红问道 叶先生 您要吩咐的事情 和他有关 嗯 我想让他滚出我的办公室 他不干 所以只能把你请来了 我想 你怎么说也是他老板 说话总会有点用的 对吧 刘董事长那张脸 瞬间布满阴云 他这一路都在想 到底是怎么招惹到了叶红 可想来想去 他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他和叶红一向没什么交集 平白无故的 叶红也不可能找他麻烦吧 没想到原来是假然这个混蛋 现在老子巴结叶身上都来不及 你他妈竟然还敢在人家面前 又杨威 谁他妈给你的狗胆啊 满怀恨不得当场宰了假然的怒火 刘董事长冷声说 贾总 叶先生让你滚出去 你有意见 呃 董事长 我 我在问你 你有没有意见 呃 不敢 不敢 不敢有意见 马上滚出去 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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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灰头土脸的向办公室门外走 再不敢对叶红说 你能拿我怎么样啊之类的话了 连董事长在叶红面前都像个孙子 他有什么资格在叶红面前撞大眼 只是 他刚走到门口 就听叶红再次云淡风轻的开口说 只是滚出我这间办公室吗 刘董事长 看来这位贾总 和你的关系还真是挺不错的 哦 叶先生 我一定让您满意 您先喜怒啊 千万别生气 为了这样的垃圾 气坏了身体就太不值得了 贾总 我正式通知你 你被开除了 现在马上回公司 收拾东西滚蛋 我们公司不欢迎你 假然险些一口老血吐出来 就因为叶红一句话 我就要被开除了 做到副总的位置 我花费了多少心血 现在说开除就开除 董事长 您凭什么开除我 咱们可是签了劳动合同的 合同 你还有脸跟我提合同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些年你在公司吞了多少钱 看在你能力还算不错的份上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你要让我把你做的事情都捅出来吗 到时候信不信让你直接在监狱里蹲上几年 我 我 假然脸色难看至极 到了他这个位置 手脚不可能那么干净 只是他自以为做得很隐秘 没想到全都被这老家伙看在眼里 他所有的底气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怜兮兮的看着刘董事长 董事长 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上 您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啊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的情分 我才只是让你收拾东西滚蛋 不然的话 关于你的那些资料 早就出现在工商局的案头了 嘉然连连后退了几步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叶红笑看着他 我能拿你怎么样 你自己说 我能拿你怎么样 好啊 是我小看你了 今天输在你手里 万人灾 但是 青山不改 绿水长辽 你给我挡着 滚 刘董事长见他还放狠话 立刻一声 假然恨恨地扭头离去 一直到他的身影从走廊中消失 刘董事长才弯着腰来到叶红面前解释道 叶先生 不是我不想把他送到监狱 刚才那些话 我都是在骗他 我知道 他肯定有侵吞公款的行为 但是 我是一直没找到证据啊 嘿嘿嘿嘿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狼狼书舍 是剧中灵天成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节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 写众实力CV 联媚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七十六章 叶红摆了摆手 魂不在意地说 哎 小事而已 我若真想收拾他 随时都可以 刘董事长一直提着的心 这才放回肚子里 这小子也是真不长眼 招若谁不好 偏偏要惹到叶先生您头上 我可以向您保证啊 以后整个南州 绝对不会有他立足之地的 说起来 这次还要多谢刘董事长 哎呀 应该的 应该的 以后叶先生有任何吩咐 直接打我的私人电话就可以 保证随叫随到 倒也是个聪明人 叶红挺喜欢和这种人打交道的 你比他强的时候 绝对不会违逆你的意思 虽然若是有朝一日你落魄了 他翻脸比翻书都快 甚至会恨不得凡才你几脚 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叶红相信 此生他都会凌驾于这些人之上 他们也只能一辈子 老老实实地为他做事了 我也很看好青红医药 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去找何先生谈谈我们两家合作的事情 叶红说道 刘董事长大喜过望 对着叶红连连拱手 作一 多谢叶先生啊 您这可是拉了我一把呀 大恩大德 无以为报 以后我甘愿做您门下走狗 为您安前马后 绝无怨言 行 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 有需要你的地方 我自会找你 刘董事长千恩万谢 将自己的私人名片恭敬地递给叶红后 有些犹豫地看向那几个病人 叶先生啊 这些人是不是来捣乱的 我可以帮您解决 我自己处理就好 刘董事长不敢多言 眉开眼笑地走出了办公室 和南州医药集团建立合作关系 就等于是领先了其他医药公司一大步 等到不久之后 新药开始横行天下 它也可以分一杯羹 而这一杯羹 或许就是数十上百亿的收入 叶先生大气啊 随口这一句话 就送了我这么一份大礼 成为叶红手下的一条狗 他都心甘情愿 吴建涛没走进办公室 却一直在暗暗注意着这边的情况 看到刘董事长走来的时候 他的脸色就开始不好看 等看到假然灰头土脸的离开 他更是近乎崩溃 怎么会这样啊 这叶红到底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本事 为什么每次布局 我都以为可以置叶红于死地 可最后的结果 却一次又一次的出乎意料 他死死地盯着办公室门口 满心不甘 那些假人安排的病人还没出来 或许他们会按照计划行事 若是致死了人 我看你叶红这次还怎么翻身 办公室中 此时只剩下了叶红和那位昏迷不醒的病人 和名誉上的病人家说 叶医生 现在可以给我朋友看病了吧 昏迷了这么长时间 你就这么确定他没有生命危险 如果真的出了事 你可是要负责的 一个人看着叶红大大咧咧的说 刚才你不顾病人安慰 只顾着和人吵架的一幕 我可是全拍了下来 如果我发到网上 你应该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吧 叶红不由得笑出声来 刚碰到刘董事长那么一个聪明人 现在就有几个蠢货迫不及待的跳了出来 这世界还真是奇妙啊 不是 你笑什么 人命关天的事情 你还笑得出来 你还是不是个医生 还有没有一点医德了 假然都滚出去了 你们确定还要为他做事 叶红问他 那年轻男人越发愤怒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现在病人就躺在这里 你到底知不知 不然 我马上将你的所作所为发到网上 让你身败名裂 嘴上这么说着 他心中却是骇然不已 这医生竟然一眼就看出了我们和假然的关系 这不好对付呀 他也有着不俗的背景 在南州还没有几个人能让他畏惧 若不是平日里和假然的关系还算不错 他才懒得特意跑到医院来给一个医生下套 告诉我你老大是谁 如果我认识的话 或许会考虑放过你这一次 这是你唯一的一次机会 小子 你比我想象中的要聪明得多呀 不过这又有什么用啊 我既然答应了假然要收拾你 那你今天就注定要投没 而且 你也用不着知道我老大是谁 只凭我自己要收拾你都绰绰有余 哦 那你倒是说说你是谁啊 年轻人扭头看向一旁的小子 一扬下巴吃上刀 哼 告诉他 那小弟带着鱼有容颜的骄傲 昂首挺胸高声说 小子 你听清楚了 这是我们老大 名叫陈傅 江湖人称傅哥 叶红皱着眉头想了一下 他所知道的南州大佬中 好像没有一个是姓陈的 见叶红不说话 陈傅还以为是 他被自己的名字给震慑住了 在他看来 这也实属正常 在这南州地界内 谁不知道他陈傅的大名 自从他一年前 手拿菜刀将一个南州大佬 砍成残废 就没有人敢再无视他 哼哼哼 怕了 我也不是那种不近人情的人 你拿出五十万 再去向贾然磕头求饶 或许我会考虑放你一次 放我一次 你确定 刚好路过的副会长齐金 听的是胆战心惊 这个年轻人竟然是臣妇 那 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呀 他惊惧不已 可还是壮着胆子跨进办公室 胆战心惊地对叶红劝呢 那个 叶医生 陈 陈 陈先生 绝对不是在吓唬你 你还是听陈先生的话 去向贾然讨个歉吧 那五十万 如果你拿不出来 医院这边是可以想想办法的 陈妇这种人 普通人招惹不起 哪怕有钱有事 可被这种人缠上了 他也得被吃掉一块肉 齐金这么说 完全是为叶红着想 破财消灾嘛 安安稳稳才是最大的幸福 哎 道歉 假然不配 这个所谓的陈先生 也没资格让我拿出五十万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枝梅 是剧中顾欣欣和秦宇墨的配音 欢迎收听下一集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心 作者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重实力CV连妹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七十七章 这 就是让你认个错而已 有这么难吗 难道面子比命还重要 这位医生还是很实实物的嘛 像你这样的人 肯定能喝得很长酒啊 说到这里 他又转头 冷冷地看着一红 可有些人 注定了要做短命鬼 往你老大叫过来 我说过了 收拾你 我就够了 用我找我老大 既然你不是台局 我也懒得再和你演戏了 兄弟们 给我上 先打断他两条腿 这话一出 就连之前一直昏迷不醒的病人 也豁然起身 直接冲着夜红围来 夜红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等到这些人来到面前的时候 突然抬脚向外踢了出去 只是一秒的时间 就踹出了五六脚 砰砰砰响声过后 臣妇带来的那些小弟们 就一个个仰躺在地 捂着小腹大声哀嚎不已 夜红看向臣妇淡淡地说 现在呢 需要你老大出面了吗 他伸手一直倒在地上的那些人 继续说 如果你老大不过来 你的下场 会比他们更惨 臣妇下意识地向后退了好几步 一脸凝重 他也是个狠人 不然也不可能 十九岁的时候 就提着菜刀 追着人到处砍 可是他从没有见过这么大人的呀 六个人冲上去 一秒都没到 全费了 妈的 假然那小子竟然坑我 之前他可没说 这个小医生这么能打 好啊 算你狠啊 我这就把我老大叫来 到时候 看你还能不能这么嚣张 他掏出手机 找出了个号码过来出去 喂 大哥 我在南河医院 遇到了个硬场 你快带兄弟们过来 多带点人啊 这小子真的很能打 挂断电话后 陈傅对着叶红宁声道 你再能打又怎么样 还不是不敢对我动手 我告诉你 今天你敢碰我一根手指头 等会儿你就等着被老大弄死吧 是吗 叶红只是淡淡地反问了一句 一步跨出出现在了陈傅面前 你 你想做什么 陈傅惊叫一声 又下意识地向后退了几步 你不是说我动你一根手指头 我就会被你老大弄死吗 叶红伸手 直接抓住了陈傅右手食指 脸上带着笑容 我不信 不信二字落下后 就有一道清脆的声音传出 却是叶红毫不犹豫 掰断了陈傅的手指 你 你敢动我 你知不知道我老大是谁 老子告诉你 你死定了 你真的死定了 我动了你根手指头 现在还要动你第二根 我倒要看看 你的老大到底能不能弄死我 叶红说完 又握住陈傅的中指 稍微一用力 又是一声脆响 如果我现在动你十根手指头 你老大是不是要弄死我十次啊 烧上传来的疼痛 让臣傅撕心裂肺 可他听到叶红的话 还是忍不住一阵心惊肉条 够了 真的够了 你不要乱来 我等会儿向老大求情 不让他教你算差怎么样 这件事情就当没发生过 你不要再折磨我了 他是真的怕了 叶红弄断他手指的时候 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这哪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反应啊 就算再心狠手辣的人 折磨人的时候 也会有些猙獰或者畅快吧 可是叶红从内而外 散发着一股平静如水的气势 好像这种事情对他来说 只是微不足道 不值一提的小事 我需要你求情吗 而且 你想当这件事情没发生过 火可不大呀 得罪我 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吗 手指断裂的声音不断传出 很快 臣傅的十根手指 全都软绵绵地搭了下来 你的十根手指我都动了 现在我就等着你老大来弄死我吧 臣傅浑身上下都被冷汗湿透 不断地痛苦呻吟着 他已经听不清叶红在说什么了 身体不断抽搐着躺在地上 两只手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 因为不管放在什么地方 都会传来阵阵让他无法忍受的疼痛 齐筋双腿发软 头晕目眩 也不知道是暗自咬了多少下舌头 才没昏倒在地 看着这满地伤着 他嘴唇发白 不断喃喃自语 怎么会闹到这种程度呢 这可怎么办呀 他突然抬头看向叶红 因为着急 语速度比平常快了许多 先生 你快走 马上离开医院 臣傅老他来了 肯定不会山把甘休的 你快跑 最好 最好离开南州 叶红心中涌出些许感动 从头到尾 这位副院长都在为他着想 现在事情闹到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 还让他赶紧跑路 可他也不想想 这件事总得有人扛的 不然谁来承受陈傅那位老大的怒火 剧院长 你放心 不会有事的 这怎么不会有事啊 叶医生 这个世界远比你所看到的复杂得多 你该不会以为臣傅那位老大来了 还会和你讲道理吧 他会杀人的 真的会杀了你的 他不敢杀我 能在社会上昏出点名头 手头上都会斩上几条人命 别人他们敢杀 为什么不敢杀你啊 叶红 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 赶紧走 走 走得了吗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一个冷厉的声音 齐尽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完了 臣服的老大来了 叶红活不成了 他很看好叶红 还想看着这个年轻人为医学事业做出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贡献 却没想到他还没来得及发挥出应有的光芒 今天就要被人砍死在医院 天赌英才 天赌英才啊 齐尽心中悲乎不已 密集的脚步声响起 很快便从外面走进来了十多个人 听众朋友 本集一波奖完毕 我是主播穆扬 是剧中旁白夜红等角色的配音 喜欢本书请订阅专辑 下集更精彩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都市绝代一仙 作者 逐日成风 由沐阳写众实力CV连妹演播 后期制作 芝芝 欢迎订阅收听 第七十八章 只是来人进来之后 却并没有如其今想象的那般 提着砍刀对着夜红一阵乱砍 只见为首一个女孩 身后跟着一个老者 一步步走到臣妇面前 臣妇神志已经有些恍惚 可看到这女孩 还是忍不住哽咽出声 甘姐姐 你们 你们总算是来了 臣妇说完 艰难地转过头 看向夜红 争鸣道 看到了吗 我老大来了 现在你该再敢逗我一下试试 不敢了吧 刚才你怎么对我 我一定要十倍偿怀 你断我十根手指头 我就要把你全身骨头 用圈子一块一块的 敲得粉碎 让你感受一下这种痛苦 她相信她甘姐姐的实力 整个南州市都没有可以和她甘姐姐相抗衡的实力 甘姐姐一向最疼她 现在看到她被人整得这么惨 怎么可能不替她报仇 甘姐姐 我刚才说的话 你听到了吗 你小子 她口中的甘姐姐 没等她说完 就一脚踹在她脸上 臣妇吐出了一口血水 几颗牙齿也跟着掉了出来 姐 臣妇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甘姐姐 怎么都无法接受 甘姐姐竟然会动脚踹她 而且下脚还如此之狠 甘姐姐 我是臣妇啊 你是不是糊涂了 我打错人了呀 臣妇又气又急地嘶吼 那女孩一言不发 扭身从一旁举起一把椅子 冲击击击击 摔了过去 椅子四分五裂 可想而知她用了多大的力道 女孩仍旧不甘心 弯腰捡起一个凳子腿 一下一下抽在臣妇身上 不大一会儿 臣妇已经鼻青脸肿 身上的骨头也不知道断了多少根 叶红冷眼看着这一切 站在一旁不发一眼 也不知道过了多大会儿 女孩好像打累了 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扭头对她带来的那十多个人说 继续打啊 打死为止 叶红总算是开靠了 她淡淡地说 这里是医院 别闹出人命 女孩便直接改口 留她一条命打个半死 听到这两人的对话 臣妇脑袋都在嗡嗡作响 这个叫做叶红的医生 竟然在吩咐她甘姐姐做事 她甘姐姐是什么人 那可是南州当之无愧的龙头大佬 整个家族所占据的势力 比其他大佬加起来都要强上许多 现在甘姐姐为了那个叶红要打死她 而在叶红开口后 她马上改口 把打死她改成打成半死 这叶红是什么人 凭什么让她甘姐姐如此毕恭毕讲 叶先生 对不起 没想到这次又是我的人招惹到您头上 女孩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和叶红打过几次交道的梁小如 她本来的确是特意为臣妇出气而来 可当看到办公室中的叶红之后 一颗心就吓得急剧跳动起来 所以不等叶红开口 她就准备打死臣妇 全南州有权有势的人 都在想着如何巴结叶红 这个王八蛋 竟然还敢和叶红接手 哼 打死你的祸盖 你的人的确是应该好好整治一下了 光天化日之下 就敢在医院行凶 再这么嚣张保护下去 连你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说完 叶红便静止走出了办公室 不给梁小如解释的机会 这已经是梁小如的人第二次招惹到她了 正所谓事不过三 如果还有第三次 叶红不会再对梁小如手下留情了 即便她在她面前再卑躬屈膝又如何 手下胡作非为 她这个做老大的逃不了干系 梁小如 梁小如京剧地看着叶红离去的背影 过了许久 她才铁青着脸大声喝倒 给我打死这个不值死活的东西 齐金傻乎乎乎地看着这一切 她没想到事情会反转得如此之快 之前还以为叶红性命不保 却没想到 那个臣妇的老大竟然对叶红如此敬重 一直到臣妇被打得昏迷过去 那群人才缓缓停下手 梁小如一回少逃 把这些人都弄出去 注意 别干扰医院的正常工作 一群人来得快 去得也快 吴剑涛吓得重新跑回楼道中 生怕碰到叶红 太可怕了 那叶红太可怕了 南州首屈一指的富豪 在他面前卑躬屈膝的像一条狗 南州最顶尖的大老级人物 在他面前也像是一条狗 我吴剑涛竟然一直在和这样的人物过不去 吴剑涛战战兢兢 不断拍着胸口给自己壮着胆子 那样的大人物应该不会和我一般见识吧 肯定不会的 也许叶红早就把我给忘了 叶红没如他所愿 在离开医院前去了一次院长办公室 很快医院就下了通知 吴剑涛因医德败坏 被开除出院永不录用 而副院长齐金 医术高超人人称赞 现在特给予院长待遇 薪资提升一倍 拥有一院百分之五的肝骨 而叶红刚刚走出医院就接到了肖孝希的电话 叶先生 您只是在医院待了一天多 就闹出这么大动静 肖孝希苦笑着说 有人故意和我过不去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算是完成你们的考验了吗 当然 提起这个 肖孝希莫名有些兴奋 叶先生 能不能冒问问一句 你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治好那么多的绝症患者的 你也是医生 连这个都不懂 还请叶先生赐教 肖孝希有些自卑 在叶先生面前 他真的有资格称之为医生吗 医术啊 只要医术到了我这种程度 治疗绝症这类疾病 就和你治疗普通感冒一样 很简单 没什么大不了 肖孝希又被打击到了 许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和叶红探讨这个问题 他这是在找虐啊 叶先生 恭喜您 从此以后 就是国医馆的正式成员了 什么时候方便再见一面 我把一些证件给您送去 随时都可以 不过 这个国医馆成立的真实目的 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精灵小九 是剧中 林薇薇的配音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订阅沿赞加评论